第117集 我呀 只是董事而已 没权处着你啊 张小马摇了摇头 然后停顿了一下 同情地看着陆飞说道 不过 我的确听到了一些传言 说是董事会那面啊 尤其是董事长 的确对你有新的安排 啊 什么安排 张小马一笑 嘿嘿嘿 我怎么能泄露董事会的事情呢 陆飞就呆住了 哎呀 跑题了啊 张小马点到为止的不再多说 转而露出了笑容 对陆飞说道 既然陆总监对之前的方案 没什么意见 那我们设计部门就要紧接着 开始下一个设计了啊 没事的话陆总监请回吧 陆飞急了 咬着牙朝张小马说道 哎呀 董事会到底对我什么安排啊 我说了 我不会泄露给你的啊 所以请回吧 说完这话 张小马低下头 继续工作 陆飞喘着气 最终愤愤愤然的离开了张小马的办公室 急得像热火上的蚂蚁 张小马要对付他已经是肯定的事了 如果直接告诉他 他就算再怎么气愤 也是要有个心理准备 现在把话说了一半 让他忐忑和煎熬 这种心理上的折磨 简直就是让他感到快要发疯了 所以现在他满头大汗 急切的想要打探出董事会 究竟会怎么安排他这件事情 但是离开设计部门之后 他匆忙的脚步却停下来了 因为他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跟谁打探 既然是董事会的事情 当然只有董事会知道啊 别提公司的各位主管 和他关系都不怎么样 就算关系好 也不会提前知道 而马董作为董事之一 尽管知道董事会里面的事情 但是现在 却与他积极的撇清关系 根本就是懒得见他 更何况 是从他那里得到消息呢 意识到这一点的陆飞 面如死灰 终于明白了自己 成为孤家寡人的处境 面对董事会 会怎么安排他这件事 他瞬间有了一种 任人宰割的感觉 表情瞬间变得绝望 而与此同时 张小马正在欢呼声中 向设计部的员工们宣布下班 现在的陆飞 当然不敢再让设计部门继续下班了 这也就意味着 持续了半个月的折磨 已经结束了 员工们都十分高兴地收拾起东西 一边想着今天下班 一定要好好玩一下 弥补这半个月的辛劳 哎 对了 这柳絮还没来上班啊 一走出公司的时候 张小马忽然问道 正琢磨着要去KTV的张翰 回答说 哦 从那次请假之后 就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来了 张小马听到这话有点担心 要知道 自从耳朵耍了柳絮那一次之后 这丫头和他最后的童话 是崩溃了嚎啕大哭 要是真的因为被耳朵给吓病了 那就坏了 还是抽个时间过去看一下这个丫头吧 这样想着的时候 高扬出现了 依旧是开着法兰利 依旧是烈焰红唇 身材爆好 但比起之前几次出现在公司门口 张小马总担心自己会被认为是小白脸 现在的他一脸无所谓了 因为有了董事的身份 谁会以为自己被包养啊 这样想着 他心安理得的在同事们的注视下 走到驾驶位置 高扬也很配合的从车上走下来 亲了张小马一口 然后将驾驶的位置交给张小马 最后走到副驾驶位置 还没忘记跟张翰他们打招呼 对此张小马表现得云淡风情 开着车一溜眼就走了 半路上高扬看着张小马笑着 被你包养的感觉真是不错呢 哎呀我还真想包养你 张小马这一次没有逃避高扬的玩笑 心情也是十分不错的说道 我的事啊 你一直没少帮忙啊 现在呢我也算是有了点钱 以后啊只要你我都有空 吃饭喝酒我都愿意去买单 买单可不够真诚 就不能赔睡吗 张小马黑黑一笑 嘿嘿嘿 我怕你老公派人追杀我 不是说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吗 能搂着我这样完美无瑕的身体 共度春宵 即使被追杀 也应该是值得的吧 啊 高扬偏着头 肩膀挨着脸 教科书一般的勾引姿势 张小马一呆 差点撞了车呀 高扬则哈哈大笑 笑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惋惜地朝张小马说 哈哈哈哈 哎 你的心意我领了 等明年我回来之后 当然是不客气的 不过今年 我得离开一段时间 今天来找你 也是为了告诉你一声 啊 你要走 张小马吃惊地看着高扬 高扬点了点头 嗯 冬天快来了 北方太冷 我要去南方过冬 张小马撇了撇嘴 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哎呀 原来是为了荒淫无度的享受啊 哼 我有钱 就荒淫无度 怎么样 张小马无语 接下来这几个月 你首先得保证 帮我照顾好耳朵 高扬看着张小马 很认真地说 虽然多半时候 都是那丫头在照顾你 但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 是你唯一 也需要多用感情陪伴她 我才是她的监护人 什么叫替你照顾耳朵呀 哼 调皮 高扬一个魅惑的白眼过来 又一次软绵绵地 打退了张小马的废话 接着嘱咐说 另外就是李唐了 他更需要你的照顾 但以他的性格 他没让你找他 你最好别打扰 哎呀 这我知道 但如果他找你了 你就得把握好机会 高扬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对张小马说 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从勾到老男人 到和老男人离婚 分财产 也没有那么久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居然还一点东西都没有 想起之前在李唐家 睡了一晚上 却什么事都没有干 张小马羞愧地 把头深深地埋进了裤裆里 抓紧点 希望下次会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哎呀 我会努力的 哼 这还差不多 说完这话 高扬想起了什么 拿出了一张房卡给张小马 哎 你对面的房子 我平时也就偶尔住下 接下来这几个月 就彻底空下来了 你没事 过去帮着娇娇花 没问题吧 这个是小事 不过话说起来啊 我还没有进去过呢 说得好像自己 多有出息似的 你老婆亲亲的闺蜜 就住在你对面 那么漂亮 那么主动 贴食地利 人和你都占了 居然什么也没发生 这是丢人 高扬说着 瞪了一眼张小马 并丢过来钥匙 张小马 无视了高扬的话 一脸郑重地说 哎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既然那房子空着 我能租出去赚点钱吗 别误会啊 我是想给耳朵 赚点架上 瞧你那点出息 窗外艳阳高照 对于这个季节的北方来说 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日常生活 除了吃吃喝喝 就是上班工作的柳婿 这个时候 却蜷缩在沙发上 无聊地看着电视 耳朵 那一次的走失 的确让她受到了惊吓 但是缓过神来之后 她又觉得很生气 所以好几天都没去上班 整天跟闺蜜 在外面散心 谁知道 今天张小马 忽然又来看她 这可让她十分的紧张 因为从张小马的口气里 柳婿能够听得出来 张小马是在担心她 想到张小马 知道她这几天都在外面疯 那肯定会很不满的 柳婿啊 索性就在家里待着 还故意化了个妆 让自己看上去 蓬头散发 脸色苍白 十分憔悴的样子 显得很可怜 不过 现在都已经快要到下午了 张小马却还没有来 这让柳婿感觉十分的无聊 倒是看着电视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耳朵那个丫头 就是因为能装 所以才先后耍了自己好几次 而现在自己也是在装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好好的计划一下 用自己可怜的样子 换取张小马同情和照顾呢 这可是十分有利于加深感情啊 没准还能擦出火花呢 这么想着 柳婿惊喜了起来 马上扔了遥控器 跑回到了卧室里 再出来的时候 她仍然是蓬头散发 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 甚至是嘴唇 也是因为打了粉的缘故 看上去没有一点的血色 但是除此之外呢 她还换上了一身性感的 蕾丝吊带睡衣 露出白花花的一双大腿 这样一来计划就很简单了 先让张小马因为自己憔悴的脸而心生同情 等待着自己被照顾的时候 不经意间露出睡衣和好身材 脸习和美色双重刺激下 张小马肯定会立马耍流氓的 这样想着 柳婿咬着嘴唇 窃喜又期待 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 柳婿冲刺一样的跳回沙发 迅速躺下的同时 用毛毯把自己的身体藏好 只露出了憔悴的面容 这才再一次的把头发弄乱 一边假装虚弱的对门外说 是小马哥来了吗 进来吧 门是开着的 张小马推开门走了进来 他本来就担心柳婿被耳朵吓出了病 进来一看 这乱糟糟的屋子 再一看 柳婿居然躺在沙发上 憔悴可怜的样子 心里头十分的自责 而又担心 立马就走了过去问道 哎 你这是怎么了 看医生了没有啊 看过了 柳婿虚弱的抬着眼皮说道 勉强的笑了笑 说 医生说我要进阳 那没人照顾你吗 柳婿摇了摇头 第118集 张小马心里头太愧疚了 觉得柳婿之所以生病 完全是被吓出来的 因为那一天 以为耳朵走失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那哭声的确是具有精神崩溃的特征啊 被吓得一病不起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哎呀 都怪我 那天不该让你去解耳朵的 柳婿听到耳朵的名字 也气得磨牙呀 恨不得把那熊孩子暴打一顿 但是这种暴力的想法 怎么能让张小马知道呢 所以他虚弱而又焦急地说道 不 不怪耳朵 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但是无论如何呀 我都有责任吧 啊 张小马皱了皱眉头 然后问道 哎 你吃东西了没有啊 我想喝水 张小马二话不说 拿起杯子去饮水机旁边倒了水 然后过来把柳婿扶起来 喂着他喝 柳婿心里都高兴坏了 想自己第三者插足 插着插着这么久了 还是第一次被张小马这么体贴地对待 果然呐 骗人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 这一瞬间 他甚至很感激耳朵 因为完全是那丫头给了他灵感 不过柳婿并没有得寸进尺 喝完了水之后 躺了会儿 然后强笑着向张小马问道 这几天没去公司 一定给小马哥添了麻烦 不过我听说 小马哥 你现在是公司的董事了 这是应该恭喜小马哥 哪有什么麻烦呢 张小马又开始帮柳婿拨橘子 说起来呀 我之所以成为董事 钱都是因为反总那个项目的股份套现 而那个项目啊 我之所以能够拿下来 当时跟着我一起的你 也出过力 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那都是小马哥自己努力罢了 刘虚轻声说着 之后含住张小马递过来的一片橘子 觉得这个橘子甜到全身 能感觉到张小马对他的愧疚 那么现在该下一步了吧 公司里的事情啊 你不用担心啊 主要还是养好身体比较重要 所以就在家里面安心养病吧 张小马心里头毕竟有愧疚啊 看柳婿现在的样子 也的确挺可怜的 完全没有其他心思的 拿餐巾纸帮他擦嘴 这么体贴的动作 柳婿应该好好享受才对啊 但是他瞅准这个机会 主动伸出手来接过之间 不经意间让毯子滑落下去 露出了他藏在毯子下面 性感的内衣 以及抱好的身材 尤其是露出三分之一的胸部 正因为他抬起手来的挤压 柔软的换了个形状 突然看到这一幕的张小马 立马就带住了 这一下连柳婿都佩服自己 真是心机高深啊 觉得自己的计划 已经十拿九稳了 于是假装没有发现似的 接过纸巾 替自己擦了擦嘴之后 缩了缩身体 朝带住的张小马 可怜的说道 小马哥 我有点冷 啊 冷啊 张小马终于回过神来 因为自己的失态 而手忙脚乱的 但是很快意识到 柳婿冷了 应该帮他捡起来 掉了一半在地上的毯子 于是努力的 让自己不去乱看 僵硬的 把毯子给捡了起来 起身弯腰 将毯子 往柳婿身上盖 而柳婿这样平躺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闭上了眼睛 微微张开嘴巴 脸也是很合适宜的 变得微红 俯身状态下的 张小马动作停了下来 看着柳婿 这诱人的样子 咕咚了一下 吞了吞口水 整个客厅 也因为两个人 现在的姿势 而气氛暧昧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门忽然开了 张小马 下意识地转过头 柳婿 也睁开了眼睛 只看到门口 一个戴着耳机的美女 正提着好几袋子的零食 走了进来 无论是两根麻花辫 还是背戴牛仔裤 都和她可爱的脸蛋 十分地搭配 是她那与身体 显得不成比例的胸部 童言俱辱美女 原本哼着歌 心情不错 一进门 看到了张小马和柳婿 现在的姿势 惊得发出了一声尖叫 这一声尖叫 震得张小马和柳婿 都耳朵生疼 也立马地回过神来 一个慌忙扔掉毯子 站了起来 一个红着脸 迅速盖上毯子 并且也发出了一声尖叫 啊 这是谁 童言美女停止尖叫脱口而出的问道 但是下一秒她就回过神来 惊喜地看着张小马 同时迅速往后退着说 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别别别别 误会了 误会了 张小马赶紧摆手 我呀 是那个柳婿的同事 听说她生病了 来照顾她的 生病 童言美女看了看柳婿 见她蒙在毯子里 哆哆嗦嗦的 像是在笑 于是赶紧复合地说道 对对对 我就是来照顾柳婿姐姐的 原来是有人照顾 张小马也是慌了 抓住这句话 顺着往下说 那还是你来照顾吧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童言美女一愣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了 闭着眼睛 朝自己额头上拍了一巴掌 背带裤的背带 也可爱地滑落下来 那个柳婿啊 你好好养病 有空了我再来看你 啊 张小马说完这话 狼狈地逃出了柳婿的空屋 哎呀 不 柳婿从沙发上冒出头 凄惨地大喊一声 童言美女吓坏了 一边重新提起背带 一边瞪大眼睛后退 柳婿咬牙切齿 盯着她尖叫道 你个臭丫头 早不来晚不来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啊 原来她就是张小马 童言美女 挽起背带的同时问道 脸有点红 她刚才被柳婿好好修理了一顿 尽管的确破坏了柳婿的好事 被抓住 撒撒气也是应该的 但是柳婿这个坏人 修理人的方式太流氓了 让童言美女现在 还用双臂挤压着胸部 做出随时可以防御的姿态 但是柳婿还是没有出息啊 又瞪了童言美女一眼 说道 不是她还能有谁啊 我能随随便便 带一般的男人来我家啊 都怪你啊 好不容易来一次 而且有了那样的机会 万事俱备 结果让你够杂了 好了 别怪我了 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我保证 童言美女听到这话 凑过来抱着柳婿的手撒娇 胸前的两堆 隆起的不经意间 蹭啊蹭的 加上那大大的眼睛 闪啊闪的 要是换成男人呢 还真是招架不住 估计啊 没几下就要流鼻血了 你这一招 对付那群追你的大叔还行 对我没用 柳婿瞥了一眼 童言美女的胸前 这个丫头 平时老贤胸部太重了 穿衣服显胖什么的 其实啊 手感真的是好啊 让女人的她都忍不住的开油 但你已经不生气了对吧 童言美女闪着大眼睛 笑得很天真 然后贼兮兮的抱紧柳婿一些 接着撒娇说道 哎呀 我就知道 其实我要是没进来 你也不会跟张小马有什么事 会吊租她的胃口 对吧 柳婿被这么一说 浑身不自在 彻底推开了这个丫头 然后没底气地说道 你少套话 喂 那这么说 你是真打算要现身呀 童言美女见柳婿窘迫 一下子就占了上风 主动多开了一些 笑嘻嘻地说道 果然还是想用色诱这张 之前还拒绝我的建议呢 原来背着我 早就已经想好了计划呢 要你管啊 柳婿脸一红 丢了一个枕头过去 童言美女敏捷地躲过 但是背带又掉了 伸手挽起来的同时 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就说这招最管用吧 你看看今天 要是我没有刚好闯进来 那个叫张小马的 就要在沙发上把你绊了吧 真该让追求你的那些老男人 知道你的真面目 不害臊 柳婿这下真的有点无地自容了 红着脸说了这句话 然后插开话题 问童言美女 哦对了 我让你帮我查的事情 到底怎么样了 我爸最近挺忙的 我让一个分局的叔叔在查 童言美女说到这件事情 眉飞色舞起来 重新凑过来问道 不过你认识的人也不少 这么长时间 都没调查出来 张小马他老婆的情况吗 我倒是知道 他跟一个姓高的女人走得近 不过那个女人 我爸遇见她 都得客客气气的 身份太不一般 而且早就已经结婚了 不应该是张小马的老婆 柳须说起正式 露出苦恼的表情 摇了摇头 我倒觉得有可能 童言美女化身小侦探 掰着手指都分析道 你看看 那个家伙的小姨子 明显不是个普通人 最近又来了一个 附和的小萝莉 正方连面都没露过 这么神秘 肯定很有来头 哎呀 我也觉得 小马哥的老婆 是个更厉害的女人 不过应该 不是姓高的 柳须叹了口气 然后对童言美女说 总之 你抓紧点查 公安系统 应该能很快查出来 至少知道个名字也行吧 只要名字 不查清楚点 比如工作单位 年龄体重什么的 再找人跟踪一下 不行 这种暗中调查别人的事 本来就理亏 再过分的话 小马哥会生气的 哎哟 现在都考虑起人家的感受了 还一口一个小马哥叫着 真是肉麻呢 你 你个死丫头 我掐死你啊 哎呀 第119集 第二天 柳旭恢复正常上班 但是张小马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他呀 正在参加成为股东以来的 第一次董事会 公司里的人 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 张小马成为董事的消息 从中层管理到普通员工 这一天早上都在猜测 随着张小马成为董事 公司里的职位和人事安排 接下来是否会有什么新的变动 这其中最关注的 当然要属陆飞 自从张小马那天 对他说了那番话之后 他就一直担心自己的职位 一方面是因为张小马 和他之间的恩怨 遭到报复的可能性极大 而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 他向公司隐瞒一件事情 要是因为张小马对他的关注 而被挖了出来 那么受影响的就不仅是 他的职位而已呀 可能还会彻底毁掉 他的职业生涯 这让他感到十分的不安 想尽了一切办法 想知道公司里头 是否在讨论他的事情 可一般的主管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董事会在讨论什么 况且就算是知道了 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马董了 尽管这个老狐狸 现在想要和他撇清关系 但是他也不得不尝试一下 所以焦急不安的 等到董事会结束 陆飞就硬着头皮 闯进了马董的办公室 刚刚开完会的马董 正在抽着雪茄休息 看到陆飞进来 立马皱起了眉桃呵斥 我不是跟你说过 别再过来这里了吗 你还是真听不懂人话 是不是 赶紧给我出去 真以为这是你想来 就能来的 哦 马董你放心 没人看见 陆飞没有出去的意思 走过来几步 同时语速飞快地说道 我就是想问问马董 今天的董事会里头 有没有讨论过 关于我的事情啊 马董不屑地冷笑一声说道 这 这么大的公司 很多事情要解决的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讨论你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这话说得难听 但是陆飞却听得眼睛一亮 哦 这么说 公司没有关于我的 人事调动 马董又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但是忽然之间 他想起了什么 发觉这个陆飞 还不是完全的没有用啊 于是眼睛一转 他又有了主意 若无其事地对陆飞说道 你刚为公司立下大功 当然不会这么快的 就对你有什么调动 啊 那就是以后还会有啊 陆飞问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暗中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马董的话里 他知道公司还没有知道 他向公司隐瞒的事情 只是他现在的职位 恐怕会保不住 但这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起码一个月之内不会 马董给出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时间 然后 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陆飞 说道 虽然 你已经败了 但至少总结了经验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 记得 要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败 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小马 陆飞刚刚送下去的那口气 又提了起来 然后直接到嗓子眼儿 咬牙切实地对马总说道 就算是要走 我也不会让张小马好过 一个月 我还有时间 嗯 怎么 你还打算最后一搏 马董假装吃惊 陆飞表情阴沉地问道 马董刚才说了 我这一次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没有知己知彼 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简单吗 你要是知道张小马的财力雄厚 能成为董事 又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啊 一切都是因为你对他了解的不够 就出手了 马董说完关键的话 没忘记火上浇油地说了一句 相比起来啊 张小马比你沉稳得多了 听到这番话 陆飞什么话也没有说 表情阴沉地走出了办公室 因为他心里头已经有了计划 对此 马董微微一笑 确定陆飞已经上了钩了 很佩服自己最后利用这家伙一次 那么现在就静等这个家伙 接下来的举动 不过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有过一次失败的先例 这一次还能成功吗 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 机智的羔羊飞往南方过东去了 临走之前 他也没有让张小马去送 只是发了个短信告诉张小马 同意出租他的房子 不过也警告了张小马 租来的房租必须给耳朵当零花钱 不准私吞 对此张小马不屑的一笑 然后就带着耳朵 眉开眼笑的钻进了羔羊的家 张小马还是第一次进来 不出意外的装修高档 充满了艺术气息 倒是耳朵清澈熟漉 带着张小马 找到了很多羔羊收藏的好酒 于是张小马二话不说 全部都搬回了自己家里 这是帮羔羊保存啊 毕竟这房子是要出租的嘛 这么想着张小马 理直气壮的撸起袖子 和耳朵一起又搬走了 一台五十多寸的夜镜电视 一把估计是老古董的 红木太石椅 还有整整一套银制的餐具 以及那辆红色法拉利的车钥匙 也一起拿走了 最后两人一起站在了浴室里 眼前这个超级的大浴缸 让张小马满眼都是小星星 早在购物广告上看过这东西 据说有按摩的效果 一直想买却是没有钱 这下当然是高兴坏了 没开眼笑的朝耳朵说道 哎 这个也搬走吧 怎么办 耳朵围着围裙 戴着头巾 抱着手 鄙视的看了眼张小马 张小马不放弃的 跑过去研究了半天 发现是安装好了的 压根就搬不走 于是无奈的说道 哎呀 那就每天晚上过来洗澡吧 耳朵又朝他翻了个白眼 让高阳阿姨知道 你在他每天泡的浴缸里搓泥 回来就取你手机 张小马听到这话 忍不住地想像高阳 在这里泡澡的样子 更加坚定了点了点头说 那我呀 还非泡不渴了 耳朵无视了他 自顾走到了客厅 然后指着沙发说 这个我要了 张小马走出来不屑地说道 哎呀 咱们家又不是没有 你别太过分了啊 听说是意大利的牌子 纯手工打造 价值13万人民币 耳朵只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张小马就沸腾了 班 这帮美老板太奢侈了 我回家坐着他 慢慢控诉你高阳阿姨 啊 走 耳朵高兴地拍手 他虽然没有力气帮忙 但是张小马一个人也够了 毕竟一想到自己这辈子 能坐在这么贵的沙发上放屁玩 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最后还真就搬了回去 哇靠 居然还有投影仪 这个晚上看电影太爽了 搬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一大一小进行了彻底的扫荡 终于把想要的东西全部搬回自己家 然后耳朵开始慢慢研究那台投影仪 而张小马则真的跑到高阳的房子里 脱光了之后 跳进了浴缸 他发现啊 这玩意真的能按摩 而且香喷喷的 也不知道是沐浴露的味道 还是高阳的味道 总之 都让他忘乎所依 闭着眼睛流露出银档的笑容 但是银档归银档啊 张小马也没有忘记正事 舒服了好一会之后 他拿起了手机 一边泡澡 一边发布 招租信息 因为只出租一个冬天 找来的肯定都是短租客 但是因为这房子的装修不赖啊 好东西搬完了也很有档次 所以月租还是真不便宜 但也是因为是短租 他要求的押金并不高 办完了这件事情 张小马又泡了一会儿 直到发现手脚都起了皮了 才依依不舍的回了家 在厨房里头 开了一瓶礼堂珍藏的红酒 也不知道这一瓶值多少钱 但是味道的确不错 张小马打算再弄点猪头肉 和耳朵一起用投影仪看电影 不过刚走到厨房 他动作忽然一停 客厅查解上的笔记本电脑忽然闪了一下 张小马走过去一看 发现是笔记本USB接口上插着的U盘亮了 这玩意儿看起来普普通通啊 其实是个很高科技的东西 现在灯亮了 说明有人正在入侵他的电脑 说起来 这台笔记本电脑 他平时用的不多 防火墙的设置也很一般 但是也远比一般的企业电脑牢固的多呀 居然有人敢入侵他这个黑客的电脑 这可不是一般的水平啊 想到这里 张小马露出一次笑意 坐下来打开电脑 发现攻击的人已经退了 但他还是找到了被攻击的蛛丝马迹 看起来对方的手段很娴熟 不像是新手 但是多少有点学院派的作风 在他这种野鹿子的面前 简直就是雕虫小技 哎呀 这还真是花过山前耍猴子啊 搬门弄斧呢是吧 张小马自言自语着 舒展了一下身体 最近他事业有成 已经不是没事跟人在网络世界里面PK的少年了 甚至上一次利用黑客技 还是帮李唐报仇的时候 不过他毕竟在黑客界小有名气 被人攻击了 那怎么能罢休啊 想到这里 他开始飞快地敲打键盘 开始顺着对方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反入侵 一路顺藤莫刮 他很快就找到了对方 同样是学院派的防火墙风格 他能出入自如 却能不被发现 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毫不夸张地说 他现在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立刻黑了对方全副武装的电脑 但他没有那样做 欢迎大家收听 有声小说 美女老婆爱上我 作者 北爷爷 蒋波 曹四爷 石榴 第120集 因为黑客的圈子 其实也就那么大 黑着黑着 就可能黑到了熟人 可能别人也是路过而已 而并不是那些 臭名昭著的犯罪型黑客 所以这一次 他给了对方一个机会 如果只是路过 黑了他一次 下次就不来了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如果对方下回还来 那就说明是针对他 可能是对他挑衅 也可能是别有图谋 那到时候就不能留情面了 当然 为了以防万一 张小马也铺好了一条路 确保下一次 瞬间入侵对方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还掌握了对方的IP 让他有些吃惊的是 对方的IP地址 居然是本市的 而且就在市区之内 这让张小马很感兴趣 于是离开之前 查看了一些记录 发现对方果然是个学员派 但的确是个挺专业的黑客 平时没事就去黑别人的电脑 而且效率极高 好在对方也只是如此而已 除了黑人电脑 窃取一些资料之外 并没有真正的犯罪行为 但那种频繁的攻击 在张小马看来实在是幼稚 想来对方也是个年纪不大的家伙 要是下次再来 先黑了你 然后上门拜访 打一顿再说 说完这话 张小马关了电脑 端着红酒 就着猪头肉和耳朵 一起看电影去了 第二天一早 陆陆续续的 有些想租房子的人联系到了张小马 因为押金要求不高 而且房子不错 所以这一天早上 光是咨询的人就有五个之多 对此 张小马回应很简单 租金没有商量的余地 但是押金可以再通融通融 至于看房子的时间 他称自己只有周末才有时间 要来的话 今天最好 这么一说 咨询的人就有三个都没了下坟了 倒是另外有两个 一个表示下午来看 一个则在傍晚 张小马带着耳朵出去溜了一圈 吃过午饭之后 第一个看房的人来了 这是一对小情侣 似乎都是外地人 刚刚参加工作的样子 属于家境比较阴实 又喜欢享受生活的类型 根据他们的说法 是因为明年才能买下婚房 所以啊 这个冬天打算租一个不错的房子 请父母一起来过年 张小马表现得很专业 讲解了这间屋子的水电问题 又介绍了一下小区的环境云云 让那对小情侣比较满意 不过在尝试着商量租金 而遭到了张小马的婉拒之后 最后还是走了 对此张小马并不介意 这毕竟只是头一个来看房的 回到家 陪着耳朵看了一会儿动画片 没多久之后 那个表示傍晚来看房的人 提前到了 对方是个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小伙子 西装革履的 还跨着一个单钱包 显然是抽时间从公司过来的 相比之前的情侣 这个小伙子明显专业一些 问了许多的问题 但是没有质疑租金 其实我是帮别人跑一趟的 现在看来应该都符合他的要求了 那个小伙子走出房间之后 对张小马说 这个张小马倒是想都没有想到 于是马上询问道 能告诉我一下 你那位朋友的基本信息吗 小伙子笑着回答说 您是担心把房子租给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吧 这方面呢 您可以放心 我那位朋友素质很高的 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 现在呀 在一家大企业工作 没有不良的爱好 总的来说呀 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哦 那么是男还是女呀 张小马又问 小伙子怪异的看了他一眼 张小马马上指着自己的家门说道 哎 别误会啊 我呢 既是房东 也是将来的邻居 毕竟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要是真的住了进来 我得提前了解一下嘛 小伙子恍然大悟 然后笑着朝张小马挤了几眼睛说 是女的 而且很年轻 很漂亮 张小马黑黑一笑啊 嘿嘿嘿 我就喜欢年轻漂亮的女连聚 嘿嘿嘿 小伙子心领神会呀 也笑了起来 然后问道 那这么说 你愿意租给我那位朋友了 啊 你可以让他自己过来一趟啊 如果双方都满意的话 那当然没问题啊 好 那我回去告诉他一声 至于他什么时候过来 那我就不清楚了 到时候再联系吧 啊 我先走了 哎 好 送走了那个小伙子之后 张小马美滋滋的回到家里 如果真的是个美女房客 他当然乐意租啊 甚至雷打不动的租金 是对方到底有多漂亮 还是可以有一些商量余地的 毕竟 他平时下了班 就在家里边待着 以前的高杨他没办法啊 是为了避嫌 也是因为总被调戏 总是被动的感觉 让他没有男子气概 所以一直没怎么过去套近乎 但是现在换了一个普通的美女 如果有差不多的作息习惯 下班之后没事去穿个门 也是挺不错的 如果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人想租房子 他会等上一等 心里头更倾向于租给那个美女 想到这里 张小马回到家里 结果刚进去 他就发现了耳朵 在玩他的电脑 而且是动来动去的样子 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摄像头自己开了 张小马还没问 就听到耳朵这么说 再一看 亮起来的U盘 立马就知道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二话不说 上去就把耳朵给抱在一边 迅速地关掉摄像头 然后开始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 耳朵在一旁好奇地问道 在干什么 被人黑了 有人入侵咱们的电脑 张小马继续忙碌着 耳朵顿时来了兴趣 是黑客吗 很帅吗 长得什么样子啊 我哪知道啊 等会再说啊 张小马脸色有点难看 毕竟他已经给了对方一次机会了 算是手下留情了 但是对方居然还来一次 显然是在针对他 而且已经不是挑衅他这么简单了 居然敢控制他的摄像头 窥视他的隐私 这要是他自己也就罢了 关键是耳朵还在呢 这种窥视 简直是不能容忍 所以这样一来 张小马下手很快 发现对方已经退走 也没有留情 顺着对方的路径 一路追杀 看着这个过程的耳朵 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什么 不断地在给一旁的张小马给加油 于是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之内 他就成功地黑掉了对方 让电脑陷入瘫痪状态 但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紧接着就关掉电脑 站起身来 你要去哪儿 打架 我也要去 老实待着啊 我很快回来 说完这话 张小马拿起高阳的车钥匙 往门外走去 他已经给了对方机会了 而对方三番两次的入侵 而这一次还控制了他的摄像头 这种行为 就算是黑掉了对方的电脑 包袱也不够啊 要是换做其他地方 他可没有办法 但是那个家伙就在室内啊 之前就说了 如果有下一次 就找上门收拾一顿 现在他一肚子火呀 当然就是奔着打架去的 很快 他开出了高阳的红色法拉利 一边开车 一边查询对方IP的具体地址 大概十分钟之后 他来到了某个小区的门口 这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很多大爷大妈 还有年轻的父母 都在外面活动 看上去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区 猛然间 看到这么牛逼的一辆法拉利 伴着刺耳的刹车声停下来 很多人都投来了目光 张小马杀气腾腾 根本没有控制一回 静止走进了小区 然后根据查到的地址 进了其中一栋单元楼 302 站在门外 张小马还是没有冷静下来 但对于自己查询的结果 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跑上来之后 他二话不说就开了门 谁啊 房间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张小马一愣 虽然黑客并不都是离群所居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 对方家里有其他人 他准备进去找到了人之后 再动手 所以回答说 送快递的 脚步声传来 门被打开了 探出头的是一个 戴着眼睛的美女 明明有一头很时尚的大长头发 却把刘孩梳起来露出脑门 而且身上穿着的 也是很随意的花衬衣和红开衫 以及蓝色牛仔裤 看上去就是一个在外面很漂亮 在家很随意的普通女孩 只是表情有点傻气 正看着张小马疑惑地说道 你找错地方了 我最近没买东西 张小马心里一动 然后问道 那你家里头其他人没买吗 我一个人住 张小马稍微一愣 然后露出了一丝笑容说道 想不到是个女的 找的就是你 美女正要说什么的时候 张小马一只手把门推开 另一只手捂住这美女的嘴 迅速地进入房间之后 用脚把门一勾 就这样 把美女劫持到了房间里面 匆匆扫了一眼这个房间 张小马确认没有发现其他的存在 但如同所在的小区一样 这个房间十分的普通 除了随处散发着宅女的气息 有充满动漫元素的抱枕和录像带 到处乱丢的衣服和毛毯 还有刚刚吃完没有扔的外卖 以及综艺节目特有的笑声 在不断地回荡之外 唯一能和黑客联系起来的 只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茶几上放着 戴眼镜的美女吓坏了 但是嘴巴被捂住 根本叫不出来声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并试图一直挣扎着 可惜张小马有过数次控制礼堂的经验 早就已经具备了把女人推到墙角 而不被袭击下体的手段 第121集 不准出声 听到没有 啊 张小马按着眼镜美女警告道 眼镜美女稍微愣了愣 然后迅速点头 就这样 张小马松开了她的嘴 以防万一 仍然把她逼在了墙角 说起来 她还真有点后悔 冒冒然闯进来 原本以为是个男的 就算跑进来 打一架也没什么事 但这货是个女的呀 只要一嗓子出去 就把居委会的大妈给引来 到时候再怎么解释 今天恐怕也是向上人头不保了 不过还好 眼镜美女被松开之后 并没有乱叫 整个人已经缩在了墙角 瘦瘦的肩膀挤在一起 努力让自己镇定地 看着张小马说 你要是想要钱 房间里的臭涕有 你可以都拿去 我不要钱 张小马有点不耐烦 但是美女听到这句话 立马就哆嗦起来了 惊恐掩护住自己的胸口 声音颤抖地问道 那 那你是要 张小马还真没那个意思 但看对方做出如此动作 不禁想起不久之前 就是这位美女窥视她 而且看这个房间的样子 似乎没有什么证明 她是黑客的证据 所以如果只是说来意的话 这位美女肯定打死也不承认了 这么想着 她有了计划 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怀好意的表情 用刚才捂住人家姑娘嘴巴的手 摸了摸人家滑溜溜的脸蛋 语气轻挑地说 嘿嘿嘿 不结财 那当然是要结色了 这还用问吗 啊 美女吓坏了 惊恐带着哭腔的说 你不要这样啊 我臭这里有很多钱呢 只要你不伤害我 那些钱你都拿去吧 全部 反正我自己也花不掉 而且我保证 保证你走了之后 我不会报警的 啊 是吗 张小马更靠近了一点 一只手继续俯着墙 而另外一只手垂了下来 一把抓住美女的屁股 就往上一提 两个人的身体瞬间贴在了一起 原来你这么有钱啊 居然都多得花不完了 美女被这样的举动 给吓得哭了出来 一双手捏着拳头在胸口 但不敢推张小马 只能以此隔开两个人 上半身之间的距离 同时偏过头 死死盯住眼睛 一边哭一边说道 我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张小马把头低下来 装成变态的样子 拿鼻子 闻人家的头发 并且做出享受的样子 这个动作 吓得美女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带着即将憋不住尖锐的哭腔 迅速回答说 我是个网络工程师 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能接一些很赚钱的任务 但平时 我基本上不怎么去花钱 听到这话 张小马觉得达到目的了 但仍然留恋的 在人家美女的屁股上捏了一把 这才推开了一些 似笑非笑的 看着这个仍然缩在墙角 哆哆嗦嗦 闭着眼睛的美女 好半天都没有说话 其实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一直省吃俭用 我也是很可怜的 美女看着张小马 以为自己刚才最后一句话 得到了意外的效果 于是顺着自己 不怎么花钱这件事情 继续说 以求得到同情 张小马还是看着她 觉得她现在 含着眼泪 缩在墙角 惊慌失措的样子 简直和叱咤 网络事件的女黑客 不是一个人 但她其实 也是第一次 面对一个女人 这么不联想习语 甚至有点 要耍流氓的意思 这主要是 这个美女黑客 触犯了她房间里的隐私 而她房子里 还有一个耳朵 让她对这种行为 根本无法容忍 所以从来的时候 心里头就充满了愤恨 刚才的暴力 也是头脑发热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简单点说 你就是个黑客 而且十分钟之前 你的电脑反被黑了 对吗 啊 美女黑客愣了 虽然仍然害怕地 缩在墙角 但恐惧的眼神 已经变成了不可思议 我就是黑你电脑的人 你 美女黑客吓了一跳啊 然后立即想起了什么 吃惊地指着张小马 那你就是 没错啊 我就是十分钟之前 黑掉你电脑的主人 而且刚好我也是个黑客 美女黑客一下子就明白了 顿时有一种 从地狱爬上来的感觉 但是下一刻又不仅想到 自己只是黑了 这家伙的电脑而已 而这家伙 却把自己的半条命 都快给吓没了 你怎么能这样 美女黑客想到 刚刚被摸了屁股 脸红红的很气愤 但似乎有点底细不足的样子 从一边的沙发上 抓了一个抱枕 这才朝张小马大喊道 简直就太过分了 过分 张小马前进了一步 美女黑客吓得跳了起来 一下子又缩回了墙角 使劲抱着枕头不撒手 你又想吓我 我刚摸了你屁股 现在就敢摸其他地方 不信你试试 哎呀 不要不要 美女黑客尖叫一声 一手捂住屁股 一手把枕头死死的抱在胸前 张小马笑了 以宅女的标准来说呀 你算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了 不过会有点缺心眼 一句送快递的 就能轻轻松松的进了你的门 好在今天是我呀 要是真碰上了强盗 你早就被劫财劫色了 美女被这么一说 的确有点后怕 但也意识到张小马 只是来找她的麻烦 不会真的把她怎么样 于是忽然间硬起了起来 伸着脖子和张小马辩证 是你太卑鄙了 一般强盗 只会说是查水表的 查你妹的水表啊 都什么年代了 哪家还有水表在家里啊 强盗不会与时俱进吗 张小马有点崩溃了 确定这丫头真的是个死宅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 跟她交流啊 有点让人无语 你叫什么叫啊 美女也怒了 还很委屈地抱了抱枕头 控诉一样地说 我不就是黑了你的电脑吗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只要这样冲到我家里来 还装成强劲烦的样子 吓唬我呀 你不止黑了我的电脑 而且还控制了我的摄像头 到处乱看 我大老爷们一个不怕你看 但是我家里头有个小朋友 这样就不行 张小马说到这里 又忍不住地生气了 瞪着这个女黑客吼了起来 但是女黑客听到这话 却眼睛一亮 啊 那个小朋友是你女儿啊 好萌啊 像是动漫人物一样 这种时候了 谁要跟你讨论萌不萌的问题啊 张小马又一次崩溃的暴笑 美女黑客缩了缩脖子 还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那 的确很萌吗 干嘛这么大声 张小马服了 这丫头绝对是个缺心儿 也懒得再逼到墙角 索性松开这丫头 静止走到了沙发上坐了下来 点燃一根烟 然后看着美女黑客说道 现在开始啊 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敢说一句假话 我立马强奸你 美女黑客抱着枕头 拽了拽衣服 然后不情愿地 也坐在了沙发上 首先 你叫什么名字 亚巴达克斯 雅典娜 齐 张小马目瞪口袋呀 然后夹着的手都抖起来了 咆哮道 齐个屁呀齐 没让你说网名 说真名 美女黑客 扭扭捏捏地再次回答道 那 你叫我齐齐吧 这是我的小名 我是要跟你交朋友吗 干嘛要知道你的小名 你这么凶悍地叫着齐齐 这样的名字会笑场的 你知道吗 张小马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然后猛吸了几口烟 觉得自己再说下去 真的会强奸他 我又没说想和你交朋友 齐齐不满地小声嘀咕着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啊 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老实回答我 张小马瞪了瞪这丫头 停顿了一下 然后问道 你刚才说你接任务赚钱 那你黑我电脑 是接的谁的任务啊 啊 这怎么可以告诉你啊 齐齐 仿佛受到侮辱一样 愤怒地站起身来 一脸正直地看着张小马 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 我是很专业的黑客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绝对不能泄露顾客信息 张小马也干脆 站起来一把 抢过齐齐怀里的抱枕 丢到地上 同时说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是算命的还是取鬼的啊 我当黑客的时候 你还吃奶呢 知道吗 少在这儿 跟我扯什么职业素养的问题 齐齐缩了缩脖子 觉得张小马有暴力倾向啊 就算不强奸自己 也很有可能打自己的 所以他其实弱了许多 小声的政变 就算没你厉害 我也是要面子的嘛 做了这种事 以后还怎么混啊 张小马听到这话 眯起眼睛 使劲一拍桌子 你说还是不说 是一家私人侦探公司 齐齐吓了一跳啊 以为张小马真的要打他 于是脱口而出 啊 私人侦探公司 张小马眯起眼睛 等待下门 齐齐说完就已经后悔了 很懊恼自己的没出息 但已经说了也没办法 只能心里大骂张小马 坐下来的同时 捡起抱枕 发现上面沾了一点番茄酱 于是赶紧拿纸巾擦呀擦的 擦个不停 张小马等了半天 这丫头居然还在那擦 好像压根没有下文了 气得又一拍桌子 要打扫卫生 等我走之后再做啊 现在你跟我说清楚 是什么侦探公司 为什么又要黑掉我的电脑 啊 第122集 齐齐正在认真地擦着屋子 被这么一下又跳了起来 很生气张小马的一惊一扎 但是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心里头委屈得眼睛都红了 瞪着张小马说 你不要老是这么欺负我 我又不是坏人 张小马没有动容 接着问道 那你说啊 那家私人公司 为什么让你黑我电脑 齐齐憋着嘴 白了张小马一眼 然后小声嘀咕道 你还黑客呢 这都不知道 侦探公司是做什么的 又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事情 当然是雇佣我 调查你的情况 了解你的一些隐私吗 张小马点了点头 接着问 那么既然是私人侦探公司 大概也和你一样 是受了别人的委托 才会进行调查的 这么说 除了你这方面的网络侦查之外 还有其他途径的同时 在调查我对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说你知道的 张小马看了看齐齐 停顿了一下 问道 谁委托的那家侦探公司 这个我也不知道 齐齐委屈的摇了摇头 然后老老实实的说 你也清楚 是客户找到了私人侦探公司 然后侦探公司的人 才找到我 可这一层关系在 我不可能知道 委托人的情况 但你跟那家侦探公司 至少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对吧 齐齐傻乎乎的点了点头 老关系了 这就简单了 你黑了那家私人侦探公司的电脑 调查处委托人的信息 什么 齐齐瞪大眼睛 你让我黑是黑 还跌中跌呢 少跟我说的那么高端啊 你黑还是不黑 啊 张小马拿起了齐齐的电脑 一边飞快的敲打键盘 一边说 至少你和那家公司 有网络方面的来往 顺着那条线攻击 很简单的事项 你在干嘛 你电脑不是被我黑了吗 那当然要修复你的电脑了 张小马说完这话的时候 已经将笔记本递给了齐齐 已经好了 而且漏洞啊 都已经给你补上了 现在就开始行动啊 十分钟之内给我答案 齐齐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的盯着电脑 哇 你好厉害 哪里学的 自学的 张小马懒得浪费时间 再次催促起来 齐齐又一次哭丧着脸 朝张小马苦苦哀求 这种事情 真的不好做啊 那毕竟是我的客户 我反过去黑了人家 要是传出去的话 以后江湖上午就很难立足 也会非常没有面子的 我不管 总之你得快点啊 我不能整晚都待在这里 一听张小马可能要整晚待在这里 齐齐一惊 然后下意识地捂了捂胸口 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 那我就指导去一些委托人的资料 而且 你不能对别人说 这件事 是斯巴达克斯 雅典娜 其做的 什么斯巴达雅典娜的 谁记住这破名字啊 你快点好不好 张小马又一次瞪起了眼睛 齐齐很委屈地白了他一眼 翻了翻下嘴唇 然后开始不情不愿地敲打键盘 张小马知道 这丫头开始行动了 不过按照学院派的路数 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在齐齐忙碌的时候 他开始在次数打量 看到了很多动漫光碟 和日本的正版公仔 而整个卧室和客厅 也的确是不怎么干净 到处都是脏衣服和毯子 光胸罩啊 他就看到了好几十个了 而除此之外 更多的是齐齐收藏的很多漫画 虽然也一样到处都是 但是显然比衣服宝贵一些 都排列的比较整齐 在这之中 张小马甚至看到了几部 自己在追的漫画 本期最新的连载 于是他也找到了事情可做 就坐在了沙发上 看起了漫画 当然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齐齐是不知道的 专心起来的他 手指的敲击越来越快 脸上也没有委屈 和不情愿的表情 一双大眼睛盯着电脑屏幕 嘴巴也微微张开着 显然是十分的专心了 就这样 两个人安静的供出了半个小时 当张小马看完一期漫画 准备再换一期的时候 齐齐完成了 十分钟后 总算是送走了张小马 齐齐咬牙切齿 因为那家伙 不仅让他一世英明给毁了 而且还顺走了好几本 他珍藏的漫画和公仔 那可是很值钱 而且很难买的呀 气得他忍不住的都想哭了 所以他心里大骂着 捏手捏脚的跑到窗边 目送了下楼的张小马离去 当他看到张小马 钻进了一辆红色法拉利的时候 他眼睛一亮 然后小声的嘀咕了一句 八道总裁的路说 果然是富二代 周一的董事会上 新的人士安排得到了确定 陆飞一个月之后 就要被调离了 按照公司的说法啊 自从进入公司以来 陆飞表现出了 极高的职业素养 以及业务能力 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他的确拥有 主管业务部的能力 所以啊 经过董事会的协商 大家一致同意 陆飞去往分公司 担任其拯救分公司业绩的责任 并且包括马董在内的所有董事 都对陆飞寄予厚望 认为他确定能够临危受命 撑起分公司的大席 听到这番言辞啊 同事们都忍不住笑了 因为把话再说的冠冕堂皇 也是要碾人 就算是职位不便 可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差距之大 人尽皆知啊 陆飞与其说是去拯救分公司 倒不如说是被公司委婉的流放 发配到了边疆 对此 公司上下的同事们 不少都开始幸灾乐祸了 因为陆飞名声确实不怎么好 而消息传到陆飞这边 他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毕竟在此之前 他已经从马董那里知道 自己可能被另外安排 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了 而他担心的调查却没有发生 这就让他变得有之无恐 觉得自己仍然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复仇 至于董事会的安排 陆飞当然不会同意了 别人都知道那是流放啊 他又怎么能同意呢 所以知道自己的秘密 没有暴露之后 他就已经决定 报复完张小马之后 离开公司 重新再找个工作 以他的学历和工作经验 尤其是拿下了那个旅游区的项目 已经是在业界内小有名气了 陆飞相信自己再换一家公司 也至少是个总监 要是到了小的公司企业呀 那还说不定还能混一个高层 这样想着 他当然已经无所谓兴汉汉公司 甚至那些幸灾乐祸的闲言闲语 他也不予理会 真正让陆飞在意的是 他委托侦探公司的调查 已经快要有了结果了 很快他就知道张小马到底什么来头 买下新汉公司股份的钱 又是从哪来的 而一旦知道了这一些 那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哪怕只是知道张小马上下班的路线 也可以找一些街头的小流氓 神不知鬼不觉的 在月黑风高的夜里 爆打张小马一顿 或者干脆卸掉一条腿 当然了 这暴力只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陆飞相信自己得到的情报越多 就有更多的拳脚可以施展 如果加上马董的暗中帮忙 用栽赃陷害的方式 搞掉张小马的董事头衔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陆飞还是希望 能够卸掉张小马一条腿 又能让张小马臭名昭著 毁掉他一辈子 而这一切 只要等私人侦探公司的结果出来之后 就可以开始了 陆总监 会议室让您过去他 就在陆飞想着这些的时候 一个职员敲门进来说 陆飞知道 是公司对他的人事安排 将要正式的通知 却也无所谓的去了 结果刚一打开门 他发现这时候的会议室里 除了本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事部主管 Rose和他的两个助手之外 还有董事会的一位法律顾问 同样带着一名助手 都坐在了会议室里等着他 这让陆飞一愣啊 有些纳闷的 那只是个人事调动而已 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排场 相信陆总监 应该已经知道了消息吧 Rose整理好资料 朝陆飞问道 陆飞当然是点了点头说知道 那好 这是正式的北人通知 陆总监可以看一下 Rose的助手 把资料交给了陆飞 然后Rose补充了一句说 下个月起才生效 到时候陆总去人事部门 照办理相关手续即可 陆飞拿过资料 随意看了一眼 压根就不打算过去 自然那就没有当回事 而说完这话的Rose 似乎已经完成了任务 这时候 看向了那位访力顾问 对方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手提箱 翻出几份外文资料 递给了陆飞 却没有说话 嗯 这什么东西 陆飞嘀咕着接过来 下一秒 他的脸色大变 这是耶鲁大学 回复给我的邮件 在此之前 我代表公司调查了 陆总监学位的真实性 得到的结果 是陆总监 只在该校 有过一年的求学经历 之后 因为某些原因 离开了 那位律师说完这话 陆飞脸色一白 身体也软了一大截 某些原因 指的是什么 这一封邮件里 也写得很清楚 在这里 我就不复述了 那位法律顾问 看着陆飞 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陆总监的学历 并不真实 存在造假 你们凭什么调查我 陆飞知道自己完了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恼羞成怒之下爆发 猛地一拍桌子 朝着法律顾问 大声喊 我都要离开公司了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第123集 无论早晚 作为雇佣陆总监的公司 都有权利 调查陆总监 建立的真实性 Rose皱着眉头 她作为公司的人事部署管 疏忽了陆飞的学历真实性 其实也存在失职的嫌疑 而根据我们收到的 另一封邮件 陆总监在伦敦实习的 那家公司 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法律顾问接着说 这就说明 陆总监不仅学历存在问题 而且工作经验 也存在造假的可能 陆飞失魂落魄地坐了回去 好半天之后 才惨笑着问道 你们打算把这些事宣布出去 Rose和法律顾问没有回答 而是站起身来 朝门口方向点了点头 张董 陆飞转过头 刚好看到张小马走进来 意识到自己隐藏的秘密 可能就是因为张小马的关注 所以才保留 他顿时怒火中烧 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进来 凶狠地瞪着张小马 咬牙切齿 凶 一会儿你就不凶了 张小马走过来 朝Rose和法律顾问点了点头 然后就坐了下来 结果Rose递来的资料 直接扔到了陆飞那边 表情同样凶狠地说了一声 你自己看看 陆飞气坏了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拿起了资料 这一看 他的表情又是一变 这是那家私人侦探公司的客户记录 里面清楚地记录了 你委托私人侦探公司时 所有的对话 咱们的法律顾问 已经看过了 确认可以作为证据 张小马盯着陆飞 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 听到这话 陆飞表情阴沉 同样盯着张小马说 调查你又怎么样啊 你就算告我 法院难道还会判我行吗 调查我呀 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你顶多算是 窥视我的隐私而已 这方面 法律还真不好判你 张小马点了点头 然后冷笑一声 朝陆飞说 但你别忘了 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那又怎么样 牵扯到商业机密 这案件可以归为商业间谍案呢 张小马没有说话 那位律师已经开口了 朝愣住的陆飞说 虽然仍然不是什么大罪 但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 的确已经够判刑了 陆飞呆若目击呀 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真的可能要坐牢 如果说学历造假的事情 已经毁了他的前程 那么 坐牢这件事将会毁了他的一生 到了现在 陆飞彻底怕了 刚刚还愁适的目光中 充满惊恐的看着张小马 用颤抖 且哀求的语气说 你只是吓我 不然你早就报警了 其实 你并不打算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对不对 张小马听到这话 面无表情的看了陆飞一眼 然后什么话也没有说 静止的起身走了 而Rose和那位法律主管 隐冷漠的开始收拾东西 最后看也没有看陆飞一眼 接着走出了会议室 就这样 偌大的会议室 就只剩下脸色煞白的陆飞 一个人呆坐着 傍晚 侍卫家属大院 陆飞开车进入小区 匆匆忙忙的走进一栋单元楼 进入电梯的时候 他表情仍然是苍白的 但是心里头 却比之前多了一次希望 因为两个小时之前 他绝望地打通了李唐的电话 祈求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 能够利用关系救他一次 而李唐稍微考虑了一下之后 虽然没有答复 却给了他自己的地址 让他过来详谈 这是陆飞最后的救命稻草啊 但在李唐让他过来的时候 他心里却多了另外一次侥幸 毕竟回国之后 他只见过李唐一次 在那之后无论怎么说 李唐都不见他 而这一次不仅主动要求见面 而且还是在李唐的家里 这让陆飞感觉 两个人的关系 有了进展的可能 他觉得如果真的能利用 李唐的同情心 挽回两人的关系 最终俘获李唐的芳心 那么现在遇到的一切麻烦 都迎刃而解 因为以李唐的身份 只要稍微过问一下 他就能够全身而退 甚至他还想可以利用 李唐的权力扳倒张小马 报一件之仇 所以当电梯打开之后 陆飞脸上的慌乱表情 已经不见了 整理了一下仪容 他隐藏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使自己看起来憔悴 而又绝望 按完门铃 没多久之后 李唐把门给打开了 陆飞露出勉强 而又疲惫的笑容 李唐果然皱了皱眉头 然后叹了口气 让他进来 事已至此 陆飞没有心情 打量这个小家的样子 倒是发现 李唐在家穿得十分随意 上半身一件长袖衬衣 下半身一条黑色牛仔裤 脚上踏着平底鞋 与电视上雷厉风行的形象 大不相同 展现出了另外一种魅力 让他内心深处 俘获人妻芳心的想法 变得更加坚定 唐唐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坐下来之后 陆飞开口问道 李唐给陆飞倒了一杯牛奶 坐在了对面 我丈夫有另外的住处 陆飞喝了一口牛奶 然后开始酝酿自己要说的话 他既然已经打定主意 要利用李唐的同情心 当然是要把自己说得更加可怜 而且无辜一些 当然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 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回忆两个人小时候的时光 唤醒李唐的感情 但他这点想法 李唐似乎早就有了预料 首先开口说道 你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陆飞愣了一下 然后赶紧说 你还没有听我说 其实我是被冤枉的 如果你是冤枉的 司法部门的调查 会给你清白 李唐叹了口气 看着陆飞说道 但你出了事之后 首先给我打电话 儿子明显 是不想走司法程序 这又是什么原因 陆飞一愣 然后盲说 我是怕弄坏了我的名声 影响我以后的职业发展 你不够坦诚 李唐摇了摇头 失望地看着陆飞说 我以为 你会跟我实话实说 让我给你一些意见 但如果你面对我时 还有侥幸的心理 那么我当然 也无法给你任何的意见 陆飞犹豫了起来 他想唤起 李唐的同情心不暇 但如果把自己做的丑事 都告诉李唐 那在李唐眼里 自己就会变成了一个 心胸狭窄 而且不择手段的小人 这样的话 还怎么能俘获 李唐的芳心呢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李唐再次开口 你给我打完电话之后 我了解了一下 这整件事情中 你并不属于受害的一方 我相信我得到的消息 不会有问题 但我也希望 那些事不是真的 陆飞试看地看着李唐 问道 那如果是真的 你会帮我吗 帮你什么 李唐的表情变得冷漠 陆飞当然知道 这冷漠的表情意味着什么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但是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怎么可能够放弃呢 所以他焦急起来 朝李唐说 你是市场啊 只要你一句话 我的事情都可以过去了 李唐看着陆飞 眉头稍微皱了皱 然后平静地说 我的责任 是给市民更好的生活 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利 综合身边的人 所以你所谓的那种帮助 我没办法为你做到 陆飞脸色一白 李唐看着他又说 如果我了解的消息不假 那么我建议你 不要浪费时间 去找什么关系 或者心存侥幸 最简单的办法 还是获取当事人原谅 请求对方 尽量不走司法程序 请求原谅 陆飞惨笑一声 我怎么请求原谅了 那家伙现在 根本就不可能见我 李唐平静地看着陆飞说 这就是我今天 叫你来我家的末顶 嗯 什么意思 陆飞不解 就在这个时候 门打开了 李唐起身走了过去 陆飞也转过头 只见脱去了西装外套的张小马 从外面走了进来 脚下是一双拖鞋 而手里拿着一瓶酱油 陆飞整个人都带住了 猛地站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张小马问道 你 你 你怎么会 怎么会在这里 张小马听到这话 只是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理会地 把酱油递给了李唐说 只有这种小瓶的了啊 李唐点了点头 拿着酱油往厨房走去 同时朝陆飞说 我去做饭 你们好好谈谈 陆飞呆若目击 从来没有想到过 从小就是公主 长大之后 更是成为了本市市长的李唐 会拿着酱油走进厨房 而且和张小马之间的沟通 明显不是陌生人 像是已经在一起 生活了一段时间一样 别站着了 坐吧 张小马点了一根烟坐下 看着陆飞 陆飞神情呆滞 声音发抖地问张小马 你 你是堂堂的丈夫 堂堂是你叫的吗 张小马谈了谈烟灰 转过头 看到厨房里的李唐 正看着这边 更加不爽地对陆飞说 是 我就是李唐他老公 如假包换的原配 每天晚上都要上他好几次 听到这话 陆飞彻底懵了 就好像世界崩塌了一样 瘫软在椅子上 这家伙 不仅是李唐的老公 而且每天都要上李唐好几次 他没有办法接受 那张小马就是李唐 那个神秘的老公 就是张小马 娶了他一直想娶的人 俘获了他到现在 都没能俘获的芳心 这一刻他知道自己败了 而且败得十分彻底 因为李唐不可能因为他 而对付自己的老公张小马 而相比张小马 在星汉公司对他釜底抽薪 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让他坐牢 让他一辈子回鱼蛋 这种感情上的挫败 让他更加绝望 却被张小马得到了 他做梦都想得到 却一直得不到的东西 第124集 我今天啊 之所以坐在你对面 是看在李唐的面上 张小马没有同情 面如死灰的陆飞 继续冷漠地说着 要不是李唐请求我呀 依我的脾气啊 你做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陆飞仿佛全身都没有了力气 凄冷地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张小马看着陆飞 接着说 你在公司对付我没关系 男人好斗嘛 分出个输赢都行 但是你不该让人监视我家 而恰好啊 我家里还有一个 不能让任何人触犯的孩子 即便窥视他也不行 陆飞惨笑了一声 原来你们连孩子都有了 怪不得你从昨天开始那么生气 何止是生气 我都想灭了你 张小马掐灭烟头 一边对陆飞说 李唐求过我了 说你们一起长大 感情啊还是有的 不希望我把你给毁了 我答应了他 不会走什么司法程序 陆飞忽然有了力气 撑起身体 问张小马 你 你不打算告我 张小马懒得回答 只盯着陆飞说 我也只能答应你 不追究你监视我的这件事 但是你学历造假 工作经验造假的事情 迟早也会传出去 这方面我管不了 而且也没必要去管 陆飞表情复杂 想说什么 但却说不出来 我不追究你监视我这件事 是有条件的 张小马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的看着陆飞说 从今天起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哪怕某一天 在街上碰到你 也不行 你清楚了没有 陆飞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离远一点啊 最好滚回英国去 因为证据我会一直留着 只要是有一天看到了你 我会毫不犹豫地 请律师诉讼 到时候 就算礼堂求情也没有用 张小马说完这话 走进了厨房 留下陆飞无力地 坐在椅子上 没多久之后 他行尸走肉一般地离开了 每天晚上 上我好几次 正做菜的礼堂 回过头看了眼张小马 张小马本来 靠着门框 看苹果 欣赏礼堂 做菜时的样子 听到这话 立马不乐意了 咋啦 我憋了一肚子火 你逼着我放过那王八蛋 不答应我提出的补偿 也就算了 还不准我吹个牛啊 礼堂挽起滑落的头发 走过来 从冰箱里拿东西 看也不看张小马眼 让你在这过夜那种补偿 我不可能答应 但我也不是没有任何表示 今天 亲自给你做饭 你也该满足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 在这里过夜的补偿方式 张小马扔了苹果 不屑地说 而且呀 你也不是做给我一个儿吃的 已经说过了 要让耳朵过来 明明就是做给那丫头吃的呀 我沾个光而已 礼堂关上冰箱 拿了一颗芒果 想了想 然后点头 你这么说倒也没错 果然没什么诚意 哎呀 但是别忘了啊 你那小白脸 还有其他的小辫子 被我捏着呢 像什么学历造假呀 工作经验造假的事情啊 如果我传出去 那小子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随你便 礼堂转身走回去 一边低头切芒果 一边对张小马说 我也只是看在 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让陆飞 不至于真的被毁了 至于他做的坏事 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 这么说 你真的不在乎 其实 这次就算是没有你动手 我也不会让陆飞 继续那些小动作 礼堂仍然背对着张小马 接着说 他找的私人侦探公司 已经快顺着线索找到我了 这种事情 即便是我也不能容忍 张小马大笑 哈哈哈哈 这么说 要是被私人侦探 发现你和我的关系 你打算大意灭心啊 听到这话 李堂放下了手里的刀 没有回头 却语气平静地说道 你以为我真的看不出来 现在的陆飞 已经是小人一个了 我这次帮他 是念旧情没错 但还不至于 因为一起长大 就是非不分 说完这话 李堂继续低头切芒果 但是张小马却顶得出来啊 李堂其实是有些伤心的 毕竟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 有过许多天真而又美好的回忆 现在陆飞变成这样 他当然是惋惜的 正因为这样 张小马才没有说话 但是他刚想安慰 李堂却忽然开口了 提到调查 你那个柳絮啊 最近可不怎么老实 话不能乱说呀 什么叫我的柳絮呀 张小马撇了撇嘴 他调查你了 他倒是没调查我 只是打听我 啊 有什么不同吗 李堂切完芒果 又一次走到冰箱这边 但却动作稍微一停 带着笑意朝张小马说 他似乎真的很喜欢你啊 即便是想找到我 也没敢太过分 只是通过各种关系 想打听出我的一些信息 张小马脸一黑 啊 我不清楚这件事啊 但是那丫头有点过分了 说起来 那也是个大家闺秀 为了你做出这么幼稚的事 一直是被冲回了头脑 听到李堂的话 张小马眉头一皱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还真以为 我会为了这点小事对付人家 我倒是觉得 那姑娘挺有意思的 李堂重新走回去 一边忙碌一边说 她的路子比较正 被她委托的人 不会告诉她什么 张小马松了口气 虽然不赞成柳絮的作法 但如果李堂 因为这种事情动了怒 那后果可不是一个 富二代大小姐 可以承受的 之前的前女友娇娇 那就是个例子 现在都害她们 下落不明呢 既然如此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啊 回头我说她两句 行吗 李堂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 张小马有点害怕 这婆娘在扯出欧阳静 所以心虚 却假装无所谓的 扭头走了 半个小时之后 耳朵来了 即便已经晚上 这丫头也完全不需要 张小马去接 自己盛装打扮了一下 然后背着书包 打车过来 要不是因为 门铃的位置比较高 根本按不到 她还真算是完成了 从家里 到这里的全部过程 而且 臭丫头比较卑鄙 明明就是腹黑小罗莉啊 给谁都没有好脸色 但到了李堂这里 就假装可爱与单纯 除了时不时的凯游之外 还动问细问的 最后 有幸被李堂招来帮忙 开始了指东打西 就这样 一大一小嘻嘻哈哈 做好了一桌子菜 等张小马一尝 味道还不错 但这却让他鬼使神差的 想起了衣帽间那些 蕾丝吊带裙 一个是会做不给他吃 一个是可以性感 却不给他看 都很可恶啊 所以啊 饭菜尽管好吃 张小马还是老邓李堂 而李堂呢 根本就没有理他 只是顾着给耳朵夹菜 完全把张小马 晾在了一边 娘俩说着幼儿园和美联储的去世 谈论大班同学和以色列总统的八卦 欢声笑语不断 让张小马很嫉妒 就这样 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 张小马一边收拾耳朵 一边琢磨今天怎么才能赖着不走 李堂却忽然表示 他今天晚上要出差 卑鄙呀 这婆娘有备而来呀 张小马和耳朵都有点痛心疾首 耳朵可以在这过夜 明天再回去 你也可以在这睡 衣帽间出来之后的李堂 黑色风衣 黑色丝袜 头发也披了下来 正一手拿着手机扶墙 一手穿着高跟鞋 朝张小马嘱咐 但是耳朵和张小马 都有点垂头丧气的 这让李堂觉得好笑 穿好高跟鞋之后 亲了耳朵一口 然后看着张小马 认真地说 虽然不能答应你 那种补偿方式 但这一次 你放过陆飞 的确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欠你个人情 得跟你说一声谢谢 听到这话 张小马心里头平衡了一点 毕竟这是李堂 第一次跟他说谢谢 抛开是因为陆飞 那个王八蛋的破事不说 他心里头还是挺高兴的 但是表面上 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催促他赶紧去忙去 最近这段时间 我的确有点忙 不能跟你们经常在一起 李堂又摸了摸耳朵的脑袋 然后朝张小马说 但忙完以后 下一个月你们再过来 只要别乱打坏主意 陪你们玩个通宵都可以 张小马听到这话 撇了撇嘴 哎呀 也不给上啊 玩个通宵也没意思 李堂脸一黑 张小马立即跳开 朝着婆娘挥手 啊 那个快走吧啊 那个司机还等着你呢 别迟到啊 李堂瞪了他一眼 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关门之前 还再次叮嘱张小马 不要偷他的丝望 哎呀 这说的我有多为所一样啊 张小马撇了撇嘴 然后眉飞色舞的 朝耳朵说 你去衣帽间 玩那些性感内衣啊 我去你李堂阿姨床上 抱着他的龙毛打滚去 咱呢 谁也不准对外边说 怎么样啊 耳朵不屑的切了一声 然后尖叫着 扑进了衣帽间 张小马也发狂了 豪迈的仰天大笑三声 然后迈着八字布 走进了李堂的卧室 同一时间 市中心某餐厅内 柳迅没什么心思的 玩着手机 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童颜美女 这时候忽然走了过来 坐在对面 也不跟她说话 直接叫来了服务员小哥 点了七八个菜 这才撅着嘴 朝柳迅说道 哎呀 我心情不好 你要陪着我一起吃 不然 咱们就不是好姐妹 柳迅放下手机 有点无奈 你在电话里 那么着急地叫我 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呢 早说清楚嘛 我也不用直接开车过来 还早到了半个小时 童颜美女 似乎不想多解释 只是看着柳迅问道 你让我帮忙打听 张小马他妻子之前 应该也跟其他人打听过 就算不知道他妻子 到底是谁 多多少少 也应该有点线索吧 柳迅稍微一愣 然后想了想 回答说 嗯 我跟公司 同事打听过 然后 那几个一直跟着 张小马的 也没有见过 张小马的妻子 倒是从 业务部门打听到 说张小马面试时 提过他的妻子 说了些什么呀 说他的妻子 是女强人的类型 听到这话 童颜美女咬牙切齿 半天不吭声 柳迅看出了些什么 忍不住地问道 你已经打听出 张小马的妻子了 打听出来了 我还用生气啊 我还有心情不好啊 童颜美女 好像真的很生气 脸都有点歪的说 那个分局的叔叔 最疼我了 本来答应得好好的 这几天 居然不接我电话 真是过分 柳迅听完一愣 为什么不接你电话呀 我也纳闷啊 但让我更没想到的是 我爸知道了这件事 童颜美女说到这里 有点委屈 撇了撇嘴 像是要哭了 今天在家里的时候 骂了我一顿 都已经十几年 没这么对我了 叔叔骂你啊 柳迅有点吃惊啊 尤其是看着童颜美女 快要哭的样子 赶紧走到对面去 坐在旁边 搂着这丫头安慰 然后才问道 难道叔叔骂你 也和你打听 张小马的妻子有关系啊 你倒是脑子转得很快嘛 我一开始 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 童颜美女 怂了怂鼻子 然后撇了撇嘴 说道 知道我爸 严厉地警告我 让我别再瞎打听 那个女人的事 我才发现 原来是这个原因 柳迅听到这话 也有点难以置信 我怎么觉得 叔叔好像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啊 不仅知道 而且害怕我再打听下去 会出事 柳迅点了点头 虽然早就觉得 张小马的妻子很神秘 但没有想到 会是一个身份特殊的角色 连叔叔都要出面警告你 也就怪不得 能够降服小马哥这样的人 让他一直都死心塌敌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犯花痴 就不好奇 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童颜美女眯起眼睛 一路上一直在猜想 这时候终于有了结果 我觉得 很有可能是黑社会老大 或者是女独销 柳迅直接翻了个白眼 你想太多了吧你 那你觉得是什么身份啊 柳迅想了想 说道 我也动用了我爸 在商界的关系打听过 但一直都没什么线索 你这边没怎么调查 就有了反应 而且 能让叔叔那样的人 都出面的话 这说明那个女人 很可能是正解的 正解啊 当官的 柳迅眯起眼睛 想了一会儿 哼了一声说 越是神秘 哼 我却确实要打听 就不信找不到她 我都要看看 让小马哥 那么死心塌地的女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有多么的骨色贴香 童原美女蒙点头 但下一刻又忍不住气馁 可是我这边已经被警告 没办法打听了 放心 我有别的路子 第二天一早 设计部门的小会议室 贺总喝了口咖啡 笑着朝张小马问道 你都听说了吧 张小马点了点头 啊 刚到设计部就听说了 陆飞那家伙 办理了离职手续 已经离开了 哎呀 早就知道 他不会心甘情愿地 去分公司 但是也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快地 就辞职了 贺总说着 稍微停顿了一下 然后接着说 学历造假的事情 已经有风声传出去了 他重新找工作呀 怕是有困难 张小马笑了笑 嘿嘿 没有不透风的墙 又不是我们 故意散播消息的 传出去了 就传出去吧 而且据我所知啊 陆飞不会重新找工作了 八成会回英国去 现在呀 估计已经在办签证了吧 贺总有点意外 哦 你怎么知道的 张小马笑了笑 没有说话 贺总倒是也没有追问 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对张小马说 无论如何呀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没有这家伙兴风作浪 公司里头又恢复了平静 各部门啊 也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了 但是似乎还有一个人呢 张小马看着贺总 贺总喝了一口咖啡 没有说话 张小马倒也没有犹豫 开门见山说 陆飞是马董那边的人 我估计陆飞一系列举动啊 就算不是马董指使的 也肯定得到了他的帮助 这种躲在暗处的人呢 才是最难纠缠的 贺总点了点头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我相信他有分寸 不会真把你怎么样的 毕竟他想对付的人是我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 他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更不会铤而走险 张小马想了想 然后叹了口气 哎呀 那也只能是多提防着他了 没办法的事 贺总似乎有话要说 但最后还是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朝张小马问道 现在公司太平了 有很多事情要做 尤其是那个旅游区的方案 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参与啊 当然要参与了 张小马笑了 就算进入董事会 我还是设计部总监吗 嗯 这就好 贺总一脸的欣慰 毕竟那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 做成功之后啊 公司的影响力将会更上一层楼 这么大的事情交给别人 我还真不放心 由你来主持啊 我就踏实多了 张小马点了点头 那我回头就开始吧 嗯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开口 哎 好嘞 当天下午 张小马就收到了旅游区开发的资料 整整三大箱子 用了几个小时 他对这个项目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原来政府想发展旅游型城市 以大连的成功案例为蓝本 先要建设一批热门的旅游景点 而樊总那个景区所在的沿海地区 因为旅游业已经有了雏形 而且呢 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都很不错 所以就成为了那批旅游热门景点之中 最先得到确认并且开发的一个大型项目 按照政府的要求 这个旅游开发区 是集旅游 地产 商业步行街为一体的综合项目 其中作为基础的旅游业 就包括了游乐园 海洋馆 水上乐园 等等七八个小型项目 而由此引申出来的地产和商业步行街 说是配套产业 其实正是围绕着旅游展开 多元性的商业布置 由此可见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倒也怪不得这个案子拿下 就成为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单生意 毕竟啊 与其说那是一个旅游开发区 倒不如说是重新设计了一个区级城镇 而这个城镇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从规划设计到后期的运营和维护方案 都需要公司的设计部门拿出一整套的方案出来 即便是张小马看到这里也出了一身的冷汗 倍感压力啊 但与此同时 他也十分清楚 这单生意如果真的完成了 那么公司将来在本市建筑设计行业的地位将一飞充填 而所有参与设计的设计师们 以后也可以因为参与过这个大型项目而成为权威 以后就算离开了信汉公司 说起这段经历 也足以让任何一家设计公司刮目相看 所以当天下班之前 张小马召集了设计部门的两个小组 要求所有人都参与这个项目 员工们当然是欣喜若狂啊 因为谁都知道参与这个项目意味着什么 只不过设计部门有两个小组 而且呢都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在此之前 一直担心自己能否参与 却没有想到张小马大手一挥 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这一下算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啊 一个个都对张小马感激涕零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参与到旅游区的项目来 那手头的案子怎么办呢 张小马果断地告诉大家 从今天起不接新的案子 而已经接下来的 在这个星期之内全部完成 等所有人都准备就去之后 设计部门将上下一心 一起来完成这个旅游项目的设计 大家当然都没有意见的 事实上因为那个旅游景区的项目 大家最近都有点心目在眼 这一下得知干完手头的活 就能参与旅游区的项目 立即精神抖擞 斗手昂扬 个个都摩拳擦掌 这当然就是张小马最想看到的结果呀 但之所以表示 一周之后才正式开始旅游区项目的设计工作 除了让大家处理好手头的工作之外 也是给自己充足的时间 把整整的三箱子的资料看完 对那个项目有更加详细的了解 于是这天下班 他带着其中的一箱资料 准备晚上加班去看完 不过刚刚到家他就发现 耳朵也有了一箱东西 哎 你这是出去打劫了 张小马放下资料走了过去 发现耳朵正在把许多东西都装进一个箱子里 其中有整套的童话书 漂亮的贴纸 各种娃娃 还有堆了一地的很多玩具 作为一个楚楚动人的小姑娘 我经常收到礼物 耳朵心情很好的样子 跪在地上一边忙碌一边哼歌 不过这个舒婷阿姨 显然对我更加爱慕 送的东西也比别人更加热情 啊 舒婷阿姨 张小马坐了下来 阻止了耳朵的动作 然后问他 舒婷阿姨是谁啊 我们的新邻居 张小马眼睛一亮 啊 那个美女邻居 耳朵点了点头 嗯 确实很漂亮 张小马一下就来劲了 赶紧问道 那他今天来过了 什么时候啊 来过了 是我招待他的 他已经决定 要助我们对面 而且为了表达对我的爱慕 还请我去商场吃东西 不知不觉 就送了我这么多的礼物 耳朵说着 朝张小马挥了挥手 让开一下 干嘛 你做到我的白雪公主了 张小马赶紧让开 看着继续收拾的耳朵 又问道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他决定住 我也觉得他不错 于是一排即合 没你什么事情了 第126集 张小马勃然大怒 站起来指着耳朵赫视道 哎 有人管没人管了 这种事情你能决定吗 耳朵听到这话 压根儿不理会 从一旁的茶几上 拿出一份合同给张小马 这个是阿姨带过来的房屋租赁合同 我虽然同意他住 但还是要等你签字 怎么样 我很懂事对吧 懂个屁你 张小马扯过来合同 扫了一眼 发现条条框框 挺像那么回事 而且租赁这一栏 书听两个字也写得工整漂亮 很有文化的样子 不禁再一次 对这位美女房客来了兴趣 他说 他明天过来和你签字 耳朵说完 忽然拉住张小马的袖子说 高杨阿姨走了之后 你不在家 我就没地方去了 如果有了新的邻居 我很期待是那种喜欢我 而且我也喜欢的阿姨 听到耳朵这么说 张小马心里震动了一下 在此之前 他只想着能来一个 自己可以串门的美女邻居 却没有想过 耳朵也需要一个 他不在家的时候 可以去一起玩的人 而相比起 他闲来无事的诉求 那耳朵需要玩伴这个需求 显然是更加重要 现在对方既然是美女了 又很讨耳朵喜欢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想到这里 张小马拿起笔来问耳朵 那房租水电 还有押金之类的 你都跟人说了 都没意见 耳朵点点头 张小马没在犹豫 拿起合同就签了字 结果耳朵果然很开心 难得搂住他的脖子 巴唧一声 给了他一个香吻 张小马黑黑黑的 笑个不停 也亲了耳朵一口 然后重新坐了下来 帮耳朵一起收拾东西 一边问道 哎 对了啊 那个阿姨长什么样子 个子高不高 胸有多大 比你高杨阿姨怎么样啊 耳朵听到这话 似乎陷入两难的境遇 想了想之后说 我有照片 你自己看吧 啊 还有照片 自拍吗 耳朵说完这话 翻出一个手机 递给张小马 张小马都不知道 这丫头有手机啊 而且比自己的还时尚 很不爽的抢了过去 问道 谁给你买的 我死去的爸爸和妈妈 张小马的话 全部都咽了回去 哪还敢再问呢 默默的翻看这照片 很快 他就看到了 一连串今天的照片 里面的耳朵 正在商场里面吃东西 到处乱跑 再往后面一翻 有一张合影 里面除了耳朵之外 还有一个阳光灿烂 留着绿色波浪 大卷发的美女 漂亮吧 耳朵问道 完全没有修过照片哦 张小马点了点头 然后皱着眉头说 漂亮是够漂亮的啊 不过我看着 怎么这么眼熟啊 眼熟 张小马对着照片 看了一会儿 忽然脸色大变 怪叫一声 啊 是他 谁啊 张小马欲哭无泪啊 是樊总的那个 复旦大学女秘书 那个具有暴力倾向 和精神分裂的女人 第二天一早 张小马垂头丧气的 离开家去上班了 一路上 他都没办法接受 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 为什么是那个女人呢 怎么就是那个女人呢 倒是对于耳朵 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女人 他终于知道原因 要知道 耳朵这个丫头 除了对李唐 有一种畸形的爱慕之外 就算是对张小马和荣荣 那也是只是当做亲人 而高杨 大概可以分类为长辈一类 除此之外的人呢 他对任何人 都是一副挨打不理 看全世界 都是傻逼的表情 这种第一次见面 就打得火热的事情 在这丫头身上 还是第一次发生 甚至他为了留下那个女人 还打出了感情牌 而且还不嫌脏的 给张小马一个相吻 这么不正常的友谊 原来是同位不正常人类 彼此间欣欣相惜 才有的好感 张小马算是明白了 但越是这样 他就越害怕 因为耳朵虽然不是正常人类 但毕竟心地善良啊 腹黑也只是祸害别人罢了 那个叫舒婷的女人 就不一样了 除了不正常之外 还有暴力倾向 要是哪一天又不正常了 敲开门 把自己给灭了个咋办呢 所以昨天晚上 在得知舒婷就是那个女人之后 他就改变了主意 但是女王大人耳朵的相吻 是白给的吗 就算张小马使出了浑身解数 甚至许诺了价值不菲的补偿 这丫头始终不动于衷 最后还声称 张小马不为他考虑 抱着一箱子礼物 回房子不给他开门 一直到早上 也不同意改变主意 这一下 张小马是没办法了 更知道如果来硬的 耳朵那丫头随便搬来个救兵 高阳就能立即娶了他向上人头 礼堂呢 能黑着脸 不理他好几个月 甚至小姨子 都可能从法国杀回来 然后一大一小合谋 活埋了他 想到这一系列的后果呀 张小马不寒而栗 当然 更让他有些动摇的是 耳朵的确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真正让他喜欢的大人 所以 一路上左思右想 张小马没能说服自己 拒绝和舒婷签合同 而他现在 也只能希望那个女人的暴力倾向 会减轻一些 或者 自己干脆就不让那个女人知道 自己住在他的对面 故意装出经常不在家的样子 不互相串门 当然就避免了单独相处了 想着这些 张小马忧心忡忡的来到了公司 结果刚到前台 娜娜就告诉他 樊总的秘书来了 张小马全身的寒毛都炸了起来呀 觉得那个女人太诡异了 自己刚刚还想想她的事 现在就来了 带着这样的惊恐 他来到了小会议室 结果发现 樊总的那个负担女秘书 也就是舒婷 的确坐在那里等着 而且除了这个舒婷之外 还有两个樊总公司的人 其中包括凤凰阁的那个项目的负责人 黄总 由此看来 这一次过来呀 都是清一色的公司中层 张总监 舒婷首先站起身 伸出手 然后笑了笑说 哦 现在 应该是张董了吧 张小马伸出手 僵硬地笑了笑 能从这个女人的表情中看出 对于自己房东的事情 她还并不知情 而这个就是她不在家挂自己照片的好处 这样一来 一直躲着不见的计划就可行了 一群人彼此握手 然后坐了下来 张小马不再胡思乱想 朝舒婷问道 不知道各位今天过来是为了什么事啊 合作 舒婷简单直接地回答 那边的黄经理和另外一个吴经理 也都笑着点了点头 张小马想了想 最近手头上并没有 樊总公司那边的项目啊 而且根据业务部门庞大的情报网 也没听说樊总的公司 除了那个景区和那个旧楼之外 最近又有什么其他的项目要开发 我们是同盟关系 这一次来的目的 准确地说 是要求资源共享 舒婷接着说 啊 资源共享 张小马揉了揉太阳穴问道 到底是什么事啊 各位就直接说吧 舒婷笑了笑回答说 我们要那个旅游区的详细资料 旅游区 张小马不解 你们要这些资料干什么呀 设计工作只是开发 等旅游区的设计完成之后 同样也会面向社会招标 比如建设工作和未来的地产 商业街 我们公司如果能得到详细资料 投标的时候将会更加的有优势 其实这是一件双资的事情 因为一旦我们公司占据了那个旅游区更多的份额 比如拿下了地产项目和商业街项目就会有更多更细致的设计工作 到时候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交给你们 书庭的话刚说完 黄经理也点明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然后三个人一起看着张小马 而听到这番话 张小马也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稍微考虑了一下 然后问道 之前在董事会上 我听说过我们公司与你们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 但是资源共享这种事情贺总同意了吗 那是当然了 否则我们也不能坐在这里啊 书庭笑了笑说道 也就在这个时候 贺总的秘书走了进来 在张小马面前耳语了几句 然后张小马便点了点头朝在场的三个人说 那既然贺总都发话了 那么我当然也没意见了 书庭听到这话笑了笑 接下来的时间 张小马找三炮他们帮忙 把整整三箱子的资料全部搬到了会议室 而刚好设计部门也需要一个简单的大纲 让所有的设计师都看完了整整三箱子的资料 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张小马也叫来了柳旭和溜溜 一群人就在这里将三箱子的资料 整理出一个概要 这个工作啊 整整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 尽管仍然没有真正的看完三箱资料 但整理出的钢要已经够用了 下午的时候 那三个人心满意足的走了 只不过离开之前 书庭像是发现了张小马看他的眼神 有点不对劲 还疑惑的看了张小马好几眼 而张小马呢只能装作没看见 送走了他们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也让人将提纲复印 下发到每一个设计师手里 忙完这些已经傍晚 张小马带着疲惫往家里走去 忽然间意识到 今天书庭要找他拿合同 仔细一想 昨天在知道书庭身份之前 他就已经把合同给签了 以耳朵那丫头对书庭的喜欢 肯定会在他还没有到场的情况下 就将已经签好的合同 拿给书庭 这无疑正合他的意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张小马故意开着车四处溜的 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家 结果刚到楼下 他就发现了搬家公司的人 似乎正在收东西 难道那女人已经这么快的 就搬过来了 张小马贼头贼脑子进了电梯 故意在下一层停了一下 然后朝上面偷看 结果果然看到一个 穿着职业装的美女 正在跟搬家公司的人结账 仔细一看 正是书庭 果然是那个女人呢 才刚签了合同 立马就搬了过来 真是快呀 叹了一口气 张小马郁闷的坐在楼梯道里 抽起了烟 第127集 半个小时之后 他捏手捏脚的回到家里 等耳朵玩累了 回到家 他跟丫头开了一个小会 确认书庭还不知道 自己住在对面 而耳朵并没有说过 自己的名字之后 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把该嘱咐的 都跟耳朵说了一遍 首先就是不能喊自己的名字 还有就是被问起来的时候 要说家里的大人工作很忙 而且呢 还都是上夜班 很忙什么呢 确保书庭不会来串门 最后他还询问了书庭上下班的时间 确保降低了偶然见面的概率 这样一来 应该可以和平相处 不会闹出什么事了吧 张小马如此天真地想着 设计部门的员工们 陆陆续续地处理完了手中的单子 对旅游区项目的纲要 也已经基本熟悉 所以张小马这一天 召集了摩拳擦掌的大家 安排了一下任务 旅游区项目的设计工作 便正式开始 但是就在这一天 马董却派来了一个人 让张小马过去一趟 回想起这个老狐狸 从开始的时候大拍马屁 再到后来的暗中使绊子 其反复让张小马心里大为警惕 但是毕竟对方是公司里的大董事 都已经派人请他 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啊 所以他最终还是决定见上一面 马董的办公室里 那个秘书看了张小马几眼 放下茶水先下去了 马董似乎刚刚出去了一趟 进来之后就一串的豪爽的笑声 然后朝站起来张小马说 哎哟小马 最近可又成了大忙人了啊 我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 怕是耽误了你正常的工作吧 张小马笑了笑 回答说 哎呀 也没有很忙 马董客气了 不忙就好啊 不忙就好 马董脱去了外套 招呼张小马坐下 然后拿出一个雪茄给张小马 一边说道 旅游区的项目至关重要 我平时不管公司的事物 但是这一次啊 也很想了解一下 张小马挽拒了那根雪茄 然后问道 马董是公司的董事啊 了解一下那是应该的 我既然是设计部门的总监 更加有义务向董事会 汇报工作进度 就是不知道 马董究竟想知道些什么呢 哎呀 小马说这话太见外了啊 你也是董事会的成员嘛 汇报倒是不至于啊 马董愁着雪茄哈哈大笑 然后朝张小马问道 别太紧张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们的工作最近进展是否顺利 张小马点了点头 刚刚启动 算是顺利吧 哦 人手够嘛 马董表现得很关心 据我所知啊 为了这个项目 你手下的人这几天 可一直在加班加点啊 要是人手不够的话 就招人吧 要是不放心肉丝 你可以亲自去面试 张小马听到马董前半句话 还以为这老家伙 想要往设计部插入眼线 听到后半句话却有些不解 但是他还是会大说 人手方面呢 虽然紧张了点 但是毕竟都是老人了 现在呢 并不需要招人 哦 这样啊 马董点了点头 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反而有些感叹的朝张小马说 手下的人都那么紧张 想必你也够辛苦的 哦 公司虽然对你有信心 但是呢 也要注意身体 不要累住了 张小马苦笑了一声 点点头 谢谢马董关心 我会注意的 嗯 马董吸了口雪茄 然后笑着问道 嘿嘿 对了啊 家里最近怎么样啊 嗯 家里 老人呢 夫妻之前呢 孩子之类的 马董说着这些 也的确是一副 唠家常的表情 很关心的说 同在一个公司这么久了 我还不知道 小马是不是已经结婚 有没有生小孩呢 张小马摇了摇头 结婚是结婚了 但是还没有孩子 哎呀 那也得尽快呀 马董一副 长者的样子 催促了一句 然后笑着说 哈哈 要是有时间了 带着你的老婆 去我家里做客 啊 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 但是我家里那位做的菜呀 可是相当的不错呀 半个小时之后 张小马终于从 马董的办公室走出来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进去之前 他还以为 马董又要玩什么阴谋诡计 说了几句话之后 他又以为 马董是在重新开始拉拢他 但是越往下说 他就越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马董让他来说说话 就真的是说说话 不过这个说说话 却大有学问 显然 因为之前陆飞的事情 俩人之间 已经有了一些恩怨 加上张小马进入董事会 贺总做大 现在就算是马董 也担心张小马 会开始针对他 而且今天叫张小马过来 大张旗鼓的 去设计不请 一路上很多人都看到 这就是马董 通过行为告诉张小马 大家都知道我老马对你小马不错 你以后不能没有理由的就对付我 所以今天的说说话 其实就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的 这么一来说的都是一些没营养的话题 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重点已经不是两个人之间说了些什么 而是其他人看到了两个人相谈甚欢 而这种场面只怕以后还会出现 想到这里张小马回头看了看马董的办公室 忍不住地骂了一声老狐狸 回到设计部门 大家都在认认真真地工作 但是因为时间并不紧迫 不至于下班 所以到了下午六点也就正常下班了 张小马现在已经形成了习惯 那就是每天晚回家半个小时 避免在路上碰到同样下班的书庭 所以这一天他下班之后也没有回家 而是就在小区附近的一个超市里 瞎转又买点东西 但是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 他居然在这里碰到了书庭 还真是你 明显刚刚下班的书庭 穿着黑丝织叶装 大波浪长发很性感 似乎老远的就发现了张小马 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等他转过身来之后 表情立即惊喜了起来 张小马那叫一个郁闷啊 明明就是躲着这婆娘呢 尽量避免见面了 这他妈居然还倒给碰上了 于是只能是硬着头皮说 哎呀原来是你啊 哎呀这可真是太巧了啊 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最近还好吗 什么最近还好吗 我们前几天还见过面 书庭不满张小马的问题 然后眼睛里闪动着别样的光彩 看着张小马问道 怎么不会这么巧 你也住在这附近的小区里面吧 没有怎么可能呢 张小马连连摇头 书庭笑着 从他推车里面拿出了一袋纸巾 看样子啊 不像是开车路过买瓶水啊 这家东西便宜啊 张小马反应很快 连带着表情也眉飞色舞的 一副爱算计的小市民形象 我早就对比过了啊 这家超市什么东西 比我附近那家便宜五毛钱 你能想象吗 五毛啊 书庭忍不住的笑 你少装丧啊 就不提你现在是新汉公司的股东了 光是我们那个景区项目 你就占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已经是几千万的身价了 才不会在意这便宜了五毛钱的东西啊 过日子嘛 要精打心算 张小马叹了口气 一副生活很苦逼的样子 书庭笑出声来 但忽然之间想起了什么 严肃地看着张小马问道 哎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聊得很投机 但自从那次 拉你进电梯之后 你看我的眼神就有点变化 像是有点怕 怕 张小马哈哈大笑 我干嘛要怕你啊 有位还怕我打你 张小马一呆 书庭好笑地朝他肩膀给了一下 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啊 还真怕我打你啊 张小马揉了揉肩膀干笑 这婆娘打人还真是有点疼啊 行了 我都跟你道过歉了 你就不要老是记得那次的事了 而且我也不是真的暴力 只是有的时候一着急 手脚上少了点分寸而已 根本就不是轻度精神分裂 也没有间歇性狂造症 听到书庭的解释 张小马咽了咽口水 间歇性狂造症 书庭从货架上拿下了一支牙刷 然后朝张小马说 我就住在这附近啊 要不要过去坐坐 说起来 那个警区的项目 我也是负责人之一 你还算是我的老板呢 应该要好好招待招待你的 别别别了啊 张小马连忙婉拒 我家里还有事呢 要不然下回啊 真的 张小马点头 真的 书庭叹了口气 有点可惜的朝张小马说 嗯 那好吧 那就下次啊 哎 你买完了吗 嗯 没有了 我买完了 那我先走 哎 好 看着书庭推着车离开 张小马松了口气 这可真他妈的太悬了 哦 间歇性狂造症 樊总撸着串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同样胡齿海塞的张小马 抽空点了点头 口齿不轻的回答 对呀 他自己亲口说的 哦 我倒是忽然想起来 那丫头还揍过我呢 啥 樊总转过头 朝旁边问道 哎 这事你记得不 青山是木论口袋呀 他今天在附近 偶遇樊总 被叫过来一起吃东西 没想到 居然来了这个烧烤摊 但关于这个烧烤摊啊 青山其实早闻大名 事实上 整个金山公司的所有人 都知道 樊总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喜欢在一个路边 大排档撸串 第128集 但是公司上下所有的人 就算是被樊总 请客吃了三天三夜海鲜大餐 也从来没有谁得到过邀请 来和樊总吃烧烤 于是时间一长 那个传说中的大排档 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这让很多的公司高层 都蠢蠢欲动了 一个个都极力打听 那个烧烤摊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为公司上下所有人都知道 樊总对那个烧烤摊 是极为重视 能和樊总在这里吃一顿饭 那说不定说明交情已经非常之深了 所以即便是没有被邀请 他们也希望知道地点 假装偶遇和樊总滔滔近乎 所以青山此刻的激动可想而知了 看着这一盘盘的食物 他好像看着某种神圣的东西 甚至一旁翻滚着的肉串的小黑 在他看来也充满了世外高人的气息 不禁瞪大眼睛 研究了很长时间 直到樊总问他话来才回过神来 舒婷姐的确是对樊总动过错 准确来说是从后面飞起一脚 把樊总揣翻在地 樊总赞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朝张小马说 我又说嘛 是有这么回事啊 张小马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这让青山十分地羡慕 暗想这个小马哥 果然跟樊总是老交情了 幸好啊 自己提前看出来了 并不仅仅只是把张小马 当作一个项目的股东 而是当作朋友来结交 这对将来肯定意义重大呀 不过呀 你既然是老总 被属下从后面飞踹 就没有直接开除 樊总听完这话 无所谓的摇了摇头 哎呀人嘛 谁还没有点缺点呢 老子虽然是屁股金贵 但是呢 也得看是谁踹的 舒婷的才能 你还没有看出来 这样的姑娘啊 可遇不可求 我当然舍不得放走啊 张小马笑着摇了摇头 不对 这事有隐情啊 哎呀 是什么隐情不隐情的 樊总直摇头 就是我稀才 没有什么隐情啊 听到这话 青山傻乎乎的笑了 他这么一笑啊 张小马立马就问了 哎 你知道怎么回事对吧 跟我说 哎 舒婷跟樊哥什么关系 青山犹豫了一下 看向樊总 樊总怒视他一眼 骂道 你瞅我干啥 青山顿时一缩脖子 哎 也没啥 樊总被搞得有点不自在 总觉得和自己豪迈的性格不符合 索性大手一挥 朝张小马说 哎呀 她是我小姨子 我前妻的亲妹妹 我就算是把我大股东给碾了 也不能碾她呀 张小马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小姨子 哎 你这是什么标桥 哎 没什么 即使想起你曾经说过 舒婷他们家是书香门第 这么说 樊哥当年还娶了一个有文化的淑女啊 张小马说完就忍不住大笑 嘿嘿嘿 看不出来樊哥还真有手段啊 什么时候教教我呀 哼 我当年在法国风流的事 我会告诉你吗 樊总不屑的冷笑一声 然后朝张小马说 不过啊 你可不准祸害人家 虽然我觉得你小子不错 但你已经结婚了 这种事你可不能干啊 张小马撇了撇嘴 哎呀 我躲她还来不及呢 那有什么企图啊 最好别有 樊总说完这句话 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问张小马 哎 对了啊 我上次在这给你请柬 让你参加我一个酒会 本来想帮你引荐一些人的啊 当时死活找不到你 你是不是没去 张小马正催促 有点紧张的青山 多吃点 听到这话 目瞪口呆 我靠 我给忘了 哎呀 这我说起这事 你才想起来自己没去 是有多不忠实啊 樊总摆了摆手 算了算了啊 看来你对于这种事 并不怎么热心 不掺和也好 这样的话呢 那后天的酒会也别去了 省了我的请柬了 张小马挠了挠头 的确不怎么想去 但还是好奇的问了一句 啊 后天还有啊 怎么这么多呀 多 樊总叹了口气 哎呀 这个月啊 起码有五场 光是带头网出捐的钱 就有好几千万了 张小马呆若目击 哎呀 樊哥 你真大方啊 我替灾区儿童谢谢你啊 大方个狗屁啊 樊总有点无奈 朝张小马说 你以为我愿意啊 还不是最近那个旅游区 将要大型土木 眼馋人太多了 我不做点事情 到时候面对同级别的竞争对手 那就太多了 张小马听完不解 啊 做好事和抢生意 有联系吗 废话 我们公司的实力摆在那呢 那短时间内提升上去 是不可能的 但是形象和口碑 却不一样啊 你做点好事 回馈社会 政府呢 觉得你让他们有面子 回馈了社会 有一些项目呢 就愿意跟你合作 听到这话 青山插了一句嘴 确实啊 相比起行贿的话 这种和政府 不容打关系的方式 最科学了 张小马恍然大悟 这还真的是长学问了 先来无事 又要晚一点回家 他就索性的和樊总 还有青山 请教了很多生意厂上的潜规则 等到三个人都尽兴了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张小马回到家的时候 耳朵没有在家 想来还在对面书庭家那封玩呢 最近呢 都已经形成习惯了 平时回家 就跟那丫头一起玩 这几天 有种女儿嫁出去了的感觉 回到家冷冷清清的 让她感觉很不爽 就这么躺在床上 半天也睡不着觉 胡思乱想鬼使神差的 她忽然间想到了小姨子 说起来呀 那丫头自从走了以后 陆陆续续联系过几次 但都是说几句话 就被要求有耳朵接电话 然后一大一小 嘀嘀咕咕好久 等到张小马 想嘘寒问暖的时候 这大丫头很快就挂了电话 所以张小马也不知道 那丫头到底怎么样了 忽然想起来 还真有点挂念她 于是张小马从床上跳了起来 打开电脑 看着屏幕一会儿 忽然露出了笑容 上次失踪的时候 她黑了小姨子的电脑 现在那台笔记本 还是她的肉机呢 想到这里 她再次行动 很快 小姨子的电脑 再次被她掌控了 于是她打开摄像头 很快看到了小姨子的脸 几个月不见了 这丫头的头发长了一些 似乎刚刚洗完澡 是露露的披着呢 她上半身清凉粉色小背心 一根透明的肩带 调皮的露了出来 而下半身虽然看不见 但是可以想象得出来 要知道那丫头 即便是在张小马的家里 也总是不穿裤子的 也不知道在法国那边 是什么时间 总之这丫头 正在一边吃零食 一边笑哈哈的 看综艺节目 忽然发现屏幕一花 出现一个蓝色的对话框 她很聪明的拍了拍电脑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张小马忍不住的笑 在对话框中打出几个字 电脑白痴 我又来了 电脑前 小姨子正纳闷呢 看到这个对话框 顿时眉飞色舞 然后再对对话框里面 打了打字 黑客先生 我想死你了 想我 张小马一愣 然后他就看见 电脑前面的容忍站了起来 迅速跑出房间喊着什么 仔细一看 果然是没穿裤子 一高一矮 两个妹子先后出现 看上去应该是 容容的室友 听到容容的话 兴奋地跑到了电脑前 并不知道张小马 看得见他们 所有都没有在意 此刻的穿着 简直是瞎了张小马的狗眼 矮个子的妹子 看上去是个亚洲人 像是刚刚洗完澡的样子 比容容还要挺拔的胸部 让那片浴巾 难以裹得结实 所以这妹子走过来的时候 一次一次地展开浴巾 又重新合上 景色甚美呀 而那个同样不明国籍的 白人妹子 就更加豪放了 全身只穿着一条内裤 胸前两团就这么晃来晃去的 也不遮挡 还弯下腰来看着电脑 是胸前的那两团 像是巨大的水珠 即将低下时一样 张小马都看呆了 哪想到调戏一下小姨子 居然还有这样的福利呀 我说我认识黑客 我的室友都不信 现在他们来了 有很多的问题呢 这时候 小姨子坐了下来 在一个半裸妹子 和一个四分之一裸的妹子的 注视下 在对话框打下了 这么样一句话 张小马马上回复 想问就问吧 白人美女似乎看得懂中文 见到张小马回答 还帮矮个子的亚洲妹子翻译 然后荣荣在对话框里面问 我的室友问你 你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 是天才少年 可以黑掉美国中央情报局啊 张小马一笑 然后回复 我不是少年了 没试过去黑中央情报局 但是我知道 电影里演的夸张的成分 黑客技术没那么厉害 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 黑掉国家级别的防火墙 白人美女弯下腰 看了看回复 胸前那两团水滴 随着她的动作 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 在揉捏一样 变换着形状 在屏幕面前乱晃 刚好那个看起来 有点傻傻的亚洲美女 似懂非懂的听着翻译 纯粹下意识的 又展开了欲巾紧了紧 这一切都让张小马 无比的兴奋 这才是黑客的生活呀 嗯 那你能做什么呢 容容撇了撇嘴 似乎不满意回答 接着又问道 张小马想了想 嘿嘿一笑 回复说 我能做到千里之外 知道你们穿什么 真的吗 不信试试 看到这句话 白人妹子笑了笑 豪迈地张开双臂 表示自己什么也没穿 不如来猜她 容容也笑了起来 然后回复说 嘿 那你猜猜 我室友穿的什么 亚洲的那位 还是欧洲的那位呀 第129集 看到这个回复 张开手臂 展示自己的白人妹子 嘴巴夸张地张得老大 然后张小马也不等回答 直接说 亚洲的那位 虽然裹着浴巾 但是仍然能看得出 伪暗的胸部 至于里面穿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希望什么也没穿 至于欧洲的那位 小心着凉啊 白人妹子回过神来 立即看下了摄像头 先是哈哈大笑 然后一只手横在胸前 一只手朝张小马 比了一个中指 转过身 还故意的逗张小马一样 点着脚扭着屁股 走出了荣荣的房间 倒是那个亚洲妹子 因为看不懂 也没有给她翻译 傻乎乎的又下意识的 展开了浴巾 憋着笑的荣荣 一把按住她的手 说了一句什么 然后就看到亚洲妹子 捂着嘴尖叫了一声 仓皇地跑了出去 荣荣笑得上气不解下气啊 多少有点幸灾乐祸 对话框里问张小马 喂 你控制了摄像头啊 张小马已经笑得抽搐了 哆嗦着回复说 是啊 荣荣接着笑 但是下一刻忽然想起了什么 瞪大眼睛 等等 你不会每天都这么看着我吧 你觉得我有那么无聊吗 今天只是个意外 想看看你在干什么而已 电脑前的荣荣撇了撇嘴 然后还是忍不住大笑 是 那么黑客先生 你最近还好吗 很好 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还有自己的生活 黑别人电脑 只是一个爱好而已 张小马回答完之后 想起了什么 没等荣荣回复 就接着问道 看你的IP 好像是在法国 这么说 你是留学生 法国那边好玩吗 不好玩 我想回国 荣荣回答完之后 也想起了什么 又问道 哎 我应该会在一两个月之内回去 虽然不知道你在哪 但是很想看一看你真人 可以和我接一面吗 张小马愣了愣 然后直接回答 不可以 为什么 我就是这么酷 容容大笑 然后又问道 那么 酷酷的黑客先生 你打算 永远这样和我交流吗 我刚说了 只是偶尔黑你电脑而已 可能下次再找你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可是 我想你经常黑我 那得看情况 可能没那样的时间 电脑前的容容略显失落 然后有点生气的说 好吧 既然难得见到你啊 帮我个忙呗 你说吧 帮我入侵 巴黎的交通系统 电网系统 为什么 给我把地铁卡充满 每个月 电费清零呗 滚 哎呀 求求你 我自军太穷了啦 就这样 张小马 披着另外一重身份 和小姨子聊天聊得火热 一直到凌晨两点钟才结束 于是 第二天 他顶着一双熊猫眼 整整九个小时 都处于游离状态 一直熬到了下班 才打起精神 一心想着回到床上 好好补一觉 不过 刚进小区没多远 他就听到了 耳朵那丫头的呼唤 扭头一看 那丫头穿得花花绿绿的 冲天辫 变成了两个小牛角 腮红就像是小僵尸一样 手里头 还晃悠着一把太极扇 正骑在一个老大爷的脖子上 而附近还有一群 同样装束的大妈 那是我爸爸 耳朵亢奋的大叫一声 一群大爷大妈 立马热情如火呀 全都围上来打量张小马 鸡嘴巴舌的 对张小马说他有福气呀 有这么聪明可爱的孩子 搞了半天才知道 这丫头是本小区 首个加入老年人 广场舞团的儿童 哎呀 怎么哪都有你呀 等大爷大妈走了之后 张小马指着这个丫头 花花绿绿的衣服 和朝鲜儿童体操队的妆 实在是无力吐槽 哎呀 瞧你把自己弄得跟诈尸一样 天黑一点 出去都能吓人了 我觉得很好看啊 耳朵说着转了个圈 张小马实在是 没什么力气周旋 扛起耳朵就走 广场舞 之前怎么不知道 你有这爱好啊 事关爱老人 为什么会做贡献 耳朵趴在张小马的肩膀上 认真的纠正 哟 你还慈善了是吧 那是 我从今天开始 是广场舞小公主了 耳朵说完这话 哼着二人转 摇起了扇子 瞥了一眼 这丫头得意的样子 张小马忽然发觉 这丫头最近似乎 开朗了许多 说话呢 越发像个儿童了 难道真的是因为 以前太孤僻了 而现在有了 舒婷那样的朋友 心情更好的缘故吗 咦 不对 张小马猛地想起 今天忘记在外面 转一转再回来 现在刚好就是下班的时间 哟 果然是你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按住了 张小马的肩膀 并伴随着这么一句话 昂起头来的耳朵 一看来人 然后悲伤地用手捂住脸 完了 暴露了 张小马呆滞地转过身 拿着钥匙的舒婷 正似笑非笑地打量着她 以及她肩膀上的耳朵 客厅里 张小马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 心虚地眼珠子乱转 舒婷踩着高跟鞋 在她面前走来走去 表情一会儿失望 一会儿痛心 终于露出了毫不掩饰的笔 说道 原来 你一直都知道 我住在你对面啊 那么我该叫你张小马呢 还是该叫你马建国呢 啊 马建国 张小马挠了挠头 这个假名字可真吐气啊 我们不讨论吐不吐气的问题啊 舒婷风轻云淡地 绕开了张小马的话茬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说 那天在超市里 我就觉得不对劲 以为你只是住在附近而已 没想到 你还是我的房东 准确来说是二房东 张小马不遗余力地转移话题 可是舒婷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继继续鄙夷地说道 耳朵老师说你上夜班 身体不干净 容易被你传染性病 理由虽然憋脚 但是你的目的挺明显 是不想让我发现 你住在我对面 来串门吧 什么 性病啊 我靠你这臭丫头骗子 找着机会坏往名上 张小马很生气 不过我很好奇啊 舒婷停下了转来转去 正面看着张小马问道 既然这么不想见到我 当初为什么 要答应把房子租给我呀 就算后来才知道 租房的人是谁 死毁合同也是可以的呀 这倒不至于 张小马被这话问得 有点惭愧了 索性叹了一口气 正面做出解释 其实是耳朵喜欢你啊 那丫头你也看得出来 跟一般人玩不到一起去 好不容易有个玩伴了 我也不忍心拆散啊 听到这话 舒婷看了张小马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总算是有点人情味啊 其实我一直很有人情味 少废话呀 舒婷瞪了张小马一眼 接着说道 我知道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 住你对面 无非就是担心我 时不时的就暴力了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怪你 但我告诉你 我没你想的那么夸张 是是是是 你看起来就是个 温文尔雅的女性 张小马连忙附和道 舒婷却撇了撇嘴 派我马屁干什么 想稀释宁忍啊 告诉你啊 没那么容易 张小马听到这话有点害怕 啊 你想干什么 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啊 我不是什么危险的人物 既不会伤害你 更不会伤害耳朵 说完这话 舒婷露出了笑容 静止走进了厨房 张小马还有点担心呢 这女人是不是要拿刀子出来啊 结果她发现居然脱去了外套 就这么踩着高跟鞋忙碌起来 那家事是想做出顿饭菜来 这无疑让张小马松了一口气啊 但是却有一些不解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 品尝了一桌子的好菜 她才明白 这女人手艺不是一般的好啊 中式的西式的样样精通 顿起色香味来 比大酒店的大厨都差不了多少 一下就是换身成为了 标准的贤妻良母啊 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饭菜 那还是个危险分子吗 这就是舒婷露展示的 结果她也的确成功了 让张小马和耳朵吃的一粒米饭都不剩啊 这下不仅耳朵对这个同类佩服的五体投地 就算是张小马也有点惭愧 自己是不是太过于小题大做 误会了人家姑娘呢 但即便如此 舒婷的表现也还没有完 她迅速的收拾完了碗筷 同时给了一大一小充足的时间休息 然后就打开了家庭音箱 插上话筒 拉起了终于能站起来的耳朵 一大一小 就这样在张小马的面前 K起了五月天的快歌 耳朵就不用说了 最近心情本来就好 再加上刚刚跳完广场舞 还有余热 那唱的是特别起劲啊 而舒婷也脱掉了高跟鞋这个动作 完成了从贤妻良母到摇滚青年的蜕变 只穿着丝袜的脚在地上又蹦又跳 一身职业装也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摇滚 拿着耳朵乱扭充满了爱意 这让一边的张小马有一种误会了舒婷的错觉 尽管她还没有排除间歇性狂躁症 存在危险的主观意识 但是从舒婷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表现来说 美丽而又健康 温柔却又不识热情 人格上看上去很健全 不像是什么危险分子啊 难道说自己真的小题大做了 仔细一想 人家毕竟是个姑娘 被这么躲灾形一样的躲着 的确是很伤自尊呢 而事情的起因 仅仅是因为某次不小心拽了别人一把 还有那明明就是值得同情的 间歇性狂躁症 张小马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人渣呀 更别提那正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 让耳朵找到了朋友 最近几天心情一直都不错 越发像一个天真的可爱小女孩 光是这一点 她觉得自己应该感谢人家 并且全力的接纳人家 欢迎大家收听 有声小说 美女老婆爱上我 作者 北爷爷 蒋波 曹四爷 石榴 第130集 看耳朵 没想到 她这么快就进入状态 比我还疯呢 穿着丝袜和职业装 舒婷一通乱扭到了张小马这边 先拿起了水喝了一大口 然后朝张小马笑着问道 哎呀 哎 你怎么不一起唱啊 嘿 我看着你们唱就行了 舒婷也没有多说 继续小幅度的晃动着身体 坐在张小马的身边哼了一会儿歌 然后问道 怎么样 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起码是一个阳光正面的人 现在 你应该跟我道歉了 张小马无语啊 哎呀 你搞了半天 你就是让我认错啊 对啊 要发自内心的 好吧 张小马撇了撇嘴 是我太小心眼 误会了你 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没关系 舒婷继续哼着歌 还用肩膀碰了一下张小马一笑 然后眨着眼睛说 其实我的确呢 有点心理问题 所以你的直觉没有错 一般人 很容易被我的外表迷惑 你倒是挺坚持自我 这话我怎么听起来像是讽刺啊 我可没讽刺你啊 舒婷朝耳朵叫了声好 然后继续哼着歌 对张小马说 我只是向你坦诚 之所以一开始 没有邀请你道歉 是想让你看到 我大多数时候很正常 能克制住自己 张小马听到这话 有点别扭 哎呀 我其实也不是嫌弃你 我就是天生的胆小而已 舒婷忍不住乐了 哼 胆小 这么说 倒也没错 张小马苦笑 那么现在 你不会对我住在你对面 有任何的意见了吧 舒婷笑着问 张小马摇了摇头 说道 没意见 太好了 舒婷爬下来给张小马一个拥抱 大波浪长发 撒了张小马一脸 抱得十分结实 根本不像一般女孩那样 怕自己的胸部啊 和对方紧贴到了一起 所以张小马这一刻很享受 那既然耳朵喜欢你 你以后有时间就多带她玩啊 被松开了之后 张小马有点留恋的说道 好啊 舒婷整理了一下头发 然后兴奋的掰着手指头鼠 另外 我可以做饭给你们吃 下次 也可以一起去KTV唱歌 你家里要是懒得打扫 也可以告诉我 总之 我很乐意帮忙 张小马被感动坏了 啊 衣服也帮我洗 可以啊 没问题 那太好了 那谁让我是天底下 最好的邻居呢 舒婷有些得意地说完这话 然后双手合十地看着耳朵 用被融化的语气说 而且耳朵这么可爱 跟我这么投缘 帮她做点事情 算得了什么呀 哎 这搞了半天 还是看在耳朵的面子上啊 当然 也有小马哥的面子 舒婷说着 咬着嘴唇 看着张小马 毕竟小马哥 也算我的半个老板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 如果能把上司的马屁拍好 这是我的荣幸呢 张小马脸一黑 舒婷被自己逗得笑个不停 好久之后才停下来问她 哎 对了 耳朵好像不是你女儿吧 张小马点点头 舒婷不禁好奇 那她怎么会跟你住在一起啊 清晨 舒婷从梦中醒来 感觉头痛于脸 回想起昨晚 她和张小马哄睡了耳朵之后 一边喝了一些红酒 似乎是因为说起了耳朵的绅士 她感到十分伤心 不知不觉就喝了很多 而且仔细一想啊 最后好像还是抱着张小马哭过 想到这里 舒婷用手摸了摸自己眼睛下面 发现果然有些干干的痕迹 想来肯定是因为下班回家 还没来得及卸妆 哭的时候 没有注意睫毛膏 流出来并且干掉的眼泪 应该是黑色的 苦笑了一声 她也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这么狼狈过了 但是想着这些的时候 她同时发现 头顶这块天花板有点陌生 尽管自己刚搬来没多久 但每天醒来都有脑子放空一会儿的习惯 早就熟悉了卧室的天花板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不对 这不是自己的家 意识到这一点的舒婷 猛的就坐了起来 这才发现有一只手放在自己肚子上 这一瞬间 本来就已经哭花了妆了 并且蓬头散发的她 连目光也充满了呆滞 艰难的转过头 她不出意外的 发现自己旁边睡着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 就是昨天晚上的张小马 自己居然没有回家 而且还是睡在张小马的床上 舒婷难以置信呢 更不敢想象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自己在不清楚的状态下 莫名其妙的和张小马睡了一夜 最大的可能就是张小马灌醉了自己 然后把自己抱到了这张床上 就这么被算计了吗 难道张小马昨天晚上 说起耳朵的真情流露 只是一个圈套 而后面的吐鲁先生也存在预谋 一切都只是为了把自己灌醉 然后把自己弄到这张床上 达到他畜生不如的目的 这一刻舒婷愤怒了 他拿起手边的枕头 用力砸向正在熟睡的张小马 只是一下 张小马就醒了过来 并诧异地看着他问道 啊 你在干什么呀你 你个混蛋 我要杀了你 耻辱和愤怒 让舒婷尖叫起来 然后整个人跳到张小马的身上 随手拿过一件东西 砸想正准备坐起来的张小马 紧接着就听到 咚的一声闷响 众物敲击众物特有的声音 让舒婷一愣 扭头一看才发现 自己居然拿着的 是台灯 再一看张小马 已经被砸得晕菜了 但是即便如此 舒婷也没有出气 几乎咬牙切齿地扔了台灯 然后跳下床 跑回了自己家 直到冰冷的水拍在脸上 他才终于冷静下来 想起事情有些不对呀 舒婷低头看看自己 虽然职业装有点乱 但的确还完整 甚至刚刚跑出来的时候 也没注意 丝袜都好断断地穿着 更重要的是 身体方面除了宿醉的头疼之外 并没有任何的不适 或者说 不对劲的地方 稍微一愣之后 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忽然想起了什么 原来 张小马昨天晚上 比自己先醉的 是自己把张小马抬到了床上 还嘲笑他酒量差 最后好像是因为太累了 把张小马放下之后 几次都没有爬起来 索性就倒下去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么说来 似乎的确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想起自己刚才拿台灯 给张小马来了一下 舒婷吃惊地捂住了嘴巴 尖歇性狂躁 自己刚才犯病了 意识到这一点 舒婷后悔得不行啊 捂着额头 无力地喃喃自语 怎么就没控制住 自己好喝点酒呢 怎么就没在 胡思乱想的时候冷静 一旦看看自己呢 这一下 算是彻底完蛋了 他毫不怀疑 因为今天早上这一下 张小马一定会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将来别说是像昨天那样 互相串门了 以后看到自己 只怕老远就要开始绕道走 就好像是见到了鬼 一样提心吊胆 想到昨天晚上表现得那么好 张小马已经相信 我是正常的了 原本真的可以成为 和谐的友好邻居 现在一切都搞砸了 还真印证了一句话 做人呢 高兴不能太早 而就在此时 另外一边的张小马也醒了过来 呲牙咧嘴的捂着额头 还没回过神来 他只记得自己说完耳朵的绅士之后 舒婷哭得稀里哗啦的 好几次想去给耳朵拥抱 但都被他给拦了下来 然后舒婷就大口大口的喝酒 而他也只能是大口大口的陪着 然后自己就醉了 再之后张小马就看到一张恐怖的脸 虽然仍然美得冒泡吧 但的确存在着黑色的泪痕和呆滞的目光 在他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张恐怖的脸就凑了过来 紧接着自己就听见了咚的一声门响 再之后就没有了知觉 想到这里张小马看了看四周 发现了作为凶器的台灯 他奶奶腿的居然是陶瓷的 张小马仿佛到现在才感觉到痛一样的惨叫一声 摸了摸脑门才发现 肿了好大一个包 奶奶腿的 舒婷居然拿台灯砸自己 可是为什么呢 张小马想不通啊 但他猜测肯定是那个女人又牵歇性的狂躁症了 这让他感觉特别的愤怒 紧接着感觉几倍发凉 识相啊 那可是陶瓷的台灯啊 那婆娘大概就是那一次就把自己给搞晕菜了 要是再来几下是什么后果呀 要知道自己没有一点抵抗的能力 就算是当场被分尸 也没有任何一点办法吧 这太恐怖了 张小马有种侥幸逃过一劫的感觉 然后立即爬起来 确认那个女人已经离开了 而耳朵也正好端端的睡着 他才松了一口气 但重新坐下来之后 张小马仍然忍不住纳闷 那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昨天晚上还是好好的 今天早上就要杀人 难道这就是间歇性狂躁症 传说中没有原有的危险分子啊 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 要知道昨天晚上是因为舒婷的表现 张小马完全接受了他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存在 甚至还很高兴有了一个热情的美女邻居 现在看来真验证了那句古话 做人呢不能高兴的太早 无奈啊 已经是早上九点了 他只能迅速的洗漱 然后盯着好大一个包去上班 可是刚开门走下楼梯没多久 换上睡衣的舒婷也出来了 似乎要去他家敲门 张小马发现这一幕感觉额头一疼 然后想也没想的撒腿就跑 顶着一个鸡脚上班 以张小马现在的身份 虽然可以震慑住手下们 让谁也不敢嘲笑 但等他走进了办公室以后 那办公区域却不可避免的爆发出了大笑 而窃窃私语更是持续了一整天 所以下班之后啊 张小马捂着脑门直奔医院 明明没有破裂的伤口 也强烈的要求包扎遮羞 而且回家之前他还确认了一下 则指耳朵正在跳广场舞 舒婷不可能这个时候在他们家串门 这才偷偷摸摸的上楼打开房门 结果让他目瞪口呆的是 客厅里头这个时候居然有一个人 想到可能是舒婷 张小马下意识的想跑 但他仔细一看 却愣住了 啊 妈 你怎么在这啊 客厅里 张小马的老娘正拿着拖帽打扫 尽管年纪已经大了 但老娘眉宇间隐约可见年轻时的风采 尤其是穿衣服的品位上 既不刻意的朴素 也不追求华贵 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此时听到张小马开门进来 一脸的吃惊 他只转过头朝张小马哼了一声 然后继续打扫 张小马当然知道老娘在发脾气 哪还敢继续冷着 连滚带爬的跑过去 抢过拖把 一脸谄媚的说 嘿 妈 你可真心疼我啊 刚一来就帮我打扫卫生啊 不过这些事情哪能您干是吧 快歇下吧啊 老娘倒也不客气 直起腰来坐下的同时 把胶皮手套摘了下来 拿在手里冷不丁地抽在张小马的药上 你能耐大了是吧 半年多多不给我打电话 这是当儿子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张小马一边拖地一边哭着脸说 哎呀妈 你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啊 哪是我半年多不给您打电话呀 分明是你生我气 怪我不能把礼堂带回咱们老家 故意不接我电话 那这可是两回事啊 我不接 你就不能再打呀 老娘说着 瞪了眼张小马继续说 你说你那点出息 自己老婆都管不了 又不是让你们两口子 回老家就不出来了 回去间接长辈都不去 你说像话吗 张小马赶紧点头哈瑶赔罪 但其实也不是李堂不听她的话 而是她压根就没跟李堂说过 要知道在此之前 李堂和她离婚几乎是分分钟的事 压根就是假结婚 哪敢要求人家那些呀 老妈当然不知道这些 心里头一直都有怨气 但瞪了张小马一眼之后 又表情难看地说 张小马脖子一缩 倒不是害怕老娘打断她的狗腿 而是担心老娘是否已经发现了 她和李堂的婚事有问题 毕竟老娘都已经打扫了整栋房子了 不可能没有发现李堂没有住在这里 不过老娘是怎么进来的呢 这个深深的疑问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纠缠了张小马很久 你过来 老老实实回答 老娘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等张小马战战兢兢地坐了过来之后 还盯着她一会儿 增加威士 然后才缓缓开口问道 你是不是背着李堂 在外面有了情人 这个问题大大出乎张小马的意料 老妈居然没有怀疑李堂和她之间的婚姻存在问题 反倒是觉得她有脚踏两条船的可能 难道是看出了自己儿子的魅力 果然是亲妈呀 什么呀 老妈眯起眼睛 杀气腾腾 不说清楚 看我打断你狗腿 张小马有点好笑 哎哟 我说妈 你为什么会这么以为呀 前段时间 你是不是给家里打过钱 一打就是二十万 是啊 张小马点了点头 那是她套现景区项目股份的钱 首先就给家里打了一部分 那你那钱 是哪来的你告诉我 老妈拿出小时候 逼问张小马 为什么仙女同学裙子时候的架势问道 李堂的人凭我放心 做官也肯定清廉 你除了被人包养完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呢 张小马看着老妈眨了眨眼 被老妈的想象力深深地震撼到了 但老妈以为她心虚 气得又朝她肩膀上打了一巴掌 然后恨铁不称刚地说 你 你个没良心的 李堂是多好的媳妇啊 你跟着人家长的见识 你就花心 你是不是被什么大户小姐给勾引了 张小马听完惨毫了一声 哎呀 妈 你对我也太没信心了 就没有想过那钱可能是我挣的吗 老妈听完愣了愣 然后更加气愤 说 说 到底是谁在瞧妖精啊 张小马崩溃呀 但刚要解释 敲门声响起 他无比烦躁 打开门一看才发现 自己被老娘给搞糊涂了 忘记提防舒婷 可等他回过神来那已经晚了 今天明显没有去上班的舒婷 这时候穿着吊带睡衣 摆出可爱的表情 对他撒娇 小马哥 我可等了你一天啊 刚听到你这有动静 就立马过来道歉了 张小马挡着门 顿时有种前郎后虎的感觉 赶紧压低声音说 现在不是时候啊 回头再说 别啊 舒婷挡住门 一脸的真诚 小马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也可以想想啊 但凡是个黄花大姑娘 莫名其妙的 在一个男人的床上醒来 都会很害怕呀 我一害怕 我就失手了嘛 张小马听到这话一愣 想想还真有道理 原来这就是舒婷 突然发疯的原因呢 要怪只能怪我先起来 忘记了昨天晚上的情况 我们要是一起醒来的话 就算我很害怕 小马哥 你也可以跟我解释 然后我们就相安无事地 一起起床了嘛 舒婷一脸真挚地解释 张小马听到这话 忍不住地磨牙 哎呀 你是怪我睡得太死是吗 什么 你们昨天晚上 睡在一起啊 老娘的声音 从张小马的背后响起 语气 那是让人毛骨悚然 张小马的后脑勺上的 寒毛都飞了起来呀 瞪大眼睛转过身 发现老娘果然幽灵一样的 阴沉的眼神 吓得赶紧解释 哎 妈 你想差了啊 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只是普通的邻居关系 可她说这话的时候一让 暴露了舒婷 这丫头根本就没有想到 家里还有人 想起刚才的对话 可能会被人误会 吃惊地捂住了嘴巴 老娘一看 这大白天的 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穿着睡衣 站在门前 还说着昨天晚上 在一张床上睡觉的事 本来想象力就丰富 哪还需要张小马什么解释啊 当时就气得怒发冲管 我打死你个陈迅梅 一声大喊 老娘抄起了 刚刚瓶子里插着的鸡毛胆子 直接就往张小马的身上招呼 这一下 可是来得真啊 远不是刚才那两下可比的 所以张小马立即怪叫着 往旁边一躲 并不停地摆手解释 哎 哎妈 这真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你冷静下来 听我说 我跟淑青真的没有 哎 我跟淑青真的没有什么 还说没什么呢 都睡在一张床上了 一个败坏门风的王不独子 想你把老老实实一辈子 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 不要脸的小东西 老娘怒了 追着张小马一顿打呀 嘴里头还骂个不停 眼看着客厅里头 瞬间鸡飞狗跳 惨叫声不断 在门口的书庭瞪大了眼睛 本来就是和张小马认识的时间不长 一直觉得张小马是个挺了不起的男人 而且还是他上司 哪见过他这么狼狈呀 一想到这个身价几千万的家伙 居然这么大的 还被自己老娘追着打 他愣了半天 忽然乐了 张小马正被追得抱头鼠窜呢 突然看到这婆娘居然还在笑 想自己今天被揍了两次 都是因为这个疯女人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朝着门口破口他妈 哎哎 你个灾星 我真是引狼入室 这一句骂没注意 老娘已经操着鸡毛胆子扑了过来 手写道路 啊的又是一声惨叫 激情过后 满地鸡毛 张小马伤痕累累的站在一边 表情空洞的听后发落 场面很有家长会后 等待哀揍时候的神韵 而肩夫淫妇的另外一人舒婷 则拉着张小马他老娘的手 解释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并讲述两个人从认识到今天所有的经过 最后对张小马躲着他这件事 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失落的心情 听完这些 老娘拍了拍舒婷的手 轻声安慰 没事姑娘啊 我们家小马 从小就是怂包 幼儿园里的时候啊 被女生揪着小鸡鸡开始 就对女人产生阴影了 只能怪他大情小怪 你并没有错 张小马一听这话差点炸了 直接扯上额头上的纱布 把脑门递过去怒吼 这叫大惊小怪吗 这恶婆娘差点干死我好不好 那可是抬灯啊 还是他妈的陶瓷的 趁我睡着 咣当一下就砸了过来 吵什么吵嘛 你不是也没事吗 老娘一见舒婷一脸委屈 又安慰了一句 然后朝张小马说 倒是你啊 应该谢谢人家姑娘 让我知道小三不是她 要不然的话 我刚才飞打得你哭出声来 对 哭出声来 舒婷忽假虎卫地帮强 张小马怒似她 但老娘下一句话 接着就问 既然不是这姑娘 那你说 到底是哪个狐狸精 说 到底是哪个狐狸精啊 舒婷又帮强 而且更加起劲了 张小马那个恨啊 那个无奈啊 都无法言语了 只能朝着老娘绝望地大叫 哎呀 哪有什么狐狸精啊 我面对诱惑 从来都没眨过眼 更别说是婚外情了 我算求你了行吗 不要想象力太丰富了 老娘听到这话眉头一皱 那你说 你那些钱是哪来的 说 哪来的 说你大爷说 张小马怒了 可刚说完就发现老娘瞪眼 赶紧解释说 哎 我没说你 我是说这个恶婆娘 不过我为什么突然有了钱 这件事她是知道的 妈 你可以问问她 她会给我作证的 第132集 老娘于是看向了舒婷 舒婷稍微愣了一下 得到张小马的解释 然后才恍然大悟 有点好笑地朝老娘解释 这件事啊 到底确是阿姨误会了 小马哥 是不是被包养了 我不知道 但他最近 的确是赚到了一大笔钱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 恶婆娘把张小马 怎么拿到景区股份的事情 又说了一遍 老妈听完 那还是有点将信将疑 看了一眼 等待夸奖的张小马 然后问舒婷 那 小马他 现在真的有钱了 准确来说 是很有钱 尤其是融资完成之后 小马哥的股份 最少只几千万 几千万呢 即便老娘 也惊吓地瞪大眼睛 这反应 让张小马相当得意 自己就坐了下来 翘起了二郎腿 一边剥香蕉一边说 这都是小意思 妈 您还不知道 我用那些钱 买下了我们公司 一部分股份 现在呀 我已经是 我们公司的董事了 你们公司 老妈眨了眨眼 然后好奇地问道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张小马正张嘴吃香蕉 听到这话一愣 然后垂头丧气地说 妈 你是有多不关注我呀 什么意思啊 建筑设计 你儿子干什么工作 你都不知道 是亲妈不是啊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老娘一个抱枕丢过去 然后朝书庭问道 姑娘啊 小马说的是真的呀 书庭好笑地 看着这对母子 点了点头说 啊 是真的 于是老妈又看向张小马 以一种怪异的眼神 打量来打量去 满脸的惊叹 可正在张小马 十分得意 等待夸奖的时候 谁知道老妈 突然点了点头 忽然感叹 哎呦 我早就说过 李唐果然忘腹 张小马气坏了 起身怒吼 我就不能自己 有点出息吗 老妈看着他一会儿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初给李唐 看八字的先生啊 回去得给人家红包 张小马无力倒下 舒婷却眨了眨眼 好奇地问 李 李唐 张小马朝老娘使了个眼色 用表情告诉老娘 舒婷还不知道 这家女主人的身份 老娘那多机灵啊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巧妙地绕过了这个话题 朝舒婷感叹说 是他自己赚的就好啊 我这颗心 也就能放下了 来时啊 一直担心他搞婚外情 他爸知道以后 差点要亲自过来揍他呢 妈 您自己瞎猜的事 就不要告诉我爸了好吗 张小马爆汉啊 要是老爸来了 那更不得了了 而且您也不想想 我工作那么忙 每天累得死去活来的 回到家里 还要看孩子 哪有时间婚外情啊 孩子 老娘眯起眼睛 啊 我没跟您说嘛 我养了个娃儿 老娘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张小马知道 老娘可能又误会了 舒婷却在一旁 添油加醋 对老娘说 阿姨 您还不知道吧 那孩子叫耳朵 长得真是可爱呢 要我是小马哥 肯定第一时间 发照片给您 哪能瞒着呀 这恶婆娘 故意把话说得 不清不楚 这老娘身上的杀气 就立马出现了 可张小马刚要解释 门铃响起 哎 是耳朵回来了 舒婷站起身 一阵风地跑去开门 张小马生怕 这恶婆娘 再故意搞破坏 于是也跟了过去 并抢先开了门 舒着冲天辫 背着小书包的耳朵 一开门 看到两个人 争着抢着地过来 直接翻了个白眼 面无表情地说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在我身边这么久 都学不会从容 你们什么时候 才能成熟一点啊 说完这话 耳朵已经走进门 张小马和恶婆娘 咬牙切齿地跟在后面 避免意外 张小马立马 首先向老娘介绍 妈 这丫头啊 叫耳朵 是你儿媳妇那边 亲戚家的孩子 暂时没人照顾 就在我这住 已经几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话 老妈打量起耳朵 而耳朵也从张小马的话里 知道了老娘的身份 也歪着头 开始打量老娘 两个把张小马 压得死死的女人 就这样完成了初次见面 并且持续着眼神里的激烈接触 张小马不认识 其中精神层次很高的交流方式 见这丫头不说话 就催促说 哎 还不快叫奶奶 对 快叫奶奶 舒婷也开始怂恿 但是耳朵却没有开口 仍然是背着书包走过去 看了张小马 她老娘一会儿 然后伸出稚嫩的小手 拉住张小马 她老娘的一根手指头说 远道而来 没什么礼物 我带你去跳广场舞吧 听到这话 老娘的眼睛一亮 看着这一老一小 快乐地拉着手下楼 张小马表情木然且空洞 实在解释不了 这些智商很高的女人 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小 这么迅速地找到了相同的爱好 并建立了友谊 对她来说 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小马哥 来大把手呗 我给阿姨做饭 屋里传来了淑婷的声音 张小马扭头就看到那条贤惠的身影 在厨房中忙碌 一如昨天 而这让她勃然大怒 哎 别想再忽悠我一样的忽悠我妈啊 以为做顿好吃的就正常了是吧 你把我头上打个包的事还没完呢 厨房里的淑婷 一手菜刀 一手环果 同情地看着张小马 看来 真的是有心理阴影了呀 啊 什么 阿姨刚说你幼儿园 被你同学谈了小鸡鸡 就对女人 有了心理阴影 今天早上的事 也只不过 是你小题大做而已 说完这话 书庭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 一边哼着歌 一边开始发挥厨艺 张小马怒不可遏地大好一声 胡说八道 是揪不是弹 那疼多了好不好 卫生间里 张小马贼眉鼠眼 拨通了李堂的电话 过了一会儿 电话接通 传来李堂疲惫的声音 什么声 哎 媳妇 你在哪儿呢 张小马焦急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自动无视了称谓的问题 回答说 现在 在外地出差 哎 哎 重要吧 能不能赶回来啊 听到这话 李堂当然知道出了事情 于是问 啊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 张小马痛苦地 抱着头回答说 哎呀 我妈来了 现在在楼下跳广场舞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传来李堂咬牙切齿的声音 为什么不早说 故意的吗 我哪儿知道啊 张小马很委屈 来之前压根就没跟我说 就直接出现了 而且我至今也没弄明白 他是怎么进来的 总之啊 他肯定看到房子里 没有你生活的痕迹 说不定已经起了疑心了 听到这话 李堂叹了口气 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啊 回不回来呀 你今天 自己先想办法稳住 不要露馅了 明天再带出去转一转 我大概晚上到家 啊 到我这儿吗 张小马先是高兴 然后忍不住叮嘱 那你可得想好托词啊 我妈之所以没有问我 肯定是要当面问你的 你到时候没有个合理的回答 咱们俩关系估计就要藏不住了 这还有你说啊 我自有安排 说完这话 电话传来了盲音 也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张小马收好电话 赶紧出去 然后就看到耳朵走在前面 而牛百个不停的老妈走在后面 说笑个不停 显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 原来耳朵也具备强大的公关能力 一顿更剩于昨天的丰盛饭菜之后 舒婷朝张小马挤了几眼睛 就离开了 而老娘因为坐车辛苦 也早早休息 只不过老人家很喜欢耳朵 这天晚上抱着那丫头一起睡 说了很多的被窝话 第二天一早 周末 张小马按照礼堂的安排 带老娘在室内溜达 这都让耳朵心情大好 吃完了就要玩 玩完了就要逛 本来是为了老娘安排的行程 结果被她给搅得乱七八糟 但老娘显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就这样逛了大半天 然后来到了商场里面买娃娃 尽管很酷 但耳朵大人 对于娃娃还是很有热情的 刚到玩具超市 就扎进去翻江倒海 老娘则拿着臭丫头的外套 笑眯眯的在外面看着 苦逼的张小马 当然也得跟李莲英一样的 在旁边陪着 那也就是张小马呀 一阵带着嬉闹的怯怯思语 在背后响起 让张小马疑惑的转过头 只见柳絮正赶跑一群小姐妹 然后朝这边走了过来 因为还没发现张小马的注意 途中还拉低了领口 并挽起了长发 露出了脖子和耳朵 直到发现张小马正看着他 才兴奋地朝这边挥了挥手 小马哥 这是第三次在公司外面碰到你了 这是有缘呢 柳絮高兴 并且含情默默地说 张小马那叫一个尴尬呀 急忙使眼色 告诉柳絮家长在旁边 不要太奔方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老娘也转过身来 有些疑惑地看着柳絮 这是 这是我们公司的同事柳絮 柳絮 这是我妈 张小马甘笑着介绍 柳絮吃了一惊 赶紧提了提 刚刚拉下去的领口 连挽起来的头发 也被重新劈了下来 然后自己都发现 自己有点欲盖弥彰 不仅脸色微微发红 有点不自然地 朝老娘喊了一声 阿姨您好 老娘表情自若 笑着点了点头 叫柳絮啊 果然名字和人一样美呢 柳絮没想到 刚见面就被夸 那点不自然 立马就变成了不好意思 赶紧朝张小马老娘 拍起马屁说 阿姨 您看起来也很年轻 刚我看到您在小马哥旁边 都没想过 您或是小马哥的母亲呢 老娘听到这话 很受用的表情说道 哎哟 你这姑娘 倒是很会说话呀 哪有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嘛 看出张小马的老娘 似乎对她印象不错 柳絮心里十分高兴 马上朝张小马的老娘问道 对了阿姨 您是要来买什么呀 这家商场我很熟的 需不需要我帮忙 张小马在一旁 一直没说话 这时候看柳絮 意思居然还有陪玩的想法 赶紧试眼色 但是老妈却说了 好啊好啊 不过我觉得 这家商场的东西啊 有点贵 没事阿姨啊 柳絮走过来 亲密地挽着 张小马老娘的手 笑颜颜地说道 我有这家商场的 优惠福利 一会儿 您就用我的卡 这家商场里边 所有东西 都能打五折 基本上都是进货价格 哟 五折呀 嗯 对呀 柳絮悄悄地说 反正我也买不了多少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呢 呵呵 阿姨您说呢 老娘笑了笑 哎呦 那太好了 我就沾你这回光了 嗯 行 那走吧 老娘却又说 哟 也不能白沾你的光啊 要不这样 反正也该吃饭了 我请你吃一顿怎么样 张小马瞪大眼睛 疯狂识眼色 柳絮却压根不理 张了张嘴 想说自己请 但是想了想还是说 嗯 好啊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呵呵呵 客气什么呀 不过这里我不熟 你知道哪家餐厅好啊 知道啊 柳絮一脸积极地说 楼下就有一家 好多好吃的 我经常过去吃呢 好吃的 忽然这个时候 耳朵的声音传来 柳絮全身的寒毛 都要炸起来一样 僵硬地转过身一看 发现真的是耳朵 原来是柳絮阿姨啊 臭丫头惊喜地笑着 但在柳絮眼里 简直就是张开血盆 大口的恶魔呀 居然还这么大方地扑过来 抱住她的大腿 仰起脸来说 上次跟柳絮阿姨出去玩 真是让人怀念呢 柳絮面色苍白 之前两次交锋 莉莉在目 要是说 她对张小马的小姨子 还有点抱负心理 那对于这个臭丫头 完全就是老鼠见了猫 表情极不自然地回答说 原来是耳朵阿姨也很怀念呢 是吗 耳朵兴奋地瞪大眼睛 阿姨 有一直在想我吗 柳絮咬着牙 呵呵呵呵地笑着说 那当然了 一直忘不了呢 太好了 阿姨果然喜欢我 那我们一起吃吃好吃的 耳朵说完 就拉起了柳絮的手 可怜这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女 苍白着脸 一点都不敢反抗 就这么行驶走肉般的被拉着走 对此 张小马心里只能叹气呀 但耳朵对柳絮有敌意 一会儿恐怕会鸡飞狗跳之外 他更知道老娘也不是什么善茬 典型杀人不见血的角色 几乎就是耳朵的升级板呢 要是发现了柳絮对他有意思 一会儿估计得出人命啊 当然是张小马的命 因为这老实态是典型的众女青男的思想 早已经深入到了骨子里 昨天误会他和淑婷之后 先把他一顿好打 却没有骂淑婷一句 更能说明这老太婆具有 婚外情都是男人先不老实的观念 想到这里 张小马小心地看了一眼老娘 希望找到老娘是否已经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但是老娘云淡风轻 根本没什么特殊的表情 只是拿着耳朵的外套 跟着两个人往前走 这无疑让张小马松了口气啊 内心不禁升起侥幸的想法 觉得柳絮不会傻到让老娘看到什么 而老娘在确定了他没有被人包养之后 应该暂时不会看到个美女 就下意识地想成他的情人 接下来的时间就像张小马所希望的那样 老娘并没有发现柳絮和他之间那点小秘密 甚至连耳朵也表现得格外乖巧 只顾着吃喝玩乐 根本没有算计人 这不仅让张小马松了一口气啊 更让柳絮心里头最后一点紧张 慢慢的消失不见 于是无论是吃饭还是随后的乱逛 两人之间都充满了和谐 甚至大包小包的分手之前 柳絮还表现出了强烈的依依不舍 而老娘也是紧拉着柳絮的手 表示有空了还要跟他再来逛逛 就这样一场危机安全度过 张小马稀里的石头终于放下 回家的路上开始琢磨今天晚上 李唐回来的事 但是大包小包正走着的老娘 似乎对柳絮还有点念念不忘 忽然问张小马 我没看错的话 刚才你记账的时候 餐厅给你打了个对折 而且我隐约听见 那个经理 把柳絮称呼为什么大小姐 张小马想了想 发觉的确如此 就无所谓的说 哦 大概是那家商场有他家股份吧 商场有他家股份啊 老娘有点诧异 张小马笑了笑 哎呀 那丫头是富二代 比我有钱多了 为了锻炼自己啊 才跑去当个小职员 哦 原来如此啊 老妈点了点头 然后说 那既然这样 应该不是为了你的钱 啊 张小马一下没反应过来 老妈子冷笑起来 看着她说 你真以为你老娘是瞎子呀 刚见到那丫头 看她那个不自然的样子 我就看出点东西来 后来吃饭的时候 除了跟我说话 眼睛都没离开你 以为我还看不出来啊 张小马听到这话 顿时毛骨悚然 该发生的 果然还是没办法避免 说吧 她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 老娘目视前方 风轻云淡 张小马苦着脸 想了好半天 也觉得自己不能糊弄过去 索性就无奈地说 哎呀 那丫头说她喜欢我 我拒绝了 而且我们之间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只不过她性子比较倔 不肯死心 听到这话 老娘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哼了一声说 哼 我也看出来了 那丫头 不是什么坏人 不然 我早就不给她好脸色了 但即便是真心喜欢你 你没处理好这件事 那也绝对是你的错 张小马哭丧着脸 那个书庭就算了 虽然跟你之间 也有点不清不楚的 但对你应该是 没什么想法 可这又来个柳絮 算怎么回事啊 老娘转过头 瞪了张小马眼 哎 你还真是女人缘不错呀 都跟谁学的呀 跟您呢 张小马知道老娘不生气了 赶紧厚着脸皮拍马屁 结果老娘直接一巴掌 打在她后脑勺上 然后停下脚步 眯起眼睛说 你 你会说话不 回去之后 咱们好好聊聊 我教教你 怎么和女人保持距离 防着你身边 再绷出第三个 不清不楚的女人 张小马那叫一个憋屈啊 这可是在大街上啊 一个迎面走过来的大姐都笑了 哎 这个大姐 怎么有点眼熟啊 四标嫂 耳朵兴奋地大喊一声 飞奔上去 张小马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想起这个大姐 就是欧阳静的亲戚 开婚纱店的那位 哎哟 耳朵呀 四标嫂可想死你了 怎么不过去玩啊 四标嫂显然老远就看到她俩了 笑着接住飞奔过来的耳朵 挺变态地亲了好几口 然后朝张小马说 哎哟小马 你怎么也不过去坐坐了 嘿 这不是忙吗 哦 也是哈 咱们家静静也忙 上次拍的照片都出来了 让那丫头过来看看 拍的怎么样 好几次都说忙呢 现在还放在我那儿呢 四标嫂 说着这些话 抱起了耳朵 有些感叹地对张小马说 但张小马听到这话 那脸都白了 使劲地给四标嫂打眼色 求别再继续往下说了 哎 小马呀 你眼睛怎么了 四标嫂果然注意到了 张小马的几眉弄眼 却没有深刻的理解 关心了一下之后又说 哦 要是不应想看东西的话 跟我去婚纱店一趟 看看拍出来效果 怎么样啊 婚纱店 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老娘 终于开口了 四标嫂并非没有注意到老娘 只是周围 本来就有很多人站着聊天 并没有意识到老娘是跟张小马一起的 听到这话 不禁有点疑惑地看了过去 然后疑惑地问张小马 呃 这位阿姨是啊 哦 我是小马家里的亲戚啊 老娘大方地 抢在张小马前面打了个招呼 见张小马急得要说话 干脆一把给她拦在后面 然后一脸慈祥与和善地问四标嫂 对了 你刚才说的婚纱是怎么回事啊 嗨 也没什么阿姨 就是小马和我们家静静 拍了一套婚纱照 最近几天已经写出来了 可这两个人 一刻也没有过去看一眼呢 今天刚好碰到小马 想让她过去一趟呗 四标嫂自来熟地说着 她怀里的耳朵已经痛苦地 闭上了眼睛 而张小马挣扎了半天 终于突破了老娘的干扰 急忙朝四标嫂说 哎 您忘了说我们是模特啊 哎哟 小马还挺害羞的呢 只是怕家里长辈听到误会啊 四标嫂笑眯眯地拉起老娘的手 其实啊 我们家静静跟小马都是害羞 老说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可我看他们俩就挺般配的嘛 耳朵小手捂着眼睛 张小马已经濒临崩溃 知道话说到这儿 那已经没办法解释了 总不能当着人家四标嫂的面前说 她和欧阳静只是假装暧昧吧 要这么说 老娘首先不会相信 而且四标嫂知道了欧阳静的脸往哪搁呀 于是她终于放弃了挣扎 牧阳地站在一边 阵游秋风吹起头顶的几根呆毛 老娘倒是表现得很从容 笑朝着四标嫂许诺 是吗 那我回头得好好见见你们家那位静静啊 当然当然 一定得见哪 还有张小马也得一起 第134集 四标嫂像是意外促成了好大的一件事 表现得极为惊喜并且兴奋 哎 静静老说小马忙 不肯带她过去 现在有长辈发话了 这下她总不能推脱了吧 是这个道理啊 老娘赞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同样热情地说道 刚好 我们也逛完了 既然要小马过去看看婚纱照 那我们就一起过去 看看这对年轻人 是不是郎才女貌 究竟般不般配啊 听到这话的时候 张小马感觉到了一股咬牙切齿的杀机 但她已经行尸走肉了 毫无反应 哎哟 您可别提了 所有看到这两人婚纱照的 没一个说她俩不般配的 您要是刚好有时间 那就太好了 我的店子就在前边 我带你们过去啊 啊 哈哈哈哈 四婊嫂继续没心没肺地笑得合不拢嘴 至于张小马 她老娘 则笑容越发灿烂 推了一下呆滞不动的张小马 慈祥地催促着说 还愣着干什么呀 去看看你的婚纱照 既然人人都说你们俩般配 我也得看看那是个什么姑娘啊 说完这话 老娘拉着四表嫂的手 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去 张小马继续行尸走肉 双眼空洞的前进 她已经没话说了 只剩下心中无奈的感叹 为什么偏偏今天要这么巧 碰到一个柳旭 被老娘发现了小秘密也就算了 至少事情说得清楚 可柳旭这才刚走啊 四表嫂 你就别添乱了好吗 明明看着挺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就不会看人眼色 连说话也说不清楚的 现在没办法解释了 或许回家之后啊 能讲清楚其中的曲折 但想让老娘相信 怕是有点难 所以现在张小马已经放弃了挣扎 提前做好了回家挨揍的准备了 打开门 老娘牵着耳朵 静止坐在沙发上 面无表情不说话 张小马垂头丧气地跟了进来 尽管回来时候解释了一路 但老娘那副表情明显还是不相信 哼 还别说啊 你俩真的挺般配啊 老娘冷笑地看了一眼张小马 接着若无其事地说 那静静一看就是乖巧听话的姑娘 而你从小就喜欢这种单纯善良的类型 往那一站还真是狼才女貌 张小马无可奈何 再次解释 妈 那欧阳静的事情我都跟您说了 那纯粹的就是帮朋友一个忙 我跟他清清白白 一点事情没有啊 自从我不去补习班之后 总共才见过他三次面而已 帮忙都帮得排起婚纱照来了 老娘狠狠瞪了张小马一眼 见他又要解释 直接伸出手打断 然后往沙发上依靠 还有那个柳絮 热情的都快叫我妈了 你还敢说你俩清清白白的 张小马翻了个白眼 真的是清清白白 人家喜欢我 总不能是我的错吧 把你说的魅力无穷一样 老娘哼了一声 然后说 苍蝇不丁无缝的胆 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 我就不信人家还赖着你 就这么一支不清不楚的 那舒婷 恐怕要成为下一个柳絮了 不是 那怎么又扯上舒婷了 张小马崩溃 你不是也说了吗 人家对我没那个意思 就算没有那个意思 跟你喝酒喝到大半夜 还在一张床上睡 那也是正在通往危险关系的道路上 老娘鄙夷的看着张小马 你再不煞住车 本来没那个意思 到时候也有那个意思了 张小马抱着头惨嚎 哎呀妈 咱能不能别这么说话呀 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好不好 好啊 老娘拍了拍自己的旁边 你坐这儿 张小马哭丧着脸坐了过去 没吭声 老娘也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忽然问道 除了这三个姑娘 你还跟谁不清不楚了 张小马差点哭了 妈 不是说了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吗 我很平和呀 老娘扬起慈爱的笑容 温柔地看着张小马 我就是想问你 除了舒婷 柳婿 还有那个欧阳靖之外 你到底还跟多少姑娘 关系不清不楚的 说出来 也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啥心理准备呀 我才来一天而已 就有三个 跟你不清不楚的姑娘出现 谁知道明天出去 会不会又蹦出几个呀 老娘继续慈爱 你妈年纪大了 老这么受刺激 容易猝死 想有个心理准备没错吧 张小马崩溃呀 妈 您别这么说话成不成啊 没有其他的了 这三个也没跟我什么不清不楚啊 你确定啊 老娘冷笑起来 这可是上百万人口的城市 我出去溜辟一圈就能遇着两个 加上打上门的舒婷 一天就发泄三个 你说你得跟多少姑娘不清不楚 才能有这个概率啊 张小马抱住头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么巧 这事情当然也是无法解释 可是老娘却以为他妥协了 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 你这个小王八犊子 咱们一家人都老老实实的 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个 这么个招风引蝶的祸呀你 你说你这些破事 要是传回老家的话 你让你爸妈怎么做人呢 张小马木然地呆坐着 任由耳朵捅他耳朵也一动不动 完全放弃了任何的挣扎 舒婷是漂亮 柳穴也的确有钱 甚至欧阳静 也的确是你喜欢的类型 但你再喜欢 你也不能全站了呀 啊 见到个好的就往上面凑 那不是人 是牲口 而且重要的是 你忘记自己已经结婚了吗 接下来的时间里 老娘机关枪一样的开炮 从理论讲到道德 从家教讲到法律 最后连生殖健康都差点扯了出来 充分发挥了她强大的语言能力 听得一旁的耳朵也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张小马就更加木然了 整个脑子里都是嗡嗡嗡的声音 就跟梦游一样的压根一句没听进去 但是忽然之间 开门的声音响起 张小马立即就清醒了过来 知道现在能开家里门的人 那只能是李唐 但看过去的时候 心情因为李唐的出现 会让老妈停止数落而高兴 又因为李唐的出现 可能让老妈发现更大的问题而忐忑 同一时间 耳朵也神采奕奕的看了过去 甚至连老妈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说脚 一身黑色风衣 披散着黑直长发 李唐走进来的同时弯下腰 在满头长发散落的瞬间 取下高跟鞋 看也不看的将包放在了门边的衣帽架上 与此同时 也完成了换上拖鞋的动作 妈 您来了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我松松茫茫的就从外地赶回来了 一点准备都没有 说完这话的同时 李唐完成了一个下班家庭妇女的全部动作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一点不像是几个月没在这个家里住过的样子 甚至说的话和走过来时的表情也毫无破绽 张小马看呆了 直到李唐走过来 拉着老娘坐下才回过神来 然后由衷地赞叹一声 影后 我还不是怕你忙啊 耽误你的工作吗 老娘的表情瞬间笑容满面 被李唐拉着坐下就松不开李唐的手 心情好得不行地说 其实啊 我也待不了几天 你倒不用这么着急地赶回来的 妈 您这话就见外了 李唐的笑容同时无懈可击 看着老娘有些自责地说 结婚之后这么久 都没有接您过来 实在不像话 我看有时间了 一定得和小马一起回老家陪陪 看看您喝吧 哎呀 好 好啊 老娘更加高兴 但说完又忍不住地问 哎 不会耽误你的工作吧 那也毕竟是工作 哪有自己家里人重要啊 李唐说着又看向了张小马 您你的时候 您应该不会怎么忙 到时候准备东西 嗯 然后我们一起回去 耳朵要是愿意去的话 也跟你一起去吧 张小马僵硬地点了点头 老妈显然高兴得不行 内心深处 对李唐仅有的一点不满意 也立即烟消云散 拉着耳朵 朝李唐说 这丫头啊 才跟我相处了一天 就亲得不行啊 就跟我亲孙女一样 当然 得一起回去看看 李唐含笑点了点头 嗯 耳朵也像我们亲女儿一样 不过 我跟小马最近也在商量着 准备生孩子 所以要不了多久 耳朵就会有一个弟弟 或者妹妹 您和爸 也很快 就能有两个亲孙子了 这话说完 别提张小马目瞪口呆 连老妈也是愣住了 要知道 现在 她对李唐一点不满意都没有 只是内心偷偷的期望 能催促一下李唐早点生孩子 哪知道李唐居然主动提出了 所以好半天之后 老娘才清醒回来 然后整个人笑得合不拢嘴 眼泪都快出来 拉着李唐的手说 好好好啊 我和你爸等着呢啊 不过你们啊 也别太着急了 有这个想法 其实我们就很高兴了 嗨 双儿育女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李唐见老娘有些激动 安慰了起来 直到老娘破题微笑 才起身说 妈 您难得来一趟 今天 我亲自下厨 准备点饭菜 一会儿咱们一家人 好好吃一顿 老娘立即 也跟着站起身来 说道 那我帮你大把手 咱娘俩呀 也能说说话 好啊 李唐 挽起老娘的手 往厨房走去 留下张小马 还仍然处于 目瞪口呆的状态 至于耳朵 则也兴奋地 跟过去指东大西 一顿丰盛的晚饭 气氛融洽 老娘仍然没有询问 李唐 最近没住在这里的问题 只是满脸笑意地 享受此刻的天伦之乐 而耳朵 当然也不至于暴露什么 甚至游走在四个人之间 让气氛更加的和睦 欢声笑语 一直不停歇 第135集 到了晚上 心情不错的老娘 抱着耳朵 早早地去睡了 假装看电视的张小马 见李唐洗完澡 回到卧室 立即就跟了进去 害怕老娘会听见 什么一样的关起门来 先朝李唐竖 竖起大拇指 然后说 今天的表现真不错 我妈估计 什么也没看出来 你以为 谁都跟你一样 李唐坐在梳妆台前 一边擦脸一边说 让你去趟老宅 满脑子想的 都是占我便宜 真要是觉得 我今天表现不错的话 以后就学着点 别没事 就耍无赖 行 就冲你今天的表现 以后我不跟你胡闹了 听到这话 李唐并没有表示 擦完脸就上了床 朝张小马说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张小马二话不说 跳上床 躺在旁边笑眯眯地问 啥事啊媳妇 关于我们婚妾协议的事 听到这话 张小马立即变了脸 竖起头来 瞪着李唐问道 怎么 你打算跟我离婚呢 别一惊一乍的好吧 听我把话说吧 李唐靠在床上 皱着眉头 看了张小马一眼 然后说 离婚暂时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就算提出离婚 你也会死皮赖脸的 不肯签字的 我们猜错吧 嗯 算你聪明 张小马躺了回去 还翘起了二郎腿 口眼歪斜 一脸无赖的嚣张样子 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留给了你了啊 你用完我就想一脚踢开 没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想离婚呢 没门 李唐瞪了他一眼 然后平静地说 我要说的不是离婚 而是延长婚姻期限 嗯 延长 李唐点了点头 嗯 我们之前的协议是三年 三年之后 我会给你一笔补偿 但看现在的形势 我们短时间内 离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决定延长期限 直到我们符合 我们离婚的时机 张小马看着李唐 忽然哈哈大笑 李唐忽然脸一红 恼羞成怒地瞪着张小马说 不是 你笑什么呀你啊 我跟你说正经的 张小马继续笑 好半天了才停下来 擦着眼泪对李唐说 哎呀哎呀 我还真的差点被你给骗了啊 什么我死皮赖脸的 不跟你离婚呢 是你压根是发现 老爷子不可能同意你我离婚 所以才想延长期限 对吧 你想胡说八道啊你 看着李唐 羞愧又假装愤怒的样子 张小马忍不住又笑 哎呀哎呀 你一开始的计划 就是先和我结婚 然后找个什么借口再和我离婚 虽然结局不完美 但至少满足了老爷子的一桩心愿 对吧 李唐瞪着他不说话 但是你可没想到老爷子那么喜欢我 而且你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 跟老爷子试探过 结果发现要是离婚 老爷子可能会被你活活气死 所以才不得不改变计划 对吧 张小马含笑 李唐盯着他好一会儿 忽然冷笑一声 哼 就算是这样 你也别太得意了 只要有任何事情 可以作为我的理由 我依然会毫不犹豫的 跟爷爷提出和你离婚的事 到时候 我们就分道扬镳 那也得看是什么事啊 你想利用的理由 无非是感情不和 性格有冲突这些 真要是所有的理由都行 你早拿柳絮作为离婚的理由了 说到底啊 你还是不想给老爷子太大打击 没错吧 李唐不吭声 哎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张小马忽然一把搂住李唐 脑袋使劲往他怀里钻 畅快地大笑着说 哎呀 而且现在你还是我老婆啊 总有不得已的时候 还非得跟我假装亲亲密密的 嘿嘿嘿嘿 你滚啊 李唐一脚给这个不要脸的货 踢下床去 然后气呼呼地 整理被弄乱的衣服 不想再继续说下去 一样钻进被窝 瞪着张小马说 我累了 懒得跟你说 刚才那事就这么定了啊 行 没问题 张小马从床底下爬起来 呲牙咧嘴地笑着 然后说 嘿嘿 不过你也知道啊 我妈可能发现了什么 我可不敢保证 她半夜会不会偷偷溜进来侦查 所以啊 我们还是别分着睡了 你就老是打地铺吧 就算被发现了 又怎么样啊 我不敢说我们是假结婚 还不能说我们最近闹情绪啊 李唐说完 饶有兴趣 你的那个柳婿 这个时候 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你啥意思啊 就说你婚外情 我跟你吵架了吧 李唐似乎对自己的主意很满意 笑起来说 哼 一来可以解释 我不住在这儿的问题 二来 可以让你妈好好收拾你啊 三来 你妈会全力对我好 来安抚我 张小马咬牙切齿 要知道老娘因为她沾花惹草的事情 正在生气呢 要不是李唐回来 还得继续教育她 真要是像李唐说的那样啊 老娘知道内情之后 估计气得当场就活劈了她 要是不敢冒那个闲 就老老实实地睡地上吗 说完这话 李唐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 无可奈何的张小马 也只能是拿过枕头 心怀怨念地开始打地铺 就这样 一夜相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 老娘带着耳朵一起去买菜了 李唐因为还要赶回市政府 也在不久之后起了床 还故意踹了几脚 躺在地上的张小马 并告知 他明天晚上 老娘呢 要去老爷子那一起吃饭 想到那个时候 所要面对的是两双火眼睛睛啊 装模作样 也要拿出十二分的小心 张小马当然不敢大意 和李唐商量着具体细节 从他洗漱开始 一直说到他穿好衣服 打开门出去上班 但在这个时候 对面的门也开了 明显也准备出门的书庭 看到张小马时 正准备打招呼 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稍微注意了一下之后 先是一愣 然后不可思议地看着张小马 最后又瞪大眼睛 捂着嘴巴看着李唐 此刻的李唐 已经恢复了平日里的风采 典型的雷厉风行 却又不失魅力地穿着 跟平日里 在电视里的倾向 没什么两样 作为本市知名度最高的人物 书庭当然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张小马还真的没想到 会发生这个状况 颇有一些无奈地付出头 倒是李唐 这时候也发现了书庭 似乎早就习惯了 面对陌生人时这种震惊 再加上 暂时没发现书庭和张小马认识 所以只是朝书庭笑了笑 说了一声 你好 然后就坦然地离开了 留下书庭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甚至都忘了回应一句 直到李唐已经走进了电梯 才大惊小怪地看向张小马 张的嘴巴指向李唐离开的地方 震惊地问道 那 那 那是 咱们的 李市长 张小马哪能还否认呢 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那真的是李市长 书庭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张小马呲牙咧嘴地掏了掏耳朵 然后说 是啊是啊 踏进小怪个山脉 忙自己的去吧 等等 书庭仍然是一脸的吃惊 但是隐约可见 严重闪动着的八卦的光芒 看着张小马问道 李市长 为什么会从你家里面走出来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 你别想否认啊 李市长和你什么关系啊 张小马看着这婆娘 知道是打发不了的 但就这么承认 那以后恐怕会有麻烦 于是他眼珠一转 摆出了一副 天上地下我最牛的姿势 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我就是李市长他老公 书庭愣了一下 然后瞪了张小马一眼说 哎呀 你醒了 可你说正经的呢 跟你说实话你还不信呢 我难道没那个魅力吗 张小马又摆了个嚣张的姿势 见书庭仍然有些鄙夷 内心送了口气 表面上却说 不信算了 没空跟你闲扯话 我还要去补个教呢 书庭张了张嘴 甚至走过来还要追问 但是张小马眼急手快 直接跳进屋里 把门一过 然后靠着门 尝出了一口气 觉得这一次是躲过了 但是书庭 是不是会怀疑 那就不知道了 等那个丫头下次再问之前 一定要想好理由才对 第二天 公司里 旅游新区的设计项目 已经正式展开 两个小组的设计师们 乃至整个设计部门 都高速运转 作为项目的负责人的张小马 当然也是忙得焦头乱额 一早上下来 光是开会啊 就开了整整两个小时 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 正处理关键问题的几个设计师 仍然守在岗位上 张小马也因为手头的工作忙碌着 却没有料到柳旭这时候忽然进来 特意给他带来了一份 公司外面的营养套餐 就知道你没吃饭 柳旭前段时间换了个发型 原本标准90后的倒骨头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披下来的绿色头发 配上连衣裙和职业外套 往办公桌上一靠 倒是很显得成熟 不过张小马正忙于工作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甚至连柳旭帮忙买饭的举动 也没发觉有什么不妥 直接就拿起来吃 眼睛一直盯着电脑上 几幅国外的设计参考图纸 也不知道是因为张小马 没有注意自己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柳旭有些生气地 把张小马的电脑给推开 然后看着他说 阿姨没告诉你吗 吃饭的时候 不能一心二用 要专心地吃 啊 你怎么还管这么多呀 我是帮阿姨照顾你吗 柳旭再一次提到张小马的老娘 并且以此话题为延伸 笑起来问道 哎 说到阿姨 几天不见怪想念的 不知那天之后 他老人家有没有夸过我啊 对我印象如何 张小马翻了个白眼 你行了吧 不要一副很有交情的样子 你们只不过才见一面而已 而且我妈对你印象怎么样 真的很重要吗 以你的性格呀 什么时候在乎过别人 是怎么看待你的呀 哼 那也得开始谁啊 柳旭哼了一声 挽着头发若无其事地说 别人的话 我当然不在意 第136集 张小马停止了吃饭 擦了擦嘴 把坐姿调整了一下 然后对柳旭说 小姐 替我妈照顾我 那是我老婆该做的事啊 努力想讨好我妈 也是我老婆该做的事 我就是问一句 你是我老婆吗 柳旭看着他眨了眨眼睛 然后扬起笑容 现在不是啊 哼 但以后谁知道呢 别以后了啊 咱就说现在 就说前天 那次碰面 张小马严肃地看着柳旭 说道 你知不知道 你热情的都快把我妈叫妈了 麻烦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我妈都知道我们之间的事了 啊 柳旭很吃惊 然后扭捏起来 害羞地问 阿姨都知道了呀 你害羞个屁呀 我妈铁了心了 认为我和你关系不清不楚 回家之后我给我甩脸子 就差揍我了啊 你可把我害惨了 我跟你说 说完这话 张小马叹了口气 认真地说 以后啊 你得和我保持距离啊 保持距离啊 就是拿我当普通朋友 拿我当你的上司 张小马说到这里 想起了什么 又忍不住地咬牙切齿 还有啊 你调查我老婆的事 我老婆已经发现了 要不是懒得理会啊 你麻烦就大了 哦 这么说 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了 柳旭顿时兴奋了起来 哎呦 我们什么事也没有 张小马无可奈何地再次重申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离出现 应该也不远了吧 柳旭转着眼珠 一脸的叫化 这让张小马有些不好的预感 连忙问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嗯 没什么意思啊 我决定了 柳旭愉快地站着了身体 满脸笑容地对张小马说 鉴于最近小马哥工作量太大了 身边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助手 我会申请成为小马哥你的贴身秘书 贴身秘书 什么时候有这种职业了 你别胡扯了好不好 张小马有点害怕了 警告柳旭说 你别乱来啊 就算你申请也没用 我是你的上司 我首先不同意 而且我还是董事呢 嗯 我会直接告诉贺总 以我爹地和他之间的交情 这种事情 就不用经过小马哥了呢 至于说小马哥是董事 难道一个秘书的任免 也得经过董事会的全体表决啊 柳旭笑嘻嘻地说 张小马急了 赶紧朝柳旭道歉 哎呦我错了啊 我们接着愉快地聊天 不说那些了好吗 也没什么可聊的 小马哥 你就等着我 以后的悉心照料吧 呵呵 说这话的时候 刘旭帮张小马拧开了一瓶饮料 又抽了几张餐巾纸 替张小马擦了擦嘴 然后才一蹦一跳地出去了 对此 张小马只能是内心怒吼啊 时间很快到了傍晚 张小马处理完了工作 就赶紧回家 接上了老娘和耳朵 然后马不停蹄地奔赴老宅 老爷子和张小马有段时间没见了 但是比起老爷子来 更加重视张小马的老娘 被保姆推出老宅 亲自迎接也就罢了 回到家里头 还一直地表达歉意 说李唐不该没有去老家那边去看看 老娘自然知道老爷子退休之前的身份 能被这样的对待 当然是受手若惊 更何况因为李唐的许诺 内心深处最后一点不满 也已经烟消云散了 反倒是拉着老爷子的手 不停说李唐的好 没多久 李唐也来了 于是张小马和李唐一起坐着 老爷子抱着耳朵 不停地和老娘说话 气氛十分地融洽 闲聊中 不免就提到了昨天晚上 李唐说起过 要带耳朵回老家看看 并且正在考虑生孩子的事 啊 这我倒是没听李唐提起过 老爷子听到这些 先是看了一眼李唐 然后却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只对老娘说 但即便已经在考虑 那也是应该的事啊 儿女嘛 就应该传宗接代 张小马和李唐不吭声 低头吃饭 倒是老娘笑得十分开心 朝老爷子说 这不是看他们两个人都忙吗 一直担心他们 以为工作没这方面的打算 现在呀 已经开始考虑 我当然高兴啊 嗯 这倒也是 老爷子点了点头 然后转过脸 朝李唐说 也别只是考虑了啊 这事也没什么好考虑的 能快点生啊 就快点生 再迟一些的话 我怕闭眼之前 都见不到我自己重孙子了 听到这话 老娘和张小马赶紧打圆场 李唐有点不自然 朝老爷子埋怨说 您说这些干嘛呀 现在身体好着呢 现在好不代表一直好 老爷子看着李唐 眼神和语气都别有深意 哎呀 我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 早就活够了 之所以没死 无非就是想看你结婚 婚姻幸福 也想看看我重孙子一眼 李唐听到这话 出奇的没有回应 而老娘瞅准机会 换了个话题 就给绕了过去 但是张小马 却闻到了一丝 不一样的味道 悄悄看了李唐一眼 因为老爷子刚才的话 反过来说的就是 你要是没给我生虫孙子 并且婚姻生活也不美满 那我就到了该死的时候了 这话虽然说的是含蓄 但是李唐明显已经听出来了 所以才没敢回应 想起昨天晚上 这婆娘要求 延长婚姻关系的期限 张小马总算找到了原因了 原来老爷子真的发过狠话了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 你要是婚姻出问题 那我就死 这倒也怪不得 李唐不得不那么做了 而且还说老爷子 可能查却出了什么 这一瞬间 张小马不禁的 有一些同情李唐 但是内心深处 他还是忍不住的 为暗中帮助他的老爷子 点了32个赞 并且高呼一声 干得漂亮 第二天 公司旁边的咖啡厅 一位年约40的贵妇 正在打着电话 从衣着上看 明显不是在附近上班的人 但是干练的期间短发 和另外一只手夹着的女士香烟 也足以说明她的身份 远不是一个城市里的 家庭妇女那么简单 这时候穿着职业装的柳旭 匆匆走来 贵妇稍微瞥了一眼 等挂了电话之后 柳旭已经坐下 哎呀 阿姨 哎呀阿姨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起晚了 您等了好一会儿了吧 柳旭喘着气 一脸的愧疚 贵妇脸上露出了 看着孩子一样的表情 掐掉手里的烟 帮柳旭整理了一下头发 然后笑着说 的确等了好一会儿了 不过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啊 今天原本就是要过来一趟 看看你贺叔叔的 柳旭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喝了几口水 总算喘回了一口气 对贵妇说 哎呀 其实今天 约阿姨过来 刚好也是想让阿姨 在贺叔叔耳边吹吹风嘛 让她能够特许我 调换一下 在公司里边的植物 贵妇又点燃一根烟 然后笑着问 那你是想掉到什么位置啊 助理啊 柳旭说完 又扭念了一下 说道 其实啊 就是秘书 秘书 谁的秘书 柳旭更加扭念 然后用几乎撒娇的一句说 我们主管 张小马 张小马 贵妇稍微愣了愣 然后好笑地说 是那个贺总很气壮 干了半年 就当上设计部门主管 最后 甚至还成为董事的那位 还是那个 你一直非常喜欢的上司 张小马 阿姨 您知道 那就是一个人吗 干嘛还这么问啊 柳旭这下 真的开始撒娇了 贵妇被逗得笑个不停 好一会儿 才对柳旭说 行行行了 既然你都找我了 那肯定是从张小马那边 难以达到目的 一会儿 我去公司的时候 就和你贺叔叔聊一聊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真的吗 柳旭惊喜地站了起来 直接给了贵妇一个拥抱 那太好了 贵妇笑着接受了这个拥抱 只不过在此过程之中 拍了拍柳旭的后背 突然说 关于这个张小马 你可拜托我很多次了 除了职位调动以外 还请我帮忙 打听她妻子的身份这件事吧 柳旭立即松开贵妇 惊喜地问道 啊 有消息了吗 算是有 也算是没有 贵妇谈了谈颜辉 有点无奈地看着柳旭说 你让我从高小姐那条线索 开始打听 其实只是那个高阳 我就已经很记忆了 所以一开始的调查 都一直是在暗中进行的 那后来呢 后来 贵妇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哎呀 后来查到的人 让我连暗中调查都不敢了 不敢 柳旭稍微一愣 然后丧气地坐回到椅子 贵妇不禁好奇 你好像知道 或是这个结果 柳旭叹了口气 哎呦 我有个朋友 在公安系统那边也有关系 曾经帮我调查过这件事情 可惜后来 不仅没有帮我们查出来是谁 反而是被那边长辈给训斥了一顿 警告我们 不许再查了 贵妇听完点了点头说 可以理解 但阿姨至少 已经知道是谁了对吧 柳旭想起贵妇刚才的话 急蒙发问 贵妇却看着柳旭说道 不能说知道是谁了 只能告诉你 我的确听到了一些 没有经过正式的风声 但即便只是这些风声 我也不能告诉你 因为一旦继续下去 你我恐怕都会有麻烦 这么严重啊 柳旭皱起眉头 贵妇点了点头 柳旭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继续问下去 但想了想之后 还是倔强着说 我才不管她身份 有多特殊呢 反正一定得知道 到底是谁 既然现在 没办法查下去 那我就一步一步 逼着她卸身 第一百三十七集 贵妇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调到小马哥身边的事情 就拜托阿姨了 这件事情 一定要办成好吗 柳旭一脸恳求 贵妇点了点头 这点事 我还是能帮得上的 全然不知 很快就会多了一个秘书的张小马 现在正在公司里头紧张的工作 因为项目设计已经有了一个初稿 这一天 她带着团队做了很多的修改意见 从早晨来到公司开始 一直到深夜才结束 再一次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老娘似乎和耳朵去跳广场舞了 但是张小马刚觉得清静一会儿 打算好好休息的时候 书庭却又敲开了本 一进来 这婆娘就小心翼翼的东张西望 直到发现家里没有其他人 才一脸的失望 李市长没在这里吗 张小马看着书庭 发现她今天的打扮 与上班时的那个性感路数不同 一条打底裤 配着雪地靴 宽松的灰色针织衫 加上研制的长吊缀 齐腰的大波浪长发盘了起来 从头到脚都是可爱路线 这让她有些疑惑 但还是谨慎地回答说 她没住这儿 我当然知道她没住在这儿 书庭有点气馁 很搭配穿着的撅起嘴 忧愿地看着张小马说 她可是我的偶像 好不容易见到 我可打扮了一整天 怎么能就这么错过了呢 啊 偶像 那当然 书庭懒得解释 反而问张小马 老实说 你跟李市长是什么关系 张小马又拿出之前嚣张的样子 但她还没说话 书庭就打断了她 别来那套啊 上次差点被你骗了 扭过头 我就发现不对劲 要是李市长 是大清早从你家里出来的 也就是说 头一天晚上 她应该在你这里过亿了 张小马表情诡异地看着书庭 那你的结论呢 书庭深吸一口气 然后努力平静地说 结论就是 你可能和我们李市长 约炮了 张小马差点吐血呀 所以 你们的确发生关系了对不对 书庭一副看怪物的样子 似乎很确定地说 嗯 你故意拿那副样子混淆视听 让人下意识地觉得不可能 我差点都被你骗了 还以为是你亲戚呢 亲戚就不能住在我这过夜了吗 你家就三个卧室 一个耳朵 一个阿姨 还有一个是你的 要是亲戚李市长那晚 应该睡哪儿啊 哎呀你没事 数我家卧室干嘛呀 张小马心虚地露出不屑的表情 然后逃跑一样地转身就走 谁料书庭直接追了上来 拦在前面问道 我才对了是吧 嘿 李市长 真的和小马哥越炮了 不是 是又怎么样啊 张小马有点不耐烦地脱口而出 而书庭尽管早就已经猜到 但得到确认的时候 仍然忍不住地吃惊 瞪大眼睛看着张小马说 我的偶像 全是男青年们的梦中情人啊 29岁的李市长 真的和你约炮了啊 被这么一说 张小马不仅没有得意 反而更加烦躁地说 是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太厉害了呀 书庭的眼神闪烁着小星星 看张小马的目光 彻底不一样起来 一副被融化的样子 说道 小马哥 你一定得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啊 一定要告诉我呀 干啥 你也想和李市长约炮啊 哎 约出来见一面也可以啊 张小马哼了一声 不满地回答说 我不乐意告诉你 就说什么 不行 张小马抱着双臂 一副要撵人的样子 但很快 他想起来什么 对书庭说 对了啊 这件事 只能由你一个人知道 你要是告诉了其他人啊 就算再怎么暴力 我也肯定给你好看的 啊 要做我吗 书庭居然一脸的期待 张小马一愣 哎呀 你神经病啊 是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书庭说这话的时候 也靠近了几步 注视看着张小马 激动地说 哎 小马哥 你现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 既神秘又伟案 简直是帅的 不能再帅了呀 张小马无语了 那你不做我的话 就就就就就 就告诉我 你是怎么和李市长约炮的好不好 茶室包箱 柳絮拉高鹿胸的领口 放下夹在耳朵后面的长发 努力让自己的外表显得更加鲜良舒得一些 甚至连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也迅速地收敛 独自坐在那里练习害羞和乖巧等等身态 这时候脚步声传来 他急忙地站起身来 准备甜甜地打个招呼 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个还没来得及换下职业套装的美女 一头大波浪长发洗腰 气质大方出众 但是却也是一副乖巧的模样 看到对方两个人都愣了愣 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但凭借着女人特有的第六感 柳絮呼吁地问了一句 请问你找谁啊 我和一位阿姨约好了在这里见面 舒婷也表情疑惑地问了一句 那么你找谁啊 我也约好了和一位阿姨见面啊 柳絮回答说 并且开始打量舒婷 与此同时 舒婷也在打量柳絮 并拿出自己平时待人接物的神态 富有亲和力 却又不卑不亢地伸出手 笑着说 我们可能都得到了阿姨的邀请 那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舒婷 我叫柳絮 柳絮一边握手 一边皱着眉头问道 你是怎么认识阿姨的 柳絮不紧不慢地坐了下来 然后回答说 那位阿姨是我邻居的母亲 张小马 柳絮眉毛一挑 你是张小马的邻居啊 你认识张小马 舒婷的表情变换了一下 四目相对 凭借着女人特有的洞察力 他们都看出了一些什么 然后舒婷的脸上 连富有亲和力的神态也消失不见了 只是笑着看着柳絮 而柳絮则更为直接 脸上带着十分明显的敌意 小马哥是我的上司 也是我的朋友 柳絮挑衅一样地换了个称呼 然后一边打量着舒婷一边说道 至于阿姨 她老人家刚来第二天 我就陪她逛过街 虽然是长辈 却像是姐妹一样 这样啊 舒婷笑了笑 一脸风情云淡地说 小马也算是我的上司 跟我私底下也是朋友 而且还是我的房东 至于阿姨 她来的第一天晚上 我就为她做过饭 为她接风起沉 听到这明显压人一头的话 柳絮咬牙盯着舒婷 舒婷也毫不躲闪地指使柳絮 虽然没有一句话的交锋 但是空气压抑而又恐怖 两人之间好似有无数的飞刀和闪电 终于柳絮哼了一声 开口问道 这么说 你也喜欢小马哥 昨天晚上刚刚表白 柳絮双臂抱胸 一脸的得意 哼 我表白了几个月了 舒婷妩媚地一笑 都表白了几个月了 还没有被接受啊 真的值得炫耀吗 听到这话 柳絮双手按住桌面 盯着舒婷 咬牙切齿 两个小时之后 火车站 张小马牵着耳朵 不舍得看着老娘说 哎呀妈 你这么着急回家干嘛呀 怎么就不多能住几天呢 在他对面的老娘 摸了摸耳朵的小脸 然后瞪了眼张小马 说道 要不是因为你被人抱养的事啊 我哪能匆匆忙忙赶过来好几天 你爸一个人在家 饭都没有人做呀 再不回去 他就该当乞丐了 妈 我们不是共同证明过 我没有被抱养吗 张小马脸一黑 然后有点无奈地说 哎呀 不过我爸也真是的 那么大的人了 还生活不能自理 嘿 我都会做饭呢 而且还做得挺不错的 不准你背后 说你爸坏话啊 老娘给了张小马一个抱菜 然后又认真地看着他说 虽然你没有被人包养 但你跟一大群女人不心不楚 那总是实实吧 这件事 我回家之后 肯定会告诉你爸的 哪有一大群啊 压根一个都没有 嘿 到现在你还想给我争辩啊 老娘无可奈何的样子 然后又说 哎呀 算了 离开之前 给你提个想 就算你和那群女人没什么 也要顾及李唐的感受 以后和那些女人 走远一点被好啊 张小马也无可奈何 点了点头 说道 哎呀 好了 我知道了 最后 还有李唐 没住在家里的事 老妈看着张小马 平静地说 我没问李唐 也不打算问你 只当是福西之间 都会有的小矛盾 但我希望 你自己能够处理好 你能答应我吗 张小马张了张嘴 然后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李唐是个好姑娘 你妈这辈子 你妈这辈子 只认她这一个儿媳妇 即便是为了你妈 你也不能和她 有个什么好歹 老妈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 不然 你妈会因为你们 伤心一辈子的 听到这话 张小马心里震动 第一次听老妈说起过 她是那么喜欢李唐 这一刻 心中立即坚定了想法 就算付出再多的努力 也要搞定李唐 不为自己 也为了喜欢 儿媳妇的老娘 说完这些 老娘转过身 但刚走没两步 却又忽然说道 哦对了 我刚见了柳絮和舒婷 啥 正一脸离别 与伤心的张小马一愣 本来是打算叫到一起 离开之前 感谢一下他们的招待 结果没想到 舒婷似乎也喜欢你啊 和六婿那丫头 在我没去之前 就差点打了起来呢 老娘说着这话 满脸笑容的样子 似乎很高兴 啊 那后来呢 后来啊 在我的化解之下 他们两个 真的打了起来 老娘笑容 更加灿烂了几分 张小马痛心疾首啊 自己老娘什么时候 也变得这么腐黑了 难道是因为耳朵 再一看耳朵 这丫头正两眼方光地 看着老娘 显得十分的崇拜 第138集 跟我告别之前 一个头发被扯了几里 一个丝袜破了几个大洞 在我离开之后 看他们走进停车场的样子 估计还得打一场 现在八尘都在医院里了吧 老娘深吸一口气 一脸的行为 张小马那个无奈呀 尽管并不是为两个 彪悍的女人担心 但发自内心地觉得 老娘这么做 是有点不厚道 哎呀 我说妈 人家两个 一个陪你逛街 一个给你做一桌子菜 你就这么报答人家呀 这两个丫头啊 我都喜欢 但他们喜欢你就不行 因为我更喜欢礼堂 所以只能安排 他们认识对方了 然后自相残杀 最后两败俱伤 一个也不能得逞 说这些话的时候 老娘仍然是笑容灿烂 张小马无语了 只能是叹了口气 哎呀 妈 您这些手段 我怎么看 怎么像攻斗剧啊 话说这一神本身 你是什么时候练出来的 难道当年 对付过喜欢我爸的人 灭了几个小妖精 用你管啊 老娘瞪了一眼张小马 然后一脸慈祥的挥手 早点回去吧 啊 我走了 张小马无奈 和耳朵一起不舍的挥手 很快 老娘就转过身 往后车室走去 看着那慈祥 与腹黑并存的背影 张小马垂头丧气 自己身边的女人 难道就不能有一个 正常一点了吗 告别了老娘 张小马回到家后 直接躺在了沙发上 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尽管现在 他也不知道 老娘是否从礼堂 不住在这里 联想到了什么 但是直接离开 也没有闹出太大的风波 说明他和礼堂的事情 可以继续隐瞒下去 而紧张了好几天之后 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 至于舒婷和柳絮那边 看耳朵刚回家 就马不停蹄地 去舒婷家串门的兴奋劲 明显是想继承老娘 临走时的腹黑手段 可见接下来 那两个女人之间 恐怕还会因为耳朵的挑拨离间 开始新一轮的厮杀 但是这显然与张小马无关 此刻的他 躺在安静下来的客厅 十分享受这难得的情景 以至于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 睡着了过去 一直到不知多长时间以后 开门声响起 才终于被惊醒 出乎预料的是 礼堂来了 更让张小马目瞪口袋的是 这婆娘的秘书和司机 也跟着他一起进来 一个人提着一个大箱子 看架势 明显是帮李堂再搬家 这又怎么能让张小马不激动呢 但是有外人在场 他又不能表现得太没出息 所以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坐在沙发上 口眼歪斜地抖着腿 就这么看着李堂 指挥秘书和司机 将两个大箱子搬进卧室里 然后告辞离开 还朝王秘书招了招手告别 一直到房间里头 只剩下两个人之后 张小马这才一头竖起来 几眉弄眼的朝李堂问道 哎 怎么着 想通了吧 嘿嘿 到底还是你男人好啊 以后就打算跟我一起凑合过日子了 别误会啊 李堂仍旧是那一身 风衣搭配黑丝 还有高跟鞋 没有拿包 正将手机放在餐桌上 对张小马说道 这次你妈过来已经露馅了 我估计 爷爷最近又会搞突然袭击 所以特意过来布置布置 张小马疑惑 啊 布置 布置成你平时在这生活的样子啊 希望务室里得有我的衣服 还有化妆品什么的 卫生间里得有我的洗漱工具啊 说着这些话 李堂脱掉了风衣 露出了里面胸部高耸的灰色长袖贴身内衣 然后转过身朝张小马说 东西虽然不多 到一会儿还有事 你得帮帮我 张小马听到前一句话 就已经是脸一黑 后边那句话说完 就立刻躺回沙发 装死一样的转过身 用屁股对着李堂说 哎 欺骗一个七老八十的慈祥的老爷爷 这种事太缺德了 正义的我 绝不与你为伍 听到这话 李堂淡定的脱下高跟鞋 换了拖鞋走过来 然后抱着膀子 居高临下的看着张小马的后背 说道 你别忘记了 咱们结婚的目的 就是骗我爷爷 所以你从始至终 都是共犯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张小马扭扭屁股 继续装死 你自己弄啊 我得睡会儿 李堂忽然抬脚 朝着张小马的屁股上 就是一下 虽然不怎么疼 但是张小马感觉很屈辱 直接竖起来就要大骂 但李堂这个时候 正朝他晃着手机 相册里面 是他刚出浴室的时候 一脸惊恐的裸体 看到这熟悉的照片 张小马先是一愣 然后咆哮 高杨那个挨牵刀的 还真把照片发给你 果然是物以类聚啊 两个臭不要脸的老娘们 拿着男人的裸照 传来传去 不害臊吗 李堂一脸的无所谓 笑眯眯的 换了换手机 然后问道 那你到底帮不帮忙呢 张小马勃然大怒 十分钟后 卧室里 李堂靠在门框上 贴身的白色内衣 卷起了袖子 双手抱在胸前 正在打着手机 从语气上看 明显是工作方面的事情 即使眼下这副家居打扮 发号施令起来 倒也是具有位移的 老子迟早有一天 把你给上了 让你哼哼 让你哭 哼 跪在地上 整理行李的张小马 回头一看 愤愤然地说出了 这么一句话 然后回过头 继续倍感屈辱地 从行李箱中 拿出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忽然之间 几件真丝睡衣出现了 张小马顿时 两眼放光 一脸兴奋地欣赏把玩 发现和上一次 在李堂衣帽间里 看到的不一样 想来应该是 新买的款式 不过从味道上分辨 似乎已经穿过了 你招死啊 李堂出现在了 张小马的背后 依然拿着手机 而另外一只手 直接伸过来 抢走了张小马 正在闻的一件 真丝睡衣 并狠狠地瞪去一眼 可是学得破习惯啊 真是个变态 我就变态了 怎么着 张小马硬着脖子 一副不怕天打雷劈的样子 平时一个人在家 穿那么性感 不给我看也就罢了 还不准我闻闻 老子手活寡多可怜啊 变态呢也是你害的 听到这话 李堂张了张嘴 的确没办法反驳呀 于是把剩下的一些睡衣 拿了出来 接着走到衣柜前 一边忙碌一边说 以后我的衣服 单独放在一个衣柜里 敢乱碰的话 我让你全公司 都洗上你的照片 张小马凶狠地 瞪了这婆娘一眼 却也不敢继续说什么 扭过头 嘀嘀咕咕地 继续帮忙整理 却又紧接着 发现了一叠胸罩 眼睛顿时又亮了起来 然后故意摆好位置 让李堂看不见 以后不管是你妈 还是我家这边的人来了 你就像这次一样 先说我怎么忙工作 然后给我打电话 这样就能防止万无一失 面朝着衣柜的李堂 继续整理 一边背对着张小马说 此时的张小马 像是寻宝一样 欣赏着李堂 各种款式的胸罩 并在脑海里面 想象出这婆娘 穿着这些胸罩时候的样子 完全沉溺其中 不可自拔 只是水口问了一句 哎呀 万无一失倒没错 不过你打算以后 一直这么下去啊 在我和你的契约 有效的时间内 只要我们 还保持这种关系 当然 可以继续下去啊 李堂说完这些 转过身来 伸出手 朝张小马说 把那几件外套也拿过来 张小马赶紧盖住那些胸罩 随手递了几件外套过去 然后继续随口问道 但我们之间的契约 毕竟不是无期限的 如果哪一天呢 咱们的关系维持不下去了 你打算怎么办啊 跟大家摊牌啊 听到这话 李堂的动作忽然一停 正欣赏一叠黑色丝袜的张小马 以为被发现了 低眉顺眼的转过头 看到了皱着眉头 正转身的李堂 其实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一直在思考 出乎意料 李堂一脸的认真 看着张小马说 我怕我永远没有勇气 跟爷爷摊牌 更不可能要求你浪费青春 就这样给我耗一辈子 张小马听到这话一愣 所以我已经决定了 咱们的契约 可以发生一些变化 李堂仍然看着张小马 表情破天荒的有些忐忑 但仍然足够真诚的说 假如有一天厌倦了 你可以跟我提出离婚 这句话让张小马十分的意外 也知道李堂是发自内心的 但仔细一想 这个改变对他其实没有多大的好处 所以他反应迅速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提出离婚 那你呢 李堂听到这话稍微犹豫了一下 然后肯定地说 你随时可以提出离婚 而我要在两年之后 仍然无法跟我爷爷摊牌 就自动放弃 提出离婚的权利 以后的主动权 就全交给你了 啊 真的 李堂点了点头 张小马乐开花了 也就是说 我要是不愿意跟你过了 随时可以跟你提离婚 而你虽然在两年之内 也有和我离婚的权利 但两年一过 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要求离婚 而且一定会履行 做妻子的责任让我上 你脑子里边跟我结婚 就只剩下上午这件事了吗 李堂勃然大怒 张小马将手一摊 那不然呢 你又没有贪污巨款给我挥货 所能带给我的好处 也只有你的肉体了 李堂听到这话 狠狠地瞪了张小马一眼 然后转过身继续成立 张小马黑黑一笑 也重新转过身 默契地帮李堂递过去 一叠叠衣服 要知道他刚才的问题 李堂并没有否认 而没有否认的意思 那当然也就是默认 这无疑是一个信号 说明李堂已经没有其他办法 两年之后 只能是选择任命 接受这一段真正的婚姻 那么到时候 自己岂不是想一天上他几次 就上他几次啊 想让他穿什么性感内衣 就让他穿什么性感内衣啊 看着行李箱中 新发现的一叠丝袜 张小马忍不住地黑黑黑笑起来 你个变态 哎呀 第139集 抱着李堂的衣服睡了一晚 张小马第二天起床精神抖擞 哼射小犬开着车来到了公司 还破天荒的和前台正在化妆的娜娜 打了个招呼 夸奖人家姑娘今天打扮 怎么看怎么美 让娜娜笑得花枝招展 不过这头刚刚聊完 才到办公室门口 就看到似乎同样等待夸奖的柳婿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这个丫头 烫了个绿色大波浪长发 白色衬衣解开了第三颗扣子 隐约露出黑色的蕾丝边 下半身更是夸张的包臀短裙 和肉色的丝袜 再加上高跟鞋 和手上抱着的文件夹 标准的风骚小秘书的打扮 比娜娜还要性感的站在那里 向张小马展示着自己 就算知道这丫头 平时想着办法的勾搭自己 而且从来不在乎旁儿的评价 张小马也没有料到 她会在公司里面打扮成这样 现在别说是什么夸奖了 好半天都说不出来一句话 就这么目瞪口袋的看着 但柳絮想要的夸奖 已经从张小马此刻的反应中 得到了满足 所以有些得意的扬了扬下巴 然后笑嘻嘻的对张小马说 小马哥 您今天中午呢 有两个会议 我已经做好了备注 啊 张小马有点发愣 柳絮却已经拿出了文件夹翻开 一边展示给张小马看 一边说 早上董事会来了电话 让您十点半参加一个会议 另外设计部门最近的工作 也需要一个总结 时间是下午三点钟 张小马摸不着头脑 柳絮已经合上了文件夹 打开办公室的门首先走了进去 然后站在张小马的旁边位置 笑着说 早餐呢 我也为小马哥准备好了 小马哥 先坐下来吃 然后再工作吧 张小马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忙说 哎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 不用你给我买早餐吗 柳絮仍然保持着迷人的笑容 主动的走过来 帮张小马脱下外套 挂在了衣帽架上 然后把张小马按到了位置上 说道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是说好了 是贴身秘书吗 嘿嘿 千万别啊 张小马哭丧着脸 你非要当我秘书啊 就当一般秘书就行了啊 别贴身 嘿 小马哥 你开黄枪呢 真讨厌 柳絮做出一副被老板调戏的 欲惧还迎的样子 被紧紧裹住的屁股坐在了办公桌上 一只大腿抵着张小马 上面也没闲着的拿起咖啡 温柔的递向张小马的嘴边 张小马那叫一个坐如针毡呢 根本就不敢看那条抵着自己的白花花的大腿 手忙脚乱的接过柳絮准备要亲自喂给他的咖啡 然后转过头眼珠乱转的思考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妖精啊 小马哥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学习了好多天 怎么做好秘书 所以秘书该做的 我都能做得很好 至于小马哥有点紧张的问题 其实 慢慢就习惯了 柳絮说着 双手撑在办公桌上 翘起了腿 这姿势让张小马偷偷飘一眼都受不了啊 心说这丫头到底是学了怎么当一个合格的秘书 还是学了怎么当一个勾引老板的小秘呀 现在这画面要是被人看到 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时候 电话响起 张小马看到救命稻草一样 赶紧伸手去抓电话 结果柳絮抢先一步 迅速拿起 然后笑眯眯的对张小马说 以后呢 所有的电话 不管是私人的 还是工作上的 只要打进这个办公室 都得经过我这条线 因为小马哥也是很忙的 张小马哭了 而说完这话的柳絮 得胜一样的拿起电话接听 继续用风骚媚鼓的声音问了一句 喂 请问找谁啊 电话里说了一些什么 以及是谁打来的 张小马已经不关心了 因为柳絮故意这么表现 故意这么说话 就是让这个办公室以外的人知道 他张小马 正在和自己的秘书 不分场合的暧昧 平常经常有工作来往的 其他部门主管会很快知道 公司以外 询问进度的合作方 会很快知道 搞不好连礼堂 也会迟早知道 那到时候可就麻烦大了 所以这个小狐狸精啊 现在必须铲除掉 小马哥 柳絮拿着电话 看着张小马 风骚媚鼓的表情已经不在了 人也迅速地站了起来 认真地说 出事了 贺总在参加董事会的路上 突发脑衣血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正胡思乱想的张小马 听到这话吃惊地转过头来 看到柳絮的表情 不是在开玩笑 立即放下咖啡 往门外走去 一边穿起外套 一边问 啊 在哪家医院 彻底认真起来的柳絮 一边告诉张小马地点 一边迅速地跟上来 把电话里的内容 都说给了张小马 即将离开公司时 人事部的Rose 也得到了消息 于是几个人 开了两辆车 直奔医院 急救室门口 张小马看到了贺总的司机 以及一个强坐镇定的 中年美妇 要想应该是贺总的妻子 而Rose姐 急忙上前 询问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贺总的妻子 拥有公司7%的股份 之前和小马哥 有过恩怨的江组长 就是他的弟弟 不过 因为后来的事情 让江阿姨很失望 对于小马哥的行为 也就没有出现任何不满 因为他和贺总 都是白手起家的 拥有非凡的智慧 知道什么事情 是公司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贺总气重的人 江阿姨也不会疏远 小马哥应该过去打个招呼啊 走过去的途中 仍然抱着文件夹的柳旭 语速飞快的小声介绍 这让张小马感觉有点意外 并没有想到 这丫头居然真的可以这么专业 忍不住的诧异的看了柳旭一眼 不过 现在毕竟不是问这些的时候 所以他很快走过去 向贺总的妻子 也就是江夫人了解情况 短暂的交流 让张小马知道了 贺总这一次突发脑溢血的严重性 人都还在奇救室里面抢救呢 但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江夫人的镇定的可怕呀 即便面对自己丈夫生死不明的时候 也没有乱了阵脚 不仅把前前后后的情况说了一个遍 而且还反映过来 安慰张小马和肉丝姐 而在三个人说这话的这段时间内 陆陆续续的又有一些人感到 其中包括了一名来自工程部的主管 其余的都是跟在贺总身边的董事会成员 每一个人都表情紧张之外 看到江夫人都是尊敬的打招呼 没多久 急救式的门打开了 主治医师走了出来 向大家说明了情况 原来贺总的手术虽然成功了 但接下来的治疗 因为瘀血没有划散而无法进行 所以现在为止仍然是昏迷状态 医院接下来会根据病情的发展 做其他的安排 目前只能是保守治疗 听到这番话 江夫人的身体晃了一晃 但是终究没有露出慌张的表情 在征得同意之后去病房探视 张小马也想看看贺总到底怎么样了 但是柳旭却忽然一把把她拉住 小马哥 我知道你现在很想看到贺总 但如果是为了他好 你现在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柳旭看着张小马认真地说 这让张小马一愣 然后不解 什么重要的事 贺总可能持续昏迷下去的消息 如果抄回董事会的话 小马哥觉得那些董事会会怎么想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会用贺总无法领导公司来做出什么事呢 柳旭说着目光若有若无地 看向急诊室外面的过道上 好几个正在偷偷打电话的股东 张小马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二话不说转身 静止离开医院 直奔心汉公司 按照医生所说的 贺总接下来的身体状况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 贺总脑内的瘀血 无法得到清除 病情持续恶化 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而第二种情况 是通过其他可行的方式化瘀 使得手术能够有机会进行 但是这种方式意味着 需要很多的时间 至于第三种 也就是大家所期望的 那就是医院方面 顺利地清除掉了医血 并成功完成了 接下来的手术 使贺总能够苏醒过来 但是这三种情况之中 最后一种的可能性最小 而且前两种可能性 比较大的情况 都意味着贺总短时间内 无法离开医院 当然也不可能回到岗位 管理董事会 以及公司的日常运作 要知道 即便是贺总 仍然在公司的时候 董事会内部的各方势力间的斗争 也没有停止过 更别说现在贺总出了事了 以马董为主的敌对势力 当然不可能放过这天赐的机会 来打压贺总 正如柳旭所说的那样 张小马现在就不应该留在医院 而是返回公司 说起来 他进入董事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董事会的游戏规则 也算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十分清楚的知道 贺总短时间 无法领导董事会和公司事务 将意味着公司内部 以及董事会的内部 很可能暂时停止 其董事长的职务 尽管这种事情很大 需要很复杂的程序 甚至即便是董事会 也只能拥有进行表决 将罢免提案启动的权利 而真正能决定董事长 新老交替的 还需要全体的股东 进行股东大会的投票 但是即便是董事会表决 决定启动罢免提案 对贺总的微信 也有着巨大的打击 而以马董为首的一批董事 暗中勾结 要是真的说服了大多数的股东 那最后通过投票 决定新的董事长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张小马很确定 贺总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大可能有生命危险 所以要不了多久 贺总就能将回到公司 而董事会里其他的人 也都清楚这一点 但是马董那方面 如果铁了心 要利用这件事情来搞小动作 那一旦贺总的董事长职务 被暂时的取代 公司的人事调动 甚至是董事会的安排 都将会被取而代之 这样一来 就算贺总重新回到董事会 到时候恐怕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张小马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的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呢 所以从医院离开之后 他参加了推迟一些进行的董事会 幸运的是 马董那边即便再无耻 也没敢在贺总刚刚倒下 就立即提出罢免董事长职位的事情 只是在董事会上正式宣布了贺总入院 但是张小马分明能从一位位董事的脸上 看出了风雨欲来的迹象 于是董事会结束之后 他立即找到了终于马董的那几位董事 一方面确定他们会一如既往的支持马董 另外一方面 也需要和这些有经验的前辈请教 面对这种情况 自己能够做什么 欢迎大家收听 有声小说 美女老婆爱上我 作者 北爷爷 蒋波 曹四爷 石榴 第140集 但可悲的是啊 这些前辈告诉他 目前只能等待 最为关键的一个星期过去了 张小马度日如年的等待 终于有了结果 一方面 贺总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医院方面已经采取了新的措施 也就是之前所说的第二种情况 而另外一方面 马董那边一位董事 终于提出了要选举新董事的提案 尽管那几位终于贺总的董事 当场拍桌子大骂 但是基于公司 但是基于公司日常运作的考虑 董事会仍然决定举行表决 决定是否启动罢免董事长的提案 几个小时的交集等待之后 董事会的表决正式开始 出乎预料的是 贺总的妻子来了 这位看上去十分坚定冷静的少妇 只是作为常务董事 来参加这一次表决 进来之后 几乎所有的董事都站起身 面面相许 不知道这位夫人要干什么 但是贺总的妻子却面无表情 什么话也没有说 于是 在诡异的气氛当中 表决开始了 包括那几位忠于贺总的董事 张小马 当然还有始终没有说话的江夫人 都投了驳回提案的反对票 而包括马董 以及一干的心腹在内的几位董事 也毫无悬念的投了反对票 另外 还有三位董事 自从江夫人出现开始 表情一直都在挣扎 并且目光不时在江夫人 与马董之间来回有利 显得犹豫不决 而这三个人 最终投了弃权票 如此 结果就出来了 赞成提案启动的人数 比反对提案的人数 仅仅多了一人 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对此 张小马叹了一口气 不禁看了江夫人一眼 显然 这个坚强的女人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镇住场面 而她也的确起到了作用 即便没有说话 也成功的让那三位董事 至少没有支持马董 只可惜啊 她的震慑力 也仅仅如此而已 那么 接下来的董事会 将通知公司股东 关于罢免方案的表决大会 将在三天后举行 那位姓钱的董事 此时站起来宣布 脸上露出了 无法掩饰的微笑 张小马早已经记住了这个人 因为这个家伙是马董的心腹 是董事会中唯一的职工代表 也就是职工选票 没有公司的股份 却能代表职工 参与董事会的代表 同时 她也是提出罢免方案的人 而此时 这个前董事的主子马董 已经走到了江夫人的面前 表情惭愧的 说了一些安慰 和身不由己的废话 江夫人当然不会当真 而马董也没有想到江夫人当真 只是走了走过场 之后便看了一眼张小马 带着那几位同样安慰了 江夫人一番的董事 离开了这里 就这样 表决大会结束了 那几位忠于贺董的董事 也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 叹了一口气 走出了会议室 最后 只剩下张小马一人 还看着江夫人 此时 江夫人走到落地窗边 看着附近的高楼不发一语 张小马十分清楚 现在贺总 需要江夫人的陪伴和照顾 出了这种事情 江夫人同样希望 能陪伴在贺总的身边 之所以来到这里 纯粹是无奈之举 而在董事会上 没能力挽狂澜 心情肯定是更受打击吧 想到这里 她叹了口气 起身走了过去 此时的江夫人 给了她一个虽然风韵游存 但的确已经不在年轻的背影 看上去如同进门时 一样的坚强 但是丈夫情况不明 公司很可能易主 不得不挑起 事业和家庭重担的她 再坚强 也毕竟是一个柔弱的女人 江夫人 心里有些触动的张小马 轻轻地喊了一句 江夫人明显不知道 会议室里还有其他的人 但转身之前 她已经调整好了表情 所以张小马下一刻看到的 仍然是医院急救室外 那个镇定而又坚强 甚至还带着一些笑容的面孔 是小马呀 你怎么还没走 张小马看着江夫人 皱了皱眉头 我是贺总一手提拔起来的 眼下这种情况啊 我不能置之不理 所以有些情况 我需要向江夫人请教 江夫人并不意外地点了点头 你想知道什么 罢免贺总董事长职务的提案 三天后就要进行 股东的表决大会 我想知道 根据江夫人的了解 贺总有多大的胜算呢 江夫人的笑容不见了 也并不掩饰自己的担心 叹了口气 然后说 哎呀 情况不太好 据我估计 那些股东们 会考虑到公司的利益 不可能容许董事会 长时间的群龙无首 也就是说 我们的胜算不大 张小马眉毛一挑 江夫人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 张小马上前一步 双手扶住江夫人的手臂 一字一顿地说 那既然这样 江夫人 您还是回医院吧 就待在贺总的身边 他更需要您 您更愿意待在他身边 至于公司这边 我会全力以赴 无论如何 也要阻止提案被通过 刚才因为张小马的动作 而身体一将的贺总妻子 听到张小马的话 又不禁一愣 阻止 你怎么阻止 游说 张小马目光坚定 我会找到那些股东 一个一个地说服 江夫人看着张小马 叹了口气 然后摇了摇头 但你要知道 除了董事会里的董事们 是股东之外 还有很多的大股东 都不参与董事会 你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 那我就去见 一个一个地见 直到说服大多数为止 张小马露出笑容 松开了江夫人 静止往外走去 最后留下了一句话 您快点回医院吧 公司这边交给我了 等我的好消息 江夫人看着她的背影 直到门被关上 好一会儿 才终于回过神来 很奇怪的发现 对她来说 完全是个矛头小子的张小马 有力的手和坚定的目光 居然给了她一种 完全可以信任的感觉 甚至在这一个瞬间 她真的有些相信 张小马能够力挽狂澜 但又站了一会儿之后 江夫人摇了摇头 最终没能把希望完全地放在张小马的身上 只是现在的她已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加上又实在担心医院那边 也就不得不返回医院 然后从长记忆了 离开会议室后 张小马在返回设计部的路上 就已经开始思考股东大会的事 而想要游说那些股东 最当务之急 无疑是要拿到新汉公司所有的股东名单 和详细的资料 不过这些东西也不知道跟谁去取 想到这些 她回到了办公室 结果刚一进门 柳旭就双手奉上了一叠厚厚的文件 这什么东西 张小马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柳旭还是能不样子 穿着包囤短裙坐在办公桌上 一条腿指向张小马笑着说 公司股东的资料啊 张小马怪异地看向柳旭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啊 谁让我是你的贴身秘书呢 柳旭笑嘻嘻地朝张小马凑近了一些 见张小马直接身体后痒 无趣地撇了撇嘴 说道 你去董事会之前 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尤其想到 以小马哥的性格 如果不会提案失败 肯定会将目标放在最终的股东大会上 所以就未雨绸缪地收集了这些资料了 听完这话 张小马不禁叹了一口气 也就是你 从小在这个圈子里面长大 才懂这些 一般的秘书啊 还真没有你这么机灵 以后要是工作态度端正一点啊 把注意力真正放在协助我工作上 那可就好了 小马哥 是我哪里不端正了 柳旭一脸的迷惑 故意打量了自己一下 然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挺起胸膛 让那两团龙脊更加的伟岸 然后问道 现在端正了一些了吗 张小马无语啊 懒得再多说了 开始低头翻看股东的资料 这个时候 柳旭倒也没有再继续打扰他 真正做到了一个秘书该有的样子 轻手轻脚地端来咖啡 替张小马接一些内部的电话 并且在备忘录上做好标记 和他的老板张小马 难得安静地和谐共处 哎呀 这些股东有多少人 是我可以见的呀 过了一会儿 张小马忽然问道 柳旭想了想 回答说 有两位在国外 三位不在本地 包括董事会的成员在内 能见面的 应该有二十多个人 张小马听完摇了摇头 哎 董事会里能争取的都争取了 我的目标啊 主要是董事之外的大股东 小马哥 你是打算去游说那些股东 柳旭有些意外地问道 他原以为张小马只是做了一个了解而已 不过回过神来之后 他很快翻看了自己手头的资料 然后朝张小马说 就在本地又没有参加董事会的大股东 总共有八位 说完了这些 他紧接着在张小马手上的这份名单资料上标出了五个名字 张小马一边沉思一边用手逐个敲击这些名字 然后点了点头说 嗯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他们了 那你打算先从哪一个开始啊 就先从容易争取的开始吧 张小马叹了口气 哎呀 只有三天的时间 这些人日理万机 能见到的几个都不一定啊 最好啊 是把不容易争取的和不容易见到的拍在后面 三天时间内争取多少是多少啊 柳旭露出了了然的表情 然后忽然眼珠一转 用一种奇怪的笑容看着张小马 然后说 那你应该最先去见这一位 第141集 张小马低头一看 柳旭指向一个名字 叫做柳少青 让他忽然感觉有些耳熟 柳旭咬着嘴唇 一脸的调皮 张小马皱着眉头 苦思冥想 觉得更加耳熟了 柳旭欣赏着他的表情 十分享受地歪着头 继续调皮的表情 提醒说 郊外马场 大肚子的中年人 你们俩说过话 还一起看着我 从马上摔下来 张小马恍然大悟 一拍脑门 然后指着柳旭说 哎呀 是你爸 柳旭笑容更加灿烂了几分 甚至抱起了双臂在胸前 微微仰起下巴 说道 我爹地有公司的股份 而且和贺总是要好的朋友 除了现在的事 当然不会落井下石 张小马连连点头 嗯 那好 你打个电话去吧 打个电话 你以为我爹地 是你的手下职员啊 柳旭有些不满 也有一些恶作剧的表情 看着张小马说 怎么着也得见个面嘛 才显得有诚意吧 张小马表情怪异 啊 这个就不必了吧 怎么就不必了 柳旭哼了一声 哼 我爹地人脉广 咱们公司很多股东 他都认识 你过去 得到我爹地肯定的答复 还是其次的 主要是通过我爹地 争取其他的股东啊 这也不必吗 张小马心里一动 表情犹豫起来 柳旭看着他 忽然间似笑非笑 怎么的 小马哥 似乎有点害怕 见到我爹地啊 胡说八道 张小马一脸的严肃 你爹是个很和气的人 没有一点价子 我怎么可能会怕他呢 别吃东大西啊 我可没说我爹地 面目可憎 我是说你心虚啊 张小马大手一挥 哎呀 一派胡言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不知道呢 柳旭一脸的沉思 没准 是你对人家女儿 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啊 张小马嘴一张 然后黑着脸 对柳旭问道 你可别跟我说啊 你爹以为我在勾言你啊 不然呢 我难道告诉我爹地 说我喜欢上了有夫之夫 哭着喊着往上扑 结果 有夫之夫还看不上我 柳旭摇了摇头 那样的话 岂不是让我显得太不进去了 你压根就没矜持过 张小马咆哮道 然后仔细一想 这个柳伯父还真是非见不可 于是硬着头皮朝柳旭说 哎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啊 只要能得到你爸肯定的答复 挨揍我也认了 柳旭听到这话 忽然一脸的失落 要是小马哥 去跟我爸提亲的时候 也能有这样的觉悟和魄力就好了 少废话 提什么亲提亲 到时候 见你罢了 千万别这么胡说啊 不然我真可能被揍 张小马叮嘱了一句 但是仍然忍不住的垂头丧气 朝柳旭说 哎 那你打个电话 约个时间吧 最好是今天 当然了 我的面子 爹地还是要给的 柳旭眉开眼笑的 拿出手机联系 张小马更加无力的说了一句 哎 你能别那么高兴吗 你管不着 柳旭笑容满面 哼着歌 走出了办公室 然后开始对着电话撒娇 很快 这丫头就跟柳伯父约好 两个小时之后 见面 明珠大厦 电梯里 西装革履的张小马低下头 看了看左手提着的脑白筋 右手抱着的西洋身 又看了看同城电梯的几位黑丝女职员 发现他们都捂着嘴偷笑 倒是旁边的柳旭一脸的若无其事 哎呀 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张小马觉得有点丢人 柳旭一脸理所当然的回答 当然 初次见面应该有所表示啊 哎呀 这这可是写字楼啊 哪有谈声音的时候还给人带几盒脑白筋的 张小马压低声音 几位黑丝女职员却还是听到了不约而同的扑持一声乐了 倒是柳旭不嫌丢人 一脸含情默默的看着张小马说道 如果小马哥觉得不合时宜 那我们就改一改初次见面的地点 就不要在公司里了 换成去我家拜访呗 我也好展示一下厨艺啊 张小马大手一挥 哎呀 不必了啊 还是在这里谈吧 柳旭满意一笑 心情不错的 看着电梯指示灯跳跃 张小马看了这丫头 忍不住的问道 哎呀 你还是把这次见面啊 想象成提亲对吧 没有啊 怎么会呢 柳旭一脸的真诚 但是张小马还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这丫头似乎计划了什么 接下来恐怕还有动作呀 这时候电梯门打开了 张小马前脚刚踏出去 谁料柳旭忽然走到他身边 十分自然地挽起他的手臂 然后和前台的女职员 和路过的几个男职员挥手打招呼 招来了一片恶然的表情 倒也不怪这些职员反应太大呀 实在是张小马此时西装革履 提着保养品的形象 以及柳旭和他之间亲密的动作 实在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幸福的大小姐 带着新姑爷上门来见老丈人了 可怜张小马左右手都拿着东西 就根本阻止不了柳旭 更别说这里的人八成都认识柳旭 就这么拒绝亲密的动作 会让人家女孩子很没面子 于是只能是被这么挽着 表情极不自然 于是职员们更加确定 而且这个姑爷第一次来见老丈人 似乎有点紧张呢 就这样 张小马和不停挥手之意的柳旭一起 一路收获无数恶然与祝福的表情 来到柳伯夫的办公室门外 直到这个时候 柳旭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张小马 后退一步 报纸文件夹 果然不敢在他老爹面前胡来呀 张小马松了一口气 然后打起精神 由秘书带进了办公室 柳伯夫刚刚挂完电话 抬起头来看到张小马和柳旭进来 笑着站起来 示意张小马坐下 没有想象中的大声质问 也没有招呼保镖打人 这样的态度 让张小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下了 你怎么不坐 柳伯夫有点奇怪的 看着站在张小马身边的柳旭 柳旭抱着文件夹 微笑着回答说 我现在是张董的秘书 他没说让我坐 那我就不能坐呀 张小马吓得直接蹦起来 赶紧拉过凳子 弯着腰对柳旭说 您赶紧坐啊 谢谢啊 柳旭继续微笑着坐下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柳伯夫 多少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 显然知道 这两人之间过家家一样的关系 但却没有提出来 而是看着坐下的张小马问道 哎 贺总的身体情况怎么样了 张小马摇了摇头 目前还没办法动手术呢 柳伯夫点了点头 哦 厨师第二天我就去探望过 要不是亲眼看到啊 哎呀 我怎么也不可能相信 平时身体比谁都好的贺总 会突然之间倒下 而且正值壮年 却得了这么个老人家才有的毛病 所以说爹地 你也要注意了 别以为自己还年轻 以后工作方面 尽量交给手下的人去应床 自己在生活上也得时刻小心 最好 尽快把烟给戒了 柳伯愁准准机会 突然插了一句 正伸手准备拿烟的柳伯夫 一脸的好奇 朝柳伯问道 呃 不是说了 你现在只是个秘书吗 柳伯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只能是瞪了一眼柳伯夫 柳伯夫显然 很享受女儿在自己面前吃憋 但也的确是没有再去碰那盒烟 转过头来 对张小马说 三天后的股东大会 我会投反对票 以前我和贺总的关系啊 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 张小马直到这个时候 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朝柳伯夫说 哎呀 那就太谢谢伯夫了 呵呵呵 应该的 柳伯夫露出笑容 接着说 而且啊 另外还有一位股东 和我关系不错 你来之前 我就已经打过电话了 他也同样给出了 会投反对票的承诺 你明天只要去见一面就好了 听到这话 张小马惊喜的 看了看柳旭 这丫头说的果然没错呀 赶紧朝柳伯夫说 哎呀 谢谢伯夫 您一句话的事 却帮了我大忙了 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 到时候 我好好表示感谢 好啊 柳旭站起来抢先答应 没开眼笑的 朝柳伯夫说 那到时候 就不能在这里表示了 得去爹爹的家里啊 我也一起回去 爹爹 可以带上沈阿姨啊 我们一起坐下来 吃顿饭啊 柳伯夫听到这话 瞪大眼睛 指着柳旭说 哎 那你可不能 哄骗爹爹啊 当然了 张小马张了张嘴 完全被这妇女俩 一唱一和的给搞懵了 她原本的意思只是 说找个酒店 请柳伯夫吃顿饭 可从来没有想过 去人家家里啊 而且还有什么沈阿姨 这简直是成了 家庭聚会啊 啊 我的意思是 哎 就这么定了啊 柳伯夫的心情大好的打断 直接站起身 扶住张小马的肩膀 微微用力拍了拍说 柳旭这个丫头啊 生气那个沈阿姨 已经一年没回过家了 哎呀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张小马张了张嘴 这还怎么解释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爹爹 你继续工作吧 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呢 柳旭似乎害怕 张小马要解释 迅速地把张小马拽了起来 一边说着这些 一边往外走 就差要用手 捂住张小马的嘴了 而柳伯夫也很配合地 朝两个人招了招手 说了一句 到时候记得打电话啊 就这样 张小马被声拉硬拽地 扯出了办公室 看着门关起来 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的 果然被柳旭给阴了呀 而且柳伯夫也知道 他要被阴 更知道他的意思 不是登门拜访那么正式 不过那个老家伙 只想着柳旭能回家一趟 哪管得着 他想怎么表示感谢呀 所以柳旭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 柳伯夫也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 两个人皆大欢喜 只有张小马 成了交换的筹码 果然 吃人家嘴短 拿人家手短呢 没什么好说的了 张小马 只能是长叹一口气 哭丧着脸 带着柳旭离开 第142集 于是 一众的公司职员们 相互切切私语 小道消息 和公司论坛上的消息齐飞 说最新的消息 是姑爷似乎碰了一鼻子灰 还抢不走大小姐 而且两个人现在的样子 也不像是要私奔而去 喂 不就是过去吃顿饭吗 小马哥 你不用这么无精打采吧 电梯里 柳旭心情美丽 张小马翻了个白眼 说道 哎呀 你够了啊 我今天从头到尾 一直都在被你坑 哪有啊 柳旭一脸的害羞 只是买了脑白金的事 和登门拜访的事 坑令下而已嘛 这还不够吗 至少小马哥 已经争取到了一个 大股东的反对票啊 而且 另外一位大股东 也被拉拢过来了 这也就是说 八个人里面 已经完成了两个人 这不是好事吗 柳旭忽然话风一转 说起了这些 不过这的确让张小马 一扫颓废 点了点头问道 嗯 哎 明天除了那位股东 还能见到几个呀 听到这句话 柳旭迅速地恢复状态 翻看手里的文件夹 答约 已经约好了另外两位啊 张小马问过了名字 点了点头 很确定 这一位不存在任何交情 或者是关系 见面之后 就将凭着自己的真本事 去说服 真正的硬仗 从明天才算开始 到时候 恐怕要真的是恶战一番了 第二天 景荣酒店 大堂里 张小马独自一人 等待与一位 名叫赵广志的股东见面 两个小时以前 柳伯父的那位好友 已经同意股东大会上 投反对票 因为柳伯父的面子 也没有要求任何的好处 但是现在这位 完全通过正式渠道 联系见面 不存在任何的人情关系 是否同意股东大会上 投反对票 还需要进行谈判 做好了让对方 提出要求的准备 当然在所难免 这个时候 一个海派打扮的中年人 带着一男一女 两位助理走了过来 张小马立即知道 这就是自己要见的人 所以急忙站起来 伸出手自我介绍 您好 我是张小马 哦 您好 那位中年人笑着 和张小马握手 然后和两位助理 坐在对面 仔细一看 这位帅大叔 无论是发型 还是衬衣西装 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而且看上去 平时有健身的习惯 身材挺拔 十分精神 完全就是那些 有大叔倾向的 少女心中 完美的男神 你们公司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不清楚 贺总的身体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赵广志说着这些话 低头掏出了两根雪茄 自己点起了一根 然后另外一根 递给了张小马 张小马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对赵广志回答说 贺总虽然还在昏迷当中 但是医院方面呢 已经采取了其他的治疗手段 只要清除颅内的瘀血 那就能进行手术了 相信呢 很快就能清醒过来 那什么时候可以回岗位呢 赵先生问道 张小马早就有准备了 笑着回答说 作为属下呀 我只能希望贺总 尽快地恢复健康 但是我也知道 贺总重新回到岗位 那不是一两天的事 所以呢 贺总以后的日常工作 早就已经有了具体的安排 你是想告诉我 即使贺总短时间内 无法重新回到岗位 公司上下也有能力保持运转 赵总摇了摇头 很抱歉 站在我的立场 我更相信 一位真正的领导者 才能掌控住全局啊 所以赵总更倾向于 选拔一位新的董事 张小马心里一沉 赵总点了点头 系上腹部的一颗西装扣子 有了离开的意思 对张小马说 我向来欣赏贺总的工作能力 但这件事情上 要考虑公司和我的利益 所以我的意见 的确是投赞成票 我相信赵总的判断 张小马皱了皱眉头 但是赵总是否考虑过 董事会内部存在一些分歧 万一要是罢免了贺总 接下来董事会和公司内部 难免要因此展开新的斗争啊 我知道贺总在的时候 董事会虽然有分歧 但都在掌控之中 赵总温和地笑了笑 但我也相信 贺总不是唯一能掌控住局面的人 既然纷争在所难免 那就大浪逃杀 见英雄吧 听完这话 张小马一冷 我是一个职业的投资人 很多公司我都有股份 星汉公司也只是我投资的 其中一个企业 所以很抱歉 我表现得像个旁观者 因为我的职业 确实利益之上的 赵总这时候站了起来 总的来说 这位赵总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至少没有满足别人的要求的时候 会表达歉意 而且这个人拒绝投反对票的理由 也是基于公司的运作考虑 理由十分的光明正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 张小马准备和对方讨价还价的说辞 才没有了用物之地 毕竟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过 通过承诺在董事会或者是公司捞什么好处 谈判又怎么可能进行的下去呢 想着这些 张小马多少有些失望的走出酒店 今天他没有带柳旭 因为还有其他的股东 需要那丫头去积极的联系见面 而今天除了早上已经搞定那位股东 和这位态度坚决的赵总 接下来已经没有了和其他股东见面的预约 所以离开酒店之后 张小马就提前回到了家中 但是这一路上 他都还在思考着说服赵总的事情 一直坐到了沙发上 他想起了什么 那位赵总自称职业投资人 在很多企业都有股份 而且一切的决策 都要排除个人的感情 以利益之上 那么生意网络如此复杂的一个人 难道真的就没有需求别人的时候吗 或许这位赵总 在新汉公司之内 没有想要的什么好处 但是新汉公司之外呢 想到这里 张小马立即拿出电脑 开始搜集赵总的资料 他没有动用黑客技术 只是基于一种情报学的逻辑 利用了几个自制的软件 在浩瀚的网络世界 搜集自己想要的信息 这种软件的特点 是只要被搜索者 有任何的直言片语出现在网络上 就逃不过筛选 于是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第一份资料就出来了 张小马很快就发现 这个赵总的确是生意做得很广 不仅是新汉的股东之一 甚至本是其他的20多家大大小小的公司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不停地对企业进行投资 按理来说 这种掌握大量资金 为其他公司注入资本的行为 只有别人求他的时候 似乎轮不到他来求着别人 但是通过第二份资料的解读 张小马发现 这个赵总维系着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甚至投资得到的收益 有相当部分都花在这一方面 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掌握更多的信息 通过各种的关系 真实地了解一家企业的价值和潜力 然后先与别人一步投资 以达到投资就有收益的结果 简单来说 赵总的确是一位海归 在美国一家名校就读 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 而归国后的二十年 他结交了本地各方人士 看上去既是外来的强龙 也有地头蛇的架势 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企业 却能在商场如鱼得水 热衷于结交别人 而别人也愿意与他结交 看到这里张小马就有些明白了 怪不得他询问赵总 自己要做什么才能改变主意的时候 赵总根本就没有回答 因为像这种人脉很广的人 往往存在身不由己的时候 估计怕的是 就是被他找到切入点 拉出了一个与两个人之间有联系的关键人物 而后通过这个关键人物 让赵总不得不给一个面子 但就在张小马企图分析赵总关系网 找到一个关键人物的时候 他又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 似乎赵总经营的庞大人际网络 不仅仅只是为了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先于别人一步去投资更高收益的企业 原来真的有一些企业 是他机关算计也想参与 但是却没能成功的投资 哎呀 果然还是存在有求别人的时候啊 关上电脑 张小马露出一丝笑容 之后他就立即穿上衣服 一天之内第二次拨打赵总的电话 傍晚依旧是景荣酒店 相比起之前的紧张与忐忑 现在的张小马表现得十分从容 就好像知道赵广志有耐心 和他坐下来一起吃顿饭一样 把见面的地点选择在了这里的餐厅 甚至还特意向服务员询问了这里的招牌菜 就这样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赵广志来了 依旧是那一身海派的打扮 即便是出去忙活了一圈 也整洁干净 甚至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乱 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带助理 独自一人走了过来 赵总 请坐啊 张小马站起身 为赵广志引坐 赵广志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依旧保持距离地坐在张小马的对面 在服务员上查的过程中 张小马轻佩地说 几个小时之前 赵总已经表明了态度 我却一天之内第二次要求见面 赵总不仅来了 而且既不质问缘由 也依然保持笑容 这样的涵养和风度 真是让人望尘莫及啊 赵广志笑了笑 然后说 既然你是一个人来的 应该不会出现我想象中 突然找关系来说服我的情况 而且我相信你不是那种 以为请我吃顿饭 就能说服我的自大狂 之所以第二次找我过来 恐怕是有重要的情况告诉我 本着职业的习惯 我想来听听你说什么 第143集 哦 原来如此 张小马将菜单递给赵广志 一边说道 相信赵总正是因为这种敏锐的判断 才能从繁杂的信息之中 找到有用的东西 最终完成一笔笔成功的投资 那么我得告诉赵总 这一次您的判断没错 赵广志 赵广志朝张小马推了推菜单 不知道是不是不想吃这顿饭 还是不想点菜 只是笑着朝张小马说 我的判断是不是正确 还要看你接下来要说什么 张小马知道 赵广志的话只说了一半 而另外一半 今天这顿饭有没有必要吃 也要看接下来说什么 于是他没有绕弯子 直接向赵广志说 我是黄金海岸景区的股东之一 赵广志听到这话 表情变得饶有兴趣起来 伸出手示意张小马继续说下去 这样的反应 当然在张小马意料之中 事实上一个小时之前 他也十分意外 自己和樊总的那个景区项目 会这么巧的正是赵广志 正希望进行投资的项目 但仔细一想 其实也存在必然性 政府在海边进行的旅游开发区项目 现在呢 是全市所有生意人 竞相角逐的焦点 而黄金海岸景区 仅靠着旅游开发区 将来呀 无论是被收购还是自营 都充满无限的潜力呀 赵总作为职业投资人 那早就想参与到其中了吧 但是有同样打算的人并不少 所以赵总并没有成功 对吗 赵广志听完这些话 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嗯 我很好奇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 拥有了黄金海岸股份的呢 张小马笑着摇了摇头 嘿嘿 这一点说来话长了 以后赵总稍微打听一下就能知道 不过我的股份并不是重点 哦 那重点是什么呢 赵广志笑看着张小马 让我成为股东 张小马摇了摇头 然后接着说 赵总也知道 现在景区项目正在融资 大量的企业和投资人 都在抓紧时间与凡总谈判 可以说 现在的凡总拥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 就算投资者的实力雄厚 他也不一定非见不可 而且据我所知 凡总的脾气很古怪呀 赵广志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樊总的脾气古怪倒没错 不过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是他希望以眼下的奇货可居 和将来惊人的回报作为诱饵 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人 提出更有利滩融资的计划 而这也是黄金海岸项目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确定任何一位合作伙伴的原因 听到这话 张小马心里苦笑啊 没想到樊哥那家伙还挺黑的 不过就算是事实 也不影响他和赵广志之间的交易 所以他表情不变地接着说 那么我可以安排赵总和樊总见一面 时间呢 大概就在两个小时以内 而且是单独见面 据我所知 这样的机会 可是大商界大佬都争取不来的呀 赵广志似乎并没有怎么思考 也很平淡地笑着点了点头说 好啊 虽然只是见一面 但一方面 我的其他竞争对手 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 我看得出来 你和樊总的交情不错 而且本就是项目的股东之一 有你引荐 相信会有更加利于我的谈判啊 张小马不知可否的一笑 然后说 既然如此 那么 我会在后天的股东大会上 对罢免贺总的提案 提反对票 张小马心里一片欢腾啊 但是表面却假装淡定 笑了笑说 赵总果然是个爽快人 赵广志笑了笑没说什么 张小马再一次拿起菜单 推向赵广志 并笑着问道 那么 现在可以吃饭了吗 当然 赵广志脱掉了外套 招来了服务生 并没有看菜单 就熟练的点了好几样的招牌菜 看得出来 赵广志这个人说话做事 都十分的讲究 甚至连吃饭喝酒 也透着休养 和山西梅老板一样的樊总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让已经适应了和樊总 一起喝酒撸串的张小马 居然有点放不开手脚 不过除此之外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还是足够融洽的 等到这顿饭结束 赵广志返回酒店中的住处 张小马也离开了餐厅 往停车场走去 令他没想到的是 刚走到大门口 他忽然遇到了一个熟人 是江夫人 与此之前不同 今天的江夫人一身职业套装 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助理 以及董事会里忠于贺总的几位老董事 就这样迎面走来 浑身上下都散发礼堂那样的女人 才拥有的气场 江夫人 张小马主动打了招呼 和另外几个股东也微笑着问好 这让江夫人多少有些意外的问 小马 你怎么在这儿 您是来找赵总的吧 张小马看着江姐 这一身冲出江湖的装扮 笑了笑问道 而江夫人也是职场与商场 拼过来的女中豪杰 一听张小马这话 就立马知道了什么 于是问张小马 这么说 你是来找赵总的 张小马点了点头 如果江夫人是来说服赵总的 那您没必要去了 什么意思啊 江夫人皱了皱眉头 她的态度很坚决吗 张小马笑了笑 的确坚决 而且一开始啊 就站在了顾全大局的立场 表示会支持罢免贺总 但现在嘛 她已经同意投反对票了 所以江夫人 没有必要去找她了 哦 你说的是真的 几个董事一脸的惊喜 江夫人却皱了皱眉头 古怪地看着张小马问道 你是怎么说服她的 我帮她引荐了一个人 哎呀 不是什么大事 但对她却很重要 张小马耸了耸肩 几位董事面面相去 而江夫人却在想了想之后 明白了一些什么 表情复杂地朝张小马说 当时我还以为 你只是标表忠心 没想到 你居然真的开始 一个个地说服股东 而且看样子 还不止说服了 这个赵广志而已 小马 你可是越来越 让我看不透了呀 您这话啊 我就当是夸我了 张小马笑着说完 然后叹了一口气 朝江夫人说道 看来您呢 还是对我没什么信心 不然也不会在这种时候 离开贺总了 亲自出马来处理点下的麻烦 江夫人听到这话 愣了一愣 张小马却紧接着笑了起来 对江夫人说道 嘿嘿 不过既然江夫人都出马了 就帮我坐坐后勤吧 现在还有几位股东 我正在想办法去寻求见面的机会 如果能得到江夫人的支持 我应该多少能见到其中的几位呀 听到这话 江夫人似乎犹豫了便可 但最终 她露出了笑容 有些感动的对张小马说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在暗中支持你 抛头露面这种事 我一个富道人家 能免则免 但如果你需要我出面 我也不会犹豫 张小马点了点头 朝江夫人说 妈妈 接下来就麻烦江夫人 帮我联系 明天需要见面的股东吧 有了柳旭通过商界长辈们的关系 再加上重出江湖的江夫人暗中相助 第二天又有两位股东同意见面 和之前一样 张小马单枪匹马上阵 在早晨和午饭时 分别与两位股东谈判 在这其中的第一位股东 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 会对提案投赞成票 但是也绝对没有给予 反对票的肯定答复 在一开始的对话中 就隐约透露出了 交易这样的关键词 而张小马对此早有准备 直接拿出了江夫人同意的方案 在董事会和股权上 给予了对方一系列的好处 几番讨价还价之后 终于达成了共识 而第二位股东 情况与第一位股东类似 不过相比起之前那位的 含蓄和点到为止的不同 这位股东从一开始就表明了 不给好处 就不投反对票的态度 而在张小马提出了方案之后 觉得还不够 一度的狮子大开口 最终因为提的要求太过离谱 让张小马无法接受 因此没能达成共识 不过即便如此 三天以来 张小马也已经争取到了 八位股东之中的四位 投反对票 尽管已经过了半数 但难保马董那边 会争取到身在外地 甚至是海外的其他股东的支持 所以在和第五位股东谈崩了之后 张小马马不停蹄地返回公司 开始为说服其他可以见的股东 做准备 刚到设计部门 显然也是在忙碌状态下的柳旭 立马赢了上来 跟着张小马一起返回办公室 一边翻着文件夹 一边报告情况 剩余的四位股东 其中只有两位争取到 约定的时间是早上八点和下午的三点 啊 只有两位啊 张小马停下脚步 柳旭多少有些无奈地说 我按照小马哥的安排 把最难啃的骨头留在最后了 这四位既然是最难啃的 当然 不只是要一点好处那么简单了 甚至可以说他们四个 都已经被马董给争取过去了 张小马眉头一皱 这么说 现在是真正地跟马董抢人了 所以小马哥 你应该知道啊 能让这四个支持马董的股东 其实有两位 同意和我们见面 我和姜夫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 柳旭说着这些 将其中一个文件夹 递给了张小马说 这是他们的资料 张小马接过扫了一眼 然后朝柳旭说 最近真的是辛苦你了啊 柳旭正挽起有些凌乱的头发 听到这话稍微停了一下 然后笑看着张小马说 如果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 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就给我一个共进晚餐的机会 当然前提是别戴耳朵啊 张小马苦笑 哎呀 行啊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请你吃顿饭有什么呀 两个人正说着 前台的娜娜走了过来 朝张小马说 马董找的 原本有些嘈杂的设计部门 办公区域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第144集 虽然最近大家都在没有张小马领导的情况下 进行着警区的设计工作 但这并不表示 他们对董事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所有的人都听说 马董趁着贺总病危落井下石 早已经彻底的撕破脸皮了 现在眼看着张小马这几天的奔波 让事情有了些转机 这时候提出要见张小马 又能有什么好事呢 所以不仅仅是柳旭 三炮和溜溜他们 也都来劝张小马不要去 但在张小马看来 马董知道他的身份 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况且 现在马董只是和贺总撕破了脸皮 他和马董之间彻底决裂 恐怕要等到股东大会结束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很想知道 在彻底撕破脸皮之前 这个老奸巨划的东西 想对他说些什么 所以他没有理会 柳旭等人的阻拦 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 来到了马董的办公室里 而马董已经恭候多时 一见到张小马 就立即热情地请他坐下 一开口 就一脸慈祥地询问 设计部门的工作如何如何 直到张小马回答完之后 才叹了口气说 最近公司发生的事情不少啊 但是旅游区的项目可不能荒废啊 我听说小马最近一心扑在董事会上 这样可不好啊 张小马笑了笑 我的属下我清楚 即便没有我也能出色地完成工作 更何况董事会的事情 关系到公司以后的运作 要是董事会的事情处理不好 设计部门再认真工作 恐怕也没用吧 马董听到这话叹了一口气 朝张小马说 哎呀 只怕是小马你太过感情用事了 非但不能把董事会的事情处理好 反倒会卷入更多的人 给董事会带来更大的变数啊 最终影响到公司以后的运转啊 张小马仍然保持笑容的问 马董是想告诉我 董事会的事情到底也是公事 对吗 其实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相信贺总是最适合领导公司的人 另外呢 我觉得保持公司运转的最好方式 就是董事会的和平 小马是在说我挑起纷争 马董笑看着张小马 张小马则点了点头 至少提出罢免方案的行为 是挑起战争的行为呀 马董的笑容一僵 而后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那就当我是不小心挑起了战争吧 不过我毕竟是为了公司好 倒是你小马 确定自己站对了位置 别因为一时冲动 弄错了选择呀 嘿 怎么 马董是在劝我呀 当然呐 这年龄上我是你的长辈 以职场资历来说 我更是你的前辈 对你现在所做的选择 我很痛心呐 哎呀 马董叹了一口气 的确一脸痛心尽手 张小马却笑了笑 说道 嘿 如果是这样 马董就放心好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自己承担责任 马董看着张小马 又叹了口气 哎呀 这又是何必呢 小马 你知道啊 我一直很器重你 要不是贺总结族先登啊 我早就将你视为心腹了 而现在贺总已经倒下了 这种时候 选择我不是更好吗 张小马听到这话摇了摇头 那种人走茶凉的事情 我做不出来 马董没了笑容 看着张小马说道 那你就不怕失败了之后 成为众矢之地吗 这么说啊 马董打算在成功 罢免了贺总之后 立马就对付我啊 张小马的笑容 也瞬间不见了 这倒让老奸巨华的马董 再次露出了笑容 哈哈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当然不会 小马你可是青年才俊 公司的功臣和干将 别说是我舍不得呀 就算是别人敢轻举妄动 我也头一个不答应 那就好 张小马看了一眼马董 知道今天是白来了 懒得再听这些废话 于是站起身对马董说 如果没事啊 我就先下去忙了 设计部门和股东那方面呢 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马董也笑着站起了身 似乎无意地问了一句 听说明天小马要去见最后四位股东啊 张小马看着马董 点了点头 那么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有传言说 那四位早在董事会提出 罢免提案之时 他们就已经表态会全力支持提案 马董看着张小马 好心地提醒 所以他们不可能被你说服 投一张反对票的 张小马听到这话 眉头一皱朝马董说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看着张小马离开的背影 马董表情阴沉地坐了回去 但随即又露出了冷笑 他说那不可能同意投反对票 那都是真的 但他没有说的是 那两位股东之所以同意见张小马 根本就是他亲自受益的 而他的目的是想浪费张小马的时间 毕竟如果张小马在最后四位股东身上 看不到希望 最后一天很可能将会将目标 放在其他深处海外 或者是外地的股东身上 要真的通过电话 说服其中几位股东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刚刚张小马临走之前 他半真半假地说出了实情 为的就是刺激张小马 因为他相信以张小马的性格 越是说无法完成 那就是越义无反顾 而张小马只要毫不怀疑地 带着希望去了 就已经落入了全套 年轻人呐 看来果然经不起激将 自言自语中 马董伸了一个懒腰 红光满面地开了一瓶酒 茶楼包香 张小马眉头紧皱 心不在焉地低头喝茶 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 穿着中式糖装 身材臃肿的老头 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这个人是这家茶楼的老板 同时也是最后那四位股东之一 尽管有马董的提醒 张小马早就知道 这块骨头将会十分的难啃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家伙说话绕来绕去 每次提到股东大会 都会被转移的话题 始终都在说一些 不知所谓的话 所以到了现在 他终于忍不下去 忽然抬起头来 对这位孙总说道 想必您也知道 股东大会的事情 其实我今天来啊 主要就是想请求孙总 在股东大会上 对罢免提案呢 投一张反对票 张小马语速飞快地说完 孙总也没办法无视 于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说 哦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你这个年轻后生 只是想请我喝杯茶而已 既然是有证事要说 那就早点提出来嘛 听到这话 张小马神色如常 只问孙总 那么您对罢免提案的意见是 支持啊 当然是支持啊 孙总毫不犹豫地回答 仍然是笑眯眯的样子 毕竟国不可阴日无君 贺总的身体状况呢 谁也说不好 这个时候 理应选出一位新的董事 来领到公司上下嘛 如果这是孙总的决定 我想事情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吧 张小马说着拿出了一份资料 但是孙总却伸出手 阻止了他将资料递过来 笑眯眯地说 我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 不就是董事会和股权上的一点好处吗 这些啊 我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所以你还是不要白费劲了 张小马点了点头 然后说 其实股权的好处 甚至是董事会以外的要求 都可以再商量 毕竟在生意场上 大家都追求利益嘛 只要孙总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也会尽可能地满足孙总 你还不明白吗 孙总的笑容更灿烂了几分 不过相比起之前的故作亲切 此刻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无论什么生意 什么利益 我就是看不惯姓赫的 趁此机会 我要整倒他 知道了吗 听到这话 张小马皱了皱眉头 看着孙总问道 这么说 您真的和贺总不合 而孙总的笑容 重新恢复 能让人恶心的亲切 看着张小马说 哎呀 说不上不合 只是看不惯他的为人 或许其他时候 我会为了一点好处 答应你 但是这一次 我想当一回取敌上将之手级的英雄 你当不了什么英雄 说这句话的时候 张小马站起身来 面无表情地看着孙总说道 看来您之所以答应见面 就是为了在打工者 我的面前奚落贺总 一直跟我兜圈子 也是在耍我而已 哎呀 总算看出来了 孙总扶掌大笑 看着张小马说 我早听说过你 年纪轻轻地就进了董事会 原以为也是耳听八方四面玲珑的人物 没想到还是太嫩了 到底只是个年轻人呢 张小马冷淡了 看了一眼这个孙总 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离去 而孙总似乎还没有过瘾 笑着喊了一句 哎 你怎么走了 再求我一会儿 没准我能改变主意呢 张小马仍然沉默 离开了包厢 大笑声从背后传来 他紧握着拳头 很想在这个家伙的脸上 给几下子 无论是因为这个家伙 跟老奸巨华的马董 是一路货色 还是因为嘲笑病重的贺总 以他的脾气 都不会这么轻易了事的 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他接下来 还要和其他的股东见面 要是打了这位股东的事情 传出去啊 不能说肯定会坏了事情 但肯定会受到影响 最终功亏一篑啊 害了的人只能是贺总 所以这一次 张小马被这样的羞辱 选择了隐忍 小马 正握紧拳头的张小马 听到有人喊 表情不善地抬起头 一看发现是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坐在轮椅上 被一个格外精神的年轻人推着 而在两边 还有一男一女 两个中年人 似乎是一家四口 再仔细一看 这个老人的相貌 张小马发现自己似乎见过 但是一时间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老人似乎看出了他的迥态 笑容平和 且善意地问了一句 你岳父还好吗 这原本是问题 其实呢 就是提醒的话 让张小马立即想起来 老丈人几个月前回来 曾带他一起参加过 一群老头子的聚会 前些日子 在警区项目的派出所 一通电话 为他解决麻烦的前老 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位老人 也出现在当时的聚会上 只不过当时 老人并不是坐着轮椅出现的 哎呀 周伯伯 张小马想起了称呼 强大笑容 抱歉地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我一时没认出来您 哎 也就是见过一面 而且上次见的时候啊 我是站着的 现在却坐着喽 老人依旧神态平和 说话的时候 更多的是打量张小马 然后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嗯 倒是比上次见面的时候 更精神了 张小马挠了挠头 不知道怎么回答 绕开了话题 问了一句 哎 您这是来喝茶的吗 啊 老人指了指 就在旁边的包厢说道 你也过来聊聊吧 张小马抱歉地说 哎呀 我今天出来是为了公司的事 恐怕没什么时间 哦 没事 老人笑了笑 不过看你的样子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的新事了 张小马叹了口气 然后苦笑 寒意不言而喻 老人见他不说 也不强求 只是点了点头对他说 行了 不耽误你了 先忙去吧 哎 今天实在是不是时候 对不住周伯伯了 毕竟是老张人的好朋友 张小马多少有些过意不去 朝老人鞠了个躬 说道 等年前 我怨妇回来 一定让他老人家带我 去府上拜访 嗯 好 那我等着你 见张小马离开 老人身旁 始终没有说话的两个中年人 好奇地看向周伯伯 而那个很精神的年轻人 则直接地询问 爷爷 那个年轻人是谁啊 看样子像是我们的同辈 为什么没有见过呀 你当然没见过 我也是只不过 只见了一面而已 老人倒没有卖关子 眯起眼睛来回答说 是你李伯伯家的女婿 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但是你李爷爷 还有你李伯伯 都很看重他 啊 李家的女婿 中年夫妻对望一眼 都是目瞪口呆 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李堂或者是荣荣 已经结婚了 而且要是荣荣也就罢了 那关键的是 李堂那样的孩子 居然也有被男人降服的一天 这到底是何妨神圣啊 居然能有这么逆天的本事啊 啊 是李堂姐的老公啊 那个年轻人惊呼出声 要知道李堂在他们那个圈子 从小到大都是女神呢 多少大院里的孩子做梦都想把她取走 可谁知道居然被一个外人给接足先登了 自己知道就行了 不要到处说 更不要胡乱打听 周伯伯闭着眼睛 似乎知道他们的想法 慢悠悠地说 李家的背景你们都知道 这个女婿啊 可是他们的宝 以后见面要打招呼 听到这话 三个人心中一动 老爷子 所谓的打招呼 说白了就是要结交 而指的老爷子这么说的 全是也没有几个人呢 想到这里 中年夫妇和年轻人都点了点头 当然不敢再有打听张小马背景的想法了 陆陆续续的 好几位老人带着儿子来到这家茶楼 被周伯伯的孙子亲自引入包厢 看上去是个朋友间的家庭聚会 这些人除了周伯伯之外 还有上次一个电话 替张小马解决麻烦的前老 而也正是前老身边 一个身材抱好 长相却很罗利的丫头 如果张小马在场的话 一定会认得 这是柳须的闺蜜 那位童言俱辱闺蜜 似乎几家人私底下关系不错 一群人刚见面 就在包厢里头热聊起来 场面十分的融洽呀 倒是刚刚和张小马见面的孙总 这时候煞风景的进来 点头哈腰的 想要做个陪 显而一见呢 这个家伙知道周伯伯的身份不简单 前老是谁 他也一清二楚 甚至是在很大程度上 他十年如一日的经营这个小小的茶楼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里几位老派人物的聚会地点 也正是凭借着和这些牛逼哄哄的老人认识 这些年来 他巴结上了很多的人脉和关系 所以今天周伯伯过来 还有前老一家到场 这位孙总当然是要好好招待的 不过屋子里的小辈显然都不喜欢这个笑容作作 低声下气的家伙 看见他进来也不理会 甚至是前老和周伯伯 放在平时也只是对这个茶楼老板点点头而已 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有点不同 刚刚有个年轻人离开 好像是从孙老板的包厢里出来的 对吧 周伯伯破天荒地朝孙总问道 孙总当然有些受宠若惊 要知道他并不讨好这些老人和那些小辈的喜欢 平时最多的也就是跟老人们的儿子那一辈人盘盘关系 现在呢 居然被老人问话 自然是赶紧回答道 哎 哎 是的 那小子冲撞周老拉 周伯伯摇了摇头 然后接着问道 那个年轻人和你认识 孙总听到这话心里嘀咕 但是表面仍然是陪着笑 回答说 哎 不怎么说 只知道他叫张小马 张小马 一边跟长辈聊着天 嘴边还沾着瓜子皮的钱兜兜 这时候被这个名字所吸引 而与此同时 钱兜兜的爷爷 也就是那位钱老 也疑惑地看向了周伯伯 即便再傻 孙总也看得出来 这两位老人八成是认识张小马 不过张小马和这两位老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还并不知道 所以嘴上他没有多问 但是心里面已经谨慎起来 我刚看到小马离开的时候 表情似乎不太对劲啊 你们之间是不是聊得不怎么愉快啊 周伯伯瞇着眼睛又问道 孙总心里咯噔一下 按想那个张小马离开的时候什么表情 这位老人都注意到了 想必关系肯定很亲近呢 而且周老问这句话的时候 明显是带着追究的意味 于是他赶紧回答说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我和小马同为一家公司的股东 最近那家公司的人事变动的问题 小马呢 是来询问我的态度的 只可惜 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你说的是星汉公司吧 钱兜兜这个时候哼了一声 鄙视的看了一眼孙总之后 朝周伯伯说 我有好朋友在那里工作 他们公司的事情我知道 根本不是什么人事变动 而是他们的董事长得了重病 目前还在治疗之中 然后就有人出来抢班夺权 想弹劾他们昏迷不醒的董事长 听到这话 钱老眉头一皱 有其孙女必有其爷爷的也哼了一声 只不过哼得充满了霸气和威意 然后问孙总 你可别告诉我 你是落井下石的那一方 孙总急得汗都出来了 赶紧白手说 我不是我不是 那你刚才说和张小马意见不同 看这意思 张小马才是落井下石的那一方 钱老的表情不善呢 嘴上仍然还沾着瓜子皮的钱兜兜 好奇地问钱老 爷爷 你认识张小马吗 老爷子却没有回答 继续盯着孙总 而周伯伯虽然仍然是表情平和 但仍然同样地在等待回答 面对着这两位老人 以及停止聊天的其余晚辈 所有人的目光 安静的包厢里 孙总汗流浃背 努力挤出笑容 裴笑说 小马是那位董事长的爱将 我是站在弹劾的一方 没错 但并不是想落井下石 这是因为 我和那位董事长 有一些私人恩怨罢了 哼 钱老重重地哼了一声 你还不如说你是落井下石 起码还算得上是搞斗争的手段 因为一点私人恩怨就去报复 简直连小人都不如 娘们一个 听到这火爆脾气的斥责 孙总挤出来的笑容 彻底僵硬了 吓得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赶紧把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两位老人的儿子 看什么看啊 钱老忽然一拍桌子 不仅让孙总吓得差点跳起来 几个小位也是一脸的惊恐 眼看这位老头就要发火了 周伯伯终于开口 朝孙总说道 你们这地方我们经常来 都是因为几十年的习惯 你这个老板的为人如何呢 我们本不应该过问 但是这件事上 孙老板是不是在考虑考虑啊 听到这话 孙总仿佛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点头如小鸡捉米一样的回答 是是是是是 我这就叫张小马过来 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还叫人过来 你以为你是谁 同样都是公司的股东 本来就是平起平坐的 人家为了前辈而奔波 有求于你 那也是光明正大 你落井下石趁机报复 还认为比人家高了一头 仗是欺人的东西 钱老一摔茶碗 骂完还不解气 指着孙总周围的周伯伯说 可想而知啊 张小马刚才见到他的时候 受了什么样的气 这一次周伯伯点了点头 小马离开的时候 脸色的确不怎么好 但我问过他 他并没有说 可见呢 是不想让我们这些老头子插手啊 那就别让他知道我们插手了 钱老说完这话 表情不善地看向了孙总 二老 我真的不知道 张小马和你们认识啊 孙总被看得稀里发毛 彻底慌了 哭一样地解释 可说完这话 钱老似乎更生气了 于是急忙拿出电话说 我这就联系张小马 我亲自过去 等等 周伯伯再一次开口 看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你们公司和你之前意见相同的人 应该有不少吧 孙总听到这话一愣 然后立即点头 哎呀 周老女放心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 这件事情呢 我一定办得让您满意 周伯伯点了点头 然后重新眯上了眼睛 倒是钱老 看孙总还傻站着 一个眼神瞪了过去 吓得孙总废话也不敢说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包厢 第146集 而孙总刚走 眼珠乱转的钱兜兜 就缠着他的爷爷 开始撒娇 打听张小马的身份 而其余小辈 也或多或少地感到好奇 话里话外呢 都透着试探的意思 谁也没发现 周老的孙子 也就是已经知道 张小马身份的那个年轻人 在孙总离开之后不久 也悄悄地离开了包厢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张小马正在一家餐厅里 与另外一个股东见面 尽管有了之前和孙总 他大概知道 眼前这位股东 同样也是很难搞定 但是眼下 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他不得不尝试一下 甚至来之前 他已经做好了 面对孙总一样的奚落 也要冷静地准备 但是眼前这位股东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过什么过分的话 只不过 与孙总相同 这个家伙一样的老见巨华 特意约在了这家 五星级的大酒楼见面 点了一桌子的好菜好酒 却始终不提股东大会的事 于是张小马确定 又是一个没什么诚意的家伙 而更可恨的是 明明就没有来谈判的意思 这位王总却要吃掉他半个月的工资 想到这里 他叹了口气 索性抬起头来 朝这位王总问道 关于股东大会的表决 您能否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啊 起码告诉我 您眼下的态度 对提案究竟是支持 还是反对呀 王总吃着菜 听着话慢悠悠地放下筷子 嘴里还嚼着菜地准备回答 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 接完电话之后 王总表情疑惑 也没有理会张小马 就匆匆忙忙走出了餐厅 张小马本想挽留 再争取一下 可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 起身收拾资料 准备离开 很快 王总去而复返 比离开的时候 更加匆忙地走回来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人同行 嗯 孙总 张小马有点吃惊啊 因为此时的孙总 仍然穿着糖装 如果放在茶楼那种环境下 的确是有种大气 而又儒雅的气质 但在这高档餐厅 脚步亮抢 头发凌乱跑来 看上去既狼狈又滑稽 使很多吃饭的人侧目 小马 喂 小马哥 孙总根本顾不上 别人怪异的目光 满头大汗地小跑过来 首先拉起张小马的手 笑容僵硬地说 哎 之前在茶楼 实在是我的不对啊 你就原谅我这次 行不行 张小马表情怪异的 看着孙总 没有回过神来 孙总紧接着竖起一只手 发誓一样地说 哎 关于股东大会 我改变主意了啊 因为那种大事上啊 要舍弃个人恩怨 所以到时候表决的时候呢 我会对罢免贺总的提案 坚决地投出反对票 张小马一愣 那王总就更加吃惊地 看着孙总惊呼道 你说什么呢 疯了吧你 你闭嘴 孙总也顾不上王总 飞快地骂了一句之后 就陪着笑 眼巴巴地看着张小马 这样的表情 让张小马忽然想起 之前自己在茶楼里面 碰到了周伯伯 尽管不知道周伯伯 到底是什么职位 又是怎么知道了他和孙总的事 但是现在看来 最大的可能就是周伯伯暗中相助 不仅让这孙总立即改变了态度 同意投反对票 而且还讨好自己 这样的变化 他当然高兴啊 但是不得说 他又欠了长辈们一个情 而这个人情啊 还得自己的老丈人来还 所以呢 他一搬不到最后的危机关头 是不会搬出长辈的 想到这里 他表情不善地看了一眼孙总 二话不说 将手甩开 十分不满意地 就因为这个家伙 而惊动了周伯伯 因此端起了茶杯 也没有了好奇 哼了一声 哼 就只有你自己想通了而已吗 听到这话的孙总 微微发愣 然后就明白过来了 赶紧地拉过一脸茫然的王总 耳语了几句 下一刻王总难以置信地近乎 啊 省工商局的周老 和省公安局的钱老 吓了一跳的孙总 赶紧捂住王总的嘴 而张小马表面若无其事 但是心里已经确定 的确是周伯伯出面干预 而他呢 也是现在才知道 周伯伯原来是工商局的领导 不过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还有钱老的份 他就有点闹不懂了 不过王总很快冷静下来 吃惊地看着孙总 确认没有搞错之后 立即露出了和孙总一样的表情 看着张小马 直到现在 这两个人也是站着 因为张小马并没有开口 让他们坐下来说话 小马啊 过了一会儿 王总陪着笑 却假装豪迈地说 哎呀 其实啊 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投反对票的 要不是孙总突然来了 我当时就会肯定地回答你我的立场 一开始呢 就是坚定地支持贺总 张小马冷笑地看了一眼王总 这家伙果然无耻啊 之前一直没有说过会投赞成票 但是态度很明显的 是没有来得及说出来 现在见风使舵 居然立即改口 居然还敢说 从一开始就会投反对票 对此 孙总也是咬牙切齿 因为不管张小马信与不信 王总要是没来得及表态 就不算得罪了张小马 而自己呢 不仅已经表态了 而且还奚漏了张小马一番 这可算是把张小马得罪到家了呀 这么说 你们都会在明天的股东大会上 投反对票啦 张小马转过头来 若无其事地喝着茶 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 哎呀 据我所知啊 除了二位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股东的态度 不明确呀 哎呀 这个包在我身上了 眼看得了便宜 还打算继续巴结张小马的 王总准备开口 孙总抢先一步拿出了手机 对张小马说 我会说服他们二位 保证在明天的股东大会上 也会投反对票 张小马笑了笑 问道 你确定能说服他们吗 啊 孙总直接用手再一次阻挡了 要抢话的王总 拍着胸脯说道 小马 你放心 我保证能说服 哎呀 这样的话 孙总可算是帮了我大忙了啊 张小马冷笑一声 指了指对面 坐吧 孙总擦了擦头上的汗 陪着笑落座 王总呢 则显得则要从容一些 只是陪着笑坐下 股东大会就在明天了啊 张小马看向两人放下茶杯 面无表情的对两个人说 你们同意投反对票 并且答应说服其他两位股东 还不够 除此之外呢 我还要你们答应我另外一个要求 哎呀 小马你尽管说 王总终于抢到话了 张小马看着两个人 仍然面无表情 你们改变主意的事 不能让马董知道 听到这话 两个人一愣 然后孙总首先回过室来 继续发誓一脸的保证 啊 小马你放心 马董那边要是问起来 我们就说没有同意 小马的要求 但是股东大会上 我会投反对票 张小马于是看向王总 而王总也立即表态 给出了相同的回答 好 那就看你们二位 明天的表现了啊 张小马说完 站起身准备离开 孙总却急忙走过来 陪着笑的同时苦着脸 表情有些僵硬的说 那小马 等明天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你可一定要记得 给周老打个电话过去 就说我已经全力的帮你了 啊 可以吗 张小马冷着脸 看孙总说 哦 你似乎很怕周伯伯嘛 是敬重 孙总急忙就正 但看到张小马冷笑 又陪着笑解释 周老呢 是省工商局的老领导 咱们市里的工商部门啊 那都是他的门生 而我们做生意的呢 哪有不跟工商局打交道的呀 张小马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 那这么说 你只怕周伯伯 不怕钱老 我可没这么说过啊 孙总立即慌了神 嘴巴都不利索起来 倒是王总 陪着笑 向张小马解释 哎 哎 那钱老呢 是公安系统的老领导 在官场上结交很广 孙总呢 这些年好不容易 跟他儿子有点交情 哎 要是钱老一个不满意啊 那经营的关系可就全完了 听到这话 张小马才明白 难怪两老出面干预 会把孙总吓成这个样子 一个周老说句话 就能让他以后生育举步维艰 而另一个钱老啊 直接会毁掉孙总 在官场上所有的关系 想到这里 他拍了拍孙总的肩膀 若无其事的说 啊 说不说好话 全看你明天的表现了 孙总连连点头 陪着笑说道 一定 一定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张小马点了点头 准备离开 可刚刚转身 又忽然想起了什么 猛的停下脚步 这让正松了一口气的孙总 呼吸一紧 哦 对了啊 张小马转过身来 看向了表情轻松的王总 还有件事没完呢 王总疑惑的看着张小马 这顿饭到底谁请啊 张小马更加疑惑的问道 被这么一问 王总一愣 要知道 之前张小马有求于他 所以请他 而他呢 根本就没有打算帮忙 却是大吃大喝的 点了不少很贵的菜 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 轮到他害怕得罪张小马了 所以他表情尴尬的回答说 哎呀 我请啊 我请啊 当然是我请了 张小马恍然大悟 指着王总笑道 哦 就像决定投反对票一样 你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王总更加尴尬 却也只能陪着笑点头 哦 怪不得王总点了这么多的好菜 我就说嘛 以王总的身份 不像是占了别人小便宜的人啊 原来我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了 王总点这么多 那是为我点的呀 张小马露出感动不已的表情 王总这一下子脸都红了 孙总却在一边开始幸灾乐祸 既然这样 那就明天见吧 啊 笑眯眯的朝两个人挥了挥手 张小马首先走出了餐厅 留下孙总和王总 这时候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了回去 第147集 离开餐厅 张小马点燃一根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然后长长地吐出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在张小马面前停住 正庆幸事情已经办完的张小马 抬起头一看 发现是之前在茶楼推着周伯伯的年轻人 张小马对吗 年轻人表现得很有礼貌 笑着朝张小马伸出手 并自我介绍 叫我周星星吧 之前在茶楼我们见过一面 因为从爷爷口中得知你的身份 想认识认识你 张小马和周星星握了握手 但还没等他说话 周星星就接着表示 爷爷提醒过我 关于你是李堂姐姐丈夫的事情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大概是考虑到李堂姐姐的特殊身份吧 所以啊 你放心 我是不会传出去的 张小马笑了笑 点头说 哈哈 那就谢谢你了啊 应该的 周星星一边打量着张小马 一边笑着说 其实呢 我也好奇 像李堂姐姐那样的人 到底会被什么样的男人降服 要知道啊 李堂姐姐这些年的追求者 可是很多很多的 张小马听出了这家伙 有些瞧不起的语气 仍然笑着问道 那包括你吗 周星星神色如常 点了点头 李堂姐是我心中的女神 但是没胆子追求 不过呢 据我所知 当年一起长大的人里面呢 有不少都表达过自己的爱慕 而他们现在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了 张小马得意一笑 哎哟 追求者那么多啊 最后还不是让我杰族先登了 这只能说明这些年 你李堂姐姐在等的真命天子 那就是我呀 只有我闪亮登场 你李堂姐姐才心甘情愿的 从少女变成少妇啊 周星星的嘴角抽出了几下 没想到张小马这么无耻 而且说话如此露骨 什么少女变少妇的 这要是让那些追求李堂的优质难听到 估计一半得疯 一半得找张小马来决斗吧 张小马当然知道李堂的优秀啊 也毫不怀疑 包括周星星在内的那些玩伴 对李堂的爱慕和尊敬 但是自己真的比不上那些高干子弟 越是这么说话 他就越想当着他们的面 亵渎李堂 我相信小马哥一定是人中龙凤 有超越普通人的才能和特质 尽管呢我一时还看不出来 但是我相信李堂姐的眼光不会差的 重新露出笑容的周星星 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张小马叼着烟白了白手 啊没什么过人之处 就是把他叫到我们家 关起门来直接压到墙角上啃 敢叫一声就大巴掌拍屁股 抽到不敢叫了再扒光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叫我亲爱的了 周星星笑容一僵 脸上的表情再也无法保持正常了 张小马好像没发现一样的 露出回忆的表情说 哎呀大概从那时候起 他就哭着喊着让我负责 死下半裂的要跟着我 我一开始是不同意 但是他呢以死相逼我也没办法 就全当是救人一命了 见张小马若无其事的说完 还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 周星星彻底服了 直接抱拳说 哥啊你是我哥行吧 论起吹牛啊 我没见过比你更厉害的人 今天算我不知好歹 找不自在了 张小马难以置信 啊你怎么能说我吹牛呢 那我说的都是真的 哼行了吧你 不怕吹牛吹破天 周星星翻了个白眼 掉头走了 哎别呀 我还没跟你说过你李堂姐姐 对我的十八种爱称呢 以及每天晚上缠绵恩爱的次数呢 听到背后传来的话 周星星差点跌倒啊 回过头来狠狠瞪了张小马眼 然后逃一样的走了 这表情看在张小马眼里觉得舒服极了 因为他第一眼就觉得周星星这个小子 是跟那种大姐姐跑来跑去的跟班的角色 知道自己娶了李堂 虽然没什么坏心眼 但是的确有点吃醋 故意那么说话逗逗他也无伤大雅 当然要是这小子把话传了出去 恶心恶心李堂也是极好的 想到这里 再加上股东大会的事已经基本搞定 张小马心情不错 哼着歌往厅程上而去 第二天举行表决的日子 早上九点半 股东大会即将开始 包括董事会一众成员在内 公司的大部分股东 都陆续的来到了大会议室外面 三无成群的聊天 张小马早早的到场 这时候和几位贺总的心腹站在一起 与马董他们一群人遥遥相望 昨天的孙总和王总 此时也站在马董那边 凭借着厚脸皮 脸不红心不跳的左右逢圆 这是偶尔朝张小马这边投来目光 充满了表忠心的意思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人站在一起 看样子就是那最后的两位股东 时不时的朝张小马张望 足以说明他们已经被搞定了 但这一切 马董那边还并不知情呢 似乎早就已经询问了 孙总和王总昨天的事情 此刻的马董 笑容豪迈的与人说话 而其余的大小股东围绕在四周 一个个都是满脸成竹在胸的表情 这无疑让张小马这边 其余股东倍感压力啊 因为看到那最后四位股东 与马董站在一起相谈甚欢 也就没有多此一举的 询问昨天的见面结果如何 自然而然的觉得是失败了 而张小马害怕 说出那四个人 最后关头啊 马董很可能会去威逼利诱 让他们见风使舵 所以没有主动提及 如此一来 只凭眼睛看到的 双方人数上 马董的确已经占据了优势 所以除了张小马之外 贺总其他的心腹董事 此刻都露出了忧心忡忡的表情 各位好啊 这个时候 一位董事带着两个助手走了过来 笑着和张小马等一群打招呼 张小马认了出来 这家伙就是提出 罢免贺总方案的人 也就是那位 由马董提拔 没有持公司股份 却被职工票选进董事会的前董事 对待这种走狗小人 一群人当然不会给什么好脸色了 什么事啊 一位老董事询问道 前董事笑着 看了看两位助手 见他们已经开始向张小马他们发放资料 才开口说 表决之后啊 可能要进行新董事的选拔 在这里呢 会有一些提名和候选人的资料啊 大家可以看看 正接过资料的一位董事 听到这话 立即把资料丢向了前董事 愤怒地大喊 股东大会还没有开始 你们居然已经做好了 选拔新董事的准备 即便是人走茶凉 也该有点廉耻吧 这一嗓子喊出去 附近的董事和股东们都安静地看了过来 而前董似乎也知道这边会是这种反应 一边示意被吓坏的助手捡起资料 一边苦笑着说 哎呀 我们也是为了公司的运作啊 都这么久了没有领导 那当然是越早选拔出董事长越好嘛 你们就这么确定贺总会被罢免 又一名显得比较冷静 却也表情不善地董事开口 前董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遗憾地说 哎呀 大局已定 我也是只能替贺总感到可惜啊 那位董事刚要发怒 这时候江夫人来了 依旧是那副雷厉风险的姿态 带着两名董事和三位助手 气场很强地出现了 尽管知道随着贺总的衰落 江家人在公司里的地位 以后会降低很多 但是眼下来说 江夫人毕竟还是持有公司股份 百分之七的董事 所以啊 不管是贺总还是马董一方 都过来打招呼 如果人都来起了的话 就开始吧 江夫人面无表情地留下这句话 首先走进会议室 随着其他人也走进会议室 最后几位股东或者是股东代表 也都抵达 表决大会终于开始了 在主持股东大会的钱董 一通废话之后 表决正式开始 所有股东按照座位的顺序 依次进行投票 严格来说 在没有宣布结果之前 没有人知道哪一方会占据上风 但是根据门外时的战队 其实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计算 所以在此过程之中 马董一方的董事们表情都特别轻松 甚至投完了票之后 还有心情聊天 反观贺总这方面的支持者 则大多数的保持沉默 脸上的表情也极为凝重 很快 投票轮到了最后的马董和江夫人 似乎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 江夫人始终都是面无表情 但是混迹江湖的老狐狸们 却都能看出来 这是一种掩饰 而江夫人对于这一次的表决 越是心里没底 支持提案的一方 当然就更加的信心十足了 所以马董在江夫人投完票之后 显得十分的从容 不仅笑着和江夫人打了个招呼 甚至还在投完票之后 和钱董事握了握手 说了一句辛苦 由此可见 这一家伙对于结果 已经是多么的有恥无恐 就这样 投票结束了 刚被马董慰问了一番的钱董事 满面红光 开始一个一个的统计票数 很快支持罢免提案的一方 票数已经达到了20张 而反对提案的一方 则只有16张 这无疑让结果逐渐的明朗起来 因为表决票只剩下最后4张 即便是其中有一票支持提案 马董一方也能以微弱的优势 赢得表决 而4张都反对提案的这种情况 就算发生了 也不过是平局 而这种情况 按照董事会的规定 仍然可判 提案通过 所以此刻 马董一方已经是成竹在胸了 显然已经看到了胜利在望 而贺总一方 不仅是其他董事 感到大局已定 露出了不分的表情 甚至连张小马自己 也因为眼下的局面 而感到惋惜 因为凭借他最后的底牌 也就是那孙总和王总他们 也仍然是无法取得胜利 而他已经说服了所能见到的所有人 这样也不能改变结果 他只能说遗憾了 在这一刻 胜负其实已经决出了 只是出于投票的尊重 最后几票也仍然要统计出来 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无意义的事情 但是随着钱董的宣读 大家的表情很快变得怪起来 因为这最后四张表决票里面 前三张都是反对提案的投票 于是当钱董打开第四张选票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第148集 而第一个看到结果的钱董 表情怪异极了 看了马董好几眼之后 终于有些无奈的宣读 最后一张 是反对票 会议室里爆发出了讨论声 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小概率的事情发生了 很多人都在大呼神奇 但是在他们看来 这种结果也改变不了什么 毕竟正如刚才大家所想的那样 即便是出现了平局 按照董事会的规定 也仍然可判定提案通过 所以最后的四票没有什么意义 对此张小马只能叹了一口气 表情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而马董和江夫人 却有别于所有人 在得知最后一票的结果出来之后 都是脸色一变 马董脸色变了 是因为他早已做过了统计 投票的结果会是自己一方 以至少四票的优势获得胜利 眼下打成了平局 虽然没有任何的改变结果 但是说明了有人阳奉阴违 这让他感到十分的生气 而江夫人脸色一变 则是根本没有想到会打成平局 此刻的他 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了张小马一眼 自然知道这样的结果 全都是张小马努力的结果 只是他并没有想到 张小马居然有这样的能力 单枪匹马的就能够和苦心经营多年的 马董打了一个平手 胜负已定 现在我宣布关于此次提案 钱董面带笑意地开始宣布结果 从张小马身上收回目光的江夫人 却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现在就见胜负 是否早了点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钱董也望向了江夫人 但就像其他人一样 他觉得这是江夫人在做最后的挣扎 所以笑了笑提醒说 江夫人 按照公司董事会的规定 平局的情况下的提案呢 是被决定通过的 我在董事会十多年 这种事情我很清楚 不需要你的提醒 江夫人冷冷地看了一眼钱董 然后缓缓站起身 手中拿出一个信封 对所有人说 我这里还有最后的一张表决票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表情怪异 钱董虽然被骂 却也笑着再次提醒 钱夫人 您已经投过票了 谁说这是我的投票了 江夫人冷笑一声 朝所有人说 美国的查理先生 是我们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因为无法回国的原因 特意交给我一份委托书 里面说明了 他反对提案的决定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 江夫人居然说服了张小马和马董 都没有争取到的人 而这一票 是足以改变结果的一票 啊 江夫人 你怎么能够证明 这份委托书的真实性呢 台上的钱董脸色猛变 似乎想起了什么 立即追问 而且 这一票是真的话 那江夫人 为什么不提早投票 偏偏才最后时刻拿了出来呢 之所以之前没有拿出来 是因为我没料到 结果会是平局 甚至在参加股东大会之前 我已经基本确定我会输 而提案会取得通过 江夫人没有理会钱董 只是看着表情各异的其他人说 而对面的马董 在江夫人站起来的那一刻 就意识到不好 当看到又一张表结票的出现 表情已经僵硬 此刻只能是阴沉着脸问道 是不是平局 和你拿出查理的选票 有什么关系 要是确定提案会通过 以后工资将落入你的掌控中 要是让你知道 查理是支持贺总的 以后你利用直选对付他 我岂不是要对不起贺总 和你共同的好朋友了 江夫人看着马董说道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看向了马董 因为这番话 带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一是贺总和马董共同的朋友 却在这紧要关头 选择了支持贺总 而另外一方面 江夫人把话说得这么直接 这分明是要和马董 彻底撕破脸皮啊 听说你又争取到了 两位在外地的股东 当时我就觉得 这封委托信 已经失去了用处 所以寄来之前 我并不打算拿出来 让你和查理之间产生矛盾 但万万没想到 投票的结果 居然会是平局 江夫人冷笑了一声 看了一眼马董 然后转过身 朝着台上表情呆滞的 钱董说 检验一下 委托书的真实性吧 钱董呆滞的看向马董 不知道怎么办 而马董自然已经不计 希望于成竹在兄的江夫人 伪造了委托书 所以在他心里已经败了 而之所以失败的关键 那就是背叛 对他阳奉阴为的那四个人的背叛 还有那就是好朋友查理的背叛 对于他阳奉阴为的四个人 他还可以接受 但是查理是他和贺总共同的朋友 原本以为对方不会在他和贺总之间做出抉择 所以一开始就没有争取 根本就没有想过查理会站在江夫人那边 混蛋 马董双拳紧握的猛砸向桌子 怒不可接的扫尸了在场所有人 然后拂袖而去 被吓了一跳的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江夫人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提醒着钱董检验委托书 而在此过程之中 众人的表情已经由一样的面面相去 变成了敬畏分明 忠于贺总的一方当然是惊喜不已 因为没有人会料到情况会出现这样的逆转 而支持马董的一方的股东 尤其是那些董事 已经开始担心自己将来在董事会的地位 会不会因此而改变 至于张小马则完全不顾形象 拍着桌子狂笑不已 但这个时候大家心思各异 没有人理会她的大笑 唯有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的江夫人 看向她的时候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并用眼神向张小马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因为要是没有张小马的努力 让投票的结果变成平局 她就不会拿出查理的委托信 所以改变了最终结果的并不是她 而是能力出乎了她预料的张小马 很快 钱董确认了委托书的真实性 结结巴巴地宣布提案被驳回的结果 包括张小马在内 支持贺总的一方人马立即开始欢呼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江夫人接到了一个电话 脸色忽然一变 然后匆忙地离开了会议室 紧接着好几位董事也先后接到电话 瞪大了眼睛 直到最后张小马也收到了短信 并得到了一个通知 贺总醒了 人民医院病房外 主日医师面带笑容地朝江夫人说 病人一直坚定 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现在炉内的瘀血已经清理了 刚刚的手术也非常的成功 接下来只要继续配合治疗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碍了 听到这话的江夫人点了点头 等主治医师离开之后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地闭上眼睛 看着那不停抖动的睫毛 张小马知道 江夫人这是喜极而泣呀 因为需要度过的难关 不管是公司董事会里 还是贺总的身体 都已经是雨过天晴 江夫人再也不用自己一个人承担一切了 想到这里 她小声朝江夫人说 还是先看看贺总吧 江夫人慢慢睁开眼睛 点了点头 首先走入了病房 然后是张小马和另外几位鼓动 病床上 贺总安静地躺着 整个人比之前瘦了一大圈 气势上也不负曾经的威严 但是她眼睛半开半合 听到有人进来 就转动眼珠 当看到江夫人的时候 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这久违的笑容 让江夫人再也忍不住地落下泪来 几步走过去 握住贺总虚弱的手 而贺总也似乎是忽然有了力气 抬起另外一只手 笑着摸了摸江夫人的脸 露出了感激和安慰的表情 两人就这样对视着 这病房里也是出奇的安静 张小马看到这一幕 朝其他几位董事使了个眼色 然后大家一起走出了病房 年纪已经不小的几位董事 因为刚才那一幕而感动 很希望能像贺总一样 有那样一位 在他们生死不明的时候 扛起一切 在他们清醒过来 也不诉苦的妻子 他们说那才是亲人 这让张小马也想到了很多 尤其好奇的是 自己遭遇不测之后 礼堂是否能像江夫人一样 他觉得应该会 但礼堂替他承谈起这一切 或许既非爱情也非亲情 大概是因为责任而已 正出神的时候 江夫人打开了门 微笑着请大家进去 看着那微微发红的眼睛 张小马知道 他刚才肯定是大哭了一场 但与此同时 他的目光明亮 气色也忽然之间好了许多 可见贺总的苏醒 对他一个女人来说 远非有了依靠那么简单 公司的事我都听说了 病床上贺总仍然只是躺着 声音沙哑 想必大家为了保住我董事长的位置 除了积极走动和联络之外 在公司里同样也没有少受委屈吧 包括张小马在内的几位董事 都苦涩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除了江夫人 大家最近承受了不少来自马董方面的压力 奚落甚至是气凌 但是现在贺总醒了 一切也都该云开雾散了 看着大家脸上的笑容 贺总无限感叹地叹了一口气 好久才看着大家说了一句 辛苦了 听到这话 其中一位董事笑了笑 朝马董轻声说 最辛苦的人还要属江夫人 他一边照顾你 一边处理公司的事情 坚强地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啊 而且今天也是他力挽匡拦呢 贺总笑着看向江夫人 江夫人却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张小马说道 其实 今天力挽狂澜的 根本就不是我 而是咱们小马 事实上 参加股东大会之前 我当时都以为我们要输呢 是啊 小马的确出了不少的力 比起我们这些老家伙 不知好到哪儿去了 另外一位董事 赞赏地看了看张小马 然后朝江夫人说 但是江夫人也别谦虚 您今天的确是一票定乾坤呢 第149集 不是我谦虚啊 江夫人微笑着摇了摇头 又看向张小马 带着几分玩味说道 今天起码有四张选票 是我意料之外的 而投票的人 应该就是小马 想要说服的最后四位股东吧 可是那四个人 并没有跟我们走在一起啊 几位股东也看向张小马 但是表情不解 江夫人笑着说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时平局的结果 马董才会比我更加惊讶 您是说 小马不仅说服了他们 而且还让他们保密 并且潜伏在马董身边 看着大家看妖怪的表情 以及江夫人的笑而不语 张小马有些无奈 哎呀 我可没想让他们潜伏在马董身边 只是不想让马董知道 然后再增加变故 就让他们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而已 这么说 你的确说服他们了 张小马点了点头 几位董事面面相觑 然后其中一个人忍不住地询问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前几张反对票也就罢了 连这四个人都能被你说服 赶请我们总共二十张票 你一个人就搞定了其中的七张 张小马笑了笑 谦虚地说 侥幸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贺总深深地看了一眼张小马 自然知道他隐瞒了些什么 但是看到其他几位董事还要追问的时候 他却转移话题对大家说 那些人很快就要到了 抓紧时间 商量一下最近的安排吧 大家当然知道 所谓的那些人 当然就是马董那边的人 现在贺总苏醒过来 即便是已经撕破了脸皮 但是那帮人稍微商量了一下 仍然不可避免的要过来探望 说一些虚情假意的话 而眼下贺总虽然苏醒过来了 但是毕竟还无法回到岗位 现在当务之急呢 除了维护公司日常运作之外 更重要的是让贺总拿个主意 究竟要怎么处理这一次的叛乱 和那些参与叛乱的人 所以现在大家都看向了贺总 二十分钟以后 以马董为首的那一批董事 来到了病房 又是怀念贺总不在的这段时间 又是对贺总的身体 有所好转而感到高兴 当然也没有忘记解释罢免提案 大家也是为了公司的日常运作 但是这些人废话说了个够 贺总呢 却是惜字如今 只是简简单单的宣布 明天召开董事会 这让马董那边一群人稀里咯噔一下 尽管很确定贺总的身体状况 明天是绝对不能回公司的 但只要能够发号施令 明天的董事会上 绝对是贺总这一边 对于叛乱的倾角 所以离开之后 马董的表情阴沉 迅速回到公司准备想办法应对 但是贺总的决定如此之快啊 明天就要展开行动了 如此来势汹汹 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很快时间到了第二天 依旧是召开股东大会的 那个大会议室 但是双方人马的表情 却来了一个大交换 贺总的支持者这一方 都是等着看好戏的样子 而包括马董在内的 其他敌对方 则多是眉头紧锁 沉默不语 这个时候门打开了 江夫人穿着职业套装 走了进来 气势比之前更加的凌厉 但是在她的背后 除了两位秘书 大家并没有发现贺总 这无意让马董的一方 稍稍松了一口气 在所有人都站起来 打了招呼之后 江夫人坐在了 贺总的董事长的位置上 无视马董方面的 吃惊的表情 自顾自地宣布说 从今天开始 到贺总回归岗位 我将代理董事长之职 董事会上一片哗然 谁也没有想到 江夫人一开口 就宣布了这样一个重磅消息 但角落之中的张小马 却含笑不语 因为他知道 这刚刚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宣布自己代理董事长之职的江夫人 面对此刻 嘈杂与议论 没有任何解释的意思 而窃窃私语的董事们所关注的 无非是江夫人 受贺总的钦点 同时呢 也拥有公司7%的股份 除了贺总 马董 美国人查理之外 那就是第四大股东 似乎完全有资格担任 代理董事长的职位 但是按照董事会的正常程序 这一职务的确定 需要进行表决 眼下是否有这个必要呢 昨天支持罢免提案的董事们 都看向了马董 等待他的反应 但是 马董并不认为 能在股东大会中 击败他的江夫人 会在董事会中碰壁呀 所以 即便是提出了遵照程序 也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更何况 最近这段时间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随着贺总的归来 他已经是决定低调 就像从前一样的 在平静中 等待下一个机会的到来 自然不会为了这种事情 当什么出头鸟 于是 那些围绕在马董周围的董事们 也都停止了窃窃私语 会议室里 就这样的重新恢复了安静 而江夫人 好像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一样 等着大家乖乖闭嘴 这才重新开口说道 作为代理董事长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清理董事会队伍中 一些关键时刻 不怀好意的渣子 听到这话 马董那边的董事们 心里咯噔一下 江夫人果然是来者不善呢 不经过表决 就成为了代理董事长之后 竟然一句废话也不多说 直接准备动手 难道今天 大家都要遭殃了吗 秦董事 请您站起来 江夫人再次开口 本就表情不安的 钱董忽然被点名 紧张地站了起来 同时将求书的目光 投向了马董 我希望今天下班之前 你能把辞呈 带到我的办公室 并且在两个工作日内 带走你的全部私人物品 否则 我会命令人事部门代劳的 果然 江夫人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对钱董下手 尽管有所预料 但是钱董仍然没有想到惩罚 居然不是把他踢出董事会 而是直接将他辞职 这让他有些无法接受 因此立即质疑说 啊 我是公司的董事 你不能一句话就朝我鱿鱼吧 其他的董事 的确要经过一项程序 但你不需要 江夫人用手里的笔指着钱董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你是员工票选的代表 没有公司的股份 我认为你不趁折的时候 就可以开除你 这番话 无疑击中了钱董的软肋 他面色苍白 已经没有了办法 只能再一次地看向马董 而马董却闭目养神 根本没有理会 到了这个时候 钱董才意识到 这个像自己许诺了很多东西的家伙 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为自己说话 更别说是阻止了 愤怒的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瞪了一眼马董 然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会议室 昔日的同伴就这么被赶走了 围绕在马董身边的董事们 表情惊慌 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盯着马董 很清楚这个昔日的领头人 如果没有帮助钱董 当然也不会帮助他们 所以对于自己的处境 每个人都开始紧张 但是这个时候 江夫人却放缓了语气 对大家说 罢免贺总的方案是钱董递交的 也正是因为他 董事会才会泄入纷争之中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受了他的蛊惑 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听到这忽然转变的态度 大家都有些不解地看向江夫人 而江夫人保持着这种语气 继续和大家说 我也相信经过了这次的事情 大家已经吸取教训 在外面的流言蜚语时 还能保持冷静 而不至于被钱董那样的人 牵着鼻子走 对吧 这一下 所有人都明白了江夫人的意思 这是给当初 投赞成票的董事们 一个台阶下呀 打算就此了结之前的事情啊 前一秒还在担心 自己会成为江夫人的 下一个目标的董事们 顿时高兴地找不找北勒 对江夫人的话赞同的 不能再赞同了 心里当然也是尘埃落定 自己免于惩罚 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一片 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 江夫人却忽然再度开口 马董 请你站起来 此刻的马董 正因为江夫人 不打算追究下去 而沾沾自喜 琢磨着 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情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东山再起 忽然间被江夫人点名 当然是感到意外 表情有些疑惑地 看向江夫人 我希望本周之内 看到你的辞职心 江夫人恢复了 对前面前董事的语气 免无表情地 看着马董说道 以后你可以继续保留股份 但从今往后 我不希望 你再参与董事会的 日常事务 听到这话 包括马董在内 那一方人马 都是大吃一惊 毕竟前一秒 江夫人已经赦免了其他人 现在却又忽然开炮 而且还是直接对准了马董 甚至连贺总一方的几位董事 也是因为事先不知情 而变得目瞪口呆 一方面吃惊于江夫人的态度 如此反复无常 另外一方面 他们更震惊于江夫人 居然如此动作之大 好像不知道马董 在公司里的势力根深蒂固 即便贺总 也没办法将其铲除一样 就这么草率的 向马董开炮了 所以听到江夫人的话之后 马董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忍不住的好笑 他当然知道 江夫人今天 肯定会对他动手 但只要是忌惮他的势力 就能减除 他在董事会里的几个心腹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警告他而已 这也是他没有阻止 钱董被辞退的原因 他觉得那就是 对自己的惩罚之一 但直接要求他离开董事会 简直是荒谬 摇了摇头 他充满善意的提醒说 江夫人 你确定没有弄错人 我可不是刚才的钱董 你想要我离开这里 必须要进行董事会的表决 而据我所知 要通过表决 票数至少要八成 我当然知道 江夫人露出笑容 但你确定 自己有两成的支持率吗 马董不屑地冷笑一声 直到他发现 自己的某个心腹 在面对他的目光时 忽然低下头去 疑惑的他 巡视了一圈 看向自己的左膀右臂 等等支持者 得到的都是 朵朵闪闪的目光 更有甚者 居然直接直视他 表情充满了不愤 这真的还是自己那些心腹吗 那些陪伴多年的支持者吗 欢迎大家收听 有声小说 美女老婆爱上我 作者 北爷爷 蒋波 曹四爷 石榴 第150集 马董有些发呆呀 但是很快他想起什么 猛地表情一变 然后他震惊地看向 韩笑的江夫人 难以置信地说 你 你在跟我玩音的 江夫人仍然含笑 并不解释 于是 除了马董之外的 其余几个有心人 也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 江夫人 原来是有备而来 先解决掉 最不重要的钱董 目的就是让敌对的董事们 紧张起来 也让大家看到 马董在这种关头的 见死不救 等达到了这种目的之后 他紧接着放缓语气 赦免了他们 让他们有一种 死里逃生的感觉 这时候 忽然对马董动手 那些股东已经看出了 马董的为人 刚刚得到赦免 当然是不会再跳入火坑 所以 现在马董 别说是两成的支持率了 恐怕就算是一成 那也够悬了 无疑这是一场漂亮的心理战 想明白这些的董事们 毫不怀疑 江夫人已经提前 演练过无数次今天的情况 甚至大到选择下手目标的 强弱的时机 小到每一个动作 甚至是神态 都经过了精密 而又全面的计算 终于走到了这最后的一步 江夫人无疑是成功的 因为那些追随他们的董事们 一个个已经成为了精工之鸟 而马董也已经彻底的重判亲礼 别说是进行表决了 就算是一句好话 都不会有人说了 而马董当然也看出了这种处境 但现在才明白过来 显然已经是太晚了 此刻的他再无法保持笑容 死死地盯着江夫人 几乎咬牙切实地说道 无论如何 我也要进行董事会的表决 但绝对不能是今天 你更别想就这么三言两语地 把我给赶出去 是吗 江夫人冷笑一声 看了一眼自己的秘书 这位秘书心领神会 打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很快就有几个安保人员 走了进来 马董有些激动了 带他去休息一下 我们两个小时之后 再进行表决 话音刚落 几个安保人员直接走了过去 丝毫不理会马董的咆哮 将其强行带走 很快 会议室里面鸦雀无声 包括忠于贺总一方的董事们 也都因为江夫人的说一不二 和毫不留情感到震惊 唯有张小马一人此时含笑 十分明白江夫人 像今天这样的表现 除了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家庭主妇之外 更重要的是马董差点毁掉他的丈夫 而这是一个女人所不能容忍的 毕竟想保护自己男人的婆娘 也是很恐怖的存在 惹不起呀 惹不起 现在我要宣布贺总的另外一项任命 一片死寂之中 江夫人看向了张小马 副董事长职位一直空权 现在贺总已经决定提名小马 同样在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将进行正式的表决 会议室外 中场休息 二十多位董事们正三五成群的 再也看不到敬畏分明的 两派遥遥对峙的场面了 因为江夫人宣布的决定 张小马再一次成为了 众人关注的焦点 不仅有属于贺总派系的董事们 过来到习 连那些树倒胡孙散的 马董派系的成员们 也纷纷过来大排马屁 表示祝贺 作为晚辈 他表现得足够谦虚 甚至是对于那些 马董派系的董事们 也都礼貌地回应 但是对于副董事长的提名 其实啊 他和听到消息的所有董事一样 也感到十分的吃惊 所以在应付完了大家的祝贺之后 他走向了另外一边的江夫人 想问清楚一些事情 而此时的江夫人 也正应对着几个 原属于马董派系的董事 见到张小马走过来 并不意外 说了一些什么 大发走了那几位董事 然后就笑着看着张小马 似乎知道他要来找自己一样 江夫人 张小马打了个招呼 也没必要拐弯抹角的 直接就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贺总昨天的安排里头 并不包括副董事长的职位啊 那么江夫人 刚刚宣布的提名 又是怎么回事啊 江夫人把手里拿着的笔 交给了一旁的秘书 然后把张小马带到一边 看着他说 我知道 您还怕自己资历不够 但提评你当副董事长的事情 的确是我和贺总 深思熟虑的决定 听到这话 张小马苦笑 我倒是不怕自己资历不够 也无所谓其他人怎么看待 但是我的确刚进入董事会不久 很多事情呢都搞不懂 江夫人真的放心把我推上这么重要的位置吗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了 你的能力不比其他董事差多少 江夫人给予了一个鼓励的笑容 更何况也正是因为你 公司这次才避免了更大的纷争 所以你比任何人都有资格 坐那个位置上 张小马看着江夫人一会儿 然后叹了口气 哎呀 既然江夫人这么有信心 那我再推辞就太不应该了 就看董事会的表决结果吧 如果大家也都认同 我坐那个位置 那我就试一试 听到这话 江夫人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快董事会重新召开 将进行第一场表决 马董再一次出现在董事会上 虽然没有像刚才离开时候一样 被警卫压着 但的确已经冷静下来 表情空洞 神情萎靡 一直油光增亮的大背头 也有些凌乱 再也没有了从前的气势 似乎通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冷静 他已经清楚地认清了现实 知道自己这一次是无力回天了 而接下来的全体表决 也印证了这一点 包括忠于贺总的董事 以及马董曾经的支持者 一共23位董事进行了表决 而投票结果是23票支持 0票反对 在董事会苦心经营多年的马董 在最后时刻 竟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的出手相助 而马董似乎对此也并不意外 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等江夫人宣布完结果之后 就慢慢地起身走出了会议室 没有了秘书 助手和心腹的前呼后拥 他的背影看上去十分的凄凉 尽管马董是咎由自取 以后也仍然持有股份 但是离开了董事会之后 有生之年是再也翻不了身了 看着他仿佛瞬间苍老的 作为曾经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 江夫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但是除了他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对马董的离开表示同情 于是很快第二场表决开始了 不出意外 张小马顺利地通过了表决 成为了公司的副董事长 江夫人首先鼓掌 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贺总派系的董事 也都纷纷地站起来 不吝啬地鼓励地笑容 至于那些马董派系的董事 更是殷勤地发出欢呼 唯恐张小马没有看到他们的支持 因为某些原因 公司的副董事职务已经控制了很多年 安静下来之后 江夫人看着张小马 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希望你能够承担起责任 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 张小马点了点头 好了 江夫人站起身 朝在场所有的人说道 剔除掉了挑起事端的人 有了在关键时刻 代替董事长 行事职权的副董事长 这次的风波已经过去 我们也已经纠正了我们的错误 安静下来的董事们认真听着 从此以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摒弃过去 一视同仁 说着这话 江夫人重点看了看 贺总派系的几位元老 明显是在告诉大家 不能因为曾经敌对 而为难马董派系的董事们 对于这一点 那些原本心虚的董事们 当然是感恩戴德了 在贺总回来的时间内 我是代理董事长 但我自认为比不上贺总 那是一段艰难时期 我希望大家给予我帮助 说这些话 江夫人朝大家鞠了一个躬 宣布这一次的董事会正式结束 而这也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不管是马董派系的董事们 还是忠于贺总的董事们 谁都没有想到 江夫人一出手 就有这样的手腕 尽管再解决了马董 确定不会再起风波 那种气势 也让大家感到十分的压抑 而对于张小马来说 除了对江夫人的表现 感到意外之余 这一次董事会 对他来说 也意味着持续了半个月的风波 终于画上了句号 接下来就可以恢复一身轻松 继续以前的生活了 不过在那之前 似乎还要缓几个人情啊 想到这里 正往设计部门走去的张小马 有些头疼 他当然不会忘记 那个叫赵广志的股东 之所以答应投反对票 是因为樊总答应 可以见上一面 而至关重要的那四位股东 之所以妥协 凭借的那也是周伯伯和钱老 两个人的暗中帮助 更重要的是 最近四处奔波 几乎没怎么回家 照顾耳朵那个丫头 所以啊 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他要感谢樊总 感谢那两位长辈 还要多花时间 弥补对耳朵的亏欠 想着这些 张小马回到了设计部门 让他没想到的是啊 手下的职员们 早已经在电梯前面等着 刚一看到他就立即欢呼雀跃 起初张小马还吓了一跳 但是很快就恍然大悟 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 自己成为副董事长的事情 而大家之所以这么快的 就能得到消息 芭城也是因为消息灵通 并且对他极为关心的刘旭 看着那丫头站在一边 抱着文件夹笑着看这边 张小马一拍脑门 差点忘了 自己还欠柳伯伯一个人情呢 而且已经答应 要在平息了风波之后 再去柳家拜访 而此时的柳旭 也的确是仰起了下巴 笑得狡猾 一脸奸计得逞 寂静要催债的样子 这让张小马忍不住的感叹 欠的人情还真是多呀 干杯 油烟翻腾的大排档里 张小马和柳旭把头一仰 一杯啤酒便寄了肚子 寒冷的冬日街头 与街头小混混和夜店女青年为伍 享受着两盘老妖子 和整整一箱子的啤酒 对于奔波了大半个月的 两个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享受啊 也不知道是心情的原因 还是太久没有喝到好喝的啤酒 张小马很快干掉了半箱啤酒 开始傻笑起来 嘿嘿 哎呀 想着扳倒马董已经好几个月了 哎呀 虽然最后也不是我动的手 但总归已经赶跑了他 真是可喜可贺呀 第151集 马董在公司里边作恶多端 为人又那么差 哼 活该他最后没人帮 柳旭放下酒杯 一脸兴奋 哎 副董事长的职位 马董可是惦记了很久啊 现在 却间接地促使小马哥上位 这才是值得高兴的事呢 据我所知啊 副董事长的职位 也只是在关键时刻 代替董事长行使职权而已 并没有太大的职权 张小马撇了撇嘴 眼神也依旧浑浊 似乎对副董事长的职位 并不放在心上 出身富商家庭的柳旭 当然知道这一点 但他仍然兴奋 双手合十地朝张小马说 可是毕竟是公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啊 而且小马哥 这么年轻就成了副董 说出来就很厉害的样子呢 那也是在外面 张小马倒了一杯酒 和柳旭碰杯 一边说道 哎呀 公司里头 江夫人表面上 已经铲除了马董的派系 让董事们团结一致 但是 不服我坐那个位置的人呢 仍然是大有人在 以后免不了要对付我 即便 如此的小马哥 也没什么可怕的 江夫人那么厉害的人 完全能掌控局面 更何况 贺总很快就要回来了 柳旭酒量不错的样子 一杯啤酒 一饮而尽 表情都不变一下 哎 算了 好不容易才忙完 就暂时不要想 以后的事了吧 张小马放下杯子 笑着朝柳旭说 嘿嘿 怎么样 这个地方 我可很少带别人过来啊 你这是沾了我的光 才能见识小黑的手艺 味道不错吧 的确很好吃的 柳旭满脸幸福地 拿起两串腰子 丝毫不吝啬地夸奖 果然美味的东西啊 只能在路边摊子上找到 以后我又有一个 很好的宵夜选择了 小马哥 你应该早点带我来的 一般人我才不告诉他 这次啊 纯粹就是为了感谢你 张小马抹了把脸 傻乎乎地笑了笑 说道 贺总病的时候 多亏你提醒 那些股东的资料 也是你帮我收集的 后来你跟着跑前跑后的 替我分担了不少事 当初呢 我还真没想到 你的工作能力这么强 那是啊 柳旭得意地举起了一杯啤酒 但却又忽然想起了什么 又把啤酒缩了回去 警惕地对张小马说 哎 不过 我爹地也帮你忙了 小马哥你答应了 事成之后要登门拜访 可别想用几盘腰子打发我啊 张小马强行和柳旭碰杯 不在意地说 哎呀 请你来吃好吃的 就是为了感谢你 登门拜访那是感谢你爹 两码事啊 你就放心吃吧 这还差不多 柳旭绝了绝嘴 表情确实在笑 毕竟 这是他最近这段时间 朝思暮想的事情 为此 他甚至已经提前想好了 要穿的衣服 就这两天吧 张小马喝完一杯酒 拿起两串腰子 口齿不清地对柳旭说 哎呀 虽然刚刚当上副董事长 但江夫人给了我几天假 这段时间好好放松放松 顺便呢 把人情都还掉 行 小马哥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 不用提前约时间 只要打个电话给我就行 柳旭语速极快地说完 忽然发现自己不太矜持了 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我爹地有手好闲 时间很多的 哎呀 行 张小马大小又喝了一杯 正到酒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什么 奇怪地看着柳旭说 哎 你不说自己酒量很差吗 这都快一箱啤酒喝下去了 我都有点上脸 你怎么还一点事都没有啊 听完这话 正美滋滋喝酒的柳旭 吸里咯噔一下 本来已经做好了计划 要假装不胜酒力 这样才能给小马哥耍流氓 和酒后乱性的结尾 可是一边吃一边喝 这么高兴 完全把假装不能喝酒的事情 给忘了 于是他赶紧拨开头发 假装痛哭的样子 扶住太阳穴 无力地朝张小马说 小马哥 你喝的比较多 我只喝了一瓶 不过 我平时最多 你只能喝一丢丢而已啊 现在已经有点醉了呢 啊 是吗 我怎么觉得你比我喝的还快呢 张小马狐逸地把酒倒满 然后有点口齿不轻地问柳旭 哎 不过你是真的不能喝了吗 不能了呢 柳旭扶着头 楚楚可怜地朝张小马说 估计自己一个人都回不了家呢 说什么话呢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家呀 张小马一脸地认真 我给你找辆出租车啊 柳旭听完这话一愣 然后当场撞死的心都有 一个喝醉酒的姑娘 你真放心人家大半夜的坐车 就在柳旭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张小马的背后忽然出现了几个人 柳旭仔细一看 发现是一个穿着高领毛衣 搭配一件长皮衣 还带着大件链子的家伙 在他看来 这种装束简直就是土的吊渣啊 不过这个家伙的背后 还跟着四五个戴黑墨镜的保镖 看上去应该是个人物 张小马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谁了 扭过头 傻乎乎的笑着招呼 是凡哥呀 哎呦 青山也来了 哎 刚好 来来来 一起吃 喂 凡哥 柳旭来了精神 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看着凡哥 他可听说过这个特立独行的家伙 一方面他的爹地当着他的面 几次提过这位好汉 每一次的评价都极高 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 凡哥是张小马的好朋友 哎呀 这柳家的丫头 不介意我当电动帽吧 凡哥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却也脱下了风衣坐了下来 一旁的青山和张小马打了个招呼 也小心的落座 怎么会呢 能和樊总一起吃饭 说出去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呢 柳旭喜欢樊总说得好像 他跟张小马约会一样 当然也是因为柳旭 是张小马的好朋友 他非常想留下好印象 不过说完这话之后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疑惑地问道 樊总 你认识我啊 哎 见过 樊总简短地回答 因为他手上和嘴里面 都忙碌起来 一手抓着啤酒 一手撸串 哪怕是青山 好几次想帮忙开啤酒 身后的保镖也随时待命 但他就是喜欢用牙咬 不为别的 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看到这里 柳旭也总算知道生意场上的人 都说樊总特立独行了 于是他马上和小黑打了个招呼 再来几盘烤肉和一箱米酒 接下来就不再说话 只是当个做陪的 随时给张小马和樊总拿酒 而这倒也并非是他懂事 关键是小马哥 还要送自己回家 然后耍流氓呢 自己再假装醉酒 被那几个保镖送回去 那就太让人上心了 哎呀 这没想到柳少卿的女儿 都给你当秘书了啊 樊总和张小马碰了一杯 一饮而尽 然后就一边撸串 一边口纸不清的说道 人家姑娘可是生意场上长大的 从小到大 见过的事情 就不是几个大学生能比的 你算是捡到宝了 我跟你说 以后人家会帮你大忙的 哎呀 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 张小马看了一眼 帮他开酒乖巧的不得了的柳絮 然后朝樊总说 说起来呀 樊总你也帮了我不小的忙 之前太着急 没跟你道声谢呢 哎 那赵广志是个人物 我本来就要打算见他 樊总也没看张小马 继续低头吃着 之前让你参加酒会 多认识点人 你不去 现在成了副董事长了 就不行了啊 要想以后不求人 就得多出入那种场合 混得脸熟也好 张小马虽然舌头大了 眼睛也有点浑浊 但是樊总的这话 却让他心服口服 马上揽住樊总的肩膀说 下次啊 有类似的酒会 你可得带上我啊 我主要就是害怕一个人 谁也不认识 我发怵啊 嘿嘿 你现在也是我那边的股东 别给我丢人就行啊 樊总说着 又和张小马干了一瓶 然后指着自己 在街边停着的卡宴说 先从车开始啊 别舍不到钱 起码也在百万的档次啊 不然你去参加酒会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啊 听到这话 柳旭给了张小马 一个赞同的表情 似乎真的有这个必要 对此 张小马只能是苦笑啊 这么热闹 居然都不叫我们 你们还真好意思啊 在张小马和樊总边吃边聊 已经有几分醉意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突然在背后响起 让樊总和青山 笑容立刻僵硬 仿佛大半夜看鬼片时 突然被一双手给按住了肩膀 这是另外一个声音 不屑的语气中 包含了居高临下的审判意味 让听到这个声音的张小马一呆 在一瞬间忽然羞愧的 想把头埋进裤裆里 三个人就这样 急不自然的停下了动作 僵硬的转过头 就看到身后 不知何时来了一长一短 两位好汉站在那里 正是舒婷和耳朵 是婷婷啊 特立独行的樊总 居然也有普通的老鼠 见到了普通的猫时 一样的普通的害怕 在看到舒婷那一刻 就迅速的站了起来 殷勤的指着 自己旁边的位置说 没想到这么巧啊 快快快坐啊 一起吃 舒婷穿着长羽绒服 双手插在衣服兜里 明显是睡觉之前 想吃顿宵夜 在这里偶然碰到了大家 但是他却搞得像早有预谋的抓奸现场一样 鄙视的看着他的老板兼姐夫 然后用脚踢开椅子 坐了下来 反观另外一位好汉 明显是刚刚洗完了澡 小脸红彤彤的 冲天边也放了下来 带着一些自来卷 加上脚下踩着一双圆鼓鼓的拖鞋和身上散发沐浴露的清香简直是可爱 偏偏面无表情 十分冷酷 可是这个丫头越是不说话 张小马就越是尴尬羞愧 也赶紧地站起来 给姑奶奶让开位置 谄媚地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也好意思 都好像忘了自己家里还有个娃一样 还以为你有多忙呢 原来躲在这儿 老姑娘花天酒地呢 舒婷瞥了一眼张小马 说这些话的时候 眼睛有意无意地瞥现了柳絮 没错 柳絮 这丫头看到耳朵本来就是害怕的 但是看到舒婷就立即气得磨牙 看样子上次和舒婷打架没少吃亏 本来想着要报仇的 一听舒婷话里有话地针对她立即反击 小马和和我忙了大半个月 终于有了空闲 来这儿清楚一下怎么了 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 闲得管人家闲事 哎 什么叫人家的事 耳朵是我的好朋友 小马哥是我的老板 邻居 而且也是朋友 他们的事 我当然能管了 舒婷冷笑一声 不屑地瞥着柳絮 哼 倒是你啊 又和小马哥 还有耳朵 什么关系啊 听到这一开场火药味十足的对话 原本还想让张小马好好自责一下的耳朵 好像被更有意思的事情吸引了一样精神抖擞 二话不说他跑过去坐下来 趴在桌子上兴奋地看看柳絮 又看看舒婷 看看舒婷又看看柳絮 就好像决斗场外 看斯巴达勇士和狮子相斗的贵妇 一脸的唯恐天下不打架呀 至此 现在还坐着的只剩下他们三个 不提梵哥和张小马 就算是青山 也拾去的给鬼让了个座 站起来得到了梵哥的眼神示意 两个人默契地决定逃离战场 免受波及 于是悄悄溜走 各团了一盘子老妖子 蹲在马路牙子边上 边吃边喝 张小马那个气呀 这两个货是真不够意思 但是眼下更重要的是 调停一下这大战即将的场面 所以看着刚被舒婷攻击 正准备回嘴的柳絮 他赶紧插话打圆场 大家都是朋友啊 都是朋友 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文明一点好不好 滚 柳絮和舒婷难得统一 头也不回的一口同声 张小马尴尬地笑着 没话找话地继续努力劝解说 哎你看啊 你们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本事人 说起来呢还是老乡啊 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听到这话耳朵好奇地抬起头 貌似好学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要两眼泪汪汪 打架打的吗 张小马有点着急地瞪了耳朵一眼 这丫头明显是在挑拨呀 但他不瞪还好 一瞪着舒婷立马就急了 直接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 你瞪什么呀瞪 这么久了 不看我们一去安慰的话都没有 你还有理了 看耳朵是理所当然 凭什么要看你啊 别那么自以为是了好吗 柳絮听到这话也不干了 毫不示弱地站起来 直接打开舒婷的手说 而且你指什么指啊 别以为小马哥对你客气 你就可以没礼貌啊 你 你敢打我 舒婷难以置信地转头 看着柳絮似乎就要爆发 可是柳絮出人预料 居然抢先出手 一把抓住舒婷的头发 咬牙切实地说 就打你啊 谁让你上次撤掉我的头发 今天我要报仇 我要把你打过去 舒婷尖叫一声 说出一句很有暴力倾向的话 然后也抓住柳絮的头发 这一瞬间 耳朵兴奋得脸更红了 很聪明地立即跳下椅子 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后就朝着两个人大喊 胸很大的柳絮阿姨 腿很长的舒婷阿姨 你们不要打架了 小马哥 确实只能有一个小三 不能强求阿 凶大了不起吗 腿肠又怎么样 随着两声尖叫 两位好汉战斗力爆表 彻底扭打在了一起 一边的张小马 看到场面瞬间失控 伸了伸想要拉架的手 最后还是放了下来 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柳絮 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女神经病 再加上一个智商高的下人 还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洛丽从前挑拨 这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一样的 火爆且不可阻挡啊 恐怕就算这一次解决了 那下次碰到也依然在接着干 唯一解决的办法似乎就是等他们分出高下 或者是打累了 然后自己罢手 想到这里张小马叹了口气 在尖叫声中转过身 乖乖地端着一盘妖子 和樊总还有青衫一样 蹲在马路牙子边上 边吃边看 可除了他们 就没有人制止了吗 开玩笑 当然没有 这可是两大美女打架啊 就算动作再粗野 那也是因为脸蛋的关系 充满了美感 尤其是纠缠在一起的肉体啊 那让人浮想连篇 所以别说是路过的 和附近吃宵夜的 那牲口们都围过来 看个眉飞色舞啊 甚至是小黑这个当老板的 眼看着自己的摊被砸了 别说是阻止了 居然连自己的生意也懒得在做 直接跑过来 和张小马他们 蹲在路边一起看 哎 樊哥 等他们打完了 让你的保镖帮帮忙 该送医院的送医院 该送医院的送医院 该送神经病院的 送神经病院啊 我喝了不少了 不能开车 蹲在马路牙子上的张小马 拿着烤串 目光空洞的说 樊总点了点头 吃的眉飞色舞 看的也是眉飞色舞 这时候还问张小马 哎 对了 之前咱们说到哪了 张小马开了瓶啤酒 在两位美女 惊声尖叫的扭打背景下 忧郁的一言而尽 说道 哎呀 说我的钱都逃出去了 拿股份抵押 跟银行借钱的事情不太好 哦哦对 那个黄金海岸这边 要盈利啊 你才要分红 星汉那边呢 你也得等到年底 有点难办呢 樊哥一边观战 一边思考 居然还能一边说话 不过 你要是不介意 你可以开项目部里的车呀 啊 项目部 一旁的青山正看得惊心动魄 呲牙咧嘴 听到这话赶紧说 哦哦对 黄金海岸的项目 一辆奥迪A8 这个樊总买来 当公车用的 说是出去接送 谈业务的投资人有面子 张小马焊了一个言呢 你也是项目的老板之一 想开的话 回头直接找青山拿钥匙啊 樊哥飞快地说完了这句 然后惊呼一声 哎 快看 终于动脚了 舒婷那丫头 腿长的优势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两位好汉的决斗 在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最终还是结束了 不过 这并不是因为遭到了警察叔叔的干预 和居委会大妈的制止 而是两位好汉体力不支 在撑着膝盖 或者是扶墙喘气喘了十分钟之后 被感到无聊的张小马和樊总 分别送回了家里 虽然到底也没受什么伤 但是蓬头散发的柳旭被送回家时候 的确只有躺在沙发上哼哼唧唧的力气 所以计划好的酒后乱性就这么泡了汤了 让柳旭内心深处对舒婷更加恨得压根痒痒 而张小马当然也就避免了被勾引了 在安顿好了柳旭之后 回到了小区 又看了看同样只能哼哼的舒婷 确定也没有受什么伤之后 才精疲力尽的回到了家里 我好想你 刚进门耳朵就跑了过来 抱着她的大腿扬起小脸说 张小马本来就是要找这个丫头算账的 毕竟柳旭和舒婷打起来 这丫头没少挑不利剑 现在看到这小丫头骗子还是这个样子 心里很明白 这是知道自己要爱骂 故意半可怜 不过她还是很老套的被触动了 想起了最近没怎么陪这丫头 心里头的确有所亏欠 所以摸了摸这丫头的脑袋说道 哎该忙的都忙完了 最近好好陪陪你啊 但是你今天唯恐天下不乱 是不对的 以后不准这样了 耳朵扬着脸 眨着天真的大眼睛 伤心的说 舒婷阿姨是我很好的朋友 算计她的事情 我很抱歉 但是因为责任 而不得不放弃友谊 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 我也是很痛心的 张小马无语啊 哎呀 就算从来没把你当成小孩子 但是呢 这些事情真的需要你操心吗 你该胡闹胡闹 该称霸幼儿园 称霸幼儿园 没必要觉得维护我 和你李唐阿姨的婚姻 是你的责任啊 我倒是没有维护你的想法 耳朵的表情露出稍纵即逝的嫌弃 但下一个又很快恢复为难的样子说 主要是因为蓉蓉君走的时候 对我有交代 而李唐阿姨也是我最喜欢的人 嗯 蓉蓉 张小马同情地掐着耳朵的小脸 你不是总喜欢给别人洗脑吗 这一次怎么被别人给洗脑了 那压根就不是什么责任的问题 蓉蓉只是唯恐天下不乱而已 可她是我最喜欢的人的妹妹 耳朵面无表情地打开张小马的手 认真地说 哎 我怎么听着蓉蓉在你心里的地位 比我还高的样子啊 而且还只是因为她是李唐阿姨的妹妹 那么我很想问你一下 你这个不养家的白眼狼 到底是谁在照顾你啊 我在你心底里头 到底是个什么位置啊 张小马眯起了眼睛 这个时候 电话响起 耳朵扭头就跑 张小马拿起电话一看 是李唐 哎 哎 正想问你个事呢 拿起电话 张小马瞥了一眼 正在偷听的耳朵 没想让这件事情过去的意思 很想知道自己平日里 在耳朵这边深受歧视 总比不上一些外人的原因 电话那头的李唐 似乎有其他的事情要说 没想到张小马一接电话 反倒提起了问题 所以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问吧 哎 你知不知道 我在耳朵那丫头心里的位置 拍马屁也赶不上你 这真是太气人了 我知道 啊 你知道 张小马大吃一惊 然后暴怒 凭啥呀 你告诉我凭啥 啊 从这丫头被接过来开始 你总共才见过她多少次面 说过几回话呀 凭什么一把屎一把尿 照顾她的我还不如你了 因为耳朵刚来的时候 我爸领她来 你不愿意照顾她 是我说服了你 正咬牙切齿的张小马 听到这话一愣 忽然想起来 的确是有这件事 不禁忽疑的看向了耳朵 而耳朵似乎听到了 正面无表情的看着她 又是那副审判的表情 这一下张小马无话可说了 甚至被耳朵看着还有点心虚 因为她当初的确嫌麻烦 不想照顾这个丫头 最后也的确是因为 李唐答应了她的条件 才勉为其难的接受的 看来这件事情 已经让耳朵把李唐 当成了好人 而自己是做再多好事 也翻不了身的坏人呢 第153集 哎 你看什么看啊 至于这么记仇嘛 去 心虚的把耳朵推开 张小马尴尬的咳嗽了两声 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于是对着电话问道 哎 大半夜的打电话找我 做啥事啊 电话那头的李唐说道 听说 你成为了星汉的副董事长 恭喜你啊 啊 你也知道了 张小马心情好得不行 直接躺在沙发上 抖着腿抽着烟说道 知道啥事董事长不 不是我吹牛啊 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就这么交给我了 知道啥不 我是人才啊 电话那头的李唐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无视了他的吹牛 自顾自地说 周伯伯和钱伯伯那边 你就不要有所表示了 就当做不知道 他们暗中帮忙 这样反而最好 张小马愣了愣 然后甘笑着问道 啊 这个你也知道啊 嗯 那你不生气 我动用了你爸的关系啊 我知道 你并没有主动去找周伯伯 还有钱伯伯 而且我也知道 你在之前的事情上 遇到了很多困难 电话那头的李唐 说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 然后换了一种语气说道 你表现得很好 我很高兴 少拿这种当长辈的语气 跟我说话啊 张小马撇了撇嘴 然后问道 不过周伯伯和钱伯伯那边 不用有所表示 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不想让你知道 他们出面了 你也最好 装作不知道他们出面 毕竟 他们是看在老一辈的面子上 才帮你的 就算有人情 也是老一辈的人情 所以这种事情 应该是我爸去应付 张小马挠了挠头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李唐却不想 接着这个问题上 多说什么 转而告诉张小马 另外一件事情 哦 我爸今年 应该不会回来过春节了 但容容 已经确定 很快就会回来 啊 容容要回来了 什么时候啊 张小马有点意外 一旁的耳朵 也连忙凑了过来 具体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只是知道 他会回来的 而且我爸不在家 他八成 又要住在你那边了 所以给你打个招呼 让你有个准备 张小马那叫一个感激涕零啊 这个消息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毕竟 他已经因为小姨子 每次回来 都不提前打招呼 而两次撞见 人家姑娘洗澡了 这要再来他个第三次啊 连他自己 都不能相信自己 是不是有意的了 好了 没事了 我先挂了 说完这些 李唐也没等张小马回应 电话那里面 就传来了盲音 这婆娘 说的其他事也就算了 小姨子要回来的消息 这着实让张小马很高兴 因为平时相处时候 怎么看怎么闲 但是真正走了 还真有点想念 真是要回来了 又能像以前一样 喝酒入串了 不过 当他和耳朵 一起咧嘴笑的时候 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而脸色一变 这丫头回来 是不是继续要跟柳絮 接这个案呢 而且 现在多了一个书庭 这门对门的 肯定也会知道 到时候 百分之百的 也会视为敌人吧 想到这里 张小马担心的 看了看耳朵 结果发现 这丫头 也着嘴笑 大眼睛里 满是躁动和兴奋 看样子 是打算大干一场了 这要是真等小姨子回来 这一大一小 两个魔王联手 恐怕 舒婷和柳絮 就不是互相打架 那么简单了 想起小姨子 以前的手段 张小马苦笑的 扶住额头 恐怕 等小姨子回来之后 又要鸡飞狗 跳一阵子了 深夜 哄睡了耳朵之后 张小马回到卧室 想到李唐 刚刚打来的电话 他现在只是知道 小姨子将要回来 具体哪一天 却不清楚 而经历了两次 洗澡不关门的事件之后 他还真有点害怕 小姨子这一回回来 会再弄出什么事情 让他再一次被惊吓 想到这里 张小马看了看天色 琢磨着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法国应该还是白天 于是 决定问一下小姨子 当然 以姐夫的身份去问 没准啊 是想搞突然袭击的那丫头 可不一定会说 所以 他再次变装成为了 前行在网络世界中的 黑客先生 拿起笔记本 熟练的入侵小姨子的电脑 然后打开了摄像头 画面中 房间的一角 小姨子和他两个室友在一起 正对着落地的大镜子打扮 似乎是要一起出门 那个之前被张小马看光了整个上半身的白人妹子 穿得隆重又性感 那个亚洲妹子也是穿着一身的顽礼服 但是因为胸太大的关系 导致衣服很不合身 正苦恼的扯来扯去 倒是旁边的小姨子 似乎还没来得及换上衣服 这会儿正帮助那个亚洲妹子 并仰着头 没意气地嘲笑 看到这里 张小马不禁惋惜 自己要是再早来个十分钟 看到那两个室友换衣服的美景 就更好了 至于接下来 肯定也是要换衣服的小姨子 他倒也并不是没有兴趣看 只是觉得自己 还没有达到那么禽兽的地步 于是他打开小姨子电脑中的对话框 发了一条消息 提示音响起 小姨子回头 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 然后走了过来 当看到对话框之后 他瞪大眼睛十分兴奋 扭头就朝那两个室友说了一句什么 下一刻 那个亚洲妹子一脸的惊恐 下意识地捂住顽礼服 没有盖住的身体部位 倒是那个欧洲妹子依然大方 还朝摄像头的位置 打了个招呼 黑客先生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小姨子在电脑面前坐下 表情兴奋地打出了这么一句话 张小马回复说 刚来而已 很可惜 没看到你两位室友换衣服 小姨子看到这句话撇了撇嘴 但仍然笑着 扭头朝那个亚洲妹子 说了一句什么 并且挥了挥手 那个白人妹子 就拉着一脸怀疑的亚洲妹子走了 你是不是经常来了 也不说话 就这么偷窥我们啊 张小马无语啊 回复说 我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黑客 偷窥这种事情太低级了 我才不信呢 小姨子皱了皱鼻子 打出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接着又发了一句 我们学校 今天晚上有舞会 我本来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现在你来了 我就决定不去了 我有这么大的面子吗 有啊 不过主要是那些人 太没意思了 小姨子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种对整个世界深深的鄙视 和耳朵时不时流露出的不屑的表情 极为神似 张小马感到好笑地回复说 那你觉得谁有意思呢 你算一个 小姨子笑嘻嘻地说完 又撅起嘴 不过你想找我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找我呀 我想找你的时候 却根本找不到你 这不公平 这是技术上的优势 本来就不公平 有本事 你也学黑客技术去啊 听到这话 让小姨子被噎住了一样 好半天的才细乎乎地回复道 我不管 你得给我一个 你的社交账号 Facebook 推特 或者微信啊 总之 要让我想找你的时候 能马上找到你才行啊 张小马一脸的不屑 无情地回复说 跟你很熟嘛 凭什么要告诉你 小姨子咬牙切齿 还真不能拿这个 她都不知道是谁的家伙怎么办 于是回复说 哼 你肯定是个死鸡老 看到我这么漂亮的姑娘 居然都不想发展发展 原本我还想着 回国之后见见你呢 现在 我不打算见你了 张小马嘿嘿一笑 总算是说到正题了 于是发消息问道 你具体什么时候到 看到这个回复 小姨子顿时没开眼笑 下个月十三号到 怎么 你要接我吗 我直接到北京啊 你要接机 还是等我回家之后 再跟我联系啊 没打算要见你 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张小马看着小姨子 气得差点要暴揍 正飞快地敲打键盘 似乎是要骂他 于是赶紧用超越 小姨子的打字速度 先一步回复说 时间不早了 我要休息 你去参加舞会吧 再见 小姨子抓狂啊 使劲地敲击 键盘删除了骂人的话 最后只发来三个字 我恨你 关掉电脑 张小马哈哈大笑 以前他没少吃小姨子的亏 以姐夫的身份 不能把那丫头怎么样 也就罢了 甚至是想说他几句 也因为小姨子的伶牙利齿 而每次都鲨鱼而归 现在换了一个身份 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戏弄了 想小姨子什么时候 被这么耍过呀 真不是一般的解恨啊 不过戏弄归戏弄 张小马也没有忘记正事 刚才故意套话 不仅确定了 小姨子的确要回来 而且还知道了 他在哪一天回来 这样的话 到时候当然不会再因为 看到小姨子洗澡 而备受惊吓 反倒可以提前准备准备 换他吓唬吓唬小姨子了 第二天一早 张小马难得睡到自然醒 起床的时候 发现耳朵也已经自己去了幼儿园 于是悠闲地吃了早餐 再把家里打扫了一下 这才拿出了手机 给柳旭打电话 告诉那个丫头 自己今天去柳家拜访 毕竟董事会里的事情 已经结束了 对他来说 虽然有江夫人给的假期 但该还的人情 还是早点还 该兑现的承诺 也不应该拖延 更何况 今天刚好是周末 柳伯伯应该在家休息 不如今天就去 而电话那头的柳旭 对于他能够履行诺言 而感到十分的高兴 挂断电话 立马就通知了爹地 然后也没忘记和张小马 约定碰头的地点 于是 一个小时之后 张小马开出街 然后直奔着我家而去 幸运的是 这丫头昨天晚上 和柳旭打架并没有挂彩 心情很好的样子 也看不出对于斗殴事件 有任何的耿耿于怀 而除此之外 重要的是 这丫头的打扮十分的隆重 还带了不少的礼品 这无疑让张小马 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自己似乎不好空手过去 但当他打算停车 去买些什么的时候 柳旭却说不用了 于是就这样 两个人来到了 城郊的一个别墅小区 张小马刚停好车下来 柳旭把手里的东西 分了一半给他 自己则提着另外一半 没等张小马说什么 就开始介绍他家里的情况 很快 两个人肩并着肩 来到一栋美式别墅前 柳旭按了按门铃 然后和张小马一起站着 第154集 很快门打开了 穿着拖鞋的柳伯伯 亲自过来迎接 笑容满面地看着两个人 柳旭不知何时起 一脸的娇羞 尤其是看到柳伯伯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表情 居然扭捏起来 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 同时羞涩地说了一句 爸 我们回来了 柳伯伯倒是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想通了 后悔之前离家出走 重新回来之后 所以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很配合地接过礼品 一脸女儿终于长大的感动表情 差点红了眼睛 这诡异的一幕 让张小马在一瞬间 有一种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新婚夫妻一起回娘家的错觉 跟着柳旭 把手里的礼品递给了柳伯伯 差点就脱口而出的也喊了一声 爸 虽然是别墅 但柳伯伯家面积并不大 无论从装修还是摆设上来看 都是极为精致 尤其是几乎挂满墙壁的小相框里 几乎都是妇女两人的合影 看上去充满了温馨的气息 而这个家里除了柳伯伯之外 来迎接张小马和柳旭的 还有一个保姆 几十岁的人了 一看到柳旭就眼睛泛红 差点哭起来 而柳旭呢 也亲密地给了一个拥抱 久久地不松开 可见感情之深呢 是柳旭回来了吗 这个时候又一个人出现了 刚刚还看着保姆一脸高兴的柳旭 立即换上一副冷漠的表情 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 仔细一看 旋转楼梯上 走下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一身长裙却踩着双拖鞋 显然没有刻意要将自己打扮得年轻 但无论是皮肤还是身材 都保养得极好 而且笑起来很有亲和力 我刚上去替你收拾了房间 今天晚上要是不忙的话 就在家里睡吧 那个女人走下来之后 朝柳旭轻声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将目光落在了张小马的身上 问道 这就是小马了吧 阿姨好 张小马喊了一声 知道这一位就是柳旭口中的沈阿姨 但相比起来柳旭就没那么客气了 不理会那位沈阿姨的话 笑着朝张小马说了一句 小马哥 你先坐 之后就拉着柳伯伯往楼上走 弄得柳伯伯很是尴尬 只能让张小马和那个沈阿姨 两个人先聊着 就这样 沈阿姨把张小马带着坐下 然后招呼保姆倒茶 似乎对于刚才柳旭的态度 并不在意的样子 笑容很亲切地问张小马 听说你是柳旭的上司啊 他平时没给你添麻烦吧 麻烦倒说不上 张小马盲说 柳旭呢很有工作能力 即便是在我们部门啊 也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呢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比我更见过世面 这些日子呀帮了我不少忙呢 听到这话沈阿姨点了点头 并没有过于谦虚和客气 只是说 柳旭啊 的确是个聪明的孩子 更难得的是 他从不娇生怪养 当时自己选择从小志园做起 他爹爹虽然心疼 但其实也挺自豪的 是啊 张小马笑了笑 哎呀 我也没有想到 他一个千金大小姐 会坚持到现在呀 沈阿姨也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柳旭和柳伯伯下来了 也不知道父女两个人说了些什么 再看到沈阿姨的时候 柳旭这一次打了声招呼 而沈阿姨也点了点头 并没有刻意的去讨好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都不用柳伯伯活跃气氛 话呢 不怎么多的沈阿姨 总能找到大家都能参与进来的话题 既不让懒得和他说话的柳旭 真的没话说 也不让张小马这个客人太局促 这无疑让张小马好感倍增啊 觉得这个女人除了举止优雅之外 而且情伤极高 由此可见 这个沈阿姨一定不是在某件事上 没处理好 因而得罪了柳旭 可能是柳旭之所以不喜欢这个沈阿姨 就只是因为这个女人 即将成为他的后马 对于这一种心理 张小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对沈阿姨有好感 也是真的 所以接下来的谈话当中 他虽然在避免插手人家的家事 但的确引着话题 让柳旭和沈阿姨之间 能有一些交流 尽管不太成功 但是沈阿姨却看出了他的好意 几次投来感激的表情 就这样 四个人聊了半个多小时 很快呢 就到了午饭的时间 那个被柳旭 称为刘妈的保姆 手艺的确不错 这也似乎成为了柳旭插开话题的工具 除了连连的称赞之外 还不停地给张小马夹菜 基本上无视了柳伯伯 让他多和沈阿姨说话的眼神 不过 以沈阿姨的聪明 怎么会找不到办法呢 他很快看出了柳旭对张小马有意思 所以饭桌上的话题 一直都是张小马 当得知张小马 已经是傅董的时候 毫不吝啬地称赞 让柳旭十分地高兴之余 当然也时不时地一起表扬张小马 并抢着回答询问张小马 而他又恰巧知道的问题 于是就这样 两个人之间终于有了共同的话题 一顿饭吃完 刘妈收走了碗筷 柳旭跟着去撒娇找话 而沈阿姨呢 则安静地帮大家切水果 这个时候 正和张小马说话的柳伯伯突然提议 要和张小马一起去看看他栽的花草 这个季节 当然没什么花草可看 柳伯伯明显是要找张小马私下里说话 对此 那个沈阿姨是清楚的 只是告诉柳伯伯 要回来吃水果就不再多问 而张小马也是心灵神会 跟着过去了 花园里一片干枯与落叶 但是柳伯伯还是做样子似的 介绍了一下他们 之后才叹了口气 对张小马说 哎呀 多亏了你啊 柳旭和你沈阿姨两个人 都很久没说话了 今天要不是你来 恐怕柳旭又要发脾气 大吵大闹 啊 大吵大闹 嗯 柳伯伯有点无奈 柳旭的性格你知道 脾气说来就来 你沈阿姨呢 又是个宠辱不惊的性子 柳旭那丫头总是挑起事端 但你沈阿姨从不生气 那丫头吵架都吵不了 就只能闹了 听到这话 张小马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副柳旭上蹿下跳的挑衅 沈阿姨只是安静的坐在那里喝茶 最后柳旭累得筋疲力尽的 又因为无处发泄而又气愤 于是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撒泼打滚的场面 说起来啊 你沈阿姨也是个倔强的性格啊 柳伯伯说到这里 看向了张小马 我看得出来 你呢 刚刚也没少为他们找话题 而他们今天能有几句话说 也的确是很难得呀 真是多亏你今天来呀 其实我今天来 主要是因为柳伯伯上次帮忙 过来还人情的 张小马有点不好意思 柳伯伯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说道 我当然知道 而且当时柳旭让你答应过来拜访的时候 我就看出了你不乐意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 能让柳旭那丫头回来一次 可太难了 只能是利用你一次喽 张小马无语呀 心说自己果然猜的没错呀 原以为你今天过来 只是能让柳旭回来一次而已 没想到柳旭还挺在乎你的 等着你的面 不吵不闹也就罢了 还能顺着你的意 跟他沈阿姨说几句话 柳伯伯说着 别有深意地看着张小马 这个眼神让张小马一醒 然后赶紧摆手说 哎哎哎 柳伯伯啊 我跟柳旭之间只是同事关系 哼哼 但是柳旭的确喜欢你对吧 柳伯伯笑眯眯地问道 张小马真没料到啊 这么快就说起了他和柳旭之间复杂的关系声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而且据我所知 你已经结婚了对吧 柳伯伯伯继续笑眯眯眯地问道 张小马汉都快要流出来了 信说这必须解释清楚啊 不过他还没开口 柳伯伯却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 我相信你不会轻易伤害柳旭 而且呢 从贺总的事情上 我就能看出来 将来你即便和你的妻子离婚 选择了柳旭 也不会是因为柳旭比你的妻子更好 因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即便选择了柳旭 也是因为对柳旭更加有情 当然 如果你没有选择柳旭 依然继续你的婚姻 那说明你的为人 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呀 我都可以接受 张小马听完这话目瞪口呆呀 柳王八 您这话这 我从来没有阻止过柳旭喜欢你 即便你已经结婚了 而我也希望 你不要因为柳旭知道你已经结婚 而追求你 而觉得柳旭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不是吗 柳伯伯笑着 伸出手又拍了拍张小马的肩膀 然后转身走了 留下张小马一个人站在原地 目瞪口呆 这天底下还真有支持自己女儿 跟别的女人抢老公的爸爸 这就是传说中 有其父必有其女吗 转眼到了傍晚 张小马感谢了柳伯伯和沈阿姨的招待 起身告辞 而柳旭这个时候 也拿起了包 准备一起离开 似乎根本没有留下来过夜的意思 柳伯伯当然是一再地挽留啊 可是柳旭执意要走 于是柳伯伯集中生智 朝张小马蒙打眼色 像是在暗示张小马 想要阻止柳旭今天离开 唯一的办法 就是张小马也一起留下来过夜 对于这个馊主意啊 张小马直接无视了 然后再三感谢地离开了 柳旭当然也跟了出来 一边往小区外面走去 一边向柳伯伯挥手 等到已经走了很远了 才迫不及待地凑到张小马的身边 问道 喂 刚刚我爹地跟你说了什么 有没有谈起我们的事啊 有啊 张小马看着柳旭说 你爹说你第三者插足啊 简直是有辱门风 强烈要求找你谈谈 还说你以后啊 要是再不悔改的话 就要帮你辞职 然后抓回家去 关禁闭 第一百五十五集 我才不信呢 柳旭笑了起来 我爹爹 从不干涉我的决定 这件事情也一样 要不然 早就出来插手了 何必等到现在啊 张小马有点无语 这到底是什么爹呀 是不是亲生的 你才不是亲生的呢 柳旭不满地看着张小马 说道 我爹爹 那是尊重我 信任我 懂不懂啊 不懂 张小马有点无奈 我说你以后能不能别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啊 就老老实实当个秘书不行吗 不行 我明年啊 提搭你当主管 我真要当什么主管 去我爹爹的公司 马上就可以是董事 何必还留在心汉呢 张小马哭丧着脸 没办法 于是柳旭立即变得得意洋洋 一方面 他就喜欢张小马 拿他没有办法的样子 每次看到啊 都忍不住的高兴 而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为今天张小马来他家拜访 正式的见过了他的爹 舒婷就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了 从这一点 他就感觉压过了那个臭女人一头 但是除了得意之外 柳旭心里头 其实还有些疑惑 他当然没有幼稚到 以为当张小马的贴身秘书 和张小马一起回家拜访父亲 就表示自己和张小马的关系 更进一步 而他之所以做这些 都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让张小马的正房 再也坐不住 而被迫的主动现身 可是他都已经当张小马的贴身秘书 大半个月了 张小马也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的和他回了娘家 如果这都没办法 逼原配出现 他一时还真想不出 接下来要进行什么样的动作了 正想着这些 电话响了 柳旭拿起来接听 还没打招呼 就听到里面焦局的话 紧接着脸色一变 挂了电话 他的眼睛发出了奇异的光彩 二话不说 丢下了一头雾水的张小马 然后迅速地打车离开 与此同时 某咖啡厅 钱兜兜挂完电话 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 在他的对面 是张小马有过一面之缘的周星星 我说兜兜 你突然之间约我出来 到底有什么企图啊 周星星半开玩笑地问道 钱兜兜也打着哈哈 说道 我们一起长大 最近都没怎么见面 都快生疏了呢 我也想增进下感情嘛 前几天不是刚见过面吗 周星星有点无奈 钱兜兜等的就是这句话 然后一拍脑门 傻乎乎地笑着说 哦 是哦 那天我们两家聚会 我还跟你聊天了呢 这都能忘记 是有多不重视我呀 啊 我记性不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钱兜兜似乎又想起什么似的 兴奋地坐直一些 八卦的问道 哎对了 那天听到两个爷爷 说起张小马 那人刚好我也认识 可我不明白 两位爷爷和他什么关系啊 周星星张了张嘴 想起了自家老爷子的吩咐 于是笑了笑 打着哈哈说 也没什么 普通关系而已 普通关系也是关系啊 钱兜兜一副 很想知道的样子 忽然把手伸过去 拉住周星星的袖子 一边晃着 一边撒娇说 你就告诉我嘛 我可好奇了 周星星被这么一摇 有点飘了 但好像没有失去理智 有点为难的说 哎呀你别问了 老爷子说了 不能往外说的 哎呀 星星哥哥 钱兜兜肚嘴 一双手抓着周星星 一只手的袖子 两条手臂 挤压着胸部 幅度更大的晃着 说道 我们的关系这么好 我都请你喝东西了 而且以后有空了 还要酒呢 你连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 都不愿意满足我吗 周星星彻底飘了 尤其钱兜兜 北安的胸部 在眼前晃着 简直让她好像 坠入其中一样 好半天的 才挣脱出来 赶紧移开目光 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一本正经地说 那我告诉你 你绝不能告诉别人 钱兜兜立即 松开周星星 兴奋地连连点头 你发誓啊 我发誓 钱兜兜立即 竖起了三根手指头 一脸认真地说 如果我往外说 我就是小狗 周星星点了点头 然后叹了口气 对钱兜兜说 其实张小马 是李家的女婿 李家 哪个李家 周星星笑了笑 说道 你们搬去大院的时间 晚了一点 可能不知道 但我说一个人 你肯定认识 谁啊 李荣荣 荣荣姐 钱兜兜下了一条 然后赶紧问 听说荣荣姐家里 有一位将军 还有一位大军区的首长 还有好几位叔叔 拥有跨国上市公司 比起背景 比我们这一群人 强得太多了吧 你可别告诉我 张小马是他老公 当然不是啦 钱兜兜松了口气 要知道 荣荣除了来头很大之外 还是她的大姐头 她以前可没少 留着鼻涕 被荣荣带着玩 所以对于荣荣 她是既有交情 又有点害怕的感觉 张小马 要是这位好汉的老公 她夹在柳絮和荣荣中间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她的姐夫啊 周星星接着说 钱兜兜听到这话 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傻傻地问 哦 荣荣姐的姐夫 那 荣荣姐的姐姐是谁啊 李堂姐啊 周星星说着 指了指对面 不远处播放着新闻的电视 钱兜兜转过头了一看 发现是一位大美女 正在一群官员的簇拥下 考虑一个工厂 而这个人 全是老百姓都认识 她当然也不陌生 所以愣了好半天 然后难以置信地 看着周星星 对此 周星星苦笑地点了点头 而钱兜兜 立即尖叫一声 见了鬼一样的 震惊地问道 你 你是说 张小马是 李市长的老公 周星星摊了摊手 我也很难相信 但她的确就是 钱兜兜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一副受到了惊吓的样子 但是也瞬间 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然后 她努力平静下来 手忙脚乱地拿出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刘旭吗 那个 我知道 赵小马的老婆是谁了 太吓人了 你赶紧过来 听到钱兜兜的话 周星星立马就急了 赶紧对钱兜兜说 你说过的啊 不能告诉别人 可不要忘记了 钱兜兜连忙解释 那是我朋友 没有的事 不会外说的 你可是发过誓的啊 一会儿 你只要说给你朋友听了 那你就是小狗 钱兜兜愣了愣 然后看着周星星 汪汪汪汪汪汪汪 周星星无语啊 当柳旭火急火燎的 赶到咖啡厅的时候 周星星还在向钱兜兜解释 即便承认是小狗 也不能把秘密透露出去 这一游戏规则 但钱兜兜显然朽目不可刁眼 一见到柳旭 就眉开眼笑地蹦起来说 快来快来 我找到张小马的老婆了 在哪儿啊 柳旭高兴坏了 也顾不上坐下来再说 直到他将目光落在了 钱兜兜对面的周星星的身上时 表情忽然之间变得诡异起来 有些难以接受地问道 该不会是他吧 正要继续阻止 钱兜兜的周星星 听到这话 一张脸立即憋得降子 而钱兜兜却是没心没肺地 拍着桌子大笑不止 被着急的柳旭打了好几下 才让开了位置 一边笑一边对柳旭说 哎哟 不是他了 你先坐下来 我再告诉你啊 柳旭松了一口气 坐下来的同时 才想起了和周星星打招呼 但是周星星显然已经受到了伤害 瞪了他一眼 接着哭丧着脸 朝钱兜兜说 你答应我不说 就一定不能说 不然的话 我会被你害死的 哪有那么严重吗 行行哥哥 钱兜兜又抓住了周星星的袖子 晃来晃去 眼看这倒霉蛋又有点晕了 赶紧抓紧时间 朝柳旭说 张小马他老婆的身份很特殊 有人交代过 不准泄露出去 你要知道了 可不能跟别人说才行 柳旭看了看周星星 又看了看钱兜兜 郑重地点了点头 嗯嗯 我不会告诉别人 说吧 钱兜兜给了周星星一个 这样可以了吧的表情 见周星星犹豫了一下 没有立即阻止 于是接着朝柳旭 竖起了一根手指头说 先给你一个线索 首先 张小马的老婆 其实 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是熟人 柳旭几乎脱口而出 但下一刻 他又摇了摇头 不对啊 按照我们之前的调查 小马哥的老婆 应该有政府的背景 你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该不会是说 在电视上吧 冰咚 打对咯 钱兜兜很享受 这个卖关子的过程 因为他实在是被吓坏了 现在想看柳旭 也大吃一惊的表情 所以 还是没有直接说 竖起了第二根手指头说 其次 张小马的老婆很漂亮 是一位美女 政客 听到这话 柳旭就苦恼了 他一个连娱乐明星 都分不清楚的人 又哪里会关注 什么明星政客 所以不耐烦地 握住钱兜兜的 两根手指头说 哎呀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点说是谁吧 钱兜兜撇了撇嘴 就看了一眼周星星 见这个家伙 已经放弃了挣扎 正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于是深吸了一口气 朝柳旭说 张小马的老婆 是本市市长 李堂李市长 市长 李堂 柳旭眉头皱了皱 似乎是在搜索记忆 很快他想了起来 然后瞪大眼睛 吃惊地捂住了嘴巴 难以置信地看着钱兜兜 钱兜兜连连摇头 向柳旭表示自己的肯定 并向柳旭指了指身后的电视 新闻中播放着去年 李堂去北京参加两会时 被长枪短炮的记者 争相采访的场景 画面中 李堂一身长风衣 自信而有美丽 在简短地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 又被大批跟拍的记者尾随 父亲走过的其他代表 也都频频侧目 那一刻的风采 足以让很多大牌女明星 都暗淡无光 柳旭看得有些呆住了 好半天才回过头来 仍然有些无法接受的 问钱兜兜 这真的是小马哥的老婆 钱兜兜点了点头 享受了柳旭的吃惊反应 现在终于开始 为柳旭的处境而感到忧虑 叹了一口气说 嗯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 他为什么那么神秘了 而且明知道 你喜欢小马哥 却一直没有出现的原因 听到这话 柳旭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地平静下来 点了点头说道 是啊 他和小马哥结婚的事情 肯定没有公开过 而且那么优秀的女人 也怪不到小马哥死心塌地 一直不肯接受我了 钱兜兜有些心疼地握住柳旭的手 无声地安慰 但柳旭却抬起头来 撇了撇嘴说 我也只是有些吃惊而已啊 没觉得天塌下来 就算小马哥的老婆是他 我也不会放弃的 喂喂 你不是吧你啊 钱兜兜有点着急了 使劲晃了晃柳旭的手 瞪大眼睛说 知道了他的身份 还在那抢老公啊 怎么不能啊 柳旭扬起下巴 现在有了明确的目标 直面对手 对我来说是好事 所以他的老公 我还抢定了 抢老公 一旁听着两人对话的周星星 这时候竖着耳朵八卦地问道 你们要抢李堂姐的老公 与此同时 市委政府 市长办公室里 李堂放下眼镜 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趁着工作的间隙 休息一会儿 王秘书这个时候走了进来 拿走了李堂 已经签字的几份文件 却迟迟没有离开 而是看着李堂的背影 欲言又止 有什么事吗 李堂转过身来 王秘书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开口了 呃 是小马哥那边的事 李堂点了点头 从窗边走开 坐在了沙发上 示意王秘书继续说下去 似乎是今天中午 小马哥去拜会了柳少青 也就是那个叫柳旭的女职员的父亲 王秘书说完这话 看了看李堂的表情 然后接着说 柳旭和小马哥是一起去的 两个人还都提着不少的保养品 李堂听到这话 表面上没有任何的表示 只是示意王秘书说下去 而且在他们公司贺总病重 以及后来的董事会纷争之前 还有另外一件事被我漏掉了 王秘书低下头接着说 柳旭似乎成为了 小马哥的秘书 终于李堂有些意外地 看向王秘书 确认自己这位得力助手 不可能搞错的时候 皱了皱眉头 问道 这么说 我丈夫和那个柳旭之间的关系 的确比以前增进了不少 据我所知 他们公司这一次的董事会风波 柳旭帮了不少的忙 难怪了 李堂点了点头 考虑了一下 然后对王秘书说 好 我知道了 有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请领导放心 我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了 王秘书有些惭愧地说完 就离开了 直到这个时候 李堂才露出了气氛的表情 几乎咬牙切齿地拿出电话 想让张小马立马滚过来 给一顿暴打 但是忽然间他又停止了动作 继而冷静下来 他的确很不高兴张小马和柳旭走得太近 甚至两个人一起去派会家长的场面 让他想一想到生气 但此情此景 忽然让他想到张小马误会他和陆飞所做的事情 要是现在暴跳如雷的指责 即便只是站在维护婚姻的立场上 似乎也有被理解为吃醋的可能 要真是那样的话 张小马肯定会很得意 搞不好还会出言取笑 这也就是说 现在还真不能找张小马的麻烦 那么作为肩夫淫妇的另外一位呢 李唐关上手机 冷笑了一声 以他的身份 当然不会像荣荣一样 去张牙舞爪的打小三 而这个柳旭 显然也不是之前那个包藏祸心的前女友 更何况 现在的张小马和柳旭之间 还并没有愉悦之举 这时候出面的话 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由 所以这一次 李唐选择了隐忍 但他已经决定了 如果张小马和柳旭之间的关系 逼近红线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 把张小马打成猪头 然后和柳旭好好谈谈 那么现在 就希望那个叫柳旭的丫头 别太得意忘形吧 想到这里 李唐收起了手机 意识到柳旭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对手 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的是 他还是第一次 因为张小马身边有别的女人 而这样的生气 再一次戴着口罩出门 避免被认出 张小马淡定的死掉电梯里面 关于警惕电梯之狼的警告 在得到了耳朵立场鲜明的嫌弃表情之后 他也没有勃然大怒 而是很有风度的履行之前的承诺 带这个小丫头好好玩玩 冬天的海洋馆 没有春夏季节的热闹 各个展馆中除了工作人员 几乎看不到组团的游客 这让张小马和耳朵 可以肆无忌惮地吃着各种零食 而不至于弄脏别人的衣服 甚至还可以在无聊的工作人员 不注意的时候拿吃不完的烤肠扔给海豹玩 耳朵已经笑成了傻叉了 得寸进尺地骑在了张小马的脖子上 吃着烤鱼哼着根摇摆 以自己的胡作非为来挑衅没有自由的海洋动物们 可惜啊 张小马逐渐意识到作为监护人要培养耳朵的爱心 所以本着素质教育的原则 他带这个丫头来看很敬业的海豚们的表演 让这个臭丫头知道 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混吃等死的 果然 当训兽师和海豚们 开始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的配合 赢得了不多的观众们 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及雷鸣般的掌声 在此情此景之下 耳朵似乎也受到了感染 脸上挑衅的表情不见了 然后就只剩下了单纯的鄙视 对此 张小马十分的困惑 很想和耳朵谈一谈 了解一下鄙视之情因何而起 但就在他想请教一下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自己 回头一看才发现 一个带着默契的中年人 坐在不远的地方 正笑着朝这边打招呼 诶 赵总 张小马没想到会在海洋馆 碰到这位投资界的牛人 仔细一看赵广志今天穿得十分休闲 而且呢 旁边还坐着一个跟耳朵差不多大的小姑娘 看起来和他一样是在小萝莉来玩的 这位是你的女儿啊 赵广志看到张小马带着耳朵走过来之后 站起身 含笑着问道 哎呀 我可没那么差的孕钱 这是亲戚家的孩子 暂时祸害我一下而已 张小马说着朝耳朵使了个眼色 可惜臭丫头没礼貌习惯了 只斜着眼睛看了一眼赵广志 就挣脱了张小马的手 坐在了旁边 开始继续鄙视的看着海滋表演 对此张小马有点无奈呀 可看到赵总善意的笑容 似乎并不放在心上 于是看向赵总旁边的小萝莉问道 这是您家的孩子啊 赵广志点了点头 看向那个小萝莉 小萝莉隔着他 朝张小马甜甜的喊了一声 叔叔好 张小马应了一声 仔细一看这个小萝莉 穿着雪地靴子 披着黑色的带卷的头发 粉嘟嘟的小脸 贴着赵总的手臂 被挤成了一团 大眼睛正怯怯的打亮着他 简直是可爱极了 再扭头一看另外一边的耳朵 虽然外表也同样的可爱 打扮什么的也很有自己的时尚观 但那见什么都像看傻逼嫌弃的表情 实在是很难让人生气 掐他小脸的冲动啊 这同样都是可爱的小萝莉 一个让人心情愉悦 一个热衷鱼把人给逼疯 果然有了对此才有了高下的力判 这一刻张小马觉得自己很快就要使乱中气 一情变恋了 no no 去跟小朋友做一些 赵总忽然开口对小萝莉说 小萝莉似乎有点怕声 但是也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从座位上跳了下来 往耳朵那边走去 耳听八方的耳朵 当然看到了这个像是同类 却看起来傻傻的家伙的靠近 所以他只扭头看了一眼 没什么兴趣的就转过头去 继续吃着口鱼 鄙视着海豚们 叫闹闹的小朋友停下了脚步 似乎发觉耳朵的不友善 但他并没有回过头求助赵广志 而是在此犹豫了一下 然后鼓足了勇气 爬到了耳朵旁边坐下 并象征友谊的 把自己手里的一根棒棒糖 递给了耳朵 耳朵转过头来 看了一眼棒棒糖 然后冷冷的说 包了 闹闹眨了眨大眼睛 似乎头一次遇到 这样没礼貌的小朋友 不过相比起来 他好像更高兴 和耳朵有了交流 于是听话乖巧的低下头 真的帮耳朵拨好了棒棒糖 然后耳朵理所叮当的 接了过去 然后把吃了三分之二的烤鱼 递给了闹闹拿着 自己吃起了棒棒糖 闹闹就这么傻乎乎的 捧着遍布复杂牙印的烤鱼 顺着耳朵的视线 一起看海豚表演 似乎终于好奇 其耳朵鄙视的表情 小声地问道 你不喜欢它吗 耳朵切了一声 很好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 闹闹似乎领悟到了这种语气 有些不确定地问 可他们的确很可爱啊 他们是除了人类之外 唯一一种因为肉鱼 而反复进行性生活的生物 耳朵果然是一鸣惊人 说完这句话 还看向了一脸无辜的闹闹问道 你知道在纯粹为繁殖 而进行性生活的动物界 他们的灵魂有多肮脏吗 另外一边 原本笑着看他们的赵总 表情凝固了 刚刚坐下的张小马这一刻 脸色也发黑 只有完全搞不懂耳朵 在说什么的闹闹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一脸求知地请教耳朵说 什么 是性生活呀 耳朵 一边的张小马终于坐不住了 给了臭丫头一个警告的眼神 而耳朵倒也很给面子 撇了撇嘴之后 就扭过头去 继续鄙视动物界的害群之马 不过闹闹小朋友的 求知欲很惊人呢 在这之后 长达十分钟的时间里 仍然反复地询问耳朵 什么是这种生活 第一百五十七集 对此张小马一脸的惭愧呀 转过头来对赵总说 实在抱歉啊 我们家这丫头平时也蛮惯了啊 要不然您还是让闹闹坐过来吧 不用 赵广志苦笑了一声 但的确不在意的样子 朝张小马说 哎呀 我都没见过这样的小姑娘 更别说是闹闹了 就让她多接触接触 不一样的小朋友吧 不过那个小姑娘 不会真的告诉闹闹 什么是这种生活吧 张小马焊了个言呢 赶紧对赵总说 哎 不会 那丫头就是故意语出惊人而已 她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去 似乎是听到了张小马的话 那边的耳朵斜着眼睛 发出标志的不屑的声音 张小马心头一紧 表情一僵 感觉天都要塌了 难道那丫头真的知道什么是这种生活吗 呵呵呵 看起来跟我们家闹闹一样大 不过神态和说话的语气啊 却和大人没什么两样 赵总转过头来 笑着问张小马 呵呵 你的那两位亲戚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倒是想向他们请教一下 教育孩子的方法呀 哎呀 扁了啊 你绝对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像耳朵一样的 会被折磨死的 张小马苦笑着说完 然后叹了一口气 哎呀 而且耳朵那是天性 不存在教育问题 我倒希望他天真浪漫一点 毕竟每个孩子都要走自己的童年 太早的度过呀 那对他太不公平了 听到这话 赵广志诧异地看了眼张小马说 你真的这么想 啊 怎么 哪里不对吗 呵呵 那倒不是 赵广志笑了笑 呵呵 我一直想让闹闹多学习 多讲见识 但是我的妻子呢 一直都持反对意见 想法上和你一样 也是希望闹闹不用承担起任何人对他的期望 在有限的童年呢 让他尽可能的快乐 原本我是不赞同的 但听你这么一说 倒觉得的确有道理啊 所以你也是被嫂子逼着带闹闹来这里玩的吧 哈哈 张小马也笑了起来 哎呀 嫂子的想法的确和我一样啊 虽然我也是第一次带耳朵来 但的确是想以这样的环境恢复他一点孩子的天真浪漫 可谁知道 嘿嘿 说这话的时候 他看向了耳朵那边 赵广志也看了过去 在那里 天真可爱的闹闹 仍然捧着烤鱼 好奇的追问什么生活的问题 而耳朵 完全一副知道的很清楚 但就是懒得跟你说的超然表情 这一幕 让两个对此充满期待的父亲 都有了一种白滑门票钱 还丢了女儿节操的疼痛感 哎 听说你升到了副董事长的位置了 当闹闹放弃了追问关于插生活的问题 开始很认真的和耳朵交朋友之后 赵广志的注意力逐渐放在了海豚表演上 这时候似乎无意的随口一问 张小马也正在看着表演 不过他的注意力 主要还是穿着紧身衣的女训兽师身上 随口的回答说 啊 有这么回事 不过刚刚任命我就放假了 要等到回公司 才会正式上任 赵广志点了点头 忽然转过头来朝张小马问道 听说你刚去兴汉公司的时候 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而已 不久之后就坐到了总监的位置 而且还凭借着收购股权 最终进入了董事会 听到这话 张小马终于转过头来 有些奇怪的看着赵广志 别误会 我只是在和你接触之后 对你感到好奇 所以回去之后呢 特意找人打听了一些关于你的事 这也是我的职业习惯呢 赵广志解释说 更何况 将来我们很可能 同为黄金海岸的股东 了解你一下也是必须的 张小马笑了笑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问赵广志 前几天呢 我见过凡哥 他提起过你们见面的事情 听起来似乎对赵总的实力 感到很满意 没想到这么快 赵总就拿到了融资的资格了 嗯 虽说还没有正式签下合同 但的确已经定下了 赵广志没有谦虚 反而在说完这话之后 对张小马说 对我来说 黄金海岸是一个潜力无限的项目 值得我花费大量的心血 听到这话 张小马有点好奇 那么赵总将来是否会进入黄金海岸的董事会参议馆里呢 不会 赵广志想也没想 便给出了答案 然后笑着 朝张小马说 那个项目虽然是潜力无限 但也只是以资本收益来说 真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旅游新区 旅游新区 张小马有点不懂了 黄金海岸是仅靠旅游新区的项目 将来有很大可能会得到旅游新区的参股 或者直接被并购 赵广志说着这话 重新看着海豚表演 到了那个时候 才是我真正要花费心血的时候 张小马听到这话恍然大悟 赵总的目的是借黄金海岸 参与到整个旅游新区的项目当中 赵广志点了点头 别有深意地对张小马说 你本就是黄金海岸的股东 同时又是旅游新区项目的设计师 在这一方面你比我更具优势 所以我建议你也应该做好参与 整个旅游新区项目的准备 听到这话张小马沉默了下来 最近接触生意上的事物 让他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常识 赵广志明显是在提醒他 旅游新区将是一个值得放手一搏的大好机会 并且已经为他指明了操作的方法 所以接下来的话已经无须多问了 但是赵广志只是单纯的提醒 还是凭借着消息灵通 知道了他的背景 为以后寻求合作呢 想着这些 海豚表演结束了 赵广志带着闹闹离开 走出表演馆的时候 小丫头似乎已经将从头到尾 没有理会他的耳朵视为了朋友 满脸依依不舍地说了声再见 但是耳朵仍然是一脸的嫌弃 张小马和赵广志也告了别 带着耳朵又转了一圈才回家 结果刚到家不久 他就接到了江夫人的电话 半个小时之后 在市区的一家咖啡馆里 江夫人请张小马坐下 笑着开口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我还没有正式对你表达谢意 贺总这次的事情 的确是多亏你了 张小马听到这话赶紧说 我是贺总一手提拔起来的 当时呢 进入董事会 也是全靠贺总点头 这是贺总对我的恩情 更何况 我本来也是看不惯马董的为人 所以这件事情上 江姐就不要客气了 好 江夫人爽快地点了点头 然后说 既然这样 多余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叫你过来 是告诉你 要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专心主持 关于旅游新区项目的设计工作 张小马笑了笑 我原本也是没打算一直休息下去 的确是该回去工作了 我是想让你都放几天假的 毕竟之前的事情你没少奔波 但你也知道 旅游新区的项目 关乎公司以后的发展 而设计这方面的工作 毕竟还要你主持大局啊 张小马点了点头 啊 我明白 我最迟后天 就会重新开始上班 江夫人满意一笑 然后顿了顿 说道 等你回到公司以后 就是你正式成为副董事长的时候 在此之前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张小马看着江夫人 大概能料到 接下来谈话的内容 虽然之前 我们联合贺总的旧部 不仅度过了风波 还把你扶上了副董事长的位置 但你也知道 马董的那些人 还没有真正和我们团结一亲 而这部分人 我不可能全部铲除 江夫人说这话 认真地看着张小马 而张小马也明白了江夫人的意思 笑了笑说 江夫人的意思 是说我成为副董事长的事情 有很多董事 其实并不服气 其中呢 很大一部分就是马董那边的人 这部分人 不会允许我 长久地坐着副董的位置 对吧 江夫人看着张小马点了点头 而江夫人已经说过 将来会一视同仁 那么以董事会团结大局出发 江夫人又不能表现出偏袒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遭遇到那些董事的刁难 那只能靠我自己处理 而且还必须要处理好 江夫人叹了一口气 朝张小马说 你有设计部门的工作 就得面对这些事情 危难你了 没什么 张小马一脸坦然 这就是副董要面对的事情 我既然坐在了那个位置上 就应该承担起来 而且就算不是副董 在其他的位置上 也都免不了会被人惦记 会面对那些想把自己拉下去的人 江夫人点了点头 然后欣慰地一笑 这些你能明白就好 看来我特意来提许你 是多次一举了 张小马拿起咖啡 朝着江夫人说 我也会像江夫人一样 从大局出发 处理好董事会的关系 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 江夫人就放心吧 江夫人也拿起了咖啡 笑着说 那我就先替公司 跟你说一声谢了 又带耳朵玩了两天 到约定的周一的时候 张小马结束了短暂的假期 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例行董事会上 江夫人宣读了 关于副董事长的任命 所有的董事都表示了祝贺 但是张小马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马董留下的那帮董事 并不服气 想来江夫人几天之前的 雷霆手段 的确镇住了那些董事 但经过了这几天的时间 那些人已经回过神来了 现在即便是没有 马董领导的情况下 他们也选择了 重新统一战线 所以啊 江夫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张小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将不可避免的 遭到那批人的攻击 但是对此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第158集 除了副董事长的任命之外 一位之前的职工代表 前董事已经离开了公司 接下来 董事会需要再增添一名职工代表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什么意见 江夫人此时平静的开口 一位资历较老的董事 点了点头 回答说 既然是职工代表 当然是由公司员工进行票选了 这也是以往的惯例 另外一位董事也附和说起来 正常的话呀 那董事会可以进行提名 但不可以呢 操纵选票 江夫人听到这话 突然看向张小马问道 公司是否有合适的人选 其他董事听到这话 都看向了张小马 而张小马也明白 江夫人有意为之 于是没有谦虚退让的意思 就朝江夫人说道 人事部的肉丝姐 资历老 处事呢也公平 我觉得她是个不错的人选 听到这个回答 一名董事立刻朝张小马问道 听说小马当初来公司的时候 就是由肉丝担任面试官的 关于职工代表的提名 小马想也没想就提他 是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这句话说完 董事会上的气氛变得微妙了 谁都知道 这位提问的董事语气不善 挑衅的意味十足 再一看 果然就是马董留下来的旧部 而张小马今天刚刚上任 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很好奇 他会怎么处理 啊 的确有那方面的原因 出人预料啊 张小马想也没想就承认了 还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接着说 而且我还告诉你 当初我面试的职位 并没有通过 所以之所以能够进入公司 全都是因为肉丝姐的破格聘用 听到这样的回答 那个董事明显愣了一下 甚至连江姐和贺总这一边的董事们 也都是表情怪异 但是没等有人指责 张小马就开口了 正式来到公司之后呢 我完成了许多大案子 在职掌设计部 并进入董事会之后 我还帮忙江夫人 平息了马董的叛乱 甚至旅游新区的设计工作 也在我的主持下进展神速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 足以说明肉丝姐 当时的破格聘用是明智的 这样慧眼识珠的人 难道不配得到职工代表的提名吗 嚣张啊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张小马 一反常态如此高调的说话 但是只要不笨 都能很快的意识到 张小马这是在立威 在宣誓自己副董事长的身份 同时呢 恐怕也是在告诉马董的旧部 他不是好惹的软柿子 另外提醒你一下 一语惊人的张小马再次开口 直至那位被他一番话 给噎了个半死的董事 笑着说道 这里是董事会 你应该叫我张副董 而且即便是私底下 你也不应该叫我小马 因为那是我朋友对我的称呼 轮不到你叫 这话说完 那位董事的脸上 轻一阵白一阵的 半天说不出来话呀 其余马董的残部 也都是面面相聚 倒是贺总这边的支持者 一个一个的都憋不住笑 差点要为张小马鼓掌啊 好了 这个时候 江夫人突然开口了 并没有任何偏袒的 对大家说 只是个提名而已 大家也都有提名的资格 真正谁来当职工代表 最后 还要看职工间的票选 张小马看了那个董事一眼 不再说话 其余董事 当然也是表情各异的 安静了下来 董事会结束以后 各位都可以来向我提名 这件事 不需要再讨论 注意现在 我希望大家能商讨一下 关于旅游新区的设计工作 小马 你来为大家 汇报一下工作进度吧 张小马点了点头 站了起来 半小时之后 董事会结束了 张小马和几位 贺总这边的董事 说了几句话 就回到了设计部门 这个时间的职员们 在努力地工作 但对于他的回归 大家都十分地高兴 尤其是几乎和张小马 同时回到工作岗位的柳旭 原本无精打采的大瞌睡 一看到他走进办公室 立即眉飞色舞 我知道大家都等着我回来 主持大局 但你也用不着这么激动吧 张小马自我感觉良好的说着 但话刚说完 就看到柳旭 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 这可让他吓了一跳啊 而柳旭从来都不在乎 别人的闲言闲语 当然不会在意 此刻站在那儿 笑眯眯地打量着张小马 半天不说话 直到张小马被看得有些发毛了 才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 对张小马说 我知道小马哥的妻子是谁了 啊 张小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是李棠 李市长对吧 柳旭双臂抱胸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张小马心里当时咯噔一下 暗想完蛋了 暴露了 但在这一瞬间 他脑子转得飞快 很快得出了结论 直到柳旭不会到处乱说的 那么 现在更重要的 似乎是这个丫头通过什么渠道 知道了李棠的身份才对啊 所以他将计就计 假装地心虚地说了一句 胡说八道啊 根本没有的事儿 你搞错了 还狡辩啊 我朋友的朋友 给李市长是发小 亲耳从长辈那里听来的 而且他还见过你呢 柳旭看到张小马心虚了 带着更加居高临下的审判表情说 丝毫没有意识到 已经出卖了朋友 于是张小马马上就想到了 那天在茶室外面遇到的 然后还跑过去跟他挑衅的周星星 气得顿时咬牙切齿啊 哎呀 果然是那个王八蛋啊 听到这话 柳旭愣了愣 似乎终于意识到了 张小马在套他的话 不满地推了张小马一把 细呼呼地说 喂 你少怪别人啊 谁让你一直不告诉我的 居然让我费了这么大的架 张小马看着柳旭一脸的无奈 哎呀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但你得保证不能说出去啊 尤其是咱们公司里面的人 柳旭撇了撇嘴 我又不笨 你要真是不笨 以后就和我保持距离 张小马指了指这丫头 坐在自己面前办公桌上的大腿 带着一点威胁的意味说道 我老婆可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角色呀 之前有个前女友被她给发现了 现在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 这件事 你好像跟我说过 柳旭一脸若有所思 也是我们公司的职员对吧 张小马抱起双臂 冷笑起来说道 没错 就在我身边 被我老婆无声无息地给灭了 你说怕不怕啊 怕 柳旭忽然站了起来 笑容满面地看着张小马 哼 小马哥能娶上这样的女人 更说明我的眼光不错 而且 我从小到大 还没怕过谁呢 市长又怎么了 我照样跟他抢男人 听到这样的回答 张小马愣了半天 哎 你不怕我老婆对付你 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事情 他可经常做啊 柳旭的笑容更加灿烂 忽然俯下身 一头长发散下来 全部搭在了张小马的肩膀上 几乎脸对着脸地说道 不怕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啊 小马哥 你老婆的男人 我抢定了 说完这话 柳旭舞媚的一笑 转身离开了 张小马愣了半天呢 忽然之间勃然大怒 起身怒吼道 太过分了 有你这么理直气壮 豪气甘云的小三吗 关于旅游新区项目工作 设计部门已经为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而随着张小马的回归 又是一个月过去 这个案子才终于完成 这一天 设计部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甲方代表 管理着旅游新区工作的管委会官员们 张小马已经从电视新闻中得知 旅游新区的管理层 由政府从各个部门抽掉 除了少数几位经济顾问之外 几乎清一色的政府官员 因为这个项目的重大 江夫人和几位董事亲自到场 礼貌地接待了这群管委会代表 等到双方在大会议室落座 仔细一数 居然有四十多人 来公司半年 也算见过不少市面的张小马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 尤其是此时 双方人马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站起来的他 那几十双神色各异的眼睛 的确给了他不少的压力 如果人都来起了 我们就开始吧 除江夫人之外的几位董事 以及管委会的代表 都做出了认真倾听的样子 深吸口气 张小马示意溜溜他们几个官窗 并打开投影仪 按照管委会的要求 我们在设计上 布置了一个水上乐园 一个游乐场 一批酒店高尔夫球场 一个欧式的体验农场 以及最后的商业区 关于详细的位置 各位请看第一张效果图 管委会的副书记此时忽然皱了皱眉头 开口说道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时管委会对设计的要求 是所有的布置都应该紧靠着海边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于一条长廊 而你给我们的设计图 却是个圆形 并且只有水上乐园靠海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资源的利用啊 张小马似乎早有准备 接下来就展示了一张平面图 水上乐园 游乐场 酒店的规划和高尔夫球场 以及最后的体验农场 都围绕着商业区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初 就确定的核心理念 什么循环 根据管委会的大纲 整个旅游新区的发展战略 是以旅游带动商业 那么在所有的布置之中 商业区的板块 无疑是最重要的 而对商业区来说 人流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种布局 让去往游乐场 水上乐园等其他板块的客流 在节省距离的前提下 都必须经过商业区 你的意思是 通过来往的游客 增加商业区的人流密度 同时增加消费几率 管委会副书记听到这里 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然后笑着问道 这种设计理念倒是没有错 不过你似乎忘记了 商业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产业 第159集 张小马点了点头 接着说 嗯 没错 按照管委会的要求 地产业将商业区的一部分 就像我之前所讲的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循环利用 所以地产的板块 并没有在商业区 而是围绕在整个旅游区的四周 就好像旅游区里面 把商业区放在中心 起到了聚集的作用 而把所有地产 放在旅游区的四周 则起到了辐射作用 这一次 管委会主任露出了 若有所思的表情 然后第一次 对张小马露出满意的笑容 看到这里 江夫人几乎如是重负一般 也朝张小马露出微笑 至于旁听的柳絮和三炮他们 则是喜心愉色的 朝张小马竖起大拇指 要不是这场面太大了 估计都要开始大声诸威了 那么现在我来说说 各个板块的详细情况吧 张小马整理好思路 主要朝着那位副书记说道 首先是欧式的体验农场 这个农场一方面可以放牧 种植花卉 因为仅靠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的关系 会让住宿者的视野变得极好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为整个旅游区提供肉食和花卉 当然最重要的是体验二字 在这里像动物园一样 有很多动物可以观赏 同样的也会有很多的游玩项目 接下来的半小时 张小马讲解了设计部门两个月以来的劳动成果 明显是主要人物的那位副书记听得认真 时不时的点头询问一些细节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什么不满意流露出来 而酒精沙场的江夫人和各位董事 已经从那位书记的反应看出 张小马的方案 管委会多半是满意的 所以表情都轻松下来 至于张小马倒也没空理会那么多 将所有需要讲的都讲解完 最后对那位副书记说道 另外啊 我强烈建议管委会能做一项投资 那就是拿出一部分资金 为整个旅游区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服务 管委会副书记听到这里 稍感意外的问道 哦 这又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一个讯息爆发的时代 每一个个体的动态 都可以通过网络被无数人看到 所以我们希望来到旅游区的每一个人 都能无障碍的分享自己的动态 也就等于每一个人 都在为整个旅游区打出广告 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来 然后呢 继续为旅游区打广告 而这也是一种循环 张小马说完这话 便以笑容结束了自己的讲解 慢慢做了回去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管委会副书记的脸上 嗯 循环理念 的确不错 笑着沉思了一会儿 那位副书记站了起来 朝江夫人伸出手说 这一套方案 我会带回管委会研究 无论是否还会有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管委会都感谢贵公司的设计 江夫人站起来 和副书记握了握手 笑着回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同时 我们也希望 管委会能多提意见 让我们把旅游区的设计工作 进行到最好 这话说完 几个机灵的管委会代表 急忙起身鼓掌 一时间 整个会议室都是掌声 明天晚上 管委会组织了一场酒会 到时候 希望贵公司能派人过去一趟 在一片掌声中 管委会副书记 将一张邀请函 交给了江夫人 但眼睛有意无意地 看向了张小马 含义十分的明显 而江夫人也看了一眼张小马 自然心领神会地回答说 我们一定派人到场 就这样 在那位副书记的带领下 管委会的代表 拿着厚厚的设计方案 离开了大会议室 而等这些人一走 柳絮就直接扑到了张小马身上 兴奋地大叫 再之后就是溜溜 甚至是三炮和张翰 也都不管张小马 是不是愿意抱他们 都跑过来抱着庆祝 毕竟 这是一个关系到公司 更关系到每一个 参与进来的设计师 以后发展 甚至扬名的机会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们付出了两个月努力 有了成果 而且看样子 还是一次就通过了 看来那位副书记 的确对我们的设计很满意 不然也不会给我们 酒会的邀请函啊 柳絮难耐激动地 朝张小马说 喂 那场酒会 可是非常厉害的呀 小马哥到时候去了 一定得好好把握 而张小马有些似懂非懂 啊 如果我猜的没错啊 那酒会应该是 为旅游区将来的各个小项目 进行招标之前的预热 能够得到邀请的 多半是各界的大佬吧 对吧 嗯 没错呀 除了政府里面的高官之外 剩下的都是顶级富豪哎 一般人想进去 都还没有门路呢 柳絮一副很兴奋的样子说道 哼 我爹地到时候也会去啊 像樊总那样的级别 也会到场 而他们 都还不是最有实力的 据我所知 还有一些外地的富豪参与呢 啊 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三炮不解 柳絮神秘的一笑 解释说 哎呀 得到邀请参加的富豪 都想参与到旅游区的项目中啊 但以后的项目是什么样子 除了管委会 只有我们知道 所以小马哥 以设计者的身份过去 肯定会是大佬们 争相及交的对象啊 而这些人呢 将来免不了 有那么几位 真正拿下了旅游区的项目 我们都知道 我们设计出来的旅游区有多大 到时候 随便接几个设计工作 都足够我们做上一年了 柳絮的话说完 三炮他们都乍舍不已 但张小马听完这些 却注意力分散 忽然想到那样的场合 礼堂会不会去 江夫人送走了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回到公司 马上召集中层主管 宣布了设计方案通过的消息 对此 各部门主管 都向张小马表示祝贺 但江夫人召开会议 却显然不止是让他们过来道贺的 这次的案子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务之急要趁热打铁 这也是我马上召集各位的原因 江夫人说到这里 是各位主管都安静下来 然后首先朝张小马说 设计部门就先不要庆祝了 让大家做好准备 马上会有更多的合同 张小马点了点头 江夫人马上又朝工程部门的主管吩咐 工作部门就不用我多说了 要尽快完成手上其他项目的跟进工作 争取在半个月之内腾出人手 全力跟进旅游区的项目 对此工程部门的主管也在沉思之后点了点头 然后是业务部门 江夫人话说到这里顿了顿 然后说 因为主管位置的空区 接下来的业务工作 由小马主持 和工作部门一样 马上处理好其他业务的联络 腾出人手待命 听到这话 张小马无奈又点了点头 最后是人事部门 江夫人看向Rose 难得露出笑容 从今天开始 Rose姐要加快招人的速度 首先就是业务部门主管的职位 要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来填补 其他部门 接下来也需要增加三分之一的人手 听到这话 尤其是各部门增加三分之一的人手 几位主管都有些吃惊 但Rose却并不感到意外 不仅没有任何质疑 反而问江夫人 哦 设计部门的人手 是否也按照这个标准招聘呢 这个就是要拜托Rose姐的地方了 江夫人笑容越发灿烂了几分 我知道Rose姐和许多猎头公司 都有紧密的联系 所以我想Rose姐能在常规招聘之外 用非常手段 替设计部门 挖几位优秀的设计师 Rose姐听到这话 也露出了和江夫人一样的笑容 并不再多说 只点了点头 至此江夫人才看向大家 朗声说道 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公司要开始招兵买满了 不过我想也不用我多解释 大家都知道 随之旅游区的方案通过 我们公司现在在业内的龙头地位 以及旅游区一旦开始动工 我们将获得的合同 尽管有所猜测 但听到江夫人如此肯定地说出原由 以及公司的未来 几位主管的脸上都露出了按耐不住的表情 所以对我们来说 现在是一个壮大公司实力的时机 而这个时机 是靠设计部门完成了旅游区的设计工作 接下来是否能够拿到更多的合同 也要靠小马 接下来的表现了 话说到这儿 江夫人拿出了一张邀请函 张小马不用看也知道 这就是旅游区管委会副书记 临走之前留下的酒会邀请函 小马 你主持了旅游区的设计工作 现在又挑起了业务部门的大梁 这样的场合 非你不可了 江夫人把邀请函递给了张小马 然后笑了笑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的酒会 是为旅游区将来的各个项目招标 即行预设 所以就会上 可能会有很多我们的潜在客户 而就我所知 除了我们这家公司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建筑设计公司 得到邀请 啊 我明白 张小马并不意外地接过邀请函 然后对江夫人说 我会尽可能多地 结交潜在客户 让他们得到旅游区的某个项目之后 能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不用刻意地结交 江夫人灿烂地一笑 然后问张小马 你应该知道 金山集团跟我们的关系吧 啊 樊总 张小马想了想 然后眉头一挑 战略同盟 对 江夫人点了点头 在设计之初 金山集团就从我们这儿 分享了旅游区的资料大纲 而眼下的最终设计方案 他们也会很快找我们来拿的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金山集团想参与旅游区的项目 将会比其他公司更具优势 因为他们比别人 更早知道旅游区的整体规划 而将来如果他们得到旅游区的某一个项目 也会毫不犹豫地将设计工作交给我们 江夫人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将一些旅游区的规划信息 透露给其他想要知道的公司 然后模仿和金山集团的同盟 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 说完这话 张小马的脸上也露出灿烂的笑容 第160集 对此江夫人别有深意地说了一句 完成旅游区的整体设计 对我们的价值 可不只是奠定业内地位那么简单 该利用的 我们就应该利用到极致 而从那位副书记 给我们的邀请函来看 关文辉明显是鼓励我们这种行为的 旅游区的设计 有明显的风格 那位副书记 似乎希望旅游区内部的小项目 也应该遵循同一风格 张小马听到这里 有些恍然大悟 看来那位副书记 也懂一些建筑设计啊 江夫人笑了笑 张小马立即表态 自己会完成任务 不如使命 就这样 江夫人宣布三会 整个公司马上开始了部署 设计部门的职员们 已经听说了设计方案通过的消息 等张小马回来的那一刻 立即高声庆祝 但张小马却告诉大家 庆祝的事情要推迟 而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做好迎接更多订单的准备 而这非但没有让大家感到扫兴 反而更加的摩拳擦掌 虽说小马哥 主持了旅游区的设计工作 比任何人都了解其中的内情 明天晚上 无论如何 都会用那些信息满载而归 但那毕竟是一个富豪 和高官云集的场合 回到办公室后 柳旭走到张小马面前 一脸笑容地说 所以呢 作为小马哥的贴身秘书 我有些着装和形象上的建议 啊 西装 领带 还手表啊 都有啊 柳旭拍了拍张小马肩膀上 不存在的灰尘 一脸妻子般的柔情说道 这种事情交给我好了 明天小马哥跟我一起去商场 我们一边挑一边试 直到搭配出一身漂亮的行头来 张小马想了想 然后点点头 嗯 可以 明天一早怎么样啊 嗯 好啊 柳旭点了点头 接着想起了什么 朝张小马说 似乎还少点东西啊 张小马看了看自己 问道 啊 缺什么呀 嗯 车 柳旭撇了撇嘴 小马哥那辆别克虽然说是不错了 但在明天那种场合 一下就要被比下去了 而小马哥代表的 可是我们公司啊 起码不能让人觉得我们太穷 所以得换一辆 听到这话 张小马想起 那天晚上樊总也说过 让他见世面时候 最好换辆车 还说黄金海岸项目那边 有一辆奥迪A8可以拿来用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青山的电话 转眼 第二天傍晚 酒会的选择地点是本市一家酒店内 从夜幕降临开始 这里就云集了数量众多的豪车 以及闻风而至的记者 从一辆奥迪车上下来的张小马 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他既不向政府的高管 又不大可能是实力雄厚的集团掌门人 却独自一人参加这样的酒会 让很多人都感到不解 但随着樊总的出现 和张小马走到一起谈笑风生 之前还有所不解的人 立即意识到 这可能是家族关系网复杂的某集团公子 说白了就是富二代 而这样的人一来 倒让很多人失去了兴趣 哎呀 看来把我弄得阔气一点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看着周围的人 包括记者在内的眼神 正走向场内的张小马 有些无语 而即使是出席这样的场合 也是一身爆发户打扮的樊总 却嗤之以鼻 嘿咻 这些人不是你争取的对象 真正消息灵通的人啊 不需要多想就能猜出你的身份 这话刚说完 就有一个记者开着闪光灯 为张小马拍了一张照片 而且紧接着叫来了另外几个同事 甚至还有一个拿话筒的想要采访张小马 对此张小马忍不住朝樊总竖起了大拇指 而此时 再看附近 许多人通过消息的传播 知道张小马主持设计了旅游区 于是更多的闪光灯朝着他狂闪 更多叽叽喳喳的记者向他递来了话筒 在那一瞬间 让人有一种大明星走红毯的感觉 但是张小马可不喜欢自己曝光的太厉害 所以蜿蜒谢绝了采访 和樊总一起走进了场内 酒会的举办地点是这家酒店的大厅 装修上虽然算不上金碧辉煌 但面积足够的大 而来来往往穿梭的服务生 无论素质还是送来的酒水 都足以媲美五星级酒店 政府召开的酒会不多 一般都喜欢这种调调 外在朴实 内在绝对有档次 结果女伴递来的鸡尾酒 樊总笑着朝张小马说 嘿嘿嘿 这倒和我刚刚小反啊 张小马忍不住好笑 同时看了看樊总身边 也在偷笑的女伴 发觉这位美女 比上一位被樊总炒鱿鱼的那位 可好了不少啊 小马叔叔 这个时候 一个稚嫩的声音 在张小马大腿以下不未响起 他低头一看 发觉一个五六岁的小萝莉 正扒着他的裤子 仰着小脸 仔细一想 居然是赵广志的女儿闹闹 叫张叔叔 果不其然 赵广志这时候笑着走了过来 朝张小马点头示意 然后和樊总打了个招呼 甚至连樊总的女伴 也一样抱以笑容 张叔叔 耳朵呢 闹闹换了一个称呼 又问道 张小马挺喜欢的 把这丫头抱了起来 这才发现人家还穿了一身礼服 越看越喜欢的回答说 耳朵在家呢 没有来 你想他了吗 想啊 闹闹认真地点头 然后怀疑地看着张小马说 我爸爸都带我来了 你为什么不带耳朵来啊 张小马无可奈何地 看向赵广志 这个当爹的 这才笑着朝闹闹解释说 哈哈哈哈 耳朵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所以你张叔叔没带他来 如果你要是想他了的话 可以和张叔叔约个时间 去找耳朵玩 听到这话 闹闹立即转过头 期待地看着张小马 问道 张叔叔可以吗 可以啊 张小马笑了笑 等有空了 我带耳朵找你 想玩多久玩多久 谢谢张叔叔 闹闹高兴地 在张小马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从他身上滑了下来 跑开了一些 然后朝张小马挥手说 我去告诉我妈妈 张叔叔 我一会儿来找你 听到这话 张小马 朝闹闹挥了挥手 很快 樊总带来的女伴 也被打发走了 留下三个老爷们 在这样的场合下 自然而然地 就聊到了生意 听说樊总 和小马所在的公司 是战略同盟关系 早就已经共享了 关于旅游区建设的 关键信息啊 赵广志 从服务生的托盘里 拿起一杯酒 笑着问道 这么说来 我们三个人里 我反倒是消息 最不灵通的一个呀 哎呀 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去 设计方案啊 估计明天才能拿到 樊总说到这里 有些苦恼的挠了挠头 哎 这江夫人很奸诈 想拖我几天 得到更多的承诺 哎 和女人做生意啊 果然是没有跟 贺总那样的老爷们爽快 张小马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赵广志听完 却看向张小马问道 樊总明天得到的 是整体的设计方案 我当然不敢要求 同样的待遇 不过作为曾经有过 一次合作的伙伴 小马应该能相信 我会用合适的代价 换取官线信息的承诺吧 听到这话 张小马点了点头 啊 赵总的为人我很清楚 而且在这件事上 江夫人给了我极大的自由 所以呢 不管是作为朋友 还是以后的合作对象 赵总只要想知道 我都可以透露一些 赵广志也不绕圈子 直接问张小马 那在规划中 地产业的投资 占据整个商业区的 比重是多少啊 张小马笑了笑 赵总果然是消息灵通啊 早就看出整个旅游区的 重中之重是商业区 那么我就告诉你吧 关于地产的规划 其实规模非常之大 而所需投入的资金呢 也比赵总想象中的要多啊 这个讯息 让樊总和赵广志 都感到十分的意外 不过樊总意外之余 马上意识到 张小马所说的讯息 有所保留 无非是尊重 作为同盟关系的他 独有的权利 而赵广志也明白这一点 却并不觉得不妥 反而因为职业习惯 很快从这样一个预料之外 却又寥寥数语的讯息之中 点想到了很多种可能 略为一沉思之后 就笑着说 我会赶在别人之前 做好准备的 听到这话 樊总打了个哈哈 揽住张小马的肩膀问道 喂 虽然明天就要得到设计方案了 但我等不及啊 你就先告诉我 通过的方案里边 商铺的主要形式 是步行街 还是综合商场啊 张小马想了想 准确的回答说 综合的商场也有 步行街也有 不过呢 主要是以步行街的商铺为主 樊总听完点了点头 笑了笑说道 和我猜的差不多 原来小马真的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张小马扭头一看 发现是柳絮的爹地 走了过来 于是赶紧打了个招呼 樊总当然也是笑着点头示意 倒是赵广志 似乎和柳绍青 四较不错 简短的唠了几句家常 听说旅游区的设计工作 小马已经基本完成了 柳绍青也没有绕弯子 直接朝张小马问 我以未来所有能争取到的 项目设计工作为代价 是否能请教小马几个问题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樊总 等三位boss以及张小马 第161集 当大多数人还在猜测 张小马到底是何方神圣 会被这样的三个人物 轮番请教的时候 消息灵通的人士 已经根据酒会之前的传闻 猜出了张小马的大概身份 于是 在越来越多的目光注视下 又有几位跺一跺脚 就能让本市商界 为之震动的几位大佬 走到了张小马面前 其中 甚至包括了本市的首富 也就是高阳的那位神秘老公 而这位首富 除了知道张小马设计师身份之外 更知道他是礼堂的老公 所以 在和樊总他们打了个招呼之后 见到张小马的第一面 就拿出了名片奉上 却没有提问的就离开了 这无疑让樊总他们感到有些不解 心说 这位本市首富 难道不需要关于旅游新区的消息 但是张小马却很清楚 这个人并不想初次见面 就和他做交易 至于张小马想要争取到的承诺 其实因为高阳的关系 他早就对对方公司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所以 这位首富没有拿已经存在的合作关系 要求交易 而这样一来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连本市首富都要亲手地上名片的张小马 肯定不是一般人 真正开始注意之后 稍微一打听 就很快知道了张小马的确切身份 于是 越来越多的商界大佬加入进来 动作出奇的一致 先递名片 然后以讨论的形式 隐晦地问出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 而张小马 也会根据来到这里之前 从柳迅那里死基因背来的 受邀者名单 评估对方是否具备一定的实力 然后才会根据情况做出回应 这样一来 围绕在他四周的人的确不少 但能得到他准确回答 哪怕只是一个大概信息的 却没有几个人 但不管怎么说 张小马已经逐渐地成为了酒会的重点 而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他已经对所有可能成为潜在客户的对象 发出了名片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但就在这个时候 会场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似乎有大人物登场了 张小马扭过头 不见是谁 却已经从如风飘来的惊呼声中得知 是李唐来了 会场内 管委会副书记正在台上致辞 所说无非是欢迎在场各位的光临 以及对旅游区以后的发展 做出简单的介绍 那些管委会工作人员 以及政府官员 当然是认真倾听 更不用说那些参与的商人呢 此时都端着酒杯面朝讲台 努力想从讲话中 得知一些旅游区的规划情况 以及一些投资的特殊政策 对于这一切 张小马当然是不在意的 此时的他透过人群 正偷偷看不远处的礼堂 那婆娘一身黑色风衣 端着红酒看着台上 背后是好几位秘书 隔开人群 尽管他刻意保持低调 但无论是举手投足的气质 还是身份 都吸引了不少在场的人 频频侧目 这让张小马打心底里不喜欢 甚至这婆娘越是表现得高贵 他就越想亵渎 所以在大家都认真听着台上讲话的此时 张小马在人群中 一点点的挪动位置 慢慢靠近了过去 围绕在礼堂身边的几位秘书 虽然和张小马见面的次数不多 但毕竟是认识他的 所以当张小马明确表示出 要靠近的意思之后 他们根本不知道是否应该阻拦 而趁着这个机会 张小马已经溜了进去 站在了李李堂最近的王秘书面前 这个家伙对张小马是再熟悉不过了 似乎也知道张小马今晚会出现在这里 但他并不知道张小马居然敢过来 所以稍微发愣了一会儿 直到张小马露出威胁的表情 才无奈地让开 就这样 张小马成功地站在了李堂的旁边 和所有人一样 他若无其事地看着台上 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轻轻咳嗽了一声 李堂发现了他 转过头来看了一眼 然后皱了皱眉头 似乎不满意他这样的场合靠近过来 张小马假装偶然碰见一样说 哎 怎么这么巧啊 李堂转过头去 看着台上淡定地喝了口杯子里的酒 说了一句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哎呀 怎么 打扰你听讲话了 张小马撇了撇嘴 若无其事地说 其实啊 也没讲什么重要的 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 真正有关旅游区规划的事情 他们是不会说的 我知道 你的设计方案通过了 李堂似乎无意地说完了这句话 然后瞥了一眼说 干得不错 这语气让张小马顿时咬牙切齿 压低声音说 你少用这种对待下属的语气和我说话啊 说不上是下属 但旅游区的确是市委牵头的项目 说起来 你也是为市委工作的 李堂说着这话 连头也没回 这可让张小马气坏了 盯着着婆娘说 你少拿职务压我 我才不跟你扯什么工作关系 那你想扯什么关系啊 夫妻关系 张小马扫了一眼李堂今天的打扮 一脸嫌弃地说 哎呀 大冬天的你穿什么丝腕啊 不怕老寒腿吗 又不是什么恋爱中的姑娘 你说作为一个已婚妇女 这么打扮自己合适吗 李堂听到这话 依旧头也没回 不屑地回答说 我都没管你提着保养品 和柳旭一起进他的父亲 你倒管起我穿什么了 就管 张小马可不意外 这婆娘知道她去柳旭家的事情 完全一副无赖的样子 朝李堂说 我老是跟你说了啊 咱们家是有规矩的 以后啊 出门少这么传啊 带坏我门风 门风 李堂回过头来 一脸疑惑与挑衅 你那个门 我都没进去过几次 还管得上什么门风啊 听到这话 张小马气炸了 盯着李堂好半天 说不出来话 而李堂则转过头 继续看着台上 虽然表面上没有流露 但心里却多少有些得意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原本气得不行的张小马 突然间露出了笑容 然后狗胆包天地伸出手 在她有所发觉 转过头来之际 猛地拍在她屁股上 打了她一个猎牵 杯子里的酒也泼了出来 不仅王秘书 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啊 附近的几个秘书 也都有心目睹 一阵目瞪口呆之后 有过电梯内遭遇的王秘书 立即挡在了后面 并且不停地 给其他几个秘书使眼色 脸色一瞬间 涨得通红的李堂 此时怒视张小马 一瞬间想起了 当初回老宅时 张小马仗着 他不能说两人之间的真实情况 而对他有所作为 当时和现在一样 是大力的打屁股 但当时毕竟只有家里人看到 而现在 却是他一群手下的面前发声 这让他以后 还怎么当人家领导啊 我的门方 就是你敢顶嘴 我就抽你 张小马的手 还没有放下来 仍然停留在李堂的屁股上 而此时周围的秘书 已经回过神来 慌慌张张地 将两个人给围住 使得他们彻底和其他人隔离 但这些动作 显然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附近的许多人 兴许还没认出张小马来 只当是秘书之一 又怎么会认不出李堂呢 所以这一刻 尽管李堂已经气得不行 却因为害怕被发现 就根本不敢乱动 更别说打掉那只手了 算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你能放手了吧 无可奈何 又感觉憋屈的李堂 牧师前方 却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张小马觉得开心极了 触感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 让他眯起眼睛 干脆地回答说 不放 你混蛋 我就混蛋 怎么着 周围的秘书围成一个圈 张小马有耻无孔地 一脸挑衅 甚至还在李堂的屁股上 捏了一把 这对李堂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 整个人气得发抖 似乎能想象 自己一群手下 看着自己屁股被捏实的表情 所以这一刻 慢慢转过头来 看着张小马的目光 的的确确有暴走杀人的意思 哎呀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可真是刺激啊 张小马一脸地享受我 慢慢睁开眼睛 一脸得意地说 老婆 你觉得刺激吧 张小马 你别逼我 此时的李堂 死死盯着张小马 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张小马却根本不加理会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台上的讲话结束了 会场内的所有人 都笑着鼓掌 趁着这个机会 李堂立即迈出一步 往前面走去 而早已经精神紧绷的秘书们 也立即跟着往前走 可怜张小马反应最慢 正好因为李堂的挣脱 重新伸出手去摸 却已经没有了 那群秘书的人群保护 于是 距离不远的一个妹子 看到了一个表情淫荡的家伙 正将手 袭向一个风姿卓月的女人的屁股 而那个女人 虽然正在走远 但看背影也知道 那是本市市长李堂 顿时间 那个妹子目瞪口呆 用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着张小马 好像大白天见鬼了一样 似乎也发现了这样的目光 张小马尴尬地把手收了回来 然后隔着人群 和那个妹子对视 原本想做出一个善意的笑容 解除误会 但结果刚一刺牙 那受惊的妹子 就立即花容失色 毕竟啊 这是一个连市长 都敢骚扰的家伙 要是被她盯上了 那还有活络 所以这一瞬间 那妹子脸色变得通红 然后迅速转身 慌慌张张地跑掉了 对此 张小马只能灰溜溜地摸一摸鼻子 重新看向李唐 不远处 那婆娘已经恢复风采 和几位官员说着话 只是时不时地朝这边投来的目光 仍然带着杀意 而他身边的那些秘书 则大多一脸惊恐地看着这边 显然是心有余悸 重新和樊总站在一起 因为有赵广志的友谊介绍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张小马 主持设计旅游区的事情 于是更多对旅游区 有兴趣的集团老总聚集过来 以讨论为名 打听旅游区的整体规划情况 第162集 而另外一边的李唐 也被一群人簇拥着 不同的是 那边的一批人 以官员居多 其中有一大半 是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而另外一小半 则是受邀参加聚会的 侍卫各部门一把手 参加酒会的人 就这样被夫妻俩人 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各自主导着一个小团体 李唐时不时瞥眼张小马这边 而张小马也会偶尔注视着李唐 遥遥对望之中 他们心里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似乎是两个人 出席同一种场合的情况下 第一次有相近的待遇 只不过李唐被自己的属下 前呼后涌 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 而张小马被同样的簇拥 却是一点点努力之后的成果 这大概就是高阳老丈人 都曾经说过的 站在同样的位置上的对话吧 这一刻 张小马觉得自己的努力 都有了回报 当然是十分欣慰的 但对李唐来说 此刻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毕竟对他来说 张小马以前只是一个大门不出的宅男 他不需要任何手腕就能完全掌控 而现在的张小马已经有了这样的成就 再也不是听他几句话就会言听计从的 这倒也不是说他害怕张小马翅膀硬了会背叛他 对于张小马的成功 他也不会觉得不满 只是他担心一旦站在同一高度上公平的对话 他对张小马的亏欠 总有一天会成为张小马离开他的理由 而有了成功人士的身份之后 张小马拥有了选择 将不会在他身边继续守候 想到这里 李唐在心底里叹了口气 而此时的张小马却仍然沉寂在 自己缩短了与李唐之间的差距 一点点配得上他的喜悦之中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从李唐身上收回视线 扫了眼会场 却发现了一个熟人 欧阳静 张小马有些不确定的仔细一看 发现那丫头穿着礼服 脸上也难得化上了妆 让从前的傻气消失不见了 但因为性感的关系 却显然不适应 现在的场合 正站在角落中 一个人无措地面对整个就会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张小马有些疑惑 直到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是那天去欧阳静家里的公务员小李 这个当初因为张小马的出现 打翻了醋瓶子 然后出言不逊 差点被欧阳静父母赶走的家伙 此时正和一群官员模样的人 站在一起说话 只有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被晾在一边的欧阳静 才让人知道 他是和欧阳静一起来的 看到这里 张小马有些明白了 记得上次这个小李说过 他是成见部的人 这一次跟随领导一起参加酒会 也无可厚非 而欧阳静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当然也是作为小李的女伴出现 对此 张小马这个曾经暧昧对象 只能苦笑 明白自己这段时间没有出现 已经让欧阳静的家人感到着急 所以重新考虑起小李 或许也可能是欧阳静说明了真相 家里人最终逼他和小李接触 这种情况下 张小马当然不好插手什么 毕竟他不能给欧阳静 假扮一辈子的男朋友 而且欧阳静并没有求助于他 大概也是想自己处理这件事吧 想到这里 张小马的注意力 重新回到与老总们的谈话之中 只是目光偶尔扫过 关注着欧阳静 他发现没过多久 那个把欧阳静晾在一边的小李 走了回去 和欧阳静说了些什么 马上欧阳静使劲摇头摆手 脸上也露出不情愿的表情 但那个小李却一脸宠溺地 拉起欧阳静的手 满脸的笑容 就好像没发现欧阳静的挣扎一样 硬把欧阳静 拉到了他那几个领导的面前 这让张小马眉头一皱啊 回答某位老总的请教 也慢了半盘 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因为距离已经很近 欧阳静停止了挣扎 低着头走在小李的边上 然后一起站在那位领导面前 小李开口似乎做了介绍 欧阳静拘谨地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低下头不说话了 那个像是小李领导模样的人 笑着说了些什么 像是夸奖的话 小李赶紧笑脸相迎 欧阳静却依然拒紧 不知道怎么回应 过了一会儿 小李带着欧阳静离开了那位领导 在这期间 欧阳静跟小李说了些什么 明显带着渴求的表情 但是小李仍然一脸宠溺 再次伸出手 拉着明明不想走的欧阳静 迈着大步子 走到了另外几个人面前 与之前面对领导是不同 这会儿的小李扬起下巴 表情豪迈 而他面前的几个人 明显是一些公司的老总 看到小李过来 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这一次 小李向欧阳静介绍了那几个人 欧阳静只能无奈地打招呼 仍然不怎么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 小李带着欧阳静告别了这几个人 又走向另外几个人 从始至终 小李脸上的笑容都十分豪迈 一副人脉很广的样子 向欧阳静介绍了很多人 但欧阳静从始至终 都表现得拘谨 是个人都能发现他的抵触 但小李却好像没有看见 这让张小马的表情越来越难看 以至于停止了和身边的老总继续讨论 他看出了小李的目的 并非是真心想为欧阳静引见什么人 欧阳静一个当老师的 也完全不用解释这些人 而小李之所以那么做 说白了就是向欧阳静炫耀他的人脉 以及他有多吃得开 而且肯定已经表明自己想要回家的意图 但是小李不为所动 完全不顾欧阳静的不自在 只想向欧阳静展示他有多么的优秀 当看到欧阳静被小李拉着 迫不得已强颜欢笑 张小马已经看不下去了 当发现小李和人开始聊天 欧阳静一个人站在他身后 无助和委屈的表情 让他再也忍不住了 他将手里的酒放回了服务生手里的托板中 扭过头看了眼李唐 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肯定会引起李唐的注意 担心欧阳静也会被李唐误会 但又看了一眼此刻无助的欧阳静 他咬了咬牙 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立即转过身 黑着脸往欧阳静那边走去 而与此同时 正与几位官员谈话的李唐 在端起酒来的同时 瞥了眼张小马这边 刚好发现张小马正朝欧阳静走去 欧阳老师啊 张小马站在了欧阳静的背后 表情平静 正无助的欧阳静转过身来 当发现是张小马站在面前时 刚刚所受的委屈彻底爆发出来 眼圈发红 差点要哭 看到他这副表情 张小马就知道 自己的猜测没错 即便心里愤怒 但依然没有表露 也就在这个时候 小李也转过身来 当发现张小马的时候 顿时皱起眉头 走过来看了看欧阳静 然后直接问张小马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啊 张小马盯着小李反问 小李好笑地说 这里是旅游区管委会举办的酒会 收到邀请的都是政府官员 和将来参与竞标的公司老总 你一个搞设计的 该不会是混进来的吧 混进来的 张小马冷笑一声 小李直接伸出手 那你把你的邀请函 拿过来我看看 凭什么要给你看呢 不给我看 就是心虚 小李收回手 鄙夷地看着张小马说 别装了 以你的身份 根本没资格出现在这里 一定就是混进来的 趁这个机会 巴结上城社会 我说的没错吧 听到这话 张小马差点笑出声来 摇了摇头 直接拿出来一张名片 扔到小李的脸上说 你看看我有没有资格 小李下意识地接住名片 将信将疑地看了看 结果吃了一惊 黄金海岸股东 兴汉集团副董事长 张小马没有说话 小李难以置信地抬头 连声音也变了地说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上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还是总监 为什么这么快 就成为副董了 而且黄金海岸的项目 你是怎么牵扯上的 而且还是股东 张小马看向小李 一字一顿地问 我只问你 我有没有资格出现在这儿 小李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另外啊 再告诉你一句 旅游区的整体规划 是我做的 也就是说 旅游区的项目 目前都听我的 张小马靠近了一步 居高临下地看着小李 再次一字一顿地问道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出现在这儿啊 小李不自觉地 后退了两步 扭过头 看了看欧阳静 像是发觉了 自己已经丢脸了 转过头 恼羞成怒地 朝张小马听起胸膛 副董怎么了 股东怎么了 主持项目又怎么了 很了不起吗 张小马厌恶地 看了一眼小李 不是了他 静止朝欧阳静走过去 换了另外一种 语气轻声说 如果你想离开了 我可以送你回家 啊 欧阳静看着张小马 咬着嘴唇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远处正关注着 这一切的礼堂 目睹了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虽然听不见 说了一些什么 但却已经大概知道 是怎么回事 此时不自觉皱了皱眉头 也不知道因为张小马 还是因为小李 与此同时 酒会现场有一部分人 也发现了这边的状况 虽然没有停止交谈 但的确时不时 撇过来一眼 关注着这边的状况 尤其是知道张小马的身份 当然还有一些认识小李的 静静是我的女伴 你凭什么带她走 小李见张小马 要带走欧阳静 立马着急了 直接跑到张小马面前 拦住她的去路 张小马现在觉得 跟这家伙说话都恶心 懒得理会地绕过了她 而欧阳静则低着头 紧跟着她 第163集 静静 小李也是着急了 一把抓住了欧阳静的手 恼羞成怒地说 你 你怎么能这样 难道就因为这个家伙 是什么副董 你就毫不犹豫地 抛下我跟他走 松开他 张小马转过身来 声音放高了一些 于是马上 附近的人都注意到了这边 出现在他们视线中的 是一个愤怒的小青年 抓着一个受惊的小姑娘 一直关注着这边的礼堂 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幕 虽然仍然在说话 但注意力全都在那边 他 他是我带来的 就算要走 也应该是我送他回去 彻底被挫败 冲昏了头脑的小李 此时全然忘记了场合 仍然抓着欧阳静的手 咬牙切齿地朝张小马喊 这一次 张小马二话不说 静止走了过去 一把扣住小李的手腕 小李绝对没有想到 张小马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刚被抓住 就哎呦一声松开了欧阳静 并且随着张小马翻转手腕 一点点地歪向地上 差点就要跪了下去啊 嘴里还哎呦哎呦地叫个不停 这样一来 几乎整个会场的人都注意到了这边的状况 不过在场 大多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物 即便这样也没有停止谈话 只是将注意力放到了这边 就好比张小马私交不错的樊总 此时虽然和人勾肩搭背地吹牛 但时不时地看向张小马这边 留意着动态 如果有必要 他留在车里的几个保镖 那也不只是在他吃烧烤的时候摆pose的 欧阳老师不在乎你认识多少人 对你有怎样的人脉也不感兴趣 他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你就应该送他回去 为了显示自己有多厉害 丝毫不顾及女伴的情绪 你也算是个男人 张小马弯下腰 压低自己的声音 就像压制着自己的愤怒 欧阳静已经走到了他的旁边 紧咬着嘴唇 看着小李痛苦的样子 终究还是有些不忍地看向张小马 张小马也知道 欧阳静不想多声事端 只是想离开而已 所以松开了小李 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然后牵着欧阳静 准备带他离开 打了人就想走 这似乎不大好吧 一群人这时候来到了张小马的面前 仔细一看 正是小李带欧阳静去打招呼的那批人 其中开口的是一脸威胁 明显是一群人中的领导 张小马看着这个人眉头微微一皱 不客气地说 你也看到了 是姓李的对这位小姐先动促啊 据我所知 这位欧阳静小姐和小李是认识的 所以这并不算骚扰 这位领导摆明了帮着小李 同样大声说话 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然后朝张小马露出一个 以笔之道还施笔身的表情 这个时候 小李也终于缓过身来 一只手捏着自己的手腕 一只手指着张小马 朝那位领导大喊 赵局 这个家伙打了我 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 那位局长点了点头 他就是因为属下被打 当着这么多熟人的面 不能落了面子 所以才插手的 所以此刻 朝紧跟过来的两个属下点了点头 后者立即拿出电话 而赵局长重新转过头来 朝张小马说 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报了警 警察来之前 你哪里也不能去 张小马没有说话 只看着这位赵局长 近距离之下 他不难发现 这位赵局长脸上 一闪而湿的冷笑 不出所料 大概又是派出所里有人 进去之后 就等着好好被招待的计量 如果真的按法律途径 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但这种表面正义令人 其实心里阴暗的小人 他还真不会给什么情面 直接扔给这位赵局长一张名片 然后绕过他往前走去 警察来了 电话联系我 该拘留拘留 该言行逼供 言行逼供 我认了 但我现在要送这位小姐回家 没空跟你废话 他的这个动作 让所有关注着这边的人 都是一代 因为在场大多数人 都认识这位赵局长 是主管承建部门的领导 而旅游新区的项目 只要参与 就免不了要跟这位 手握大权的官员打交道 甚至张小马所在的建筑设计公司 在某些时候 也要看承建部门的脸色 但张小马 也不知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还是怎样 居然完全不把这位赵局长 放在眼里 而且还一点面子都不留 这可让很多人吃了一惊 赵局长当然也是一呆 因为他之所以出来干预 就是因为张小马是个生面孔 确认不是什么背景惊人的家伙 但现在却当众丢了面子 这让他立即大怒 就要转身再次拦住张小马 但这个时候 一个人站在了他的面前 仔细一看 是礼堂的秘书小王 赵局长当然认得小王 尽管小王只是一个秘书 但谁都知道 在市长身边工作 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位赵局长 立刻没有了之前 咄咄逼人的气势 摆出笑容 朝小王打招呼 王秘书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王秘书只笑了笑 然后慢慢的 直接朝赵局长说道 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吧 算了 赵局长稍感意外 但很快就意识到 王秘书是以大局出发 怕破坏了酒会的气氛 所以才这么说 于是他朝身边的属下打了个眼色 在后者准备动身去追张小马的同时 笑着说道 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大事 小纠纷而已 况且我们都已经报了警了 很快就会有警察过来 到时候把人带走 处理就行了 王秘书听到这话 也朝身边两个助手使了个眼色 然后朝赵局长笑着摇了摇头 哎呀 我的意思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就这么算了 赵局长的笑容僵硬了一下 看了看王秘书派出去的人 已经拦住了自己的人 尽管心里不满 表面却打着哈哈说 呵呵 我的手下毕竟被打了 我要不给他主持公道 会很没面子的 不过王秘书 要是认识当事人 我倒也不介意私下谈谈 王秘书当然知道赵局长是在掏他的话 明显是发觉张小马的身份可能有些特殊 但他并没有解释的意思 只朝赵局长说 如果我是赵局长 倒是不妨先看一看 那位先生留下来的名片 啊 名片 赵局长看了眼地上 身边一个属下 立即捡起来递给他 仔细一看 他眉头一挑 有些意外 兴汉集团 副董事长 黄金海岸股东 附近的人听到这话 都感到意外 即便已经知道张小马主持设计旅游区规划的事 也大多不知道张小马还有另外两重身份 而张小马这么年轻 着实让他们意想不到 呵 呃 不过即便如此 这位张先生也不能打了人就这么走了吧 赵局长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尽管有些吃惊 但张小马那些头衔可吓不住他 所以王秘书如果拿对方的身份压他 他非但没干到害怕 反而觉得王秘书小看了他 那如果我说李市长想让他走呢 王秘书知道自己已经压不住这个赵局长 所以不得不抬出礼堂 还不忘加了一句 赵局长觉得自己的面子重要 还是给李市长留下坏的印象重要呢 听到这话赵局长脸色一变 急忙回过头去 发现李市长果然在看着这边 这让他立刻意识到 王秘书来这里 本来就应该是受到了李市长的授意 顿时意识到不好 赶紧朝王秘书说 哦 我只是想维持酒会的秩序 啊 没有其他意思 一会儿我过去 亲自向李市长报告情况 王秘书点了点头 然后笑着问 那么这件事 哎呀 当然是以大局为重 以大局为重啊 赵局长朝那几名 与王秘书的助理对峙的属下 打了个眼色 笑呵呵的对王秘书说 听到这话 王秘书才满意的一笑 然后带着两位助手离开了 捂着手腕的小李 这时候看向赵局长 表情有些纷纷不平 而赵局长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十分不满意 因为这个家伙 在李市长那边 留下了坏的印象 不过下一刻 他又想到了什么 从助手手里 夺过了张小马留下的名片 露出一次笑意 似乎同样想到什么的小李 也顿时眼睛放光 很显然 李市长以大局为重 不想搞坏了酒会的气氛 他们只能放人 没有一点办法 但是张小马所做的工作 以及那两重身份 或多或少的 都与他们承建部门有些关系 以后只要按照名片上的三家公司 挨个的去找麻烦 足够让那家伙难受了 当然也算为他们出了口恶习 所以这样想着 赵局长的脸上 又重新露出了笑意 哦 对了啊 正在这个时候 王秘书的声音再次传来 赵局长赶紧收敛笑意转过身 发现王秘书已经走开了一段距离 正看着他 于是马上问道 哦 呃 王秘书 还有什么事吗 王秘书笑了笑 指着赵局长的手说 不建议的话 这张名片留给我吧 哦 估计最近一段时间 我会想联系联系那位先生 王秘书看着赵局长笑着说 这让赵局长的表情一僵 自然明白王秘书的意思 是确定他不会找张小马的麻烦 说白了 这王秘书与其说是要张小马的联系方式 倒不如说王秘书是在警告他 这件事会管到底 但这种保护 究竟是王秘书临时的自作主张 还是李市长本来就有过的交代呢 赵局长难以确定 更加不敢冒险 所以只能一脸笑容的 把名片交给属下 送到王秘书手上 直到王秘书离开 小李的脸上再次露出不甘心的表情 看着赵局长的眼神 分明是在询问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一次 或许是因为恼羞成怒 赵局长狠狠瞪了一眼小李 第164集 主要是今天晚上的事情 太让他丢人了 而且还有种吃了亏 还不能找回厂子的憋屈感 以他的脾气 要不是现在的场合特殊 估计都要当场发飙了 而对此 小李当然惊恐 心里对张小马 也更加的恨得咬牙切齿 但不论是赵局长 还是小李 都不知道 重新与人开始谈话的礼堂 已经将他们的表情 尽收眼底 他没有任何表示 即便王秘书回来 也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与人谈话 倒是参加酒会的其他人 从这一段 屡次发生的转折的插曲之中 得到了很多讯息 对张小马这个人 有了更深的认识 和挥之不去的印象 但真正联想到 张小马和李唐有关的 却根本没有几个 就这样 酒会恢复了平静 见惯了大市面的人们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继续来往穿梭 谈笑风生 而另外一边 张小马正在开车 送欧阳静回家的路上 经历过刚才的事情 欧阳静显然心情不太好 在跟张小马 道过歇之后 就看着窗外不说话了 张小马当然看出 他的情绪低落 所以一直都没有 主动开口找话 但终究还是不忍心 看欧阳静这副样子 所以没话找话的说 欧阳老师 自从那一次在婚纱店之后 咱们可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啊 听到这话 欧阳静点了点头 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忽然间脸红的不成样子 这反应出乎张小马的预料啊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 然后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那次婚纱店 自己可钻过人家群底 这种友商风化的事情 提出来那都算是耍流氓 对了 欧阳老师 这个小李那天在你们家 差点被伯母赶走 现在怎么又带着你去酒会了 尴尬了好一会儿 张小马开始转移话题 欧阳静似乎还有些控制不住的 想着那天钻裙底事件 脸红红的回答说 我父母最近逼得紧 刚好小李对我还没有死心 所以家里的人 就让我给小李一个机会 张小马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故作打句 啊 这么说 伯父伯母已经发现了 我是个冒牌货啊 那倒没有 说起这件事 欧阳静终于正常了一点 悠悠的说 主阳父母老问我你的事 我都回答不上来 他们觉得 我和你一定是已经疏远了 是啊 张小马煞有其事的 看向欧阳静 我也想问问 欧阳老师 我们怎么疏远了 听到这话 欧阳静赶紧闭嘴 有点心虚 但张小马知道 是因为钻裙底事件 这丫头羞得没脸见的 所以就再也没有了联系 甚至这次 扑得已和小李出来 也不愿意把他搬出来 脸皮真是够薄的 这次 是父母让我出来的 当时小李告诉我 只是吃个饭 我被逼得没办法 才决定复衍一下 没想到 小李竟然骗了我 根本就不是吃个饭而已 欧阳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皱起了眉头 难得有些愤慨 张小马赶紧赞同地点了点头 表示 这的确让人生气 欧阳静的话 仿佛一下子多了起来 脸上的愤慨表情 也终于多过了委屈 发脾气一样 迅速地捋了一下头发 然后接着说 当时我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是已经答应人家的事 但进去之后 小李一开始 只顾着跟他认识的人说话 把我晾在了一边 等终于带着我的时候 又开始把我介绍给 一个一个不认识的人 要我跟人打招呼 还说我是他的女朋友 太过分了 张小马赶紧帮墙 咬牙切齿 还拍了一下方向盘 增加语气 他是觉得欧阳静 这个温顺的性格 平时受了委屈 都不会怎么生别人的气 这一次 突然发泄一下是好事 无论如何都得鼓励 我当时不想让他没面子 所以都跟别人打了招呼 但我的确觉得自己被骗了 所以跟他说 我想回家 但他根本就不让我走 还继续带着我 跟陌生人打招呼 要不是小马哥 你突然出现了 我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欧阳静说到这里 终于平静了一些 表情感激地看向张小马 张小马则笑了笑 说道 嘿嘿 小事 怎么说 我也是你冒牌的男朋友 被人挖了墙角 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嘛 听到这话 欧阳静有点害羞 不过忽然间他想起什么 有些愧疚地说 我好像看到小马哥的妻子 李市长也在酒会上 当时小马哥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带我走 李市长不会误会吧 原本还笑着的张小马 一想起这件事 立马哭丧着脸 欧阳静愧疚极了 慌张地对张小马说 啊 那他要是误会了的话 我就去找他 和他当面说清楚 张小马叹了口气 哎 算了 这事啊 这事啊 还得我自己来说 大不了归几天搓一板 正手忙脚乱的欧阳静 听到这话 想到堂堂市长 在家里也这么折腾自己老公 忍不住笑了 但还是一边笑 一边反复对张小马叮嘱 嗯 那要是解释不清楚 小马哥 就让我和李市长当面说 总之不能让小马哥受的冤枉 对此 张小马一笑置之 当然不能让欧阳静 站在李唐面前呢 但这倒不是他心虚 而是觉得以欧阳静 这么柔弱的性子 战斗力十分有限 面对连他都对付不了的李唐 估计几句话 就会被吓哭 所以怎么跟李唐解释这件事 还得他回去之后 好好考虑考虑 至于现在 他要确保欧阳静这丫头 回到家之前 已经恢复好心情 但张小马并不知道的是 在他送欧阳静回家的同时 欧阳静的家里 也正等着欧阳静归来 场景 如同上次张小马拜访时一样 是集合了婚纱店的四表嫂 介绍小李给欧阳静认识的四婶 等等 二十多位亲戚的强大阵容 此时的满屋子 嗑瓜子以及眉飞色舞 讨论的声音 嗨呀 我说三嫂 都说万事开头难 现在静静都跟小李出去了 就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这以后的发展 你就不用担心了 四婶 神采奕奕 瓜子嗑得飞快 说话时的表情和动作 也尽可能夸张 不知不觉间 进入了媒婆的身份 不可自拔 并有越走越远的趋势 我倒不是担心以后 卢阳静的妈妈表情有些别扭 说完这话看了一圈人 然后叹了口气说 主要是这个小李啊 要让静静真的和她走得一斜 我总有那么点不甘心啊 四姨 你先别忙着不满意啊 听到这话 一旁的四表嫂制止了要开口的四婶 赞同地朝欧阳静的妈妈说 其实我也觉得 那小李算是高攀了 以咱们静静这条件 能找到更好的 可不是吗 咱们也就是担心静静会成为圣女 到时候 条件再好也白搭 所以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要是有这样的考虑 还真的不会帮那个小李 又有一个亲戚不留情面的帮强 四婶听到这些话立马不干了 一阵白眼过去 然后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们就是念念不忘 那个姓马的小伙子吧 都说了 人家不姓马 姓张 名字叫小马 欧阳静的妈妈忍不住纠正 四婶笑了 哎呀 行 叫小马 三嫂 你心里就认准了那个小马是不是 可那个小马 蓝无影气无踪的 最近跟咱们家静静 一点发展都没有 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吗 欧阳静的妈妈文言撇了撇嘴 也不知道是不满意被揭穿 还是不满意欧阳静 没能成功把握住张小马 还有你们 就是看见了小马这样的好小伙 标准高了 所以就看不上小李了 让静静尝试着和小李接触接触 也就成了退而求其次了对吧 四婶一副看穿大家想法的样子 扫过所有人 大家这下都不说话了 只顾低头嗑寡子 并回忆张小马初次见面时 用礼物淹没他们的幸福时光 跟你们说呀 小马是别想了 现在有这个小李就不错了呢 四婶见道理战胜了所有人 又骨口婆心地对大家说 以后还是多撮合撮合他们两个吧 能尽早领证结婚 咱们不也是完成了一桩新事吗 欧阳静的妈妈点了点头 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对大家说 哎呀 是啊 现在只能希望他们两个 今天晚上有点进展了 要是静静能喜欢上这个小李 那我们也不会再有什么想法了 听到这话 四婶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上厕所的七表姐 忽然跳出来瞅大家喊 哎呦 不得了了呀 静静被一个男的送回来了 四婶转过头一个白眼过去 大惊小怪什么呀 不就是被个男的送回来吗 还能被个女的送回来啊 不是啊 不是小李啊 是被另一个男的 哎我看着像之前那个小马呀 七表姐很兴奋 火急火燎地说完 踩着拖鞋就往阳台跑 一听她这话 客厅里二十多位面面相去 对望眼 然后呼拉一声全挤到阳台 哪呢哪呢地朝下张望 很快 一个个男性亲戚惊呼 哎呦 这是奥迪A8 好扯呀 哎呦 真的是小马呀 在那儿 亲戚里跟张小马最熟悉的四表嫂 这时候也忽然指着下面尖叫起来 哎 不对啊 这小子看样子要跑 不打算上来啊 不行 欧阳静的妈妈 在叽叽喳喳的嘈杂声中 大喊一声 震住了所有人 然后转过身 朝欧阳静的爸爸飞快地吩咐 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拦住啊 推得拖上来 不能让他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 第165集 客厅里 张小马一脸无奈 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已经和欧阳静告别 准备离开的情况 居然被欧阳静的父亲 和几个长辈 从车里拎出来 然后不由分说地压到了这里 在他旁边 包还放在膝盖上的欧阳静 也是一脸垂头丧气 他本来就担心 张小马会被家里人看到 所以在楼下就让张小马先离开 可谁知道还是晚了一步 被抓了个正着 这会儿除了无奈之外 只觉得张小马因为他已经被理事长误会 现在又要面对连他自己都感觉害怕的亲戚们 真的好可怜 两人四周或站或坐的二十多位亲戚 全都含笑打量着他们 尤其是长辈们 看张小马完全一副越看越喜欢的表情 甚至欧阳静的七表姐也尽诛者赤 看着张小马一副我很满意的欣慰表情 直到被某位长辈一个巴掌拍在后脑勺上 才想起自己的辈分 然后换成我想挖墙角的花痴脸 诡异的气氛中 欧阳静的妈妈终于代表大家露出慈祥的笑容 带着几分责怪的问道 小马呀 怎么最近都不来看阿姨了 实在对不住阿姨和各位了啊 张小马被二十多双眼睛 看得都快发毛了 终于可以说话 迫不及待地道歉 并一脸真诚与无奈地说 我单位上最近出了不少的事啊 真的是忙得团团转 也就没空过来了 看我就说吧 小马肯定是因为忙嘛 欧阳静的妈妈一脸欣慰 哦忙点好 那位认出张小马开的什么车的男性长辈 一脸赞同 然后揪住机会就问 哎 上次看你来开的是别克 这次过来都奥迪A8了 说明你忙得有价值 哪像我们这些人都瞎忙 说什么呢 哪有人家一来就盯着车看的呀 二婶白了这位长辈一眼 然后笑眯眯的朝张小马问 小马肯定是高升了吧 没等张小马回答 三婶白了这个二婶一眼 假装无视了这个话题 然后朝张小马说 记得上次小马说单位 是建筑设计公司是吧 我最近有个朋友在盖牢 自家的宅基地不是什么大工厂 小马要是不嫌弃的话 到时候能找你们公司不 当然可以呀 张小马赶紧点头 这才想起拿出名片 然后站起来双手奉上 三婶笑容满面的结果 轻轻一扫 然后表情变了一下 将名片递给了欧阳静的妈妈 欧阳静的妈妈看完 也是表情一变 然后递给了欧阳静的爸爸 就这样 这张名片 在二十多位亲戚的手上 转了一圈 直到最不通人情事故的七表姐 拿到名片一看 然后忍不住进户 副董事长 上次不是总监吗 这么快就成副董了 小马哥 你是做火箭呢 还是有个很厉害的爹呀 不会是电视里演的那种 豪门吧 这么说 你是富二代 你现在有多少钱啊 三婶看不下去 又一巴掌拍在了七表姐的后脑勺上 瞪过去一眼 终于停止了她乍乍乎乎的问题 张小马那个乌语呀 心说这个三婶可够厉害的 就这么委婉地搞清楚了她的职务 完全将她玩弄于鼓掌之中啊 不过还好 她拿出来的是一张以前的名片 不像酒会上发出去的那些 还带着另外两个头衔 不然这个七表姐的问题 估计还要多一些 看来小马是真挺忙的 欧阳静的妈妈一脸体谅 然后用商量的语气对张小马说 那以后 要是实在没空 又不用来看我们了 多跟静静见见面就行 她朋友不多 我看你也挺好 让她跟你出去 我放心 只要晚上再给送回来就行 另外一个亲戚听到这话豪迈的大手一回 必要的时候 隔天送回来也行 一众女亲戚 立即投去杀人的目光 呆坐了半天的欧阳静 完全没有想到 几句话的功夫 自己都被卖掉了死的 这下彻底没脸见人了 张小马当然更加尴尬 早就知道这家子都很夸张 也没料到 居然会豪迈到这种地步 更是干笑着 好半天说不上来话 倒是七表姐忽然想起什么 一排脑门问道 哎 对了 小李呢 二十多位亲戚一呆 完全因为张小马的出现 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这才想起来还有个小李 对呀 欧阳静是跟小李走的 怎么会被张小马送回来 小李应该还在酒会上 见终于说起正事 张小马请示的 看了一眼欧阳静 见他没有表示 不能说的意思 于是这样回答 欧阳静的妈妈 显然不知道 酒会这件事情 有些狐疑的 看了一眼三婶问 酒会 可怜的三婶 似乎也搞不清楚状况 一脸茫然的 又看向张小马问 什么酒会啊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张小马将酒会上 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当然 最后起了冲突 还因此得罪了 某位局长的事情 他没有说 而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在 酒会上的事 也隐瞒了下来 但得知被骗 还让欧阳静受了委屈 亲戚们 哪还有心思问这些呀 完全炸了锅死的 尤其是欧阳静的妈妈 直接站起来大骂 好他个小脸 居然连我们都骗 说是什么吃饭 原来把咱们静静 骗去给他撑面子呀 我说嘛 这个小脸 就是看中了咱们家静静 长得漂亮 四表嫂 也跳起来 愤愤不平 唯有最尴尬的四婶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问欧阳静 小脸 真的自称 你是他女朋友 而且还强迫你 跟他领导打招呼 连你说明了想走 他还不准你走 欧阳静点了点头 说起这件事 又一脸的低落 那个混账王八蛋 这才答应跟他吃饭呢 就满世界说 静静是他女朋友 居然还不准静静离开 这是要干什么呀 啊 没有小马去帮忙 他今天晚上 还打算干出什么事来呀 某位脾气火爆的亲戚 吼了起来 亲戚们本来就自责 听到这话 更感觉后怕 一个个气得头皮发麻 都站起来 准备去找小李算账 脾气火爆的欧阳静妈妈 甚至都已经东张西望 开始寻找作案工具 完全一副不出人命 不罢休的架势 搞得张小马 都有点怕怕的 这事怪我 确定事情不假之后 四婶一脸自责 这时候 朝欧阳静的妈妈说 赛嫂啊 也别去算账了 毕竟我跟他们那边 还有点亲戚关系 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全单长了见识 以后无论如何 也不会再让他 见到境界就好了 听到四婶这么说 大家才愤愤不平地 重新坐了回去 毕竟碍于四婶的面子 当然不好真的 去找小李的麻烦 哎呀 还好小马出现了 这次的事 也算因祸得福 四婶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若有若无地 撇向张小马 别有深意地 朝欧阳静的妈妈说 我的眼光不好 没弄清楚小李的为人 以后就不帮静静 介绍男朋友了 被这么提醒 欧阳静的妈妈才想起 正是因为小李 张小马才会再次出现 而且英雄救美 这么好的故事 两个人的关系 显然更上一层楼 这可不就是因祸得福吗 于是上一秒 还喊打喊杀的 欧阳静妈妈 瞬间坐了一旧 看向张小马的表情 完全换了一张脸 变得慈祥的 不能再慈祥了 而其他的亲戚 也纷纷意识到了什么 全都瞬间变脸 继续张小马进门时 那副越看越喜欢的样子 小马呀 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着急回去吧 要是怕天黑不方便 今天晚上就睡这 我们这还有一间客房呢 就在静静的房间旁边呢 面对瞬间洪水猛兽般的包围 以及充满挑逗的暗示 张小马咕咚一声咽下口水 一滴冷汗 无声地从鬓角划过 而欧阳静已经目染 觉得今天丢人指数 足以让什么钻群底的事件 随风而去 以后真的真的 没脸再见张小马了 终于从欧阳静家出来 已经晚上十一点半 尽管被那些亲戚们 折腾得筋疲力尽 但张小马还是连滚带爬的 去李堂那边一趟 要知道 他在两个小时以前 当着李堂的面 来了一次英雄救美 就算李堂不会吃醋 但只要是产生了误会 以后想要搞定那婆娘 就肯定会增加难度 所以啊 今天晚上 务必要解释清楚 赶在十二点之前 张小马来到了侍卫大院 气喘吁吁的 站在李堂的门前 很快 李堂就打开门出现了 似乎刚刚洗完澡 他浑身散发着 沐浴露的清香 头发也只吹了半干 一身丝绸光滑细腻 随着动作 与暴露出来的白皙皮肤 相互摩擦 又好像浑然一体 让人很有上去摸一把的冲动 但现在显然不是耍流氓的时候 自知李亏的张小马 张口就想要解释 但还没等他说出来 李堂就一边擦脸 一边转身走回了屋里 门却没有关起来 显然是想让张小马自己进来再说 而对他的到来 当然也毫不意外 旅游区的设计方案 我都看过了 多少有没有当初那种设想 有一些出入 我很好奇啊 按照你的设计 旅游区今后的发展 会走什么路线 出乎预料 回到客厅之后坐下来的李堂 继续擦脸 同时问出了一个 与英雄救美事件无关的问题 就算知道这婆娘 不会主动开口质问 张小马也没料到话题 会跑到这里 但既然李堂已经问了 他索性也就老实地回答说 啊 和以前一样 还是以旅游带动商业 李堂擦着脸 一副再听的样子 张小马抠了抠鼻子 硬着头皮继续这个话题 要非说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那就是怎么带动的问题了 根据你们以前的要求啊 以旅游带动商业 说白了 就是利用游客 来进行商业的发展 对吧 李堂擦脸的动作停了下来 狐疑地看着张小马问道 不是应该就这样吗 是应该 但是呢 却有更好的思路 第166集 张小马想了想 组织了一下语言 然后说 我们的想法呢 是利用印象 说白了 就是品牌 来带动商业 举个例子啊 我们有个农场 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啊 李堂想了想 然后回答说 绿色 健康 没错 游客同时也是消费者啊 只要给他们留下绿色健康的印象 那么围绕着绿色健康的主题 我们就可以走出旅游区 到城市里展开很多的商业行为 比如最直接的 果书 饮品 甚至可以是餐厅啊 李堂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问 那么把地产从中心转移到外围 又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张小马一笑 嘿嘿 旅游区周围都是空地 所能看到的那都是空间 无限的空间 你是说 会给投资楼市的户主 带去很高的希望之 张小马点了点头 李堂似乎明白了张小马的理论 表情有些怪意起来说 原来以为你也只是在建筑设计公司 有手好闲混日子而已 没想到你还真有些能耐啊 张小马嘿嘿一笑 嘿 以前说我无所事事也就罢了啊 现在这个设计方案可是出自我手 而且前几天 我都已经跟管委会交过差了 你现在问我这些 并不是设计人员该考虑的事 而我之所以跟你说了 是因为你在请教我啊 听到这话 李堂脸色一变 要说他最害怕张小马之间 产生什么样的关系 那绝对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对话 而这种比平等对话 还要挨头的请教 无疑是他最不愿意发生的 所以他再没有了好脸色 直接站起身 对张小马说 没事的话就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张小马目瞪口袋 啊 你怎么翻脸翻得这么快啊 刚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你走不走 张小马咬牙切齿 行 我走 李堂看着他 显然要看着他走 张小马无可奈何 只能起身走到门口 而李堂也跟到了门口 哎 等等啊 离开之前 张小马转过身 无可奈何地对李堂说 酒会上的事 你可别误会了啊 那是我补习班的老师 私底下呢 也是帮过我大忙的朋友 因为看到被人给欺负了 我当时只是在帮他忙而已 哦 朋友吗 李堂靠着门框 抱起双臂 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像柳迅那样的朋友了 张小马就知道 这婆娘要这么说 立即咬牙切齿地瞪着她 你别太过分了啊 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你少抓着不放 看着他生气起来的样子 李堂终于忍不住 露出不屑的表情说 行了 当初发生了什么 我都看到了 那种以自我为中心 不在乎他人感受的男人 我也看不惯 你做的是对的 张小马一愣 然后有点不相信的问道 啊 你真的这么认为啊 不仅认为你是对的 而且还因为 你不惜被我误会 也要去帮助你的朋友 让我觉得 你靠谱了一次 挺有豪气 像个男人 李堂说到这里 露出了笑容 张小马还是第一次 看到他这么同情达理 也是第一次被正面的夸奖 甚至 那笑容也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在这一瞬间 他觉得这个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女神一样的光芒 以至于让他情不自禁的脑子轰的一下 李堂似乎察觉出了什么 急忙收敛笑容 但显然已经晚了 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的张小马 忽然把他按在墙上 一手扶着他的腰 一手握住他的脖子 对着他的嘴 就是一口亲了下去 如同一道闪电直冲灵魂 张小马立即回过神来 意识到 这是自己第一次不带恶作剧心理 真的想亲历他 内心不禁惶恐 吓得赶紧松开 四目相对 两人能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彼此的呼吸也都吹在对方的脸上 这一刻 李堂表情震惊 呼吸也十分局促 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张小马感受着李堂纤细的腰 与丝绸睡衣的光滑手感 闻着刚刚出狱的李堂 浑身散发出来的沐浴露的清香 眼睛里也再没有其他的东西 直视着那近在咫尺的翘脸 那眼神令他沉醉 就这样 两人之间就这么诡异地死尽了一秒 终于李堂回过神来 在那么一瞬间 张小马分明从他脸上看到了片刻的犹豫表情 忍不住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但下一刻那婆娘忽然脸色通红 然后不出意外地用膝盖攻击了他 嗷的一声 张小马倒地不起 但表情明明争宁 却是不停地狂笑 不为别的就因为那片刻的犹豫 这婆娘被按在墙上给亲了 回过神来 居然不是立即干翻了他 而是有那么一瞬间 犹豫着要不要干翻他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那么一瞬间 李堂有接受的意思 这在以前 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以后 不准你再来我家 现在的李堂 完全失去了平时的从容 使劲抹了抹自己的嘴巴的同时 满脸通红地 使劲踹张小马 虽然不是第一次被张小马抢吻了 但反应如此之大 这绝对是第一次 不为别的 还是因为那片刻的犹豫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没有果断地踢死张小马 脑子里居然鬼使神差的 有那么片刻的犹豫 至于自己在那刹那之间 到底犹豫了些什么 他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 他的犹豫被张小马看到了 所以此刻的他 与其说是愤怒 倒不如说是恼羞成怒 完全是心里的秘密 被人知道了的样子 狠踹了张小马 击脚之后 就桃一样地把门关上 然后转过身 贴着墙 瞪他眼睛不停地呼吸 而门外 明明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的张小马 却狂笑声不断 让屋里的李唐更加地恼羞成怒 有好几次都有杀人灭口的冲动 但对于张小马来说 就算被人杀人灭口也值了 因为第一次 他对自己终于能上了李唐这婆娘 充满了信心 第二天一早 张小马蹦蹦跳跳地走进设计部 跟每一个人打招呼 脑子里挥之不去的 全是昨天晚上和李唐的难忘一吻 总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阳光明媚 窗外的天更蓝了 桌子上的仙人掌更苗条了 甚至连平时让人恨不得躲得远远的柳旭 也变得乖巧懂事了 哎 小马哥 昨天晚上含着一架睡觉的 嘴都笑成什么样了 柳旭走进来 把资料夹扔在桌子上 气呼呼地坐在对面 还双臂抱胸 张小马立马就不笑了 问柳旭 哎 这又是谁让你生气了 你啊 柳旭瞪着张小马 不满地说 别以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不知道啊 张小马吓了一跳 还以为自己和李唐打背这件事情 这丫头知道了 但转念一想 似乎不大可能 而除此之外 昨天晚上的那些事里 能让这丫头这么生气的 似乎只剩下解救欧阳静了 我爹地都给我想了 说小马哥英雄就美 那个女人还很漂亮 柳旭哼了一声 转过头去 斜着眼睛 鄙夷地看着张小马 哼 说什么 只喜欢自己的老婆 原来 还是没少沾花惹草呢 胡说八道 张小马扳起脸 那是我夜校的老师 哟 还是胜炼啊 柳旭气得又转过头 放下手 一副随时拍安而起的样子 有完没完了 到现在 我还没打退书庭 那个臭女人 又给我弄出一个情敌来 我究竟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张小马听到这话 气笑了 哎哟 你跟舒婷两个人掐架就掐架 别老说是好像为了我决斗一样 明明就是你们两个 互相看不过眼 和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什么情敌什么的 你想的太多了吧 我不管 总之你不能再有别的女人 不然 我就真的双拳难敌四手了 哼 柳旭发着脾气站起来 一把拿走资料夹 狠狠地瞪了张小马眼 舒婷又跟我约嫁 一会儿吃午饭 我还得跟她打架去呢 那我搬个板凳围观啊 你们在哪打 在那个臭女人的墓碑前 柳旭前脚刚走 娜娜后脚就进来 说是江夫人找 张小马这才想起来 要汇报工作 于是临时推迟了 设计部的会议 先去见了江夫人 董事长办公室里 江夫人有些无奈的样子 朝张小马问 听说酒会现场 你跟人动了手啊 张小马张了张嘴 然后点了点头说 啊 有这事 看你平时办事挺靠谱的 怎么这次 就这么冲动呢 张小马赶紧认错 当时也没考虑什么 忘记自己参加酒会 代表着公司 当众跟人动手 肯定有损公司形象 下次我一定注意 江夫人点了点头 然后笑着说 详细的经过 我都知道了 听说你也是为了救一个 受欺负的女生 抛开工作不讲 我倒是很喜欢 你这种该出手时 就出手的性格 张小马苦笑一声 这方面 我正要跟江夫人解释呢 其实啊 当时我为了那个姑娘 得罪了一位政府领导 而且据我所知呢 她刚好是成见部门的人 这我也知道 江夫人笑容更灿烂了几分 朝张小马说 但你走了之后 李市长处理的这件事情 似乎还放出什么 到此为止的话来 那位成见部门的领导 不敢找什么麻烦 啊 李市长啊 张小马吃了一惊 她的确不知道 李唐插手了这件事情 看样子 那位同围女人的女市长 和我一样 对你这种 勇于出手的行为 是十分赞赏的呢 江夫人说着 笑容别有深意 但张小马 并没有留意到这个表情 反而是想起 昨天晚上 李唐最后 对自己所说的话 以及那片刻的犹豫 恍然大悟地意识到 李唐的反常 很可能就是因为 自己救了欧阳静的行为 对自己刮目相看 就好像无知少女 仰慕暴打小混混的 高中青年一样 这么说 李唐那婆娘 骨子里还是个花痴小女生 这么想着 张小马又含着 一架睡觉一样的表情 笑了起来 第167集 相信酒会现场 除了这位市长之外 欣赏你这种行为的人 不在少数 所以代表公司的你 反倒可能是提升了公司的形象 哪有 哪有 江夫人太抬起我了 太抬起我了 看着张小马嘴都裂到耳根子了 江夫人有点好笑地说 行了 最多只能算是功过相抵 倒是你 别忘记了去酒会的正事 那些钱财客户 结交得怎么样了 听到这话 张小马拿出一叠名片 放到了办公桌前 江夫人拿起来看了看 一脸的满意 都是董事长级别 联系起来 可比他们的项目不经理 好对付多了 不过既然是你结交的 那业务的跟进 你也得一起进行吧 张小马苦笑 江夫人是说 让我正式承担起 业务不盲的单子 江夫人笑了笑 你就能惹多劳了 等Rose那边挖了好的业务总监 到时候你也就轻松了 张小马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哎呀 行吧 我就暂时坚韧一段日子吧 哎 就是这样一来啊 头衔可太多了 又是业务部门总监 又是业务部门代理总监 还有副总事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公司 有多小一样呢 行了 别抱怨了 江夫人笑了笑 重新拿起电话 朝张小马挥了挥手 快去工作去吧 啊 张小马收好那些名片 起身离开 哎 忘记告诉你了 江夫人忽然捂住电话 朝已经走到门口的张小马说 旅游区项目的招标就要进行了 很快就会有大量的合作合同 需要争取和完成 这两天好好准备 要忙一段时间了 告别了江夫人 返回设计部门的张小马 在途中忍不住想 那些旅游区的项目 樊哥能拿到多少 赵广志能投资多少 而他自己持股的黄金海岸项目 是不是如外界猜测的那样 会被收购并入旅游区呢 正如江夫人所说 旅游开发区的项目招标活动 在管委会的主持下正式开始 半个月的时间 本市商界震动 许多外地企业参与其中 甚至许多境外资本也浮出水面 但在这其中 有一无所获的 同时也诞生了许多的赢家 在招标的那些项目之中 张小马最为关心的黄金海岸项目 还没有最终定论 但除此之外 包括游乐场 海上乐园 商业地产等项目 都在一番激烈的争夺战之后 逐渐尘埃落定 因为和星汉公司 存在资源共享的同盟关系 再加上实力 本来就不俗 又在招标之前 频繁总动 樊哥的金山集团 拿下了规模第二的海上乐园 以及一条美食街 也算是收获颇丰 而赵广志作为独立投资人 并没有自己的公司参与竞标 但也通过和柳少青 联合控股的几家企业 拿下了一个商业楼盘 相对来说 让张小马感到比较陌生的本事首富 也就是高杨的老公 成为最大的赢家 以一己之力打败上百个企业 拿下了旅游区最大的项目 游乐场 以及重中之重的商业步行街 除此之外 那个体验农场 两个高尔夫球场 还有剩下的几个楼盘 都陆陆续续的被挂分 这样一来 对于星汉来说 期待了很久的时机 也就到来了 准备了好几天的业务部门 而在张小马的带领下 开始主动联系那些中标的企业 因为有酒会上的未雨绸缪 再加上的确为旅游区设计了主体 很多公司都乐意选择符合 整个旅游区风格的设计方案 所以被张小马争取过的几个公司 多半都选择了星汉 而作为巨头的金山集团 站在同盟关系的立场上 当然是不需要联系 就将设计工作交给了星汉 赵广志和柳少青 有意结交张小马 当然也不会放弃 这个联络感情的机会 几乎在中标之后的第一时间 就把电话直接打到了设计部 至于最大的赢家 本市首富 因为高阳和张小马的关系 和之前商场令人满意的合作经历 这一次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星汉 如此一来 完成旅游区设计 已经奠定业内地位的星汉 成为了旅游区项目的又一大赢家 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 拿下了旅游区内 二十多个项目中的十九个 战绩可谓惊人 毫不夸张地说 这些项目如果没有时间的要求 足够让星汉接下来的半年之内 不用再接任何单子 而统计起来的合同和金额 当然也足够惊人的 尽管做足了准备 但这么大量的工作要进行 仍然让公司上下手忙脚乱 作为设计部门和业务部门的老大 张小马无疑是最繁忙的一个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几乎每天早出晚归 夜夜加班到深夜 比起贺总生病入院时 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在等业务联络完成 合同基本已经拿下 业务部门这边的工作完成了大半 压在张小马身上的 也就只剩下了设计部门这边 事实证明江夫人的未雨绸缪 是极为明智的 几天前中层会议上决定的挖人行动 在肉丝的操作之下 通过几个猎头公司的配合 为设计部门带来了四位顶级设计师 每一个人都在本市市中心有着自己的作品 如此一来让设计部门拥有了第三个小组 效率自然大大提升 人手终于足够了 张小马就不用参与到每个设计项目当中 本周之内 他把几个重要的项目的大纲制定完成 通过会议确定了设计方向 这半个月的忙碌也就可以暂时停止了 但随着这些忙碌的日子过去 小姨子回国的日子也一天天的临近了 这一天终于安排完所有工作 张小马提早回家 根据之前以黑客身份 从小姨子那里得到的日期 那丫头回国的日子就在今天 在小区里停好车 张小马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下午三点 小姨子是不是已经来了 他并不清楚 但只要知道小姨子今天回来 他就不怕再发生尴尬了 这样想着 张小马捏手捏脚的上楼 打开门 结果让他差点放声大笑的是 浴室里果然传出了流水的声音 多么熟悉的场景啊 之前就是因为那可恶的水声 让张小马误以为 李唐灰心转意 在雾气蒙蒙之中 看了小姨子裸体的轮廓 一次又一次 然后被小姨子嘲笑了 一次一次无数次 但现在 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张小马黑黑一笑 轻手轻脚的往卧室走去 打算来一次逆袭 等小姨子一会儿裹着 玉军出来 自己突然跳出卧室 也吓他个措手不及 算是报了之前的一件之仇 完成了逆袭了 这么想着他打开门 然后他死了 一声尖叫 响彻整个小区 多么熟悉的场景 多么熟悉的声音 但是这一次 比之前两次 更加让张小马始料未及 以至于忘记夺路而逃 愣住了 此刻的卧室里 小姨子张大嘴巴 只穿着小妹妹 手里拿着一件 刚刚换下来的小罩罩 上半身完全暴露在外 尽管之前两次 张小马都看到了小姨子 但那两次 都是隔着萌萌的雾气 只看到了轮廓 约等于是没看着 而这一次 虽然不至于全裸 但是整个上半身 却是完完全全的 暴露在他面前 某些部位 还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呢 现实永远比想象的 更加豪迈呢 解放 小姨子大叫一声 终于想起 捂住了自己的胸部 用崩溃的表情 看着张小马 明显对于这家伙 看光了他 却还不赶紧回避的行为 感到愤怒 这时候 张小马才回过神来 然后脸色大变 关上门之后 脸滚带爬的夺路而逃 第三次 第三次了 姐夫 你怎么回事 故意的吗 卧室里 传出小姨子 暴走一样的大叫 差点把自己的头发 拔光的张小马 在屋里来回转圈 除了在心里 同样破口大骂之外 对自己 也有一样的疑问 是啊 自己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小姨子回来一次 一次又一次 自己就是免不了 要和他以这种方式打招呼 难道自己潜意之理 本来就有小姨子情节 一次又一次 看光小姨子 都是自己刻意为之 而自己的的确确就是个变态呢 张小马抓狂了 陷入对人生和世界的双重质疑当中 有点想哭 结结实实的把小姨子看光光了 这下怎么办呢 张小马坐在沙泡里 把脸埋进裤装里 正等待着道德和伦理的审判 惭愧地不敢见人 在他对面 小姨子穿一件长袖T恤 紧身的蓝色牛仔裤 下面没有穿袜子 正盘腿坐在沙发上 把一个空盒子扔给张小马 然后舔着勺子 惬意地说 冬天吃冰淇淋什么的 是最爽了 姐夫 咱们家还有没啊 张小马立即站起身 一脸可以上刀山的表情说 没有了 那我可以立马去给你买 要几盒 没有的话 还是算了吧 小姨子放下勺子 舒服地 然后伸了个懒腰 然后鄙夷地看着张小马说 姐夫 忽然之间这么殷勤 可这是让人受宠若惊呢 以前不是老让我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的吗 张小马差点给跪了 哭丧着脸说 哎呀 我真不是故意看你的 你要相信我呀 一定会要数吧 小姨子上下打量着张小马 一副火眼晶晶的样子 每次都能够提前知道我回来 然后等待着我偷光光的时机出现 然后过完眼影之后 装作不小心什么的 演技还真不错呢 准确来说 前两次雾气蒙蒙的啊 什么也没看见 刚刚这一次呢 也没全部看光光 姐夫这意思是还没记性啊 张小马猛摇头 小姨子嫌弃的看了她一眼 然后说 总之 不管姐夫你再怎么辩解 我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 被姐夫给看了也是事实 所以 姐夫你得对我负责任 张小马有点为难的样子 小心的看着小姨子说 哎呦 我已经娶了你姐了 老丈人应该不会接受两个闺女都败在我手上这件事吧 这个打击太大了 会得心脏病的 第168集 小姨子原来一本正经 听到这话忍不住扑持一声笑了 然后前仰后翻 好半天才勉强憋住笑 朝张小马说 说完这话 小姨子自己把自己给逗乐了 又开始前咬后翻 拍着沙发狂笑 眼瞅着这个机会 张小马当然是赶紧陪笑 低眉顺眼的说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想得美 小姨子忽然停止了笑容 一头竖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容 然后坐姿端正 态度严肃地对张小马说 虽然还是很怀疑姐夫 但看在我写的面子上 这件事 我就不到处说了 不过前提是 姐夫 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张小马早就已经做好了 挨仔的准备了 听到这话 蒙点头 别的我还没有想好 就先从 请我卢帅开始怎么样啊 张小马无奈啊 点头 OK 那这件事 就先这样吧 小姨子双手合十 然后跳下沙发 张开双臂 给了张小马一个拥抱 然后甜美可爱地说 姐夫 最近这段时间 又要麻烦你的照顾了 欢迎我回来吗 张小马哭丧着脸 欢迎 那么走吧 小姨子挽起张小马的手臂 直指前方 满怀豪气地说 撸串去 大排档 正忙碌的小黑 老远就认出了小姨子 回想起这位万人敌的好汉 最高记录是一顿吃掉600多块钱 小黑就立即洗上眉烧 屁颠屁颠地过来嘘寒问暖 生怕这位姑娘身体不适 影响了胃口 今天晚上就要损失一大笔生意了 不过几个月没见 小姨子显然勇猛如当年 一张口就要来700多块钱的东西 把小黑高兴地笑得合不拢嘴 赶紧跑回去 优先去做VIP小姨子的生意 排在前面的其他人 再怎么骂娘也危然不动 而小姨子也做足了 王者归来的架势 盘起头发脱掉外套 准备大干一场 哎 你刚吃了一盒冰激凉 现在又来撸串 不怕闹肚子吗 张小马看了眼这丫头温度 这闹肚子也是值得的呀 小姨子撇了撇嘴 然后诉苦一样跟张小马说 姐夫你不知道啊 在法国那边吃的都是些什么 动不动来个大餐 就是一盘子蜗牛 你知道那里面除了蜗牛的肉 还有什么吗 啊 什么 天鹅屎 别说那么恶心的东西 张小马不满 然后扭头朝小黑说 老板 烤几根猪大肠来 小姨子白了张小马一眼 接着说 所谓的法式大餐就是那样啊 偏被那帮没见识的家伙 还想玩个浪漫 老秦我吃什么法国大餐 都懒得理他们 在我心里 还是陆串最爽 哦 张小马很惊奇 听这意思啊 你还有人追啊 姐夫 你是瞎还是傻啊 小姨子瞥了一眼 自己羽绒服都保不住的豪迈胸前 又看看张小马 张小马又想起刚才 赶紧插开话题问 那这么说 你快要谈恋爱了 学校里那帮人 我才没兴趣呢 小姨子说着 一脸嫌弃和鄙视的表情 和耳朵如出一辙 但忽然间她想起什么 眉飞色舞的问张小马 对了 姐夫 我之前帮你做解历的时候 看到你大学 学的是计算机转业 对吧 张小马正在开啤酒 听到这没头没脑的问题 愣了一下 然后说 啊 是啊 怎么了 那你懂不懂黑客技术啊 张小马手一哆嗦 啤酒差点掉在地上 惊恐地看着小姨子 结果发现这丫头的表情兴奋 并不像发现 她潜在身份的样子 于是又故作镇定地 咳嗽了一声 你打听这件做什么呀 我想学啊 啊 学黑客技术 小姨子一脸兴奋 看着张小马好半天没傻眼 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学这个呀 张小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丫头 对一件事情有这样的兴趣 但为什么偏偏是他绝对不可以作为榜样的黑客技术呢 哼 我想找一个家伙 小姨子哼了一声 愤愤不拼 他懂黑客技术 在网络上 老是能随随便便地找到我 而我想找他的时候 没有一点办法 张小马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自己以黑客身份 询问小姨子 回国到底哪一天的时候 这丫头的确抗议过这件事情 不过因此就要学黑客技术 也好胜劲太强了一点吧 这次我回国 那家伙提前问过我到底是哪一天 我从法国就开始期待了 飞机落地的时候 他说会来接我的 给我一个惊喜 小姨子说到这里咬牙结实 可我在机场等了好久 这家伙都没有出现 果然是放了我的鸽子 张小马抠了抠脸 有点心虚 人家去不去接你 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 小姨子一脸认真 然后忽然垂头丧气 悠悠地对张小马说 姐夫 我觉得 我大概是喜欢上那个家伙了吧 张小马听完手一抖 这次是真的一瓶啤酒摔在地上了 你说啥 你干嘛这么吃惊啊 小姨子反倒愣了一下 然后超不满的张小马说 我就不能喜欢上一个人啊 不是 张小马赶紧招呼 小黑来收拾 一边无奈地对小姨子说 听你的意思啊 你应该见都没见过对方 就这样敢说喜欢上人家 你不怕对方是个扣脚大汉 或者三只耳朵的外星人 所以啊 我要学黑客技术 这样就有办法确定一下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小姨子一脸憧憬 双手合十看天 呵呵呵地傻笑 哼 不过他纵横网络世界 来无影去无踪 神神秘秘的 就像大侠一样 真是名人啊 张小马无语了 哪能知道 这丫头居然也是个 这么幼稚的花痴啊 把黑客当英雄一样看待 还这么轻易地就喜欢上了 难道说黑客 真的有那种魅力 同父同母亲姐妹的礼堂 会不会也好这口啊 要不然改天试试 姐夫 你胡思乱想什么呢 小的那么恶心 到底会不会黑客技术啊 你倒是说呀 小姨子嫌弃地 戳了张小马一下 张小马回到现实 然后猛摇头 我啊不会啊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你不会算什么 有人会就行 小姨子想了想 然后开心地说 只有我的那帮人里边 有不少都是学霸呢 其中肯定有人会 我让他们教我就行了 你是说啊 让喜欢你的人 为你提供技术支持 帮你追你喜欢的人 嗯 不可以吗 张小马叹了口气 心里先跟那帮学霸 说了声抱歉 然后不禁感慨 早知道黑客这种身份 对少女们有这样的吸引力 自己去礼堂之前 真应该多泡几个妞 对了姐夫 你跟我姐最近怎么样了 在张小马哆哆嗦嗦 结了八百多块钱的撸串钱之后 酒足饭饱的小姨子 被无数敬仰的目光注视着 英雄般的和大家告别 忽然向张小马询问 张小马将空了的钱包收了起来 感叹自己娶了礼堂 而不是这个丫头 否则还真是养不起 现在看她功成名就一样退场 气得咬牙切齿 回答说 还行 进展还是有的 哎 进展到哪一步了 小姨自己没弄眼 啊 有没有跟我姐 做修修的事情啊 哎 注意你的言词啊 那是你亲姐姐 张小马严肃的看了一眼小姨子 然后实在忍不住激动 眉飞色舞的说 虽然呢 还没黑倒啊 不过前几天 给她按到墙上亲了一口 嘿嘿嘿 哇 这么厉害啊 小姨子很兴奋 哎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呀 张小马指了指自己的裤装 后来差点把我废了 但我觉得那是值得的 去 小姨子一脸扫兴 我还以为怎么样了呢 原来 还是到此为止啊 姐夫 你真的很差劲啊 那样的机会 就应该霸王硬上功吗 张小马叹了口气 哎呀 我也想啊 不过你姐太机灵了 每次发现情况不对 先打击我的作案工具 我硬上也是有心无力呀 姐夫 你开黄枪啊 小姨子鄙夷的看着张小马 然后说 也许是你选择的时机不对 我姐还没接受你呢 你就急不可耐的硬上 我姐可不会预计还迎 我怎么觉得是你在开黄枪啊 张小马摆了扳手 哎呀 算了啊 这些事啊 你还是不要管了 那怎么行啊 小姨子一脸认真 我帮你大改造 让你从屌丝变成了男神 还直接间接的帮了你这么多忙 付出的心血 我怎么能够不过问啊 嗯 说的也是 张小马点了点头 然后嘿嘿一笑 那你放心啊 我正在把握这机会 要不要多久啊 我就能拿下你姐 让她老老实实的 给我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小姨子听到这话 满意的点了点头 嗯 有志气 说着这些 两个人已经来到了小区楼下 正准备上楼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一个 背着书包的小人 正点起脚来按电梯 样子说不出的可爱 小姨子立马就认出了是谁 大喊了一声 耳朵 然后直接扑了过去 耳朵一扭头 看见好大一个家伙扑过来 沉着冷静的 眉头一皱 但下一刻 这个大家伙抱着他的大腿 拿脸蹭个不停 明明变态的不行 却让耳朵松了一口气 认出了这位好汉 哎呀 想死你了 当初真该把你也带到法国去的 小姨子一脸撒娇 掐了掐耳朵的小脸 问道 这几个月 有没有想我啊 容容君在外求学 应该以学业为重 不能过分地思念我 导致荒废了学业 无法报效祖国 第169集 耳朵龙温浩荡 任由小姨子揉他的脸 看得从前 屡次尝试接触 屡次被打耳光的张小马 一脸的嫉妒 哈哈 哎呀 就喜欢你假装景的样子啊 小姨子尖叫着 抱着耳朵的脸 啪唧地亲了一口 然后兴奋地说 听说 你已经开始上学了 怎么样 有没有称为问题学生 是不是被同学们 称称老大呀 去 耳朵不屑 小姨子似乎读懂了 这种语言 瞪大眼睛一脸的兴奋 哇 这么厉害啊 被老师叫家长了没啊 我告诉他们 我的父母都已经死了 哈哈 哎 那一定吓得他们 再也不敢跟你提父母的事情了吧 小姨子哈哈大笑 又抱着耳朵亲了一口 真是机智 耳朵擦了擦脸 又看了看四周 然后说 容容容娟 不要在外面这样亲我 我们有约定的 而且一天只能亲一口 容容娟已经透支了明天的那一口 小姨子又巴结亲了一口 看着耳朵一脸无可奈何 又不能拿她怎么样的小模样 哈哈大笑 咱们家耳朵长大了呢 越来越不喜欢被人当小孩子了 耳朵认真地点了点头 那好吧 以后我几两克制 小姨子笑嘻嘻地牵着耳朵走进电梯 却忽然发现了什么一样 向耳朵问 奇怪 你不是很喜欢冲天变吗 为什么坏发型了 听到这话 耳朵眼珠乱转 跟着走进电梯的张小马 想到什么 立马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卷卷的 像个公主一样 倒是很可爱啊 不过 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呀 小姨子说这话 瞥了一眼张小马 问耳朵 是不是有人让你满足 他对小萝莉的特殊口味 强迫你换发型的 张小马本来只是幸灾乐祸 一看扯到了自己身上 马上没意气地举报 哎 不是我啊 是舒婷啊 舒婷 小姨子看着 眼珠子转得更快的耳朵 终于发现了不对 马上朝耳朵问 舒婷是谁啊 没等耳朵回答 张小马嘿嘿一笑 不嫌事大的回答说 嘿嘿嘿 是耳朵的新朋友 新朋友 小姨子脸色一变 看着耳朵紧张起来的样子 张小马高兴坏了 赶紧火上浇油地指着这丫头 继续朝小姨子爆料 她呀 和舒婷每天都在一起 一起去抄事 一起跳广场舞 还一起去游乐园呢 小姨子满脸的震惊 迅速蹲下来 用逼宫的眼神 看着耳朵问道 你 你真的跟那个女人 去跳广场舞了 耳朵眼珠更快的乱转了 哼 我对你太失望了 那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居然抛下我 跟别的女人一起完成啊 小姨子气炸了 抓着耳朵猛摇了好几次 然后忽然之间想起了什么 带着惊恐的表情问 你们一起去逛超市的时候 你有没有坐在推车里边 让她推着你走 耳朵一脸无奈 点着头 小姨子如遭雷击 瘫软在地上 表情空洞 你果然耐不住寂寞 找了别的女人 你背叛了我 张小马爽死了 想自己从来都只有 被耳朵坑的份 现在却用阴谋诡计 坑了这个丫头 立即觉得 以前所有的仇都爆了 而且小姨子 在耳朵心里的地位 比她更重要 让她至今更更于怀 总算找到了一个机会 挑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真的 能从此决裂分道扬镳 自己就可以成为 耳朵心里 仅次于李唐的存在了 这可就太好了 但舒婷阿姨 是张小马 介绍给我认识的呢 耳朵忽然间可怜兮兮地 指着张小马说 张小马大吃一惊 完全没料到 这丫头这么快 就开始报仇了 而且变脸变得好快啊 姐夫介绍的 已经面如死灰的小姨子 立即挺直了腰杆 眯起眼睛 看着张小马问 你们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要介绍给我的耳朵 有什么目的啊 长得很漂亮的舒婷阿姨 是我们的邻居呢 耳朵悄悄拉起小姨子的手 天真的说 而且 舒婷阿姨 很喜欢张小马的 小姨子脸色一变 张小马那个气啊 瞪着耳朵 想杀了他 但靠在小姨子身上的耳朵 给了他一个 谁让你主动挑事的表情 继续嗲声嗲气的说 我记得有一天 舒婷阿姨 给我们做了晚饭 那天 是在我们那里睡的 第二天一早 才离开的呢 什么 小姨子一头竖起来 难以置信的看着张小马 张小马吓得赶紧白手解释 哎哎哎 没有没有啊 只是帮我们做了个晚饭 在这儿呢 过夜的事儿啊 其中有误会 但我可以保证 那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建峰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小姨子尖叫一声 耳朵立即绑枪 拉着小姨子的手 朝张小马头去 朽目不可叼耶的表情 正在这个时候 电梯门开了 小姨子立即走出去 一边东张西望 一边大声嚷嚷 喂 那个女人住哪啊 抢了我的耳朵不说 还要抢我的姐夫 我要跟他决斗 张小马连滚带爬的过去拦着 转眼间就和愤怒的小姨子 纠缠不清 留下耳朵一个人走出电梯 拿出棒棒糖 舔了一口 一脸风轻云淡的 张小马这个傻叉 自作孽不可活呀 小姨子最终还是因为 舒婷刚好没有在家 放弃了决斗 但当天晚上 仍然不可避免地 批判了张小马一夜 直到说着说着 自己都开始打哈欠 才暂时停止 有第二天再战的意思 好在睡了一觉之后 李唐那边来了个电话 要小姨子去老爷子那边一趟 这样一来 张小马这才幸免 然后松了口气 来到公司上班 结果刚到公司不久 他就接到了江夫人的通知 说是让他去面试几个新人 公司最近在大举扩张 是明摆着的事 张小马也知道 最近人事部在积极的招聘 但为什么让他去 江夫人没有明说 他也不好多问 与他同为面试官的是 人事部的主管Rose 所以尽管心里有些摸不着头脑 毕竟也知道 Rose在面试这种事情 那是相当的专业 所以并不害怕会搞砸了面试 而自己只要坐着 在边上当陪衬就好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 张小马迎来了第一个面试者 一个姑娘走了进来 穿着香奈儿的职业套装 踩着15厘米的恨天高跟鞋 大拨浪的长发 把脸修饰得更加锥子形 有三分之二的胸部 白花花的暴露在外面 伴随着一步步走来而晃动 典型的职场女郎啊 这挺适合公关部门啊 张小马心里想着 一看那姑娘的求职简历 果然应聘的是公关部 不过究竟是否与相应的职位合适 应聘者最终能否通过面试 那是Rose需要思考的 站在张小马的角度 她只是单纯地欣赏这些 紧张又笨拙的面试者中 长得比较好看的女生们 绝不带专业领域的目光 她观察到这些女性求职者们 都是刻意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或者走干联路线 或者一开始就打算勾引上司 刻意凸显身材 总之都想展现一下 自己最好的一面出来 于是张小马的眼里 这反倒成了一场表演秀 送走了上半身小西装小马尾 下半身牛仔裤繁布鞋的青色大学生 迎来了大卷发露着勾 锥子脸配肉色丝袜的小妖精 紧接着还有个个性张扬 肢体动作多到胸部晃来晃去的 海龟白骨精 甚至连空气里的香水味道 也是随着他们的进来出去 不停地变换着味道 张小马忽然很享受今天的工作 怎么样啊 肉子忽然间询问 正眯着眼睛 送走一个背影撩人的长腿美人 张小马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啊 什么 肉子手里拿着笔 点着桌子 看着张小马一会儿 无奈地问道 你刚才果然没专心 张小马见被肉子拆穿了 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说 肉子姐 你也知道 面试这种事情 它不是我的工作 所以江夫人让我过来啊 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也只能坐在这儿干看着了 肉子点了点头 理解张小马的疑惑 但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问张小马 听说前代表被提出董事会之后 最近江夫人下达重新选拔员工代表的吩咐 而你提名了我 张小马笑着说 嘿嘿 有这事 那为什么呢 张小马愣了愣 看出肉子没有不满意这个提名的意思 只是单纯的提问 于是就回答说 因为肉子姐的确可以胜任 能胜任的人不少 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 肉子姐笑看着张小马 张小马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要说绝对的大公无私 那就是不诚实了 除了肉子姐可以胜任职工代表的职务之外 也是因为当初我进公司 是当初面试时 肉子姐破例留下我的缘故啊 听到这个回答 肉子姐继续看着张小马 而下一刻 张小马就明白了什么 眨眨眼睛说 肉子姐的意思是 不是我的意思 是江夫人的意思 肉子姐笑了笑 接着说 普通的员工 当然不用你过问 但中层的干部 今天要面试两位 如果由你来录用了 两位中层干部 那么等到两位中层干部入职 你将是他们在公司里最有亲戒感的人 但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是公司的副董事长 他们由你录取 如果进入公司之后需要站队 他们也首先会想到录用他们的你啊 张小马恍然大悟 啊 有点拜码头的意思 准确来说 是你在笼络门声 肉子说着 认真了一些 董事会领导着公司决策是没错的 你也比我更清楚 董事会里的事 但除了董事会的决策之外 执行的这方面 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环节 听到这话 张小马皱了皱眉头 董事会里 最近的确不怎么平静 那些敌对的董事 大多数在公司内部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人手 而我呢 只有一个设计部 在江夫人不能够正面干预的情况下 我的确处于弱势啊 随以董事会之外 你需要在公司内部 巩固起自己的势力 肉子姐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然后别有深意地接着说 这次让你来面试的机会 江夫人也是经过争取 才为你得到的呀 话说到这儿 张小马已经明白了 江夫人的良苦用心 哪还会像之前一样三心二意啊 立即深吸一口气 抖擞精神 对肉子姐说 嗯 我明白了 我会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肉子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今天会有职位 一直空缺的业务部门 和公关部门的主管面试 这两个职位 由你作为主面试官 到时候 我会尽量少说话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 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张小马点了点头 第一次低头看简历 并问肉子 那下一个面试的是哪个职务啊 肉子回答说 刚好 是业务部门主管 正说着 又一个面试者走了进来 仔细一看 是一个格外精神的年轻人 戴着斯文的眼镜 穿着十分得体的西装 却没有带包 即便没有开口说话 也能发现 他举手投足间的自信 似乎对于这一次面试 没有丝毫的紧张 但张小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却稍微一愣 因为这个人他认识 居然是之前在茶楼碰过一次 然后又主动找上他的周星星 这家伙是周伯伯的亲孙子 凭借着家里的背景 应该在政府机关工作 或者自己投身商界才对呀 为什么会来面试区区 一个财务部门主管的职位呢 张小马感到有点意外 而周星星认出了他 也显得有些意外 不过意外之余 这家伙的眼神忽然有些躲闪 这让张小马立即意识到 这家伙知道他的身份 而且在已经保证 不会到处说的情况下 居然还告诉了柳旭 想到这里 张小马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怀好意 而周星星捕捉到的 这不怀好意 从进门之后 第一次有些慌乱 接下来的时间里 张小马按照Rose刚才的套路 以专业姿态开始主持面试 先看过了周星星的简历 然后把需要了解的 和有必要询问的 都进行了一遍 而周星星也重新恢复了镇定 不仅面对问题对答如流 而且也找回了刚来时候的 从容与自信 每一次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着精英姿态 看得一旁的Rose连连点头 就这样面试顺利的结束了 周星星分别与张小马和Rose姐握手 然后离开了这里 看着这小子走出会议室 张小马立即询问了Rose的意见 不出意外 周星星的综合素质 是今天所有面试者中最好的 甚至Rose姐已经确定 如果接下来没有 更优秀的面试者出现 周星星完全可以进入 最终的候选名单之中 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张小马立即走出了会议室 然后在走廊里追上了周星星 哎 表现得不错啊 面对掩饰着心虚的周星星 张小马的笑容 充满了鼓励 还拍了拍周星星的肩膀 赞赏的说 刚才那位坐在我旁边的人事部的主管 对你相当的满意啊 周星星继续掩饰着自己的心虚 但也不会装作不认识张小马 只能是一脸不谈私事 只说面试的样子问道 那么对于我的表现 你是怎么看的 我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场面试会应该是你在主持 所以你对我的评语更加重要一些 哎呦 眼力不错嘛 张小马嘿嘿一笑 说道 没错 今天的面试的确不能少了我的意见 而我呢 对你也很满意 所以如果今天之内 没有更优秀的人出现 业务部门的主管的位置啊 基本上就非你莫属了 听到这话 周星星看了眼张小马 然后继续一本正经的说 那按照正常情况 面试官并没有最终聘用主管级别的人选的权利 你就算对我满意 也不能肯定业务部门主管的位置 就是我吧 你也说了 那是正常情况 咱们这是特殊情况呀 张小马几眉弄眼 小声说 放心好了 别说综合素质是今天面试者中最好的 就算是稍微差一点 我也能想办法把你招进来 毕竟这个权利我还是有的 周星星怪异的看了眼张小马 问道 听你的意思 好像并不是因为我的综合素质不错 才决定聘用我的 可是为什么呢 我们只不过见过三次面 真的有那样的交情 值得你为我走后门吗 嘿嘿嘿 当然有了 张小马笑眯眯的拍了拍周星星的肩膀 你都知道我身份了 跟我老婆还是发小 甚至还能当着外人的面谈论我和我老婆 让大家知道了我和我老婆的关系 这交情可不浅啊 周星星叹了口气啊 哎 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件事 我也就是跟你说实话了吧 当时呢 我是被前头都给坑了 并不是有意泄露出去的 所以呢 如果你和李堂姐造成了什么困扰 我很抱歉 张小马给了一个不要客气的表情 和爱可亲的说 哎呀 没关系啦 我一点也不在意 不会在这件事上针对你的 你看我现在 不就是已经既往不咎了吗 支持你成为我们公司的业务门主管吗 周星星点了点头 但看了笑眯眯的张小马一眼 心里却有些怀疑 总觉得这家伙有阴谋 事实上 张小马还真有阴谋 毕竟这种不守信用 还暴露了李堂存在的事情 怎么可能既往不咎呢 招这家伙进公司 不排除的确能力出众 也的确觉得认识的人 更容易培养成自己的手下 但最重要的 还是想在以后折腾这小子 不过这方面的想法 现在可不能表示出来 怕这小子因为害怕不来了 对了 听说容容回来了 在被张小马热情的 送出公司的路上 周星星忽然问道 张小马笑着说 嘿 昨天刚回来 周星星也露出笑容 哎呀 有段时间没见了 等过几天有空了 我去接她出来玩 那你得去我那儿接 张小马一脸热心 容容回来之后啊 没住老宅 也没住我老丈人那边 跟我住呢 周星星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嗯 应该的 毕竟李伯伯不在家 要是我呀 也会选择跟姐姐姐夫住 是啊 张小马笑了笑 然后好奇的问 哎 对了 上次见面的时候 记得你说你以前追求过李堂姐 没有成功 容容虽然性格奇怪了点 但长相也不比李堂差多少啊 你是不是刚好也追求过她呀 听到这话 周星星表情僵硬了一下 然后咳嗽了一声 说 其实我也没追求过李堂姐 就跟以前大院里的其他人一样 只是喜欢她而已 没有几个真正有勇气的去跟她说的 哎呀 也难为你了 憋在心里不能说的感觉 一定很不好受吧 张小马同情地看着周星星 周星星苦笑一声摇了摇头 李堂的确有种让人不敢亵渎的气质 张小马感同身受一样 然后笑着问周星星 不过容容嘛 就平易近人多了 你喜欢李堂不敢表现出来 喜欢容容 至少不至于憋在心里吧 可怜周星星不知不觉 被张小马给绕了进去了 下意识地笑了笑说 跟容容倒是表白吧 张小马一脸期待 啊 那她答应你没有啊 没有 周星星苦笑着摇了摇头 她身边的追求者也不少 但她从小对恋爱这种事情没什么兴趣 不论男女 只要是在一起玩的 她都只当朋友 没有其他的想法 更不想有哪方面的发展 张小马再一次叹了一口气 哎呀 这么说两姐妹你都喜欢 结果都没和她们走到一起 周星星点了点头 一脸黯然 张小马同情地看了眼周星星 然后忽然间扬起笑容 嘿嘿嘿 还好 我没你那么错 啊 李堂已经被我给上了 哦耶 周星星一愣 这才意识到张小马没有任何同情安慰她的意思 问了半天 压根就是想嘲讽她 顿时脸一黑 李堂姐和你结婚的事情 我又不是今天才知道 这种事情你上次已经炫耀过了 是吗 张小马一脸若无其事 那我一定还没跟你说我和小姨子那点事吧 周星星眉毛一挑 啊 你 和容容有什么事 她现在住我家 周星星松了一口气 然后鄙夷地说 这件事情 你已经说过了 那我大概没说完 嘿嘿嘿嘿 张小马笑眯眯的凑到了周星星耳边 神神秘秘的说 我告诉你啊 容容住在我家这段时间 你李堂姐不在家呀 也就是说我每天下班回家 都要和容容孤男寡女共出一室啊 听到这话 周星星顿时瞪大眼睛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张小马黑黑一笑 紧眉弄眼 这表情让周星星更加惊恐 几乎哆哆嗦嗦地问 那你 你对容容做了些什么 张小马大笑三声 转身而去 喂 你对容容到底做了什么 回答我 周星星怒吼 张小马背对着周星星 挥了挥手告别 不予理会 众目睽睽之下 周星星暴跳如雷 气得一边抓着自己的头发 一边朝张小马远去的背影咆哮道 混蛋 你害了李堂姐还不够 还要害容容 快告诉我 你到底对容容做了些什么 听着背后传来的怒吼 张小马心情很好 毕竟周星星这家伙 泄露了他和李堂的关系 他心里恨得牙根痒痒 现在也算是报了仇了 并且他故意不把话说完 留下一点悬念 让这家伙因为两个喜欢的女人 一个被糟蹋 一个可能被糟蹋 而辗转反侧 一定还要来弄清楚事情真相 这就不怕他通过面试之后 有更好的选择 而不来入职了 而只要这家伙入职 那以后就可以好好算算账 慢慢地折磨他 这可是一箭双雕的好策略啊 张小马想为自己的机制点一个赞 第171集 傍晚张小马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晚上七点 进门之前 他原以为昨天晚上的批斗 将要延续到今天 结果发现小姨子并不在家 客厅里只有耳朵一个人坐在地上 正抱着一桶冰激凌 看动漫 松了一口气的他 抢走了那桶冰激凌 然后问耳朵 哎 容容上哪儿去了 耳朵爬回了沙发上 躺在张小马的旁边 无聊地摆弄着自己的兔子玩偶 说道 玩去了 玩去了 奇怪啊 你们两个从前都形影不离的 这一次居然去玩都不带你 张小马嘲笑 耳朵坐回来 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说 也没带你去啊 这话让张小马忽然想起 以前的小姨子 有什么好玩的 好吃的 的确也会拉上他 在之前那段不多的相处时间里 他们几乎把本事所有值得去玩 去吃的地方都去了个遍 可现在 哎呀 看来 他的确对我失望透顶啊 和我之间的友谊 已经到此结束了 张小马叹了口气 没有了吃冰激凌的胃口 都怪我当初想要一个美女邻居 招来了舒婷 哎呀 却失去了容容 我也没有抵挡住诱惑 背拔了一段感情 从今天往后啊 他大概会自己点菜 自己买单 再也不会和我抢吃的喽 张小马深吸一口气 耳朵同样畅然若失 现在 他大概和闺蜜们一起 在KTV唱歌 以后 再不会和我抢卖了 两个忧伤的人对望了一眼 沉默了三秒 然后张小马扔掉冰激凌 一头竖起来 笑得合不拢嘴的说 哎 我们先去吃大餐 然后去唱歌 好好感受一下 没人跟我们抢吃的 也没有人跟我们抢卖的感觉 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好的 我收拾书包 耳朵眉开眼笑 手舞足蹈的开始行动 就像暑假到来 两个人精神抖擞的 收拾东西 打扮自己 仅仅半个小时之后 就全部搞定 然后手拉着手 熊旧旧气洋洋的出门 打算好好享受这段 没有小姨子碍事的快乐时光 不过两个人走到电梯口 他们忽然遇见了书亭 然后不约而同的脸色一变 这婆娘 像是刚刚从外面度假回来 穿着风衣 戴着墨镜 丝袜的颜色 和脚上放着的行李箱 也并不庄重 看到张小马和耳朵的时候 也一副久别重逢的样子 欢呼着 一个人给了一个拥抱 但接受拥抱的两个人 反应可就不淡定了 张小马东张西望 生怕小姨子正好回来 以速飞快的对书亭说 哎 你最近跑哪儿了 不过现在的时机刚刚好啊 现在也最好不要回家了 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再躲个十来天啊 再出现 耳朵也蒙点头 复义 书亭正打算告诉两个人 自己啊 最近遇到了去世 没想到一张口 就说了这么一堆 莫名其妙的话 立马搭了着脸说 你们什么意思啊 也不看看我是不是晒黑了 变瘦了 怎么能一见面就让我走呢 张小马将书亭拉到一边 满脸认真的说 哎 有人要找你决斗 而且呢 战斗力很强 柳絮嘛 书亭不歇的摘掉了墨镜 杨起下巴哼了一声 他打不过我 不是柳絮 是荣荣 我小姨子 耳朵点了点头 杨起脸认真的对书亭说 嗯 柳絮阿姨的战斗力 和荣荣军不在一个档次 书亭阿姨 仓俗硬仗 会吃大亏 为了这张脸 以后还能继续美美的 阿姨 还是先嗶嗶吧 容容 书亭眼睛一转 然后笑了起来 我可是听说了 柳絮那个臭女人 在容容手上 吃了好几四魁 几乎全无还手之力 嘿 这么厉害的人 我可得好好认识一下 讨教几招才行 讨教个屁呀 张小马看了一眼耳朵 没给好脸色 这个丫头出卖了你 把你那天 在我那过夜的事情 告诉了容容 容容现在到处找你 要跟你决斗呢 张小马也告诉了容容君 我和你一起跳广场舞 一起逛超市的事情 耳朵朝张小马的脚后跟 踢了一脚 然后一本正经的朝书听说 容容君很生气 我有了新的朋友 现在想装花 你美丽的脸 书听听到这话 先感谢了耳朵的夸奖 然后露出火人大物的表情 一脸有趣地说 那更好啊 我也想知道 能和耳朵 关系那么好的家伙 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两个回合 正好失失手 哎呀 你还不明白吗 张小马揉了揉 自己的脚后跟 然后认真地对书听说 你和容容 根本就没办法相提并论 她要是想整你 可不是找你打架那么简单 搞不好会弄死你 反正我和柳旭 打来打去也腻了 换个风格不同的对手 也挺不错的 书听满脸无所谓 阻止张小马继续说下去 并询问 对了 你们两个打扮得这么整齐 要去哪里啊 听到这话 张小马和耳朵稍微一愣 然后对望了一眼 他们知道书婷 虽然不抢吃的也不抢卖 但老是贤其良母的安排事情 也是一件很讨厌的家伙 今天晚上 两个人要出去happy 似乎同样也不能带上他 于是两个人默切地达成一致 转头不约而同地说 去书店学习 去书店学习 书婷忽然兴奋起来 眉肥色舞地对两个人说 书店 没想到 你们俩还爱读书 早知道 我就不用担心你们自卑 而隐瞒我田舅生的学历 和渊博的知识 太好了 我们一起去看吧 我知道一个很好的书店 这意料之外的反应 让耳朵捂住额头 让张小马垂头丧气 感觉这么默契的撒谎 头一回 还不如直接实话实说呢 毕竟再怎么扫兴啊 也比去什么狗屁图书馆要好 真要被拉着 看一晚上的书 干脆现在就自杀得了 先帮我办行李吧 我这几天去巴黎岛度假 还给你们都带了礼物呢 等我拿出来送给你们啊 然后换一身衣服 咱们就出发 书亭很兴奋地说着 忽然间电话响起来 他一看号码 表情忽然古怪起来 是一张小马安静之后 接通了电话 不确定地喊了一声 姐 电话那头的人 似乎不容打断地 说了好长一段话 张小马和耳朵 只看书亭的表情 先是吃惊 然后高兴 最后是垂头丧气 终于说了一句 知道了 之后 电话那头的人 已经挂断了电话 今天不能陪你们去了 我有点事 收好了电话 书亭摘下帽子 蹲下来亲了耳朵一口 然后抱歉地说 要不然 你们两个自己先去吧 等明天我有空了 再带上你们 张小马听到这话 高兴坏了 表面却一脸的可惜 哎呀 真是太让人伤心了 本来能一起交流一下 读书心得的 耳朵也是一脸的伤心 悠悠地埋怨了一句 哎呀 那该死的电话 一定不伤你们 别伤心咯 书亭又亲了耳朵一口 然后捂着帽子 提着箱子 回家去了 张小马和耳朵对望一眼 走进了电梯 等电梯门终于关上 才眉开眼笑地 激了个掌 哎呀 想去安静地吃个饭 唱个歌 可真不容易啊 难得小姨子抛弃了我们 却差点被这个婆娘 抓去看说 那个电话来得可 真是时候啊 张小马高兴地 抖起了腿 耳朵赞同地点了点头 又伤地说 荣荣军和舒婷 阿姨 虽然都是很好的人 但有的时候 的确太黏人了 我大概能体会到 你夹在他们两个 中间的处境了 张小马同情地 看了一眼耳朵 耳朵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哎呀 两个老娘们 的确很烦人呢 张小马哈哈大笑 嘿嘿嘿 那现在没有了 抢饭吃的荣荣 也没有了老妈子 一样照顾人 还时不时体罚一下的 那个舒婷 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再加一个项目啊 嗯 看电影 OK 好好享受啊 没有那些老娘们 烦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第二天 张小马来公司 向江夫人汇报 昨天面试的情况 董事长办公室里 他把周星星的简历 交给了江夫人 然后说 肉丝姐觉得 可以作为候选人 我也很满意 现在就等江夫人 点点头了 江夫人一边看着简历 一边问道 学历和工作经理 都很不错 不过 你确定聘用她 张小马点了点头 倒是可以再等等 看有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不过这个周星星 据我所知呢 家庭方面很有背景 人脉方面呢 相当有优势 恐怕短时间 不会有人比她更适合 业务部门主管的职位了 江夫人听到这里 抬起了头 看了一眼张小马 你怎么知道 她有背景 张小马笑了笑 不瞒江夫人 这个周星星 其实我认识 江夫人放下简历 不再细看 质问张小马 是可以信任的朋友吗 不能信任 这家伙呢 非常不靠谱 很容易被美色 诱惑 背叛诺言 张小马毫不犹豫地 给出了评价 这江夫人 恶然的表情中 说道 不过大的方面 应该没问题 可以先招进来 慢慢地调教 江夫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对张小马说 如果你觉得可以 那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就这么定了吧 张小马点了点头 啊 那我这就通知 肉丝姐 不过董事会那边 没意见吧 毕竟是主管的位置 他们的手 还插不到这里 江夫人说着 但话还没说完 却忽然之间 看向了电脑 张小马忍不住地 问了一句 怎么了 江夫人按了按键盘 又动了动鼠标 疑惑地说 突然黑屏了 我刚录入的资料 还没保存 啊 黑屏 张小马起身 走过去 帮江夫人看了看 结果发现 并不是正常的黑屏 多年的黑客经验 告诉他 这种不正常的屏闪 应该是一次黑客的攻击 而且看样子 还不像是初学者 意外地闯入 这让他脸色一变 然后迅速地敲击键盘 第172集 怎么了 江夫人看出张小马表情严峻 意识到不只是电脑坏了这么简单 而张小马已经没有说话的时间 迅速地敲击键盘测试 很快就确定是黑客的进攻 而且还不是江夫人这一台电脑 看对方来势汹汹的架势 显然是做足了准备 很可能和他当时攻击龙泉化工一样 是针对公司内部网络的全面入侵 但星汉公司 只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 不是什么IT企业 也没有什么太机密的东西 为什么会遭到 这么大规模的入侵呢 难道是竞争对手 想到这一点 张小马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什么话也没有说 留下一脸愕然的江夫人 掉头就往机房跑去 最近公司拿到了旅游区的 绝大多数项目 多少有点让同行没饭吃的意思 这种处境之下的 其他建筑设计公司 想通过歪门邪道竞争 也并非没有可能 尽管那些项目与星汉 已经基本敲定了 但因为时间和人手的关系 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签合同 这些客户资料啊 连同进行的项目设计方案 一旦因为这次网络入侵被窃取 对方完全可以趁机派出业务人员 与那些客户接触 进行低价竞争 作为设计部门的主管 张小马当然不能允许 这种事情的发生啊 更何况公司之所以 能有这么多的客户 很大程度上都是他的劳动成果 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努力 成为泡影呢 他必须阻止这一次的网络入侵 但是江夫人的那台电脑 以及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脑 无论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 都不足以对抗真正的黑客 所以啊 他必须赶到机房来展开战斗 当张小马来到机房的时候 这里显然已经发现了问题 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技术人员正在手毛脚乱的应对 你是谁 有人看到张小马跑了进来 询问了一声 张小马却没有理会 直接坐下来 开始飞快的敲击键盘 让那个走过来 想继续询问的人有些发呆 很快 其他几个技术员也发现了张小马 匆匆扫了一眼 看出了其专业 都有点面面相觑 搞不清楚 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家伙 到底是何方神圣 别愣着了 赶紧帮忙 张小马飞快的敲击键盘 同时迅速的下发指令 几个学生见他沉着冷静 加上自己的确是触手无策 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接受了指令 在一旁协作 很快 防御战打响 机房里的每一个人都表情凝重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这场面 让张小马想起了半年之前 自己入侵龙泉化工时的场景 心里头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毕竟 当时是自己入侵别人 让别人的机房手忙脚乱 而现在的他 却在机房里 和几个慌慌张张的技术员 阻止别人的入侵 攻击的黑靠不止一个 这种连续的入侵 防御是没有用的 短短三分钟之内 张小马搞清楚了情况 而听到这话的另外几个人 都不自觉地停下了动作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张小马 却继续飞快地敲击键盘 陈卓冷静地继续发号指令 有一个主攻手负责窃取资料 现在呢 我们改变策略 放弃防御 迂回包抄这个主攻手 在他的退路上涉埋伏 几个人 刚毕业的学生 哪里经历过这种事啊 互相对望了一眼 居然有一种在打仗的感觉 还看什么看呢 快点行动 张小马扭头大 几个技术员顿时一个机灵 然后仿佛点兵一样热血沸腾 立即开始在张小马的指挥下 展开协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机房里一片安静 只有飞速敲打键盘的声音 大概十分钟之后 协助的人已经完成了工作 此时都走到了张小马背后站着 看着他飞快地敲击键盘 以及各种追踪的动作 既感觉大开眼界 又觉得紧张至极 终于 张小马忽然停止了键盘的敲击 靠在椅背上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几个人盯着屏幕 眼睛都不眨 本来因为张小马的操作太快 根本看不出什么 现在一停却看懂了 马上就有一个人惊呼道 哎 抓到一个了 是主攻手 哎呀 居然在这种情况 升擒对手 好厉害呀 另外几个人睁大了眼睛 目瞪口呆 之前那个询问张小马身份的 显然对这些事情 并不怎么熟悉 听到这话疑惑地问了一句 那么 现在要报案吗 报什么案呢 黑客的世界里 没有法律这回事 一个人推了推眼镜 一脸的固偶 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反入侵 然后夺回资料 哎呀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黑客对黑客的战斗 而且我们还要成为入侵的一方 真是期待呀 另外一个人摩拳擦掌 等待张小马的行动 但内心深处 其实更希望张小马 再给予一个新的命令 让他们也能参与进来 其他几个人 当然也是一副 迫不及待的兴奋样子 但是张小马 扫了一眼追踪 并破译出来的IP地址 却表情怪异 觉得十分的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终于他想起了什么 猛地站起身 哎 怎么了 几个人吓了一跳 张小马忽然咬牙切齿啊 迅速把电脑上 自己运行的一系列的记录 和很多自制的软件 删除干净 一边对几个人说 资料呢 已经被窃取了 但我锁定了对方的电脑 让他暂时不能将资料呢 传给第三方 剩下的事啊 我自己处理啊 你们就不用管了 哦 这么说不用反入心了 听到这话的几个人 当然是一脸的失望 张小马没有回答 而忽然转身问几个人 你们认识我吗 几个人茫然摇头 而其中一个大胆猜测 你这么厉害 该不会是我们的 网络安全顾问吧 哎呀 建筑设计公司而已 哪用得着什么网络安全顾问 张小马朝几个人摆了摆手 不知道更好啊 今天的事情不要往外说了 丢失的资料呢 我会尽快的追回来 你们现在赶紧的修复漏洞吧 啊 几个人点了点头 然后就开始坐下来工作 而张小马这时候往机房外面走去 在即将到门口的时候 他头也不回的对几个人说 作为保守秘密的条件 有空呢啊 我过来教你们几手 几个人顿时高兴的挥手 哦 我们等你 张小马笑了笑 转过身去 回想起刚才记录下来的IP地址 他冷笑了一声 哼 又是这个死婆娘 看我这次不揍死你 城东 某居民小区 张小马开着那辆奥迪A8来到大门外 身上还穿着上班时鼻挺的西装 却根本不管路人差异的表情 狂奔进小区 然后根据记忆进入某个单元楼 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铁门前停了下来 这正是之前受私人侦探公司委托的 入侵他家电脑的那个女黑客住的地方 再一次来到这里 张小马想起了之前那次的挟持 虽然不确定有了那次经历之后 女黑客是不是会提高警惕 但暂时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也只能敲了敲 然后高喊一声 茶水表 没多久 屋里传来脚步声 然后铁门也被打开 就看见之前那个女黑客猫出头 疑惑地嘀咕着 不是说现在没有水表放在室内吗 直到看到门外站着的张小马时 才脸色一变 张小马也没有想到 同样一个小手段 居然可以骗这婆娘两次 此时见他吓得要把门重新关上 一个箭步冲上去 和上次的动作一模一样 直接捂住嘴巴进屋 然后用脚后跟把门给带上 就你这智商还当黑客呢 也就是你这破小区没什么人惦记 不然抢劫贩卖人口 早就把你家进出好几回了 看着呜呜呜挣扎的女黑客 张小马无情地嘲笑 女黑客也的确后悔的不行啊 但他怎么能想到 这个家伙会突然杀回来找他 而且还是用同一种方式 现在被压在墙上捂住了嘴巴 只能呜呜地叫着 用眼神向张小马求饶 老闺家啊 不准叫 否则弄死你 张小马指着女黑客的眼睛 警告道 女黑客赶紧呜呜地点头 张小马松开了他 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 这屋里暖和的有点燥热 仿佛有股热浪在席卷 而女黑客的打扮 却十分地清凉 把头发随意地扎着 露出白皙的颈部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穿一件宽松的大T恤 露出性感的大白腿 正光着脚踩在地上 靠着墙大口呼吸的样子 还挺诱人的 但张小马对这种性感毫无兴趣 丝毫不留情面地 对着女黑客大声指责 是因为怕冷 所以开了暖气 又开空调了吧 露着大腿 也是因为不想穿裤子 哎呀 作为女人揽成这样 不可使吗 女黑客本来大口大口地呼吸 听到张小马的话后 赶紧把T恤使劲往下拉了拉 一边惊恐地问张小马 上次的事情已经完了吗 你怎么又来了 不会现在才想到要报仇吧 上次 张小马坐下来冷笑一声 我来找你是因为这次 女黑客不明所以 也想坐下来 却被张小马一个凶狠的眼神阻止 只能继续贴着墙站着 拉着自己的大T恤 弱弱地说 你搞错了吧 上次之后 我就没敢再入侵你的电脑了 张小马盯着女黑客 给你个提示 星汉公司 星汉公司 女黑客吓了一跳啊 下意识地尖叫了一声 然后捂住了嘴巴 看来是没错了 女黑客仍然捂着嘴巴 露出惊恐的眼睛 看着张小马问 那 是你的公司啊 不是我的 但的确是我工作的公司啊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女黑客放下手 求饶地说 要是知道那公司和你有关 我就算有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去黑马 你就放过我这次吧 我下次一定调查清楚了再行动 张小马指着女黑客说 我以前还真看扁了你了啊 以为你就只会黑掉普通人的电脑而已 没想到入侵企业网络的事情你也能干 而且还有胆子干啊 不知道那是犯罪吗 女黑客心虚 扭捏着拉着T恤 却有点不服气地说 黑客本来就是犯罪嘛 第173集 你是说我也是黑客啊 我也不赶紧了是吧 张小马猛地站起来 女黑客吓了一跳 以为要来打她 赶紧踮起脚尖 紧靠着墙 偏着头大声说 不是的不是的 我是说 我也是迫于生计 家里还有两个要上学的弟弟 才不得不走上这条路的 哎呀 你就编吧啊 上次以为我是强盗的时候 不是说抽屉里边有很多钱吗 自己花都花不出去吗 张小马懒得废话 看了看四周 然后问女黑客 哎 服气在哪呢 把锁定的资料和硬盘都给我 女黑客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赶紧睁开眼睛 指向卧室 张小马开门进去 头也不回 却好像发现女黑客 眼珠乱转的表情一样 想冲出去叫人就叫 想报警也可以 让人知道你这里藏着一个黑客的工作室 我不建议陪你一起进看守所 听到这话 女黑客放弃了挣扎一样 哭丧着脸 没多久 张小马从卧室出来 一脸嫌弃的说 哎呀 这卧室里比客厅里更乱 白让你长这么漂亮了 居然揽成这样 哎 打算抱着电脑过一辈子吗 不打算结婚嫁人相付教子吗 女黑客撇了撇嘴 小声嘀咕说 居然还管人家结婚的事 好笑多熟一样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张小马这时走到了女黑客的面前 眼睛对眼睛的站着 拿起硬盘 对女黑客晃了晃 然后问 说吧 资料你还有没有其他备份 还有啊 这次又是谁攻击姓翰的 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没有备份了 我发现被锁定之后 以为是你中了那边系统的陷阱 一直都在努力怎么解开 资料 我连看都没时间看 还打算确定如果不是中陷阱 而是遭到同样的入侵 就打算销毁掉呢 女黑客靠着墙壁 缩着脖子 小心翼翼的回答 哎呦 这方面你倒是聪明大胆啊 那是谁让你攻击我们公司网络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张小马把硬盘往旁边一放 和上一次一样 一把握住女黑客的屁股 然后用力往上一提 一边笑着问道 是不是又想跟我谈什么职业素养 事到如今 你还想装硬气啊 女黑客吓得差点哭出来啊 不敢把头偏过去 惊慌的大声喊叫 我这次真的不知道啊 没有客户直接跟我联系 我也是和另外几个黑客合伙而已 没接触委托人的 听到这话 张小马眉头稍微皱了一下 这种情况下 他知道 女黑客不敢撒谎 而且 他想起这次的入侵 的确是联合作战 于是问道 那联系你的黑客是哪一个啊 接受委托的黑客 是不是他呀 女黑客睁开一只眼睛 用捏成拳头的手 试图把两个人的距离隔开一点 并且可怜兮兮的 朝张小马说 你要不要先放开我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会有任何隐瞒的 就这么说啊 张小马瞪起眼睛 非但没有松开 反而握着女黑客屁股的手 用大力气一提 女黑客吓得当场就 哇哇哇地哭了起来 却还要努力地压制着声音 赶紧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 联系我的人 是不是接受委托的那个人 但我可以去问一问 你不要这样 我会听话的 你以为你问了别人 就会告诉我 张小马只能有点 服了这个傻乎乎的家伙 皱着眉头直接问 你的电脑被我锁定的事 另外几个黑客 应该知道了吧 是否已经联系了你啊 刚打个电话 听到这个回答 张小马松开了女黑客 直接坐在了她电脑前 头也不回地说 他们不会告诉你的 我只能黑了他们 然后硬查出来 到底谁是这次事情的 幕后主使 女黑客见这个家伙 终于松开了自己 心有余悸地呜呜地哭了起来 却也不敢无视张小马的话 此时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可你怎么黑他们 他们几个都是很厉害的黑客 我也很厉害啊 张小马转过头 瞪了一眼女黑客 然后命令说 过来 给我打下手 女黑客 泪汪汪地撇着嘴 不情不愿地走了过去 不知不觉间 张小马已经在 女黑客的家里 待了好几个小时 在这期间 他主要为入侵做准备 但与此同时 他也通过言行逼供的方式 从女黑客的口中 得知了 他们这次入侵 心悍的全部经过 原来 这个叫琪琪的女黑客 所加入的是一个 小型的黑客团体 他们协作的方式 正如张小马所知道的那样 是用成群结队的攻击方式 掩护一个主攻手 等事成之后 就立即撤退 没有特殊情况 绝对不恋战 形式风格 很像草原上的群狼 就好比这一次 参与进来的黑客 其实总共有五个人 而其中四个 一直都是炮火全开的进攻 唯有琪琪 一直假装攻击 一直等到了有合适的时机 才后继波发 在极短的时间内 窃取了资料 如果不是张小马 看出了他们的方式 放弃防御阻拦 琪琪拿到资料之后 就会上传到一个 只有他们组织内部成员 才知道的留言板上 然后通过联系任务的成员 委托人最终会拿到资料 并且给予报酬 但联络任务的究竟是谁 琪琪也确实不知道 因为这个组织 平时根本不会彼此接触 唯一一个彼此联络的留言板 也会匿名发布任务 这样一来 就算一起接受了任务 并且布置了行动计划 大家也都不知道 参与行动中的 究竟谁是联络人 由此可见 这个黑客组织 结构极其严密 这让张小马更加坚定 其余四个人知道 琪琪的电脑被锁定 现在绝对不会 轻易地回应他 但对方就算再警惕 也想不到 另外一个黑客 会挟持琪琪 然后反攻他们吧 张小马 也正是考虑了这一点 所以才决定出其不意 准备好了 琪琪坐在电脑前 一脸的愁容 一双眉腿不安地 搅在一起 这时悠悠地 朝张小马报告 张小马则坐在 另外一台电脑前 把外套脱了下来 送了送领带 然后看向琪琪 琪琪终究还是没忍住我 哭丧着脸 朝张小马说 要是让人知道 是我带路 我就成了公敌了 他们一定会恨死我的 但他们至少不会 上了你 是吧 张小马说着 瞥了一眼琪琪的大白腿 这丫头吓得立马不委屈了 赶紧拽着T恤 身子一个劲地往后缩着 哎呀 瞧你这又傻又怂包的样子 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成为黑客的 张小马一个鄙视的眼神过去 哎呀 不过我可跟你不一样 我说到做到啊 你要是敢耍花样 搞砸了事情的话 我就不是吓吓你那么简单了 琪琪缩成了一团 惊恐地猛点头 张小马这才满意的一笑 接着转过头来 下达攻击第一个黑客的指令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琪琪一点点地专注下来 脸上再也没有了 傻谢和怂包 而手上越来越快的操作 也足够流畅 和刚才的表现 简直是判若两人 这让张小马感到十分意外 尤其是从专业角度来看 他发现琪琪的技术的确很强 根本就不是那种 只会黑普通人电脑的初学者 即便是在牛人遍地的黑客圈子 也应该是叱咤风云的一方人物 不过相比起他的意外 此刻琪琪的心里 其实更加吃惊一些 对于自己的技术 他一清二楚 几个月前 张小马追踪到了他 他还以为只是自己轻敌 甚至这一次 被张小马锁定了电脑 他也自负地认为 是自己的疏忽大意 但到了现在 看着张小马 飞快地敲击着键盘 屏幕上 也是他都不能完全看懂的操作 使他终于意识到 张小马比他更强 就这样 两个人相互配合 在毫不起眼的居民楼里 黑掉了第一个黑客 张小马迅速地搜索 发现这名黑客并不是联络人 于是毫不犹豫地重新开始 向第二位黑客发起进攻 因为他很清楚 攻击要比防御来得更困难 他现在行动优势 在于出其不易 要是第一位被入侵的黑客 被黑的消息 让其他几个人知道 一旦形成防御 他的行动 就会变得十分艰难 所以现在时间紧迫 齐齐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完完全全地 专注在了网络世界里 基本上已经忘记了 这一次的行动 有多么的不够义气 知道时间紧迫 也没有任何要休息的意思 紧接着 就和张小马一起展开了 又一次行动 就这样 三个小时过去了 张小马和齐齐之间的联手 越来越有默契 进攻呢 也变得更加犀利 于是第二位 第三位黑客 都相继被攻破 不过 他们仍然不是联络人 而在第三个参与 相继被攻破的情况下 最后一个黑客 明显联系起 齐齐被锁定的事 已经猜测到了什么 所以在张小马 进攻之后 很快就发现 这一次的入侵 比之前那三个 要来得困难 这一刻 他好久都没有出现过 好战之心被点燃了 眼看着齐齐 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 索性让他休息 接着单枪平马的 以让人更加眼花缭乱的操作 发起猛攻 终于 四个小时之后 对方沦陷了 张小马的脸上 只简短地露出一丝疲惫 就马不停蹄地 开始搜索委托人的信息 但是站在他后面 看着的齐齐 却大喊大叫了半天 然后一点崇拜地 对张小马问道 想不到 你这么厉害 在黑客街 绝对也是一号人物吧 你叫什么 没准我认识你呢 张小马没空理会地 回了一句 我早就金盘洗手了 哇 果然是前辈高人 齐齐表现的崇拜 无以复加 开始叽叽喳喳地 询问各种问题 张小马被搞得有点烦了 忽然说了一句 比起我是谁 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 自己是不是已经暴露 成为公敌这件事吧 正在上窜下跳的齐齐 表情定格 似乎刚刚想起这件事一样 像是没有了骨头一样 坐在了地上 然后哭丧着脸说 哎呀 肯定暴露了 这种行为 简直就是恶劣之计 他们一定会报复我的 我可怎么办啊 趁着这丫头哭哭啼啼的时候 张小马通过阅览和调查 已经掌控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第174集 不出意外 委托黑客组织的 正是建筑设计公司行业的同行 名字叫东林集团 张小马忽然觉得有些耳熟 似乎有什么认识的人在那边 却一时想不起来 所以只能是暂时了放弃 只把东林集团 联络黑客的证据保存了下来 这一次的行动也就是结束了 可行动是结束了 但事情却还远没有到此为止 现在他手握关键证据 存有资料的硬盘也已经拿到了 用这两样东西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追究其刑事责任 想到这里 张小马站起身 拿起硬盘 朝仍然坐在地上抽气的琪琪说道 看在你刚才也出力的份上 今天就饶过你了啊 下回如果再做这种事情 记得不要撞到我手上啊 听到这话 原本哭哭啼啼 为自己处境感到担心的琪琪 忽然间爬过来抱住张小马的大腿 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的高喊 哎 你可怜可怜我吧 啊 教我你的技术啊 不然他们报复我 我肯定要被整死的呀 张小马居高临下的 看着一脸泪痕的琪琪问道 你是说让我受你为徒 琪琪蒙点头 那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张小马一脸沉思 打量着琪琪 你会暖床吗 琪琪吓得像摸到电门一样 迅速松开了张小马 然后手脚兵用的退回到了墙角 使劲捂住胸口 惊恐的朝张小马猛摇头 捂错了 上面没问题 关键是下边 张小马好心提醒 琪琪看了看自己 然后赶紧两腿并拢 使劲往下拉T恤 哎呀 看来你需要时间考虑 张小马走了过去 弯下腰伸出一根手指头 指着琪琪的脸 笑容邪恶的说 那我就给你几天时间 等你想好了我再过来 但是以防万一 在期间呢 你好好练习一下暖床的技术怎么样 琪琪一脸的惊恐啊 紧靠着墙猛摇头 张小马大笑三声 带着硬盘而去 过了好一会儿 琪琪才从惊吓中清醒过来 光着脚 一路跑到窗口往下看 发现已经是早晨了 而张小马正打开一辆车门进去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辆奥迪A8 上次好像是法拉利 怎么换了奥迪啊 琪琪自言自语中 忽然傻笑起来 这家伙一定破产了 真高兴啊 走出琪琪家的单元 看着已经升起的太阳 张小马才意识到 自己奋战了一晚上 往小区外面走去的途中 他看了一看时间 发现现在是上班的时候 考虑到公司高层那头 已经知道了资料失窃的情况 江夫人现在肯定是心急如焚 他决定先回公司让大家安心 结果他刚到公司就发现 几乎所有员工都知道资料失窃的事情 甚至第一个看到他的娜娜 还主动跟他分享了 昨天遭到黑客入侵 业务部门的客户资料失窃的消息 而紧接着围过来的三炮等几个人 也是满头大汗的向张小马报告 说设计部门有好几份 正在进行的设计方案 也遭到了窃取 尽管没有业务部门那么严重 但损失也绝对不小 对此张小马猜测 可能是业务部门和设计部门发现被窃 所以才传出了消息 而机房那边发生的事情 普通的员工应该都还不知道 这无疑让不想暴露黑客身份的他 放下了心 交代完三炮他们不要着急 张小马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外 老远的他看到了脸色难看的周星星 忽然想起什么 站在电梯旁边的角落招了招手 周星星发现了他 疑惑的走了过去 问张小马什么事 而张小马却笑嘻嘻的打量着他说 不错嘛 有点当主管的样子啊 入职手续办了吗 周星星显然没什么心情开玩笑 更加不喜欢张小马笑嘻嘻的样子 因为只让他想起了自己一大一小两个梦中情人 都糟蹋在这家伙手上 所以语气不善的说了一句 办了 然后就准备离开 别急着走啊 张小马拦住了周星星 接着问 哎 我看你从江夫人办公室走出来 是因为业务部门资料失窃的事吧 周星星不耐烦的嗡了一声 也的确是因为这件棘手的事情 要赶回业务部门继续处理 张小马并不意外的笑了笑 然后看了看四周 对周星星说 哎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怎么样啊 啊 立功 周星星看了张小马一眼 失窃的客户资料已经被追回了 江夫人呢 很快会在公司宣布 所以这方面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啊 周星星吃了一惊 你怎么知道 张小马没有回答 直接拿出一张光盘 对周星星说 至于是谁要窃取我们的资料 这光盘里面啊 一目了然 足以作为起诉的证据 周星星吓了一跳 啊 你这是怎么得到的 你哪那么多问题 张小马瞪了周星星一眼 我就问你 想不想要 周星星眨了眨眼 然后有点不相信的问道 你是说让我拿这个东西去告诉董事长 是我查出了幕后的黑手 对呀 然后江夫人会派你带着这张光碟去找那家建筑设计公司谈判 看究竟是走法律途径 还是要求赔偿 张小马晃了晃硬盘 继续引诱 你刚来公司第一天 就能为公司立线这种功劳 那可不简单啊 周星星表情怪异的看着张小马问 可这样的功劳 你为什么要给我呀 张小马当然不能说 自己要是拿出去 就会暴露自己黑客的身份 只对周星星说 你就当欠我一个人钱嘛 而且呢 你现在刚刚入职 难免有些手下和其他部门的主管啊 对你不服气 这时候 你更需要立功劳建立威信 听到这话 周星星的眼睛跳了一下 显然有些心动 趁着这个机会 张小马直接把光盘塞到了周星星的手上 但是周星星拿到手里 却犹豫起来说道 可是董事长要是问起来 我是怎么查出来的 我要怎么回答呀 哎呀 我把功劳都给你了 谎话还我编呢 张小马不耐烦的摆了摆手 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啊 不过呀 别现在就去找江夫人啊 起码下午了再说啊 周星星看了一眼张小马 又看了看手里的光盘 终于咬了咬牙 行 那就当是我欠你个人情 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说一声就好 张小马点了点头 打发走了周星星之后 这才走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 江夫人昨晚显然没有睡好 表情有些憔悴的 正在打电话 但一看到张小马进来 立马匆匆的结束了对话 然后问 事情怎么样了 解决了吗 啊 什么事情啊 解决什么 张小马还在装傻 江夫人有些着急的瞪了他一眼说 你赶紧说吧 昨天你突然跑出去 等我得到消息 说资料被窃取时 又听技术员说 有个人指挥他们抓住了一个黑客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你别跟我说 那个人不是你啊 听到这话 张小马挠了挠头 不放弃地问 哎 那些技术员还说了什么呀 说你技术很厉害 虽然资料被窃取了 被锁定了对方 让资料短时间内不至于泄露 还问我 你是不是公司的什么 网络安全顾问什么的 江夫人说完这话摆了摆手 像是让张小马别说废话 赶紧回答问题 对此张小马苦笑 知道是糊弄不过去了 于是说 那些资料已经追回来了 江夫人放心吧 听到这话 江夫人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身体发软地靠在椅子上 好半天才不解地问张小马 哎 没想到你还懂计算机啊 而且还很专业的样子 不过那些资料 你是怎么追来的呀 张小马黑黑一笑 不说话 江夫人无奈 不想说就算了 那追回的资料在哪儿 张小马拿出硬盘 放在了桌子上 江夫人看着硬盘 立即问张小马 除了你之外 是否还有别人接触过 没有 从我锁定到追回 只有我一个人拿到过 张小马不敢开玩笑地回答 因为这种随时可能泄露出去 伤害公司利益的东西 是绝对不能允许让别人掌握的 这也是他没有一起交给周星星的原因 而听到这话 江夫人才放下心来 朝张小马点了点头 但是张小马却忽然说 其实在追回资料的过程中啊 我也顺便查出了 委托黑客的幕后黑手 江夫人看着张小马 皱了皱眉头问道 是谁 东霖集团 江夫人冷笑了一声 还真是他们 啊 江夫人已经猜到了 张小马有点吃惊 江夫人却摆了摆手 不愿意多说 只问张小马 是否有证据 证明他们 委托了黑客来攻击我们 有啊 在哪 张小马又黑黑一笑 江夫人则苦笑着说道 我都不问你是怎么得到的了 你还要卖关子啊 难道不打算给我 不是不给 张小马挠了挠头 只是不能让我来给啊 什么意思 张小马善笑 我给了周星星 想让那小子给您拿过来呢 江夫人听到这话稍微愣了愣 然后忍不住苦笑 你倒是对自己的人很上心呢 这么大的功劳都能让给他 张小马笑了笑不说话 江夫人无可奈何 那行吧 只要有证据就行 谁拿来给我无所谓 张小马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提议 另外啊 我觉得掌握了关键证据之后 和东林集团的谈判 最好让周星星去办 江夫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看了一眼张小马 然后赞同地点了点头 ciao 等会儿 我来不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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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彼 你 Skills